第201章 棒棒糖引起的灾难现场 吃完早餐之后 老爷子也兴冲冲地就要出门跟老伙计钓鱼去了 暖暖小朋友没办法 只能去上学了 经过昨天一天的时间 暖暖对于老师这些都已经熟悉了 这不 刚进校门 就甜甜地朝着老师们打招呼 看见自己的小伙伴也是熟门熟路地跟人家打招呼呢 暖暖 暖暖 早呀 于田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刚下车就看见暖暖要进去了 忙把人体喊住了 神井然原本站在门口 准备等暖暖进去再走的 结果就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 朝着自己闺女冲了过去 等到看清来人之后 有些失笑 这瑜伽的小闺女看着也是个活宝 这不 这会看到自家暖暖 连亲妈都不要了 撒欢一样就往暖暖身边跑 看到暖暖的神情 就像是看到什么香啵啵一样 早呀 甜甜姐姐 暖暖这会也挺喜欢这个姐姐的 除了有时候感觉不太聪明 但是暖暖觉得自己是不会嫌弃好朋友的 那边余真送女儿来上学 看到同样来送孩子的神井然 便走到她身边 倒是没想到两个姑娘的关系这么好 自从上回宴会回来之后 就一直吵着要去找暖暖妹妹 余真平时工作忙 丈夫又忙着自己的话 加上江家这段时间发生了不少事情 余真也不好贸然带着孩子上门去 之前自己闺女倒是跟凌柔关系不错 但是她一直都不太赞同的 现在好了 暖暖这丫头 一看就是可以相好的 而且也不是她贬低自己闺女 就余田这丫头 傻里傻气的 跟别人她是真的担心 女儿会被人骗了 还替人家数钱呢 现在跟江家的小闺女一起玩 不知道为什么 余真反倒是放心了许多 大概是宴会上 见识到了暖暖身上的强悍吧 这么强悍的暖暖 估计也不会跟自己的傻闺女计较 看那边的两人 这会不是玩得挺好的 是啊 我昨天还听暖暖说 跟甜甜姐姐一个班呢 沈井然也回应道 她倒是很乐意 自己闺女多交几个朋友的 瞧着燕家的小子 这有段时间没见了 似乎还瘦了一些 突然余真的视线看向了 走到暖暖身边的燕之 有些好奇地问道 而沈井然是知道真相的 这饿死鬼抓到了 人可不就瘦下来了吗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那边的三个孩子 明显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团体 手拉着手一起走进了学校 暖暖甚至还不忘回头 朝着沈井然这边的方向 挥了挥手 沈井然笑着回应了她 几个孩子 这才一蹦一跳地进去了 昨天孩子们都开始熟悉了起来 一进到教室里面 不少孩子们都开始 七嘴八舌地分享自己的趣事 老师今天也开始正式上课了 这不 今天学习的是算术 这件花花老师在上面说道 小朋友们 老师现在手里有三根棒棒糖 给了甜甜小朋友一根 那老师还剩下几根呢 下面的小朋友没有人回答 大家的心思 都还有些没在课堂上呢 老师原本也没指望 这些小朋友能够回答自己 但是却没想到 意外地看到了 暖暖举起的双手 好 那就请我们的暖暖小朋友 来给同学们解答一下 老师现在手里 还剩下多少根棒棒糖 暖暖站了起来 但是说的事情 却不是关于棒棒糖的答案 而是不解地问道 花花老师 为什么你有棒棒糖 只给甜甜姐姐 不给暖暖 是暖暖不够乖吗 暖暖是真的很疑惑 问出来的话也是 但是却没想到 花花老师尴尬了 这 这算是什么问题 难道现在的重点 不是自己手里 还剩下几根棒棒糖吗 怎么到了暖暖这里 变成了 自己有棒棒糖不给她了 对呀 花花老师 你有棒棒糖 怎么不给暖暖 要不你把给我的棒棒糖 给暖暖妹妹吧 于田在一旁 忍不住开口控诉道 老师 我也要 我也要 其他小朋友 别的问题没听到 但是这个棒棒糖 却是听清楚了 纷纷举手 表示自己也要棒棒糖 花花老师 谁能告诉她 这都是什么事情啊 甚至还有小朋友 因为得不到棒棒糖 开始嚎啕大哭了起来 最后几位老师 不得不下场去安抚 这才把一帮孩子们 给安抚住了 而暖暖这边 如愿得到了 自己想要的棒棒糖之后 还特别乖巧地 把刚才自己 没有回答的问题 给回答了 老师 你给了田田姐姐一根棒棒糖 你现在手里 还剩下两根哦 花花老师 他现在真的想说一句 拴Q 因为暖暖 刚才这个小插曲 后面老师再也不敢 用棒棒糖等食物 来询问小朋友们了 生怕小朋友一会 又要自己 拿出什么吃的来 倒是暖暖 还是有些失望的 要是老师 在问什么鸡腿之类的 自己就有鸡腿 可以吃了 一想到鸡腿 暖暖的心思又飘远了 目睹了全过程的厌知 呵呵 暖暖妹妹真可爱 暖暖妹妹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吃鸡腿自溜 暖暖说完之后 还吸了吸口水 就好像一个大鸡腿 已经摆在他面前了一般 我让管家伯伯 中午带鸡腿来 燕芝试探着问道 可以吗 暖暖一副明显很心动 但是又不好意思的表情 嗯嗯 当然可以 说着燕芝 直接拿出了自己的小书包 从里面掏出了手机 然后当场就给管家打了电话 对了 你要炸鸡腿 要是卤鸡腿 燕芝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可以都要吗 大人才做选择呢 小朋友则是全部都要 好 于是燕芝十分配合地 朝着电话那头说了几句 然后就面无表情地挂了电话 中午的时候 燕家的管家 如期带来了十个鸡腿 暖暖看着眼睛都亮了 燕芝哥哥 你们家管家伯伯真好 他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都是看着前面的鸡腿的 嗯 你吃吧 不用客气 暖暖这下再也不用担心吃不饱了 第202章 组团逃课 不过 他还是给自己的小伙伴分了 一人两个鸡腿 田田只要了一个鸡腿 剩下的都被暖暖包圆了 中午午休起来 暖暖就觉得有些无聊了 双手捧着自己的小肉脸 一脸郁闷 暖暖妹妹 你怎么了 于田见暖暖睡醒之后 就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便凑到他身边轻声问道 幼儿园好无聊 以前他不是抓鬼 就是在逗鬼玩 这猛的来学校 有点不大好玩的感觉 我也觉得 于田见暖暖说起这个 自己也小大人似的叹了口气 他本来都读大班了 结果现在来小班里面 除了暖暖 还有燕姿他们 他也不喜欢跟那些小朋友玩 实在是太幼稚了 要不我们逃课吧 于田平时看电视 就看到人家小哥哥上学就逃课 出去玩可好玩了 逃课 对呀 对呀 就是逃出去 我们自己玩 于田连忙给暖暖科普一下 逃课的好处 比如多好玩之类的 逃课有东西吃吗 有啊 我有钱 咱们想吃什么就去买 于田一副才大气粗的样子 我 我也去 燕之剑两人在旁边密谋 他当然知道 这个逃课是不好的 但是又担心他们两个女孩子 自己出去不安全 自己去了 说不定还能保护人家呢 他这回倒是下意识忘记了 暖暖一个人 能扛起一只老虎的事情 那走 一会咱们趁着老师不注意 我们先跑到后面的滑梯那边 在墙角我发现了一个洞 我们爬出去 啊 那不是要爬狗洞吗 暖暖有些迟疑 这个狗洞 还是自己在山上的时候 看到有狗爬过去才知道的 在那之后 暖暖都无法正视狗洞这个东西了 特别是看到大狗 撅着屁股爬过去的滑稽样子 暖暖就想到了自己 对啊 没事 女孩子能屈能伸 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外面多少好吃的 在等着我们呢 雨天没少在旁边煽风点火呢 好吧 于是 几人还真的躲过了老师的视线 来到了后面滑梯旁边的围墙下 里面还有一些草挡住 不扒开 根本很难看清楚 里面还有一个洞口 燕芝在后面张望着 确定没人了 这才说到我们快走 第一个出去的是于田 他还是有些圆润的 爬到一半的时候被掐煮了 暖暖妹妹 你帮帮我 于田有些吃力的说着 哦 好的 甜甜姐姐我来了 暖暖说着直接上脚 一脚把人给蹬出去了 于田 从未感觉到的丝滑 第二个是暖暖 好在暖暖虽然胖 但是这个洞口的位置还是挺大的 小身子还挺灵活 黑羞黑羞就出去了 燕芝就有点难了 三人之中最重量级的小伙伴 刚到三分之一就别卡主了 甜甜姐姐 我们帮帮哥哥吧 于是两人一人抓着燕芝的手 把人给拉扯了出来 燕芝有些后悔了 自己不应该跟两个妹妹一起胡闹的 他这回的脸色都涨红了 但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他这回就卡在洞口的中间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于是费了好一番功夫 暖暖总算是把人给扯出来了 燕芝哥哥 你一会还是少吃一点吧 暖暖替你解决这个烦恼 暖暖把人扯出去之后 他喘着大气说道 好 一会吃的都给你 我就吃一点就好了 说这话的时候 燕芝有些郁闷的 捏了捏自己肚子上的小肥肉 真是太忧伤了 那还等什么 咱们快走吧 于田招呼着两人往外走 他们出来的地方后面是一条街道 不过这边这个时候 一般没什么人的 也不知道几人左拐右转的 竟然还真的被几个小孩子给走出去了 等到暖暖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住在了麦当当的店里 吃着冰淇淋了 因为今天刚吃了鸡腿 他现在不吃鸡腿了 改吃冰淇淋了 嗯嗯 好吃好吃 暖暖吃得一脸陶醉 燕芝在旁边吃了个甜筒 另外两人都是一个大大的草莓圣袋 几个小孩乐呵呵地分享着美食 半点不知道幼儿园的老师 找他们几人都找疯了 而暖暖这边吃着东西 也不耽误自己 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的 这不就发现了有人吵架 哦吼 暖暖最喜欢看人家吵架了 甜甜姐姐 燕芝哥哥 咱们去那边看看 暖暖一副 看热闹不闲事大地说着 好走 于田现在是全听暖暖安排 这不 马上就跳下了凳子 手里还抱着没吃完的草莓圣地 燕芝只想安安静静地吃个冰淇淋 但是两个妹妹显然很好动 她没办法 只能跟着一起去了 走到那边 就听到女人尖锐的声音 怎么 你简佳佳是江郎才进了是吧 现在抱不上大腿了 被人踢出来了 女人这幸灾乐祸的意味 简直不要太明显 暖暖走近了才发现 这还是熟人呢 正准备上前去喊简佳佳来着 结果就听到对面女人的话 这不是在自己宴会上 见过的那个阿姨吗 背后还有一只贪心鬼的 暖暖差点都快把这个人给忘记了 不过 燕芝哥哥 蟑螂才进是什么意思呀 女孩声音软糯 带着满满的不解 但是说出来的话 却是把在场挤人的视线 都给吸引了过来 燕芝有些无奈地舔了一口冰淇淋 这才说到 暖暖 不是蟑螂才进 是江郎才进 我知道啊 蟑螂 燕芝被打败了 还没等她具体解释 给暖暖听 那边的简佳佳也发现了暖暖 暖暖 简佳佳迟疑地喊着暖暖的名字 简姐姐 好巧啊 暖暖瞬间把刚才的蟑螂给忘在了脑后 是啊 你们这是 简佳佳好奇地看着面前三个孩子 按道理 这孩子们不都应该在上学吗 这会怎么在这 嘿嘿 我们出来玩玩 暖暖有些心虚地说道 简佳佳见她这心虚的模样 还没详细问一下是什么情况呢 那边的简佳又开始阴阳怪气了 第203章 简佳佳的前男友 软饭男 哟 这是抱上了江佳的大腿了 搞不定人家大人 现在反倒在一个小孩子身上下功夫 简佳佳 你可真是越活越过去了 说着还眼纯偷笑 我说简佳 你的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点 你现在已经霸占了我家 你还想怎样 我都说了 这个男人你喜欢你拿去好了 老娘不稀罕好吧 简佳佳插着腰 一脸气愤地说道 这个人简直就像是狗皮膏药一样 年少了就扯不下来 他都快呕死了 简姐姐 这位阿姨很眼熟 好像那只狗 暖暖说完忙捂住自己的嘴巴 你说谁是狗 简佳没想到 又是江家的小闺女 她可没忘记 在宴会上 这两人一唱一和骂自己的场景 在她眼里 这顶多就是个乡下丫头 她是半点没把人放在眼里的 哦 谁硬了谁就是呗 不过我现在发现了 阿姨长得更像是动物园里面的猴子 怪搞笑的 暖暖 笑得一脸无辜 说完还低头咬了一口冰淇淋吃 她今天就是来看热闹的 简佳都快气死了 这回刚好旁边跑过来一个男人 威威 威威 你没事吧 你看你想要的咖啡我给你买来了 你早干嘛去了 没看见我被人欺负了吗 简佳双手抱胸 冲的男人就是一顿责怪 谁欺负你了 我倒要看看 男人一副要找人算账的表情 结果就看到了那边低头 跟着暖暖说话的简佳佳 看到她的时候 男人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僵硬 还是手臂上传来的痛感 才让她回过神来的 怎么 看到老情人 就情复燃了 简佳咬牙问道 没有没有 这不是没想到 在这都能碰上她 不过看着简小姐 似乎在那边混得不是很好啊 阮凡知道什么话简佳最喜欢听了 这不 极力地贬低简佳佳 简佳的表情明显好了不少 是啊 人家不是说要靠自己吗 结果混成这样 真是要笑死人了 简佳佳对于两人的阴阳怪气 还真没怎么放在心上了 这会正跟暖暖说话 也总算是知道 暖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了 这几个孩子的胆子也太大了 竟然还学会了逃课 怕那边老师着急 简佳佳原本是打算打电话 给学校那边说一声的 结果就听到两人背着自己说的那些话 是吗 关于我混得好不好 就不劳烦二位操心了 倒是眼前这位阮先生 不过是我不要的垃圾 倒是没想到 我这姐姐还有回收垃圾的癖好 真是令人吃惊 说完便牵起暖暖的手 准备带着人离开 而简佳还没开口反驳呢 暖暖好奇地看着软帆 大叔 你竟然是软饭男 真厉害 暖暖是真心佩服啊 听说吃软饭很好的 他一直还挺向往来着 简佳佳听到暖暖这充满志气的话 实在是没忍住 扑斥一声先笑了出来 是啊 软饭男可真厉害 走吧 姐姐带你们去吃东西 好呀好呀 被简佳佳牵着手 暖暖临走前又补了一句 猴子阿姨 做人呐不能太贪心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哦 暖暖说这话的时候 这身上颇有种高深莫测的样子 于田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 一直没找到机会说话 这回要走人了 终于是忍不住了 贪得无厌哦 说完嘖嘖两声也走人了 燕之 总感觉自己应该说些什么 但是他之前自闭了这么长时间 想开口骂人的话也说不出 最后只能看着对面气得脸色涨红的两人 摇了摇头走人了 简佳 不是 什么意思 他都还没发灰呢 这几人直接走了 简佳气得直跺脚 只是忘记了他脚上踩着的十公分高跟鞋 一跺脚直接把脚给崴了 疼得他直抽气 还愣着干嘛 快来扶我呀 简佳看着旁边还看着简佳佳背影的阮帆 又想起了简佳佳刚才说的话 眼里闪过了不耐烦 阮帆回过神之后 忙扶着人去旁边的椅子上坐好 然后很熟练地蹲下在他面前帮他揉着脚 简佳看着面前这没什么用处的男人 心里觉得更加窝火了 又想起了之前追求自己的富二代 心里已经开始在权衡利弊了 原本阮帆也是因为是简佳佳的原因他才抢过来的 这段时间他在他身上也花了不少钱 这回竟然觉得有些乏味了 他想要得到男人的钱 还想要得到男人更多的爱 这边两人各自心怀鬼胎 而那边的暖暖则是高兴地牵着简佳佳的手 简姐姐 你怎么了 他能看出最近简佳佳应该是有些桃花债在身上的 嗯 还是烂桃花 而且之前那个金光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稍微有点被压抑住的情况 所以这回看到他 暖暖才好奇地问道 唉 你小孩子不懂的 简佳佳倒是没想过在一个三岁多的孩子面前 说自己的心事 姐姐 你可别小看小孩子哦 我们现在也是幼儿园的孩子了 暖暖很厉害的 你说吧 暖暖肯定能帮你想办法的 一旁的余田刚听到人家看不起自己暖暖妹妹 就忍不住出口反驳道 简佳佳 看着旁边气呼呼插着腰看着自己的小孩子 他一时有些不知道怎么说 带着几个孩子到了一家甜品店 给孩子们点了几样下午茶之后 这才悠悠叹了口气说道 不是姐姐不跟你们说 只是我这是工作上的事情 我们老板跟我表白了 我这工作一是半会的 有些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了 他的感情除了前面那个软帆之外 还真没有感情经历 要不然也不能被这样的一个渣男哄得团团转 但是同一个公司上班的老板就不一样了 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现在公司都知道两人之间这暧昧的关系 他实在在公司有些难以待下去 暖暖其实在他开口说的时候 就已经掐指算了一下 直到可能这是他的一段缘分 也就没有了刚才想要把人家拆散的心思了 第204章 大款暖暖投资 那姐姐 你喜欢他吗 暖暖化身知心大姐 一脸高深莫测地问道 啊 简佳佳猛地被孩子问到这个问题 还有些没反应过来呢 喜欢吗 应该是有点的 但是现在自己跟家里的关系这样子 还有自己的事业 其实也不算有成就的 他有自己的骄傲 认为自己在没有一番事业的时候 这会跟着男方在一起 很多人都会觉得 他是看上了人家的家事背景之类的 即便是现在他在业内也是小有名气了 但是只要两人的关系一公布 会有很多人觉得 他是靠着他们老板的关系上位之类的 这不是简佳佳想要的 暖暖见他的表情就知道 这个多半也是对他们老板有意思的 大人真是麻烦 喜欢就是喜欢 还喜欢纠结 揣测 有意不定的 他是很不能理解的 但是谁让面前的是他的好朋友呢 暖暖觉得自己还是要帮一把的 那姐姐你想离开那个公司吗 是啊 但是我现在没有投资资金 我是想自己先开个工作室的 加上他自己还有点小小的人脉 想要把失业做起来倒也不难 难就难在 自己目前的起始资金并没有多少 他这几年是有点小积蓄的 但是给外婆治病花了大半 想开个工作室前就有些紧张了 倒也不是不想跟朋友借钱 但是自己圈子里那些朋友 只要自己一开口借钱 估计他爸马上就知道了 又多了一个让简威嘲笑自己的机会 资金需要多少啊 暖暖突然开口问道 简佳佳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着三个小萝卜头 竟然把自己一直以来忧心的事情 给顺嘴说了出来 最少也要上千万吧 说完悠悠叹了口气 自己也真是傻了巴基的 跟一群小孩说这些做什么 正想着要不要扯开话题 结果就听见暖暖拍桌子的声音 座上的盘子都被震得抖了抖 嗨嗨 简姐姐 其实我可以投资你的 暖暖学着电视上看到的投资爸爸一样 把自己的小脑袋昂得高高的 全然不知道 对面的简佳佳都要傻眼了 谁能想象 一个三岁的娃娃 在自己面前说要投资自己的豪言壮语 而且这得意的样子 别说 简佳佳还真觉得有些没眼看了 她福娥有些无奈地问道 暖暖 姐姐要的是一千万 不是一千块 谁知道她话还没说完 暖暖这边直接啪的一声 把一张黑金卡给拍在了桌子上 那 简姐姐 暖暖有钱搭 暖暖很得意的 每年她的小师弟们 孝敬她的东西还挺多的 就是一直没有机会花钱 最后还是师父帮她开了一张卡 把他们给的钱都给存了进去 后面她回家了 家里人也给了她不少钱 她觉得 一千万应该是有的吧 简佳佳一看到眼前的金卡 看向暖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下意识开口 暖暖 你把你爸爸的卡给撸来了 暖暖这下生气了 简姐姐 暖暖这是自己的钱 才不是爸爸的 我爸爸很穷的 还整天要担心 矿工备扣工资 暖暖心里暗自想着 于田眼睛都亮晶晶地看着暖暖 哦吼 暖暖妹妹霸气 简佳佳 这回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江佳也会穷吗 那这个世界就没有有钱人了 暖暖 这个钱你还是跟你家里人说一声吧 我不能贸然要你的钱 简佳佳生怕暖暖没有心眼 傻乎乎地就把钱给了人家 这次还好是她 要是换做别人 估计裤衩子都被骗没了 暖暖能做主大 师父说了 要学会钱生钱 简姐姐 暖暖的钱就交给你了 麻烦你让她生点宰宰出来哦 这下 简佳佳真的词穷了 这谁能想象是一个三岁小孩子 说出来的话呢 还这么霸气 她有种自己被一个三岁的孩子 给秒杀的感觉 哈哈 暖暖啊 这个钱你还是先拿回去 起码也跟家里人说一声 到时候 要是家里都同意了 你再投资姐姐也不吃哈 简佳佳怕自己经受不住 这个金钱的诱惑 忙把钱给暖暖推了过去 好吧 暖暖想着 回去问问就问问 反正自己家里人 肯定是不会反对的就是 见自己说话的空谈 甜甜姐姐已经在埋头吃着东西了 暖暖也不客气 拿起叉子就叉东西吃 燕汁只能一脸麻木地在旁边看着 那个 小朋友 你吃呀 简佳佳看着燕汁 轻声说道 不 我不吃 简姐姐 燕汁哥哥减肥呢 他不吃的 暖暖嘴里含糊着说道 不又觉得 燕汁哥哥看着他们吃 有些可怜巴巴的 暖暖不忍心 于是推了一杯水到燕汁的面前 燕汁哥哥 你要是饿了的话 你就 你就喝喝水吧 燕汁 看着面前的白开水 怎么说呢 聊胜于无了 谢谢暖暖妹妹 被几个孩子一插课打混 简佳佳倒是忘记了 要给学校老师打电话这回事了 这可就苦了 等在学校的一行人了 最先发现 几人不见的是 花花老师 毕竟平时暖暖小朋友 最是闹腾的那一个 这个小嘴巴巴的 就没停下来过 当然 这也不是批评 就是一时间有些不习惯 这一问 才发现班里的三个孩子 都说去上洗手间了 可是已经半天没找到人了 这不 老师们这才想起来 去洗手间找人 但是哪里有孩子们的身影 知道可能坏事了 老师们忙去查了监控 结果 就发现 几个孩子早在半个小时前 就钻洞出去了 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大了 学校这边也不敢私底下找人 还是打电话给孩子的家长 说明了这个情况 然后又报警了 打给江家的是 打给了江正 可把正在上班的江正 给吓坏了 打了电话 跟江志说了之后 就往幼儿园里面赶 也不敢把这个事情 告诉家里的老头老太太 生怕两位老人 也会受了什么刺激出点事情 叔侄两人到了幼儿园的时候 警察也到了 几人了解了一下情况 顺便看了一眼监控 特别是看到 暖暖他们从狗洞里 爬出去的时候 嘴角都开始疯狂抽搐了 这个丫头 实在是太让人操心了 第205章 陶克被抓 不过刚才在路上着急 江正没想着 给暖暖打电话什么的 但是这一看到监控的时候 知道是孩子自己跑出去的时候 反倒是不着急了 这也才想起 自己不是可以 给暖暖打电话吗 暖暖之前 可是一直炫耀 自己那个大天才手表的 老师 你们先别着急 我这就给暖暖打个电话 江正安慰一旁 着急上火的老师 刚好这会 另外两家的家长也都来了 见暖暖的家长 都不慌不忙的 他们也冷静了下来 先看江正 给暖暖打电话 暖暖这边吃着东西 突然听到自己的手表响了 见是爸爸的电话 没多想就接起了电话 喂 爸爸 怎么了 暖暖的语气还带着笑语 显然是心情很不错的样子 听到自家闺女的声音 江正这个心总算是放下来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 确实生气 这孩子的胆子 实在是太大了 暖暖 你们在哪呢 江正问的是你们 不是问的暖暖 偏偏暖暖也没在意 下意识地就回答了 我们再喝下午茶呢 江志 呦喝 现在的小孩都学会喝下午茶了 在哪里喝下午茶呢 你给爸爸微信发个地址好不好 江正与其平常地说着 而他身旁的江志 一脸果真如此的表情 好搭好搭 暖暖说完 直接挂了电话 然后点开了微信 给爸爸发了一个定位 简佳佳这下 总算是想起来了 自己刚才光顾着跟暖暖说话了 都忘记要打电话 去学校告知一下了 现在看来 人家家长都找来了 简佳佳福娥 看着另外的两人 你们要不也给家里打个电话 于田一想到自己妈妈 马上头摇得跟波浪鼓一般 而燕之纯属是懒 而且刚才暖暖的爸爸找来了 想来他爸应该也在路上跟着一起了 就不用他再忙活了 好吧 见两个孩子这副模样 简佳佳也没在抢求 在这里等着他们的家长 把人给领回去 却没想到 暖暖拿出手机 又给江正发了一段语音 语气难免正中了许多 爸爸 我现在想投资简姐姐开工作室 我把钱都给简姐姐钱生钱了哈 行行行 你的钱你自己做主 那边传来了江正无奈的声音 他也没去问 暖暖卡里有多少钱 想着左右也没多少 就由着孩子自己去胡闹了 孩子找到了 我们现在过去了 一会就直接把孩子接回家吧 江正挂完电话之后 朝着几人说道 行 那咱们先过去吧 今天高低要给这几个 调皮孩子一点教训 余真是个火爆性子 这会听到孩子没事 甚至还在喝下午茶的时候 整个人都恨不得 马上跑到于田的身边 把人拎起来暴打一顿呢 田田妈妈 不能打孩子 咱们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哈 艳之亲爹艳文献 在旁边淡定发言 半点没有为自己 亲儿子担心的意思 主要吧 自己儿子自从开始长胖开始 都很少这么皮了 这会难得皮一会 他这亲爹 反倒是觉得亲切了许多 男孩子就是要调皮点的 那花花老师 我们先去找孩子了哈 哎好好好 今天实在是抱歉 也是我们幼儿园看管不力 给你们添麻烦了 嗨 老师 都是这几个孩子调皮 你也别放在心上 行了 我们先走了 于是 三名家长 疯疯火火地出门 赶到暖暖那边的时候 还没进门呢 就听到了暖暖这魔性的笑声 江志看了三叔一眼 眼里明晃晃的幸灾乐祸 看吧 这小丫头 心大着呢 江正看出了他眼里的意思 没说什么 先一步走了进去 小团子这会不知道 说什么笑话 正趴在沙发上 哈哈大笑呢 旁边的几人也都笑了起来 只是笑声没有暖暖 这么魔性而已 江正也注意到了 对面还坐着一个女孩子呢 想来就是暖暖口中的姐姐了 她迈着大长腿走了过去 直接走到了暖暖的身边 感觉到有人来了 暖暖的笑声戛然而止 往左边看了一眼 只看见一双大长腿 顺着视线往上看 就看到了她爸爸微怒的脸 暖暖没来由的 有些心虚 爸爸 暖暖小声地喊了一句 你还知道叫爸爸呀 说吧 这次出来是不是你的主意 江正原本想问是谁的主意的 但是怕说出来 有责怪另外两个孩子的意思 于是只能调转了一下话头 却不知道后面赶来的于真 直接上前一把揪住于田的耳朵 于田田 你可真是出息哈 说吧 是不是你怂恿的 不得不说 作为亲妈 还是很了解自己的亲生闺女的 哎 疼疼疼 妈妈呀 疼 您放开我 是我拉着暖暖妹妹出来的 您看在我这么老实的份上 还是饶了我吧 于田一脸痛苦面具地求饶道 燕文献就显得淡定多了 双手插兜 在一旁充当吃瓜群众 爸爸 我们只是犯了一般小朋友都会犯的错误 你是好爸爸 你肯定不会怪暖暖的对吗 暖暖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 就这么定定地看着江正 好像他说要怪他 马上就能哭出来给他看一般 哟 那感情爸爸怪你了 爸爸就不是好爸爸了呗 嘿嘿 那不是 爸爸怪我那肯定是暖暖做错了 爸爸是全天下最好的爸爸呢 暖暖企图卖萌来萌混过关 那就行 那你就等着吧 爸爸回去一定会好好教育暖暖的 不知道为什么 江正这话刚说完 暖暖下意识就捂住了自己的小屁屁 爸爸 手下留人啊 江正 这颇孩子 整天都想什么呢 直接一把把人抱在怀里之后 这才看向另外一边的简家家 这位就是暖暖说的姐姐吧 嗯嗯 你好 暖暖爸爸 我刚才实在是跟孩子玩闹 一时忘记了打电话给幼儿园那边说明情况 让你们着急了吧 简家家先是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第206章 监控暗算我 但是江正知道这个事情根本怪不得人家 便笑着摇摇头 简小姐倒不用这么自责 孩子是自己贪玩 还要感谢简小姐把几个孩子拉住 不然我们这回还不知道上哪去找人呢 他不是那种随便就责怪别人的人 毕竟也是暖暖几个孩子调皮跑出来了 暖暖这会已经搂着江正的肩膀 幸灾乐祸地看着于田被他妈妈教育的场面 江志在旁边看得嘖嘖摇头 暖暖这小家伙 高兴得未免太早了 要是被家里人知道暖暖跑出去了 估计今晚的教育也少不了 果然 刚好这回幼儿园放学了 沈井然去接的孩子 结果被告知 孩子不在幼儿园 被爸爸接走了 这不 电话直接打到了江正这边来了吗 喂 小然 你说暖暖啊 对 确实跟我在一起 哎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你还是先回家等等我吧 回去再说 嗯嗯 好 拜拜 在场这么多人 江正到底没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什么 让沈井然先回家 就挂断了电话 原本还想把电话抢过来 跟妈妈求劳的暖暖 眼睁睁看着爸爸把电话给挂了 好吧 暖暖心虚地低下了头 行了 那没什么事情 我们就先回去了 省得家里着急了 江正也没想着 在这么多人面前教育自己的闺女 所以说了几句之后就离开了 简家家见这边没什么事情了 也跟着起身离开了 跟江志走在了江正妇女的后面 简家家小声说道 那个 江先生 暖暖刚才给了我一张卡 说是投资的 我想着这件事情 还是要跟你们家长说一下比较好 我 我不是真的想要小孩子的钱的 简家家不想被人误会 自己欺骗小孩子的钱 所以先解释了一通 没事 我三叔既然都答应暖暖的钱 他自己做主 你就拿着吧 我相信暖暖不会看错人的 江志自己每个月工资不高 但是他觉得暖暖就算是有钱 最多也就是家里人给了一些 跟江正一样 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见暖暖家里人都这么说 简家家还有点感动呢 证明暖暖是真的很信任自己 才会把这么多钱都投资给自己 莫名升起了一股斗志 他坚决不能让暖暖投资失败了 于是告别了众人之后 他就准备回公司递辞职信 然后自己担干 于田这回早就被他妈训得抬不起头了 实在是 太丢脸了 燕文献上前摸了摸自己儿子 圆乎乎的脑袋 随后叹了口气 儿子啊 你还是回去好好想想 怎么跟你妈解释吧 说完就自顾自地走了 燕芝十分自觉地 抱着自己的小书包 跟在了后面 这回人都走了 于真美好气地拍了拍于田的小屁股 你呀你 可真行 说完还是牵着闺女也回去了 至于回家之后 各家是如何的兵荒马乱 是不知道了 暖暖的兵荒马乱 他算是见识到了 回到家之后 暖暖第一时间 就想去寻求奶奶跟妈妈的保护 但是谁知道 直接被爸爸给拦住了 一把把人给抱起来 根本不给暖暖请求支援的机会 这也就算了 还恶人先告状 先把自己的事情跟家里人给说了 将家众人看着暖暖 大家都没想到 这孩子会这么糊 不 早在暖暖举老虎的时候 他们就应该知道了 暖暖是个不省心的孩子 老夫人看着暖暖 你说你 这么小的人 怎么就不怕被人给骗走了呢 奶奶 暖暖可聪明着呢 暖暖得意地说着 你呀你 怎么就这么糊呢 老夫人指着暖暖 一脸无奈地叹气 摆了摆手 示意其他人上 他是不行了 狠不下这个心 这人越老啊 越心软 老婆子不行 老爷子上 将老爷子严肃着一张脸的时候 别说 真还挺唬人的 暖暖马上就站 直不敢说话了 爷爷 叫亲爷爷也没用 哼 你说 是不是你闲学校太无聊了 这才让人带着你出去的 老爷子看着暖暖那心虚的小表情 就知道自己说的八九不离十了 爷爷 你真是太聪明了 你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爷爷 暖暖正想着继续吹彩虹屁的时候 直接被将老爷子给打断了 行了行了 你现在就是把爷爷我吹上天都没用的 来跟爷爷说说 知不知道错了 暖暖低着头 双手在胸前不停地搅动着 小声地说道 爷爷 暖暖知道错了 啊 那你说说 错哪了 老爷子一脸兴致地看着暖暖 想着小家伙 要是认错态度好的话 那就勉为其难放他一马的 结果暖暖抬起头 嘴里阵阵有词道 我错在没有看监控 就是那个监控的东西暗算我 把我给暴露了 小团子说起这个事情 似乎还有些生气来着 将加众人 所以这其实不是反省自己 而是怪没看监控 原本责怪的话都到了嘴边 其他人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暖暖 你过来妈妈这里 神井然突然朝着暖暖招了招手 暖暖抬头看了一眼爷爷 随后得到了准许之后 这才起身到了妈妈的身边 一脸乖巧 妈妈 看到妈妈 暖暖当即像个安纯一样 也不敢说话了 暖暖今天玩得开心吗 神井然神色如常地 跟暖暖聊着天 也没有生气的神情 暖暖是个会察言观色的小孩子 这回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嗯 开心 但是爸爸妈妈都很担心 他说着一脸伤心的表情 看着暖暖 暖暖一看见妈妈难过 马上就慌了 上前想要拉住神井然的手 妈妈 对不起 暖暖让你们担心了 暖暖低着头内疚地说着 暖暖是不是觉得学校很无聊啊 所以才会跑出去 神井然语气平和 第207章 暖暖 你可长点心吧 嗯 暖暖就是觉得小朋友有些不好玩而已 所以这才临时提议出去玩 妈妈 暖暖保证 以后不再私自跑出去了 乖 暖暖 妈妈知道你本事很大 但是你从学校贸然跑不见了 爸爸妈妈 还有爷爷奶奶们都会担心的 你也不舍得 奶奶推着轮椅满大街去找吧 神井然可谓是 动之以情 晓之以礼了 不过暖暖 要是觉得无聊呢 可以自己想想 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带着小朋友们一起玩 或者等到放学后 让爸爸妈妈 带着你出去玩也行的 但是这种私自跑出去的行为 是很不好的 一来很危险 要是碰到坏人 或者是被路上的大车子给撞了 这都是家里人不愿意看到的 二来家里人都会跟着一起担心 所以我们下次不要再这样了好不好 嗯嗯 好搭 妈妈 暖暖知道错了 说完暖暖很郑重地 朝着屋里的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还有哥哥们都道了歉 暖暖已经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了 以后一定不会自己跑出去的了 说完也不知道是害羞还是怎么的 竟带上了哭腔 然后一头扎进了神井然的怀里 我们暖暖真棒 知错就改 还是好孩子 不过爸爸妈妈也没有怪你的意思 咱们不哭鼻子哈 妈妈 我才没有哭鼻子呢 暖暖在他怀里 问声问气地反驳道 只是这话到底没多少可信度就是了 屋里的众人 到底也没舍得去责备他 只是要跟孩子说清楚 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不然下回再这样偷偷跑出去 谁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先给孩子打好预防针吧 行了 孩子也教育了 先吃饭吧 老爷子放话了 其他人也都起身去餐厅了 暖暖是在众人都起身的时候 这才不好意思地把头给伸了出来 结果就看到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哥哥 江琪眼里满是看好戏的神情 暖暖看到就生气了 别过脸清哼了一声 不想理会这个看好戏的哥哥 暖暖啊 你可长点心吧 江琪瞧着小团子这模样 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马上就接收到了来自亲妈不赞同的眼神 行吧 他耸耸肩 也起身走了 暖暖气哼哼地告状 妈妈 哥哥看我笑话呢 你还知道你哥哥看你笑话呀 那咱们不闹这么多笑话不就行了 他有些忍君不禁了 哼哼 暖暖才不闹笑话呢 暖暖气哼哼地说着 一家人吃完晚饭之后 暖暖推着老夫人 跟着沈锦然几人一起出去走走 暖暖这才提起了自己今天的大事 奶奶 妈妈 暖暖今天干了一件大事哦 暖暖炫耀意味明显 沈锦然没想到 除了跑出去这件大事之外 竟然还有大事 哦 什么大事 老夫人不由好奇问道 这小人又按戳戳做了什么事情 奶奶 暖暖今天投资了一笔大声哟 暖暖说起这个事情脑袋都昂起来的 那小模样要多得意 有多得意呢 大声音 沈锦然吃惊地问道 对啊 暖暖拿着自己的私房钱 投资简姐姐了 就是那个给我做衣服的简姐姐 暖暖有预感 跟着简姐姐能赚大钱 暖暖一副很有信心的模样 让婆媳两人都不好说什么了 那暖暖你投资了多少 沈锦然问出了关键 暖暖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不多不多 也就一千万 在后面跑出来 准备跟他们一起散步的江琪 脚步一个亮腔 啥 你一个三岁小孩 为什么有一千万 说这话的时候 他不由把视线投向了 沈锦然跟老夫人 家里虽然有钱吧 但是一下子给暖暖这么多钱 似乎没多大的可能 就算是妹妹刚回到家里 这个钱一般都会给妈妈带为保管的 自己身上也才一百多万的零用钱呢 她都还是省吃俭用的 但是 现在妹妹随随便便 就投了一千万出去 不得不说 江琪是真的有些受到打击了 哼 哥哥 你不要小看三岁的小孩子 暖暖特别不服气地 瞪了自己哥哥一眼 老夫人看着两人半嘴 跟媳妇对视了一眼 两人都摇了摇头 家里不是他们给暖暖的钱 那暖暖的钱到底是哪里来的 暖暖 你跟妈妈说说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呀 师弟们孝敬我老人家的 暖暖理所当然地说着 听到这话的沈锦然 差点给暖暖贵了 这三岁的孩子 都开始有人孝敬了 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闺女回家之后 沈锦然不止一次 觉得自己这个当妈的 有些挫败 实在是闺女太有出息了 显得爸妈都没什么用处了 江琪一副大受打击的模样 低声喃喃道 完了完了 我赚钱的能力 都不如一个三岁的小屁孩 他这话自以为很低 却不知道 全被暖暖听到了耳朵里 哥哥 输给暖暖一点都不丢脸的 哦 你加油呀 真是气死人不偿命 沈锦然晚上回去的时候 特意问了一下丈夫 今天暖暖的事情 哦 你说投资啊 那个女孩子之前来过宴会的 看着挺靠谱的 不过暖暖能有几个钱 孩子愿意就让孩子玩去吧 江正漫不经心地说着 结果 沈锦然下句话 直接让他差点从沙发上摔了下来 嗯 暖暖也就投了一千万而已 哦 那家里还负担得起的啥 一千万 而已 江正咽了咽口水 突然觉得自己可能就是这个家里面最穷的那个人了吧 而且下午的时候 暖暖说起来那云淡风轻的模样 任谁都不会想到 这是一个身上能拿出一千万出来的幼儿园小朋友啊 咱闺女这么多钱 你给的 江正还了好半天之后 这才试探着问道 我哪有那个本事啊 我还以为是爸妈给的呢 结果都不是 暖暖说是他的师弟们孝敬的 说完 沈锦然又小声嘀咕了一句 也不知道暖暖的师弟们都是做什么的 这么有本事 江正 总感觉在提醒自己没本事一样 不过江正转过念头一想 暖暖这丫头 看上的人指定差不到哪里去 叹了口气 算了 暖暖现在也是三岁的孩子了 自己的钱就让他自己支配着吧 之前还对我钱说养我来着 还有一部分已经捐出去了 第208章 别人吃肉暖暖喝汤 这要真说起来谁能相信 一个三岁的孩子 几十万几百万的 说捐就捐了 这个事情就听暖暖的 咱们闺女做的这个行当啊 到底是窥探天机的 就怕把自己身上的福气给弄没了 现在既然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咱们还是用钱解决吧 对了 咱们当父母的也不能拖后腿 顺便也以暖暖的名义捐多点 沈井然在一旁没忍住提醒道 这个我知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咱们当父母的帮不到孩子什么 多给孩子积极福报吧 刚好第二天就是周末了 暖暖终于不用上学了 这不 狠狠地睡了一个大懒觉 到了八点钟 这才起来的 刚吃完早饭呢 简佳佳就给暖暖打了电话 说是备上合同来找暖暖了 她直接把江家庄园的地址 给简佳佳发了过去 妈妈 一会简姐姐要来跟暖暖签合同呢 暖暖跟沈井然嘚瑟道 屋里的几人也没想到 简佳佳还真的挺上道的 说是要暖暖投资 就真的是投资 半点没有因为暖暖是小孩子就忽悠她 瞬间江家众人对简佳佳的印象更好了 既然签合同 咱们就正式一点 我让江氏集团的法务过来一趟 没问题 三沈你作为监护人就签了合同 江浩这回正准备去上班 见此不由提了个建议 行 那你打电话麻烦人家来一趟 既然要走正规的程序 那还是正规一点来 这样对大家都好 省的后面因为这些个什么利益方面的问题扯皮的 江家这家大业大的 对于人性暂时了解不过了 很多事情白纸黑字的 反倒是能避免掉很多的问题 没一会 江氏集团的法务就到了 另外简佳佳也被赢了进来 不过家里除了孩子 就只剩下老爷子夫妻还有沈井然了 简佳佳特别有礼貌地介绍了一下自己 江爷爷 江奶奶 让暖暖投资我也是昨天无意间聊天的时候说起的 他应该也跟家里人说了吧 我这情况确实比较特殊 也比较需要这笔钱 所以就厚着脸皮接受了 我想着 既然暖暖这么信任我 那我也不能让暖暖失望是吧 我昨晚特意拟定了合同 让暖暖入股我的工作室 以后分成我们五五分 说完就把自己手里的合同给递了过去 嗨 简佳丫头 这暖暖也没做什么 这五五分实在是要不得 老婆子我在这里做主了 就三七分好了 你七暖暖三 这怎么说以前也是跟你外婆有点交情的 如今两家走动起来了 咱就不说两家话了 这些话还是简佳佳来之前 他们一行人商量出来的结果 毕竟暖暖一个三岁的孩子 也只是提供了资金上的帮助 要说这个工作室真正开展事业起来 其实还真的没能帮上什么忙 不能这么占人家便宜 这 简佳佳有些迟疑 姐姐 你就听奶奶的吧 我奶奶说的话就是暖暖的意思 暖暖一脸骄傲地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跟着聪明人混 自己也能跟着吃点肉喝点汤了 这买卖还是划算的 行 那就按照江奶奶说的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我们暖暖亏钱的 嗯嗯 姐姐 暖暖相信你 不过你也要加油啊 加油赚钱 暖暖才能尽快收到钱 简佳佳可不知道暖暖的言外之意 还以为人家信任自己呢 信誓旦旦地答应了下来 法务那边重新拟定了合同 除了战股比例修改了之外 其他并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 沈济然就帮着闺女签下了这份合同 简佳佳原本是想起身跟她握个手的 结果暖暖起身了 姐姐 我们合作愉快 众人看着暖暖这一本正经的模样 都被逗乐了 好 合作愉快 简佳佳浑身的担子 似乎都松懈下来了 江爷爷 江奶奶 江夫人 暖暖 那我这边就先走了哈 前期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准备 暖暖知道 这是忙着去挣钱呢 很欢快的就把人给送走了 这回都已经在幻想 自己数钱数到手软的那一天了 老夫人摇了摇头 这才迷样 暖暖 事情办完了 要不要跟爷爷去钓鱼呀 江老爷子寻寻善诱道 去什么去 这大热天的 把孩子给晒中暑了咋办 结果暖暖还没说什么呢 老夫人先不干了 这暖暖回来养得白白嫩嫩的 这一出去晒太阳 没几天就黑了 老爷子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想解释吧 但是想想自己钓鱼的环境 估计孩子也待不住 爷爷 你自己去吧 今天肯定能满载而归的 暖暖朝着老爷子挥了挥手 目送着老爷子 一脸郁郁似的背影出门了 老夫人还想着 带暖暖去后花园呢 结果沈家的人就来了 远远就听到了沈淑明的声音 随后就看到一个黑影 跑到了暖暖身边 直接一把把人给抱住了 暖暖妹妹 哥哥好想你啊 你想哥哥了没有 沈淑明激动的声音 在暖暖耳边响起 暖暖被猛的一扑 差点往后倒 还是沈紧然看着 先把人给扶住了 哎呦 我的小祖宗哦 你可悠着点吧 你妹妹经不起你这么折腾 嘿嘿 姑姑 我心里有数的 沈淑明有些心虚地说道 哥哥 你最近咋了 暖暖感觉都好久没见到他了 哎 你别说了 我最近忙坏了 我妈一直拘着我呢 才一直没时间来找你玩 对了 妹妹 你盛世读幼儿园了 你放心 我读小学了 到时候要是有小朋友欺负你的话 你尽管跟哥哥说 哥哥帮你揍回去 沈淑明握着拳头 似乎真的有人欺负了暖暖一般 没没没 淑明哥哥 没人敢欺负我 暖暖忙安抚道 那就好 要是有人欺负你 你记得跟哥说 哥罩着你 暖暖干笑着 并没有硬下 哥哥看着都还需要人保护呢 这回还想着来保护他 第209章 六岁就不是宝宝了吗 说明哥哥 你最近忙什么呀 暖暖忙 转移了话题问道 我被我爸妈抓去锻炼了 说是下次再被拐跑 要我自己跑出来 其实沈君一夫妻是想着 儿子能多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 怕孩子坚持不下去 这才找了这么一个理由 没想到 这会被儿子大喇喇地说出来 夫妻两人的脸上 都闪过尴尬的神色 这破孩子 还真是什么话都往外说 嗯嗯 那哥哥你好好锻炼 以后就能保护自己了 暖暖对于这个事情 还是很赞同的 只有自己自身强大起来 才能保护身边的家人 哥哥知道的 我肯定好好锻炼 到时候有人欺负你 你尽管跟哥哥说 对了 暖暖 我妈妈答应我只要好好锻炼 就给我买一只宠物 我们现在要去宠物店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沈书鸣这才想起 自己今天来江家是想干嘛 忙开口说道 好呀好呀 暖暖正愁在家 没什么事情做呢 这出门的好事情 他最喜欢了 那我们走吧 沈书鸣拉着暖暖 就兴冲冲地往外跑 沈君一夫妻两人 还在沙发上 跟着沈锦然 跟老夫人唠嗑呢 结果两个孩子 先冲出去了 沈书鸣 你给我回来 李秋军美好气地喊道 爸妈 快点 我带上暖暖妹妹一起走 我们早点过去 沈书鸣没有进来 在门口大喊道 屋里等几个大人 也很无奈 李秋军有些抱歉地 看着婆媳两人 那伯母 小妹 我们就先带孩子去了 晚点再送暖暖回来 行行行 你们快去吧 瞧把这两个孩子着急的 老夫人有些无奈地说着 她知道暖暖 向来喜欢凑热闹的 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没有她的身影呢 不过孩子都是这样 老夫人也没想法 把孩子们一直聚在家里 于是 沈君毅便开车 带着孩子们 去了最大的宠物市场 这里面多半都是宠物店 种类的选择会多一点 也有不少贵族血统的宠物 反正让孩子自己挑吧 路上的时候 李秋军再三声明 如果养宠物的话 就要负责宠物的吃喝拉撒 都是要小孩子亲力亲为的 不能交给家里的保姆之类的 沈书明很爽快 就答应了下来 爸妈 你们放心好了 我带回家的 我肯定会负责到底的 他拍着小胸脯保证道 但愿你说到做到 李秋军说过之后 也就没再提了 反倒是后座的两个小孩 开始饶有兴致地 开始讨论起 到底是养狗还是养猫了 暖暖 我觉得还是养猫好 养一只像老虎的猫 沈书明自从上次 见到毛毛之后 心里一直惦记着 那会说 要来江家看毛毛 也因为江家出了 这么多事情 而没有来看 等到江家事情办完之后 毛毛早就被送回山上去了 所以这个事情 一直成为小家伙 心里的心病 现在就连养猫 都想养一只像老虎的猫 啊 我觉得养大狗比较好 可以驮着你玩 暖暖想到了 自己山上的大黑狗 驮着自己 简直不要太好 但是他却忘了 那个时候 驮着的是一两岁的暖暖 而现在 大狗要驮着的是 已经六岁的沈书明 这压力 真的吗 真的吗 那我要养大狗 沈书明显然一下子 就被暖暖给说动了 马上决定了 自己要养大狗的事情 前面的夫妻两人 听到这话 嘴角都不由开始抽搐 小明啊 你别忘了 你已经是个六岁的小朋友了 沈君逸这个亲爸 没忍住提醒道 六岁怎么了 六岁就不是宝宝了吗 沈书明这话说的 可谓是理直气壮了 半点没有 自己六岁的体重 是会压坏狗狗这个觉悟 行吧 夫妻两人也不说话了 决定让儿子体会一下 社会的险恶好了 暖暖摸了摸下巴 看着一旁的哥哥 再想想大狗 似乎 驮着他还真有点困难呢 不过他这会也没说什么 车子很快就到了 几人下车之后 沈君逸直接把孩子 带到这边最大的宠物点 里面是什么动物都有 想要的品种几乎都能看到 因为他提前预约了 所以几人刚进去 就有人接待了 先是带着孩子们 去了猫猫别墅那边 看着一只只躺平认撸的小猫咪 还有的在呼呼大睡 有的在慵懒地打哈欠 看起来娇憨可居 暖暖忍不住上前撸了一把 这个手感软呼呼的 又忍不住上前继续撸了一把 那猫被撸高兴了 还发出咕噜咕噜的呼噜声 暖暖感觉到了他的愉悦 沈淑明一进来 就感觉自己眼睛有些不够用了 东张希望的 摸摸这个摸摸那个 恨不得把整个宠物店 都给搬回家去 这个兔子好白啊 这个猫好小啊 这个好肥啊 整个宠物店 到处都是沈淑明的惊呼声 活像是一副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暖暖妹妹 这个猫好乖啊 我也摸摸 沈淑明见暖暖这边在撸猫 上前伸出手也想撸 结果那只猫 只是淡淡地抬头看了他一眼 那眼里满满的高傲 然后又躺下 任由两人撸了 看来小朋友就是格外有动员 这猫在我们这好长时间了 一直不肯人家摸 这还是第一次见他 这么心甘情愿的被撸 是吗 李秋军在一旁 看得也很稀奇 两人撸了一会 就开始转站下一个地方 走的时候 那只猫的眼神 颇有些哀怨地看着暖暖 可稀奇了 活像暖暖 就是那抛家弃子的负心汉一般 暖暖特别潇洒地背着手 继续看着 这些都是他的过客 走到狗狗那边的时候 沈淑明就开始挑选 自己要带回家的狗狗 而暖暖 则是被另外一边各种颜色的鸟 给吸引住了 背着手 像个老大爷似的走过去 也不说话 就这么静静地 看着站在台子上的八哥 八哥通身都是黑色的 但是头上的颜色 是淡淡的黄色 两栽还有两颗圆乎乎的黄点 让他看起来多了一丝的猛感 就是身上的毛不多 似乎还有几块是秃的 第210章 老妹啊 咱俩破了门啊 尾巴的毛也是少了几根 看起来可怜极了 看着他走来走去 然后一人一鸟对视了几分钟 暖暖是很好奇 这鸟的颜色真好酷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吃 而八哥呢 就是好奇眼前这个人类 暖暖就一直这么沉默着 没想到反倒是八哥先看不下去了 老妹会说话不 会说你叫一声 暖暖 老妹 这鹦鹉口音挺正宗啊 旁边的沈君毅原本跟江正发信息 说是把他闺女给带了出来 江正正在让他拍个视频呢 结果刚录视频 就把这一人一鸟之间的互动给拍下了 沈君毅笑个不停 手里拿着的手机 都开始不停地抖动着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八哥问人会说话不 哈哈哈哈 沈君毅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这鸟实在是太搞笑了 还有暖暖刚才那一脸猛逼的样子 实在是太逗了 你才是老妹 暖暖插着腰 仰头看着头上那只八哥 气呼呼地说道 老妹 老妹啊 你等会儿啊 咱俩破门啊 那八哥说着说着 还唱起来了 暖暖气地想上前去抓他 结果这八哥淡定的一批 根本不再怕的 哼 不听话的鸟都是要被红烧的 暖暖气鼓鼓地说着 这威胁的话一出 八哥马上就怕了 不红烧 不红烧 哈哈哈哈 怕了吧 那你叫声爷爷来听下 爷爷 爷爷 我是你爷爷 暖暖刚开始还挺得意的 结果听到最后一句话 脸色都变了 眼圈通红地瞪着上面的八哥 小舅舅 这只鸟欺负我 暖暖开始不满地告状了 以前只有他气人的份 什么时候有别人气自己的时候 实在是抱歉 这个鸟是客人寄养在我们这的 平时就是这个嘴特能说 巴巴巴的 不知道得罪了多少客人 实在是抱歉 宠物店的老板忙出来解释道 生怕因为这只八哥 而得罪了眼前的客人 沈君毅摆了白手 表示理解 就是看着暖暖这气鼓鼓的模样 真的越看越觉得搞笑 暖暖决定不跟一只鸟计较 于是便转身 去找沈叔明去了 谁知道这只八哥就像是缠上了暖暖一般 见人走了 马上飞了出去 直接站在了暖暖的肩膀上 别走啊 客观 沈君毅看到这一幕 差点一个亮呛 哈哈 你能想象 一直看起来酷酷的八哥 娘里娘气地跟你说这句话的语气吗 真的滑稽又搞笑 你别跟着我 我们人鸟不同道的 我不跟你玩 暖暖边走边赶鸟 实在是这鸟 真的太烦人了 这嘴巴巴巴巴的 是个人都能被他拉着去聊天 两人一直斗嘴到了沈叔明的身边 这会沈叔明也被一只雪白的毛茸茸萨摩耶给缠住了 雪白的身子一直在他身边不停地蹦跌着 时不时蹦跌起来 想要沈叔明抱 能够感受到 沈叔明也是很喜欢这个小家伙的 全程都宠溺地摸着他毛茸茸的身子 哥哥 你挑好了吗 暖暖跑到他身边问道 嗯 就这个吧 那只萨摩耶在暖暖到来的时候 突然就安静了下来 像个小天使一样 安安静静地待在了沈叔明的身边 在暖暖看过去的时候 人家直接一脑袋 扎在了沈叔明的身上 似乎是很害怕他一样 这让暖暖纳闷极了 不过 他确实冤枉了那只萨摩耶 人家不过是怕暖暖看见他之后 不允许他留在沈叔明的身边罢了 爸爸 妈妈 我就要这个了 沈叔明直接把狗抱了起来 一脸兴奋地说道 行 那就这只了 沈君毅直接让人把小狗带去收拾一下 沈叔明这才好奇地看着暖暖肩膀上的这只鸟 暖暖 这鸟会说话 会说话 孙子 你这鸟 怎么说话的 沈叔明跟暖暖一样 有些气愤地指了指他 你管我 你管我 叽叽喳喳的鸟声听起来格外欠奏 暖暖妹妹 我们去看看狗狗洗澡 不要跟这只鸟玩 要完了 要完了 暖暖抖了抖肩膀 那只鸟疤在他肩膀上的力度也加大 简直让暖暖拿他没有办法 那边的店员正想着 上前帮着把鸟抱下来 就听见他尖锐的叫声 放开你爷爷 放开你爷爷 暖暖 已经到了无力吐槽的地步了 刚巧这回屋里进来了人 听到这鸟的叫声 就直接往暖暖他们这边来了 哟 燕子你来了 燕子你咋瘦了你 原本在暖暖肩膀上 带着不肯下去的鸟 这回马上就飞走了 稳稳地落在了开门进来的那人肩膀上 暖暖好奇地回头 结果就看到了燕子站在那里 轻易地摸了摸那只八哥的脑袋 燕子哥哥 暖暖惊喜地喊道 就像刚才那只气死人的鸟 这会跟个狗腿子一样 蹭着燕子 暖暖第一次感受到了区别对待 真是气死人了 暖暖妹妹 这要巧 你家的宠物也在这边吗 不是不是 我是来接我家哈喽的 燕子说着 就想给暖暖介绍 我知道 我知道 孙子 孙子 哈喽 不能这么说话 这是我的好朋友 燕之盲 制止他这种行为 啊朋友 朋友你好 暖暖 你们这是来干嘛的 我是跟哥哥来选小狗的 然后这只鸟可气人了 暖暖气呼呼地告状 实在是没想到 燕之哥哥这么好的人 他的宠物 为什么会这么气人 大人在那边办狗的手续 几个孩子跟一只八哥 就在旁边听着 燕之哥哥 这只鹦鹉 为什么会这么说话呀 暖暖小声地问道 你才是鹦鹉 你全家都是鹦鹉 哈喽不满地扑通着自己的翅膀 啊 暖暖有些不解 这看着黑黑的 像乌鸦 又会说话 他才觉得 这是鹦鹉的结果 似乎搞错了 这不是鹦鹉 这是八哥 燕之先是解释了一句 这才悠悠叹了口气 其实 哈喽也不是开始的时候 就会这样的 第211章 沈家有狗 取名忘财 只是那个时候 燕之一直被人欺负 一只小小的八哥的力量 肯定是有限的 即便是想要维护自己的小主人 但是四五岁的孩子 正是淘气的时候 下手也是没轻没重的 我之前经常被人欺负 然后他学着那些孩子们骂人 就学会了 燕之悠悠地叹了口气说道 竟然还有人欺负你 暖暖的重点却是这个 这会已经插着自己的小胖腰 气鼓鼓地问道 嗯 我之前都没什么朋友的 然后那些人看见我胖 就一直欺负我 哈喽是植好鸟 他是因为想要去捉人 才会被那些小孩打 所以这才到这边养伤 燕之摸了摸哈喽的脑袋 好鸟 好鸟 哈喽 疯狂地刷着存在感 好吧 看在他曾经还就过 燕之哥哥的份上 那我就勉为其难原谅他了 暖暖小声地嘟囔道 倒是没想到 这里面竟然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也难怪之前看着 这八哥的毛光秃秃的 原来是被小屁孩给拔的 对了 燕之哥哥 你跟我说 是谁欺负你了 暖暖帮你欺负回去 暖暖这才想起正事 没想到 竟然真的有人会因为 人家长得比较胖 就攻击人 难怪之前看见的燕之哥哥 身上都带着一股阴郁的气息 其实并不是饿死鬼带来的 而是外面的小朋友们带来的 就是就是 谁欺负你 你是我妹妹的朋友 也就是我的朋友 你尽管说 我带上我一年级的朋友 去给你撑场子 沈书鸣拍了拍胸脯 一副为了朋友 两肋插刀的模样 算了 那些人现在估计 也不敢来找我了 要是他们还来 我再找你们帮忙 燕之淡淡地说道 似乎半点没把这个事情 放在心上 但是只有他知道 他内心是多想让那些人 得到该有的惩罚 没事 不着急 他还有时间 好吧 暖暖嘴上答应着 但是心里却想着 什么时候去找找线索 看看谁欺负了燕之哥哥 他肯定要让人家小孩 见识到社会的险恶 家长既然不会教孩子 那就让社会来教好了 暖暖心里暗暗想着 那边的狗狗 也植入了芯片 办好了狗证 还有打了疫苗等手续 李秋军这回正在挑选狗狗的玩具 还有用品 几个孩子聊完之后 也都兴致冲冲地 加入了选玩具的队伍 特别是沈淑明这模样 看着不像是给狗选玩具的 反倒像是给自己选的一般 暖暖看着那只小奶狗 这回大概是确定自己被带回家了 蹦蹦跳跳地绕着几人 好不欢快 暖暖直接把狗一把抱了起来 一人一狗就这么对视着 暖暖总算是看清楚了 这只狗很特别啊 似乎还能看懂人的情绪一般 而且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刚才这狗似乎还在躲着它 现在反倒像是在讨好自己一般 嘖嘖 有点东西 暖暖把狗放在地上的时候 沈淑明就开始在想 要给这只狗取什么名字好了 叫旺财 暖暖提议道 听着像喊巴狗的名字 沈淑明嘟囔道 旺 萨摩耶反对地汪汪了几声 狗没有反对的权利 暖暖瞪了一眼 狗瞬间委屈地低下了头 叫白白 沈淑明问道 白白就白白 听得不吉利 暖暖摇头 啊 那叫什么 这下沈淑明更加纠结了 要我说 就叫旺财 这个名字旺家旺你 真的吗 沈淑明一听到这个名字旺他 瞬间眼睛就亮了起来 嗯 这个名字很不错 暖暖点了点头 好 那就这个名字了 沈淑明很没原则地 就把这狗的名字给决定了 燕淑一直在旁边看着 听到兄妹两人这么简单 就把名字给定下来了 也是无奈 这么草率的吗 看着旁边委屈巴巴 但是却不敢置身的狗 瞬间有些同情他了 这个狗的地位 还真有些低了 旺财 旺财 我是翠花呀 哈喽 在旁边又不甘示弱地 开口了 燕之 你可闭嘴吧 燕之美好气地说道 好吧好吧 老了被嫌弃了 这支八个系真的多 好了 手续都办完了 带着狗儿子回家去吧 沈君一办好手续之后 看着几个孩子这回的功夫 已经把狗的名字给取好了 只是在听到 取旺财这个名字的时候 这个嘴角 还是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这旺财 他脑海中不由就想到了哈巴狗 小孩子取名字什么的 真是太草率了 不过他也没多管 招呼着孩子们就准备回去了 燕之哥哥 那我们走喽 上学的时候见 暖暖朝着燕之挥了挥手 嗯 星期一见 燕之依依不舍地看着几人离开 随后面无表情地帮着哈喽办了出院手续 路上没看见人的时候 这才凶巴巴地看着哈喽 下次再对暖暖不礼貌 我就把你断了 红烧好 红烧好 我错了 我错了 哈喽就像是听得懂他的话一般 说完红烧之后 盲用翅膀捂住了自己的脸 有这只戏精一样的巴哥 燕之以后的生活注定不会太单调 沈淑明这边抱着小狗 一路上好一顿亲密 妈妈 我能带去学校 给我同学们看看吗 沈淑明一脸期待地询问道 不可以 学校是不能带宠物的 你只能把小朋友们邀请到家里来 李秋军先打消了儿子的这个念头 生怕这孩子 趁着他们大人不注意 直接把小狗给带去学校了 哦 好吧 那我一会回去 要跟我的小伙伴们炫耀一下 沈淑明坐在车上 这个小腿都忍不住晃动着 可见心情十分不错 暖暖这回莫名有些小毛毛根妞妞了 自己这两个小伙伴 带出去肯定特别有面子 自己的小伙伴 肯定没有骑过老虎 暖暖想着 等到上学的时候 就跟自己的好朋友说一下 下次带他们去看老虎好了 见时间也快到中午了 几人干脆在外面吃了一顿饭之后 这才回去 第212章 死马当活马医 而燕芝这边回家之后 就找上了金雪林 儿子 怎么了 看着自己儿子这肉乎乎的小脸蛋 一脸严肃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怎么看都觉得可爱 没忍住摸了摸她圆溜溜的脑袋 妈妈 我们搬去暖暖家旁边吧 这还是这么久以来 燕芝第一次提出这种要求 但是就是这个要求 让金雪林有些伤脑筋 宝贝儿子啊 你知道暖暖家里是住在哪里的吗 金雪林柔声问道 燕芝点了点头 知道啊 我不是去过呀 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庄园里面 你还知道 在一个很大的庄园里面啊 金雪林内心在吐槽 面上却是依旧温和地引导着 那你知不知道 距离她家最近的一栋房子 有多远吗 燕芝一脸不解地看着她 没有说话 等待着她的下吻 金雪林组织了一下语言之后 开口说道 嗨嗨 距离最近的 除了庄园里面的别墅 在外面的别墅 最近都有几公里远 儿子 你确定要去吗 确定 没想到自己说了这么多 燕芝回答的时候 还是斩钉截铁的 金雪林 算了 这个事情妈做不了主 你还是去问问你爸爸 金雪林直接甩锅给丈夫 儿子现在性格是开朗了点 但是也更加气人了点 偏偏人家本人 并没有这种觉悟 哎 现在好不容易有朋友呢 金雪林还是想着 让她跟同龄的小朋友 一起多玩玩的 但是吧 儿子这个要求 实在是 有些难 哦 燕芝呕了一声之后 面无表情地转身走了 找你爸 找你爸 哈喽 又在旁边扑腾着翅膀叫唤了 金雪林扶了扶额头 这只鸟现在一回来 他们家的日子 注定是鸡飞狗跳的了 暖暖这边吃完饭 再回去的路上 顺便让小舅舅 带着去买了点药材 这些都是 要给老夫人的腿用的药 相信过不了多久 老夫人的腿 就能站起来了 买完东西上车之后 暖暖就已经开始 昏昏欲睡了起来 到了江家 也是被人抱下车的 结果小团子 半点都没反应下来 依旧睡得深沉 刚睡醒 就见趴在了 自己床头的江道 小叔 暖暖揉了揉眼睛 试探着问道 江道见人醒了 应了一声之后 就伸手捏了捏 捏暖暖的脸蛋 嗯 别捏哦 暖暖扭动着身体 抗议道 嘿嘿 暖暖 小叔回来了 高不高兴 不高兴 暖暖气鼓鼓地瞪他 好好好 不捏你了 小叔这次要进剧组去了 暖暖要不要跟我去玩啊 江道一副哄骗小孩的模样 有好玩的 有啊 还有好吃的 说不定你还能挣钱呢 江道知道 说什么能让暖暖心动 这不 这话音刚落 暖暖忙说道 我去我去 暖暖现在就收拾行李 暖暖还以为是跟上次一样 要坐飞机的呢 所以疼了一下就起来 准备跳下床去收拾行李了 等 等等会 不着急 这次我们就在京都拍摄 你放心 很近的 我们明天再过去也行 哦 好吧 暖暖这会还有些失望 不过也歇了马上就收拾行李的想法 都在京都 那就是说 不用收拾行李了 走 小叔抱你下楼 我跟你说说 这次小叔不演太监了 准备演将军 威武的大将军 咋样 哦 挺好的 小叔好棒 暖暖十分不走心地夸赞道 江道 别以为我没听出你的敷衍 叔侄两人斗着嘴下楼了 暖暖一看见老夫人 就连忙从江道的身上下去 然后跑到老夫人身边 轻易地喊着人 顺便把江道 明天要带他出门的事情给说了 不行 暖暖啊 你小叔这人不靠谱 咱们还是不要跟他出门了 危险 老夫人一脸严肃地说着 刚走进正想说什么的江道 现在他在他妈这里 都已经是这种印象了吗 妈 我这次就带着暖暖禁组而已 没什么事情的 他忍不住开口为自己电解了一下 就是因为禁组才危险 你现在拍的是什么剧 肯定又是打打杀杀的 不行 太危险了 老夫人看了江道一眼 基本就知道了 江道这人肯定是什么好玩的 才能把暖暖给说服了 这两人一出门 指定要出什么事情 他觉得自己的心脏 有些经不起折腾了 奶奶 暖暖跟着小叔去看看就回来了 听说这次小叔不是演太监了 而是演大将军呢 暖暖总是有办法让老夫人妥协 这回抱着老夫人撒娇了半天 老夫人最后也只能无奈妥协 江道在一旁看着 他就知道能搞定老太太的 只有暖暖这个小团子了 看吧 根本都不用 他出手就搞定了 晚上的时候 暖暖想着把今天买回来的药材 再给奶奶泡一下脚 之前泡了几次 已经开始先把脚伤血管都疏通了 现在就是要把里面的坏东西给排出来 家里人都知道暖暖在帮老夫人治腿 不过怕说出来让暖暖的压力太大 加上老夫人的亲自叮嘱 家里都默认了暖暖的这个行为 老夫人的想法很简单 死马当活马医了 反正他都这把老骨头了 说不定就好了呢 就算没好 就当做给暖暖练手了 暖暖开心就好 于是在老夫人的纵容下 暖暖还真的越捣持越开心 他自己心里还以为家里人都支持他呢 更加卖力的想要早点把奶奶的腿给治好 晚上给老夫人泡脚之后 暖暖还烧了个什么东西在熏 老夫人总感觉自己体内有什么东西在游动一般 那种感觉很奇怪 不由问暖暖 暖暖 奶奶的腿怎么感觉有东西在游动 这是怎么回事 奶奶 这都是正常的哦 你放心好了 一会就会排出来的 暖暖一本正经的回到 第213章 跟着小叔混日子 老夫人见词也没再说什么 等好一会 把泡脚的那块布给揭开之后 老夫人这才惊觉 这个桶里的水已经变得乌黑了 就像是化不开的墨水一般 这 他暗暗吃惊 难怪刚才感觉自己的脚底板开始发热 原来真的是有东西排出去了 奶奶 不用怕哦 今天排出来的东西多了一点 后面会少很多 到时候都排完你的腿 再敷上几天的药就能好了 真的 大概是暖暖之前给自己描绘的未来太过于美好 就连老夫人都没忍住心动了起来 站起来啊 跳广场舞啊 甚至还能带着暖暖去玩呢 这些都是之前他不敢想的 但是现在 他觉得自己可以奢望一回了 嗯嗯 暖暖从来不骗老人的 要骗也是骗坏人 暖暖心里小声嘀咕道 好好好 那奶奶就等着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老夫人觉得整个人都轻松许多 只是等到暖暖出去倒水的时候 刚好路过老爷子身边 暖暖 你今天这是泡了什么药水 也太臭了 说着老爷子忙捂住了自己的口鼻 哼 爷爷你不懂 暖暖傲娇地说完 直接提着水桶去后花园浇树去了 老爷子摸了摸鼻子 这话似乎有些耳熟 又看了一眼客厅坐着的一众人 你们闻到了吗 没有啊 爸 是不是你嗅觉出问题了 姜道耸耸鼻子说道 对呀 爷爷 我也没闻到 姜志点头 老爷子皱眉 莫非她的嗅觉真出现了问题 因为好奇 今天暖暖给老太太弄了什么药水 老爷子背着手慢悠悠地回了房间 刚进房间 就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臭味 老婆子 暖暖今晚是弄了什么 这么臭 臭吗 没有吧 老夫人不解地看着她 鼻子还在周围闻了闻 根本没闻出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啊 这回看向老爷子的眼神都变得奇怪了起来了 哪有什么味道 整天奇奇怪怪的 老爷子 真的有苦说不出 他真的觉得很臭啊 但是偏偏自己媳妇泰然自若地坐在屋里的沙发上 甚至还哼起了小曲 这科学吗 只见暖暖这回也倒完水回来了 看到老爷子站在门口不进去 不由好奇 爷爷 你不进去吗 暖暖 你没闻到里面有点臭吗 有吗 暖暖朝着空气嗅了嗅 没闻到 突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一脸懊恼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哎呀 我忘记了 我跟奶奶贴了摒气符 所以闻不到味道 爷爷 你要不 暖暖送你一张 要要要 你快给我吧 老爷子嗡声嗡气道 再不摒气 他感觉自己都要原地去世了 还有 为什么偏偏屋里这么多人都没闻到 就自己闻到了 这回看向暖暖的眼神都带着满满的控诉 暖暖不由有些心虚 爷爷 谁让你一天到晚一直在外面的 我这边就下意识地把你给落下了吗 这真的不怪暖暖 暖暖一张小嘴巴巴巴地 直接把自己的错变成了老爷子的错 目睹这一切的老夫人 不愧是他孙女 这张小嘴可能说了 后面暖暖给了老爷子一张摒气符 总算是解决了 第二天一早 暖暖就被姜道从床上捞起来了 原本想趁着周末不练功 偷下懒得暖暖 一脸起床气 满脸写着我不高兴 姜道就跟没看见的一般 自顾自地帮暖暖穿上衣服 暖暖没骨头一样的 靠在姜道的身上 任由他帮他穿衣服 眼睛都没有睁开一下的 就连洗漱的时候 眼睛都是闭着的 但是手上的动作却没停 下楼吃早饭的时候 暖暖明明是闭着眼睛的 但是却每次都能精准地 把饭送到自己的嘴里 姜道看到暖暖这波骚操作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只能负责帮忙 把东西夹到他的碗里 老夫人起来的时候 就看到这样一幅场景 又是一脸的心疼 我都说了 这带孩子去剧组做什么 好好的周末不在家好好休息 静下折腾 哎呀 妈 你老人家就别担心了 一会路上给暖暖睡 我保证不去打扰他 哼 最好是这样 要是这次在剧组 再发生什么事情了 有你好看的 老夫人还是有些不放心 妈妈妈 我知道了 您就放一百个心吧您 我保证全须全意地 把暖暖给回来 还给您好吧 生怕亲妈继续念叨 姜道忙求饶道 行行行 嫌我啰嗦了是吧 不是我说 你是但凡早点找个对象 也不至于这样 老夫人说完 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姜道 又是无辜躺腔的一天 等到暖暖吃完饭之后 把最后一口饭咽下去之后 人也跟着醒了 就好像到点自动开机一般 小叔 我们出门了吗 啊 哦 出门了 暖暖看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要带上的 姜道都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暖暖听到要准备东西 马上就哒哒哒跑上楼 准备去拿上自己的装备 把包背上之后 在包的旁边还挂着一串大蒜 这是什么操作 姜道看到 他今天背的包 还多了一样东西 不由好奇问道 小叔 你晚点就知道了 暖暖一脸高深地说着 行吧 那咱们出发吧 因为今天姜道要扮演的角色 需要长时间地做造型 所以需要一早就去片场 然后开始今天的装扮 暖暖蹦蹦跳跳地告别了老夫人 就跟着姜道走了 等到姜正睡醒找闺女的时候 才发现自家闺女 一早就被人给拐走了 原本还想带着女儿 去跟自己的伙计们炫耀的姜正 这会已经有些风中凌乱了 暖暖全然不知道老父亲的内心活动 这会上车之后 已经开始好奇了 今天来接姜道的是他的小助理 是个有些微胖的男生 大概是没想到 姜道会带一个孩子去剧组 在暖暖上车之后 就时不时地看一眼后视镜 实在是没想到 姜道这样看起来挺高冷的人 竟然还会有小孩 第214章 保证不添乱 看暖暖从上车到现在 一直都很贴心地帮暖暖调整座位 又帮他盖好毯子 把小零食牛奶什么的都给放好了 他敢保证 在姜道身边这么多年了 都没见过他对哪个女孩子这么贴心过 还真是罕见啊 叔叔 你小心点开车 暖暖还在车上呢 在充当司机的小刘助理 第11次看向暖暖的时候 暖暖终于是没忍住出声说道 嘿嘿 好 好的 小刘有些尴尬 没想到自己的小动作会被一个小孩子发现了 小刘啊 好好开车 安全第一 姜道也没忍住说道 是 我会注意的 小刘忙硬下 之后还真的就认真开车了 一路到了郊区的影视城 姜道的车子一到 不少工作人员都围了上来 导演这边也坐在马闸上 开始准备今天的戏份 还有工作人员在不紧 这回看到姜道来了 导演忙开口喊道 姜道啊 赶紧的 去上庄哈 晚点就有你的戏份了 好的 张导 诶 这谁家的小姑娘啊 这么可爱 其实张导哪里是不认识暖暖 之前暖暖综艺上闹的那一出 圈子里的人都认识她了 这会见她跟着姜道一起来剧组 也有些稀奇 就想动弄一下暖暖 张导叔叔你好 我是暖暖 是我小叔的侄女 我今天是来见世面的 你忙你忙 暖暖也不知道从哪里学会的 还朝着张导那边拱了拱手 嘿 哈哈 你这小丫头有点意思 行了 那你跟你小叔去上庄哈 要想见世面 就来找你张叔叔 张导是个有些微胖的导演 暖暖看着人家的面相 是那种有后福的 只是今年应该会有一节 只要过了这一节 后面的日子就会顺遂许多 暖暖简单看了一眼之后 心里就有了些盘算 笑着答应了下来 谢谢你张叔叔 你一看就是个有福之人 暖暖说着朝张导挥了挥手 跟姜道就被带去 他的私人的化妆间化妆 暖暖就好奇地在周围看着 看到架子上不少古装的衣服 还有些好奇 便上前翻看着 结果这一看就发现了问题 这些衣服里面都带着一团黑气 很奇怪 就算是暖暖 一下子都不敢贸然去接触这个阴煞之气 这个普通人 穿上衣是半会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有一些附在这衣服上面的鬼魂 就会缠上这个人 久而久之 走眉运还算是正常的 要是严重点的 生病丧命也是很有可能的 暖暖想到这里 整个人脸色都严肃了起来 小叔 这个衣服是你待会要穿的吗 暖暖朝着身后的姜道问道 是啊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姜道看了这边一眼 以为暖暖只是好奇 便随意地说着 哦 没什么 就是觉得有些奇怪而已 这会这个化妆间 还有不少工作人员 大家都碍于这会正在工作 不好动弄暖暖 但是自从暖暖进来之后 他们就一直关注着他这边的动作 小团子说话什么的软萌软萌的 还有身上穿的衣服 这一身的打扮 让人看了 就想入 网上果然没有说错 暖暖是真的很可爱 这会看着暖暖像个小大人一样 背着小手 在屋里走来走去的 那娇喊可惧的模样 实在是蒙翻了一种人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暖暖心里在想着事情呢 这个衣服出现在这里 实在是很蹊跷 但是这会这么多人 也确实不是说话的时候 暖暖趁着人不注意 巧声出门了 他的记性很好 一下子就记住了 刚才一路走来的路线 顺着原来的路线 找到了在现场指挥的张导 张导原本跟人谈的工作 并没有注意到暖暖的 还是暖暖到了跟前 扯了扯他的裤子 这才发现 站在自己身边的小人 哎 暖暖 你怎么出来了 不进去陪你小叔吗 不了不了 张叔叔 我想出来见见世面 暖暖摇了摇头说道 哈哈 行 那你跟在张叔叔身边 张叔叔带着你见世面 张导见面前三岁的小丫头 把见世面挂在嘴边 实在是有些违和的可爱 所以说话的声音 都不由放柔了些 暖暖点了点头 还真的就乖乖地 站在了张导的身边 随后就看见张导 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道 你一会再检查一下 威亚好吧 确保万无一失 知道的张导 工作人员说完就离开了 又有其他工作人员 来找张导 这回正好说的问题 就是服装的问题 小李啊 这次干得不错 服装选的年份 也很符合我们的剧 相信这次播出 咱们这个剧 肯定能大爆的 张导一脸乐呵地 夸着面前 这位叫小李的年轻人 一脸憨厚地笑了笑 谢谢张导的夸奖 我会再接再厉的 这次来也是想问下张导 还有一些将军日常的常服 是不是现在送去 姜影帝的化妆间去 送送送 都送去 张导明显心情很好的模样 乐呵呵地笑道 哎 好嘞 小李说着 就想转身离开 但是暖暖的雷达 却是竖起来了 这个小李叔叔说的 将军的衣服 该不会跟自己小叔 化妆间里面的衣服一样吧 暖暖当即抬头 一脸好奇地看着张导 张叔叔 暖暖想去看看将军的衣服 可以吗 张导倒是没想到 一直乖乖跟在自己身边的暖暖 会说出这句话 行行行 你要见识面是吧 走 张叔叔带你 张导这话还没说话 那边又有工作人员找了 他只得无奈地说道 那你先跟这位小李叔叔去吧 不过咱们说好啦 可要乖乖的哈 暖暖知道的 暖暖拍着小胸脯保证道 小李原本迈出去的脚步顿住了一瞬 随即低头看了眼到自己大腿的小孩 眼神暗了暗 不过在看到暖暖朝他看过来的时候 朝着他憨厚地笑了笑 暖暖也无害地笑着 叔叔 我保证不给你添乱的哈 我就是去见世面的 好好 那我们先走吧 小李朝着张导憨厚地笑笑 随后就带着暖暖去了外面的车上 准备把服装给将道送去 暖暖全程十分乖巧地跟在小李的身边 第215章 威亚断了 小李见他这么乖巧 心里多少也放松了一些 两人是往他们拍摄的这个地方 外面走去的 走了一会 就看到了前面停着的一辆面包车 还没有走近 暖暖就先发现了不对劲 不过 这回却什么都没有 暗自观察着 车上的男人见小李总算是走出来了 开口就想喊人 大概是察觉到了 男人想开口喊自己 小李忙抢先开口说道 熊哥 我来拿衣服了 那叫熊哥的人 这回才注意到了 他身边跟着的小孩 眼神飘忽了一瞬 随即也配合着说道 行 你赶紧的吧 我这边后面还有事情要忙呢 熊哥故作凶狠地嚷嚷道 好好好 小李忙不迭应道 随后 看向一旁的暖暖 语气轻柔道 暖暖啊 叔叔要先忙了 你站在一边乖乖的哈 暖暖乖巧点头 视线却是看向眼前这辆面包车 这辆车 不对劲 带着很浓郁的阴煞之气 就像是埋在地里多年 带出来的一般 暖暖皱紧了小眉头 趁着小李正在往外搬着东西 他借着身体小 走到了面包车的门边 想看一下里面的情况 结果熊哥就跟惊弓之鸟一般 他一靠近就用朝他瞪了过来 没有给暖暖靠得太近的机会 他主要是好奇 这些人去哪里弄来这么多阴煞之气 还有 这车上的气息矛盾得很 阴煞中又带着点金光 奇怪 实在是太奇怪了 暖暖决定先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来 便乖巧地站在一旁 朝着熊哥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 随后借着小李搬东西的时候 假装摔倒扑在了熊哥的身上 直接给他后背贴了一张跟踪符 一道看不见的金光 直接没入了熊哥的后背 他只觉得自己的后背撞到什么东西 疼得倒吸了口气 但是手上却不忘把暖暖给推开了 干嘛 干嘛 熊哥一脸凶神恶煞地看着暖暖 叔 叔叔对不起 我不小心 暖暖一幅话都说不清楚 又害怕的模样 熊哥会气得摆了摆手 暖暖很自觉地走到了一边 偷偷抹眼泪 剑符纸已经贴上去了 便放下了心 缓了好一会情绪 看着小李忙上忙下地搬着东西 双手抱胸 就像小监工一样站在旁边看着他 反正他是小孩子 什么忙都帮不上 只要不添乱就谢天谢地了 暖暖就这么心安理得地看着人家忙活 随后小李跟车上的熊哥对视了一眼 眼底有他们自己才清楚的暗号 随后 小李毕恭毕敬地送走了几人 暖暖看着他 不解问道 叔叔 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怎么你还对他们这么客气 小李的表情有一瞬的不自然 之后悠悠叹了口气 哎 你还小 你不懂 像是我们这种底层人员 哪里有人权的 不都是走到哪里 都是点头哈腰的吗 是吗 是啊 哎 不过你出生这么好 这种事情你是不会懂的 至于以后会不会懂 那就不一定了 小李心里安安地想着 哦 那我是不懂 叔叔 你这打工人真辛苦 比古时代的奴隶还不如 暖暖人畜无害地笑着 小李拿着衣服的手不由攥紧 他现在看着面前的小丫头骗子 恨得牙痒痒 要不是自己欠了一堆债 他能这么低声下气地跟人家说话吗 暖暖可不管他心里的想法 这会蹦蹦跳跳的 好不开心 这模样在小李看来 要多欠揍有多欠揍就是了 心里漫漫咧咧的 但是该干的事情还是得干 把衣服拿到了江道的化妆间 这回江道的衣服已经穿戴整齐了 正准备出去找暖暖呢 结果人自己就进来了 暖暖 过来 你去哪里了 也不跟小叔说一声 嘿嘿 小叔 暖暖去找导演叔叔见世面了 暖暖被小叔抱着 在他怀里撒着娇 随后 感受到江道身上的阴煞之气 不动声色地掐了个绝 把他身上的阴煞给消除了 江道有种自己身子 突然一松的感觉 不过也没在意 抱着暖暖 就出去跟导演会合了 他的戏份准备要开始了 暖暖搬了一张小马扎 就乖乖地坐在张岛的身边 安安静静地 学着张岛 盯着面前的监视器 看着自己小叔 在小屏幕里面说话 甚至跟人打架 都觉得好帅气 一个剧情拍完了 张岛这边一声咔 那边的演员 瞬间从刚才的状态中 抽离了出来 张岛拿了大喇叭 在剧组里喊道 威亚 威亚 现在上 马上就有人一溜烟地上来 帮着江道绑上威亚 再三确保没问题之后 这才朝着张岛这边 比了个OK的手势 场务这边打板 然后江道这边跟人起争执 随后开始一番打斗 因为开始的时候 武术老师指导了一下 江道也是按照老师教的姿势 开始攻击 等到他腾空而起的时候 已经算是升到最高的时候 暖暖突然大惊 张叔叔 绳子要断了 暖暖忙拍了拍身边的张岛 张岛原本没怎么在意的 但是暖暖说到绳子 张岛这心里咯噔了一下 忙顺着暖暖手指的方向 看了过去 就看到控制威亚的绳子 明显有了要断裂的迹象 忙拿着大喇叭 扯着嗓子喊道 他娘啊 快把人放下来 放下来 绳子要断了 可怜张岛 一把年纪了 还要面对这么刺激的场面 整个人也因为激动而变得面红耳赤 甚至有些猙獰 暖暖看见了都不自觉往后退了退 他当然知道 自己小叔其实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淡定 不过吧 如果自己刚才没有把那印煞之气给去了 会如何那就说不准了 现在嘛 只能说是有惊无险 不过这个事情肯定要闹大了 剧组才有人重视 哦 小叔说了 这就叫做宣传 暖暖虽然不太懂啥意思 但是能给自己小叔宣传的机会 暖暖肯定是不会放过的 这不 剧组的人都会开始紧张了 甚至自己小叔的助理在旁边看着 都吓坏了 偏偏一边害怕 一边还上前想要去接人 一时不知道 说他护主心切呢 还是自不量力呢 暖暖悠悠地叹了口气 看着身边的人都在着急 慢点放下来 张岛看着那根岌岌可危的绳子 吓得整个人都颤颤巍巍的 在旁边急忙说道 对对对 暖暖也伸出自己的小肉手 在现场指挥着 第216章 死人身上扒拉下来的衣服 将到开始的时候得知 绳子马上要断了 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 当下就已经开始计算起了 从这个高度摔下去 瘫痪的可能有多大 假如他的体重是70千克 受力面积是不计空气阻力 结果不经意 低头就看到暖暖看热闹一样的 心下了然 估计又是哪个倒霉鬼想害他 结果被暖暖发现了 然后他肯定没什么事情了 将到对于暖暖简直不要太信任了 于是就这么淡定的 在高空中等着人把自己放下来 嘖嘖 就是看到下面暖暖 那看热闹不嫌是大的样子 看起来牙痒痒 一阵兵荒马乱之后 人总算是降到了安全的区域 张导抹了一把自己脸上的虚汗 吓死他了 刚才心里都已经在想 自己要找谁借钱了 甚至卖个肾 工作人员一窝蜂地上前去接住将到 暖暖这会也第一时间上前 表达了自己这个小侄女的关心 将到不会承认 自己脚刚着地的时候 是有点软的 看到暖暖在自己面前的时候 差点就给跪了 好在 膝盖保住了 自己作为影帝的颜面也保住了 现在甚至还有不少人 拍下了这惊险的一幕 很快 将到拍戏现场事故 影帝从高空跌落这个热搜 就冲上了第一 可把将到粉丝给吓坏了 结果点开视频一看 有惊无险 特别是将到这临危不乱的淡定表现 都被粉丝们一吹再吹了 更是一度被评为敬业男演员 不用替身之类的美称 当然 这是后事了 具体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如何 大概也只有将到自己知道了 这会被人簇拥着 解开了身上的绳索 又有张到来关心 将到只是淡淡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没什么事情 先中场休息一下 你这边还好吗 要不要给你放一天假期 没办法 实在是这个剧有些赶了 所以即便是给了假期 也给不了多少 不用 我休息会继续拍 江到也知道 现在剧组这边进度很赶 何况他这会倒也没什么事情 缓缓就行 行 张到拍了拍他的肩膀 随后转过身 呵斥刚才负责薇亚的工作人员 这变脸的速度 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暖暖 在旁边都看傻眼了 结果直接被江到一把给捞了起来 小叔 暖暖惊讶了一瞬之后 就轻易地搂住了江到的脖子 嗯 跟小叔回屋里压压惊 江到说着 直接把人抱着 带到了自己的化妆间 甚至让助理守在门口 不准任何人进来 小刘健这么严肃 当即觉得是有什么大事 而自己被围以重任一般 胎胎胸脯 保证自己不会让一个人进去的 就算是母苍蝇 都休想来一致 江到不知道 自己这个助理的丰富内心 进了化妆间之后 便把暖暖抱到了沙发上 随即问道 暖暖 你跟小叔说说 今天小叔原本 是不是会从上面摔下来 他问这话的时候 手心都沉满了汗水 就见暖暖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随即说道 小叔 如果没有意外 是的 不过你也不会有事 最多就是断胳膊断腿 落了个残疾罢了 残疾 罢了 江到瞪大眼睛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暖暖 暖暖啊 你是怎么从你这37度的嘴 说出这么冰冷的话的 江到一脸痛心地 捂了捂自己的胸口 想到自己摔下来 会面临的画面 艾玛 画面太美了 不敢想象 放心吧 小叔 有暖暖在呢 不会让你有事的 暖暖一脸无可奈何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 示意他不用担心 你说 今天是意外还是人为的 江到问出这话的时候 其实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毕竟剧组里面的设备 都会检查的 特别是拍摄之前 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一个纰漏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 这个威亚 一早就是被人动了手脚的 至于目的 不过是想置他于死地罢了 唉 小叔啊 你可长点心吧 暖暖无奈叹了口气 随即说道 小叔 你身上穿的这身衣服 我早上看到了很重的阴煞之气 后面的话暖暖没有说 直接给了江到一个耐心寻味的眼神 这让江到不由紧张了起来 咽了咽口水 艰难问道 唯为什么还有阴煞之气 就是 你这件衣服 可能是从死人身上扒拉下来的 暖暖这话音刚落 江到已经起身 手忙脚乱 想要把自己身上的盔甲 给脱下来了 只是这个东西本身就厚重 而且穿戴的过程还挺复杂 一时半会的 把江到挤出了一身汗 只要一想到自己身上的衣服 是想想 那得是多久之前的死人 才有的这种衣服 瞬间感觉自己 浑身都难受了起来 恨不得把身上连人带皮 都给包干净了才好呢 小叔 小叔 淡定 淡定 暖暖已经把这上面的 阴煞之气给消除了 没事的 没事的 暖暖忙在一旁劝慰道 生怕小叔还真的 做出了什么冲动的事情来 他不安慰还好 一安慰 江到已经有种想哭的冲动了 一脸委屈巴巴的看着暖暖 想着让暖暖 帮自己脱掉盔甲的几率有多高 意识到似乎有些不现实之后 他迟一片刻开始开口问道 暖暖啊 这得多几百年前的衣服了吧 江到欲哭无泪地看着这个小侄女 真是太不可爱了 呜呜呜呜 也就个四五百年吧 刚说完 就看到小叔脸上的表情 已经开始崩溃了 眼泪不争气地滑落了一滴 暖暖只能继续安慰 好了 小叔 男人有泪不清谈的 我不会把你哭鼻子这件事情 说出去的 你放心吧 暖暖的嘴巴很紧的 江到这原本有些崩溃的心情 在暖暖的插磕打混下 他的眼泪意识之间 不知道是该掉呢 还是不该掉了 哎 老男人的心啊 挖凉挖凉的 暖暖 你说 是谁要害我 你早上都发现了什么 江到想到了早上暖暖跑出去的这件事 估计小团子又是有什么发现 才会这样的 嘿嘿 小叔 这个要找三哥来了才行 因为我发现 负责服装的那个小李 是跟那些人一伙的 有鬼哦 暖暖眯起眼睛 露出一副机智的神情 第217章 因为一身衣服爆发的演技 怎么说 就是啊 我发现那伙人的车上很重的气息 而且还有金光 这就很不对劲了 那要打电话 跟你三哥说一下吗 让你三哥快速找到这些人 结果没想到 他这话音刚落 暖暖就朝他头来了一个鄙视的眼神 小叔 你也太小看暖暖了吧 哼 我会让那帮人跑了吗 肯定不会啊 江道被一个小孩子这么看着 顿时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好在暖暖很贴心 说完又安慰他 暖暖已经贴了一张跟踪符在他们身上 跑不掉的了 江道点了点头 见时间也差不多了 没有跟暖暖在化妆间待多久 现在他只想快点出去把戏拍完了 然后赶紧把身上这身衣服早点脱下来 实在是太难受了 于是接下来剧组里面就看到 原本受惊的江道 爆发出了极大的演技 张道这跟江道合作的人都看傻眼了 这才一会的功夫 江道莫非是去哪里深造了 但是也不应该啊 还没半小时 演技直接来了个突飞猛进 张道越拍越上头 后面直接把后面的戏份也给拍了 在场的人都不由嘖嘖撑起 江影帝实在是太敬业了 而且这个演技真是太好了 马上又有工作人员把这件事情拍到了网上 夸奖江道的词条又挂了出来 只把对家给气个半死 江道就像是一下子爆发了洪荒之力一般 几乎是一条过了 到了后面 他自己都眼上头了 一直到了下午的一点 到底还是想着暖暖还没吃饭 于是只得先暂停一下 把自己身上的盔甲给脱了 结果就看到 暖暖已经跟剧组的人都混手了 这回嘴巴甜的溺死人 哥哥姐姐不要钱一样喊着 随后享受着这些哥哥姐姐们的头胃 像是吃饱燕族的小仓鼠 江道 所以他的担心真是多余的 暖暖饿了 总是有本事吃到饭的 反正到谁都不可能 到暖暖自己就是了 小叔 你好慢啊 暖暖等你都等到肚子快饿扁了 在看到江道的时候 暖暖甚至还脸不红心不跳地控诉江道 这就是所谓的饿人先告状了吧 是是是 小叔下回注意时间 江道说着直接坐在马闸上 加入了几人 忙活了一早上 江道也早就饿了 没什么架子的加入他们 吃着廉价的盒饭也吃得十分津津有味 一下子 就让剧组的工作人员感受到了影帝的平易近人 还有暖暖这个火宝在旁边 江道在剧组那不好相处的名声 瞬间就被打破了 更别说江道还让人饭后送来了某大排的咖啡 一杯的价格高达一百块 就连最底层的工作人员都没落下 美其名曰给剧组工作人员压压惊的 剧组的气氛一下子好到不行 张道看着都觉得欣慰 江道这人总算是做回人事了 等到一行人吃完饭之后 剧组的男二才姗姗来吃 来了之后又是给人发奶茶 又是道歉之类的 只是有了江道的咖啡 这个奶茶的分量就显得没那么重了 男二号周杨长相有些阴柔 看着不那么阳刚 在剧里也是跟江道有很多对手戏的人 但是因为江道走的是硬汉的气质 所以两人一向不是很对付 再加上平时演戏的时候 导演都会第一时间考虑江道当男一号 而他基本就是给江道当配角的份 这久而久之 也就积怨越来越深了 但是偏偏在人前 把一个曾经前辈的晚辈演得很好 也让人挑不出什么错误 之前没少做出那种碰刺江道的事情 不过江道心大不计较罢了 周杨这回到了剧组 明显是感觉到了剧组工作人员 对自己的态度 而且这个气氛似乎还不是很对啊 所以忙让自己的助理去打听一下 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更令他惊奇的是 江道这会竟然坐在了外面 跟工作人员有说有笑的 江道不是一直都不喜欢这种场景吗 自己不过是一早上没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暖暖那边哄的导演哈哈直笑 大家休息了一会 差不多又要开拍了 因为是室内的戏份 所以只休息了一下 大家用个字忙活了起来 而暖暖自己很乖巧的 回到化妆间休息了 等到睡醒的时候 自己开门出去找小叔了 就看到江道一个人 坐在角落里面看的剧本 看起来田径美好 小叔 小奶团软糯的嗓音响起 瞬间就把在场众人的视线 都吸引了过去 江道一听到暖暖的声音 马上就把手里的剧本放下了 张开双手抱住了一下子 跑过来的小人 慢点 等下摔倒了怎么办 江道宠溺地刮了刮他的小鼻子 轻生责备 嘿嘿 这不是着急见小叔了吗 暖暖像得赖皮一样 在江道身上撒着娇 周杨中午来的时候 就让人去打听了 当然知道 早上发生的事情 还有江道带着小侄女来 剧组的事情 不过中午的时候没见到 这会见到了 竟然也装作不认识一般 上前打着招呼 江影帝 这个就是小侄女暖暖吧 周杨露出了自己招牌式的笑容 一往这个时候 平时粉丝们看到这个笑容 都会败倒在他迷人的笑容下 只是他这招美人计 多半是是给瞎子看了 叔叔你好 我是暖暖啊 暖暖你好呀 我是你小叔叔剧组的合作伙伴 原本周杨是想说好朋友的 但是看了江道一眼 还是没有臭部要脸地说出这句话 我知道啊 你是我小叔的死对头 叔叔 你别这么笑哦 怪甚人的 暖暖说着 还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 似乎很害怕的样子 却不知道 周杨的表情瞬间就僵硬住了 呵呵 暖暖可真会开玩笑 周杨皮笑肉不笑地说着 原本还指望江道会出来说点什么 结果他什么都没说 直接朝着他点了点头 随后抱着暖暖 直接转身走人了 第218章 盗墓 走的时候 甚至都还能听到 暖暖跟江道小声嘀咕 这个叔叔怎么说 暖暖在开玩笑呢 暖暖明明说的是真话呀 唉 这年头 说真话都没人相信了 嗯 小书信 江道慢悠悠地补上了这一句 在后面把这些话 都听在耳朵里的周杨 眼神阴质地 看着前面的叔侄两人 却没想到 暖暖突然转过身来 他在江道的肩膀上 好奇地看着他 周杨瞬间切换了另外一个表情 看到暖暖 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过在看到 那个人身上带着的金光 好奇地移了一声 怎么这么奇怪 刚才他都没有看到的 怎么一下子就有 若隐若现的金光渗透出来 对 就是渗透 甚至还不是很多的那种 真是太奇怪了 暖暖觉得 小叔这个剧组 真的太多诡异的事情了 不过这回看到 小叔抱着自己 去找下午茶吃 暖暖瞬间就不去想这些事情了 在吃东西之前 还是给三哥打了个电话 江志这回正在上班呢 突然接到暖暖的电话 还有些惊讶 喂 暖暖 三哥 电话那头的孩子 声音软糯地喊着三哥 简直让人觉得 这一天的疲惫都能消散掉了 嗯 暖暖找三哥有什么事情吗 江志带着笑意询问道 不得不说 他还是了解暖暖的 嘿嘿 三哥 暖暖这里有新发现哦 暖暖笑得跟偷了星的老鼠一般 甚至还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周围 确定没人了 这才说的 暖暖早上不是跟你小叔去剧组了吗 怎么还有发现 江志很惊讶 这孩子 难不成真是上天派来 给他送业绩的散菜童子 对呀 哎呀 三哥 说来话长 暖暖就不说了 你来剧组就知道了 好了 暖暖要吃下午茶了 不跟三哥说了 拜拜 暖暖说完 干脆利落地挂了电话 半点不给电话那头的江志反应的时间 江志 虽然很无奈 但是他还是打算去一趟 说不定这次暖暖又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案件呢 心里虽然不是很相信 但是江志的动作诚实着呢 暖暖这边很愉快地享受了他的下午茶 顺便看了一眼剧组里面的拍戏 可比在电视上看着有意思多了 那些人眼着眼着就笑起来了 暖暖虽然也不知道他们笑什么 但是他也跟着一起笑就是了 江志是在一个小时之后到的剧组 到的时候 他因为穿的是日常的衣服 但是身上那冷硬的气息 浑身散发的荷尔蒙 还是让很多人注意到他了 大家纷纷猜测 这帅哥是不是最近刚出道的新人啊 这外形 这身材 简直太过于优越了 江志目不斜视的 随便找了个路人 一下子就问出了江道所在的剧组 走到剧组的时候 还看见暖暖跟个大爷一样 坐在导演的身边 忽假虎威的 但是也不添乱 就是在导演喊了结束之后 跟着奶声奶气地跟着喊了一声 卡 随后学着导演奶凶奶凶地喊着 服装师呢 造型师 来弄一下造型 关键是旁边的导演竟然也不恼 有着小家伙在胡来 江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都傻眼了 这真是自己的妹妹 暖暖 江志试探着喊了一声 暖暖听到有人喊自己 当即转身 结果就看到三哥站在人群里 好整以暇地看着自己 当即惊喜地瞪大了眼睛 动作俐落地跳下了 哒哒哒就跑到了江志的身边 一把抱住江志的大腿 江志顺势把人给抱起 看着依旧软萌的小家伙 亲了亲他的脸颊 这才问道 暖暖这是在干什么 嘿嘿 三哥 暖暖偷偷告诉你哦 暖暖今天当大导演呢 可好玩呢 暖暖说着还捂着嘴巴偷笑 那得意的模样 看起来俏皮又生动 是吗 那暖暖大导演 可以跟三哥说说 发现了什么大事情了吗 江志很配合地询问道 这个嘛 你会再说 这里人太多了 江志一脸我懂的表情 刚巧这会 江道一下戏 往这边走了过来 暖暖叫你过来的 江道看着他问道 嗯 小叔还要多久 要是太久 我先带暖暖走了 马上了 你们先在一边等我一会 晚点带你们去吃饭 江道说着 又被人叫去换服装了 暖暖便带着三哥 去了化妆间 把门关上之后 这才神秘兮兮的看着江志 三哥 我发现了 这里有人挖坟 啊 哎呀 就是挖地底下的那些东西啊 暖暖见三哥竟然不懂 有些着急的跺了跺脚 这下江志知道了 你是说盗墓 对对对 就是叫做盗墓 暖暖拍了拍手掌 盲硬鹤 江志皱了皱眉 暖暖 你跟三哥具体说说 你都发现了什么 三哥 事情是这样的 暖暖早上陪着小叔到剧组的时候 就发现小叔在衣服上 带着阴煞之气 哦 阴煞之气 就是地底下藏很久 从死人身上带着的 然后呢 我就发现了不对劲 就出去查看 就看到一个负责服装的小李叔叔 他跟导演叔叔说 还有服装送过来 于是我就说要跟着他一起去见世面 然后暖暖就发现了 给他衣服的人的车子上 也有这个阴煞之气 而且还有金光 是不是很不对劲 暖暖一口气说了那么多 甚至还匕首画脚的 虽然逻辑不是很顺畅 但是因为说的太过于会声会色 在场的两人都听懂了 暖暖说完之后 就准备听听自己三哥的想法 结果就听江志问道 为什么还有金光 金光呢 要么呢 是功德 反正不是那两个人身上带着的 要么呢 就是很古老的东西 师父说了 这个可值钱的 经过暖暖这一番解释 江志算是明白了 你是怀疑 那些人挖了地底下的东西 然后去卖 对了 暖暖师父说了 这是我们国家的瑰宝 是不能外传到外面 便宜别人的 因为师父跟暖暖说过 这个东西很珍贵 不能自己藏着 一定要上交上去的 所以暖暖对于这个事情 一直记忆犹新 江志这回的神情 也严肃了许多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这里面可能牵扯的东西多了去 要是单纯的盗墓还好查 就怕这些人 直接把文物走私了 第219章 男人都是臭男人 那暖暖 你知道要怎么找到他们吗 按照他对暖暖的想法 看到这种事情 暖暖肯定会采取措施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相信一个 只有三岁半的小孩子 但是就是下意识地认为 暖暖会做点什么 果然 就见暖暖给了一个三哥 真聪明的眼神 得意洋洋地说道 三哥 暖暖已经在他们身上贴了跟踪符了 我们晚上去抓人 那语气中带着的约约试是怎么回事 那个 暖暖啊 嗯 三哥 你说 你想做什么 暖暖都配合你 暖暖一脸乖巧 那个 三哥是想说 不能三哥自己去吗 江志这话刚问完 就看到暖暖 一脸看负心汉的表情 看着自己 三哥 你 你竟然想要抛下暖暖自己一个人行动 呜呜呜 果然爱会消失的对吗 江志 不是 他这话都还没说完呢 怎么就演上了呢 那个 暖暖啊 江志试探着解释 我不听 我不听 果然男人都是臭男人 暖暖直接来了一个偶像剧演法 跺跺脚 无耳朵 背过身 整套流程下来 行云流水 江志 这到底是看了多少狗血剧 才被图读成这样的 好了 暖暖 对不起 三哥的意思是 这个行动可能会很危险 三哥先去探探风 到时候实在不行 还是要我们暖暖帮忙的 江志蹲下 拉着暖暖的小手撒娇着解释道 原本背过身的暖暖 瞬间就转过身来了 真的 真的 不会抛下暖暖 坚决 好吧 那我就原谅你了 暖暖瞬间就被哄好 拉着江志到旁边的沙发上 跟他详细说了说 今天具体发生的事情 还有那两个人的样貌特征 江志都很认真地记下了 末了 狠狠地亲了暖暖一口 暖暖 你可真是三哥的大宝贝 哎呀 三哥 你现在是大孩子了 就不要这么肉麻了 暖暖一脸嫌弃 像是在看一个任性的孩子 江志 他感觉自己 现在已经到了小孩子 都嫌弃的年纪了 江志说完之后 就拿着暖暖给的记号符 准备回所里 召集人马去找那伙人 结果人还没出去呢 又被暖暖给拉住了 三哥 你傻呀 人家都是等到 约黑风高的时候 才出来干活呢 你现在去了 那不也是干等着吗 江志 竟然觉得意外的有道理 让他一时反驳不了 行吧 这下江志 自己也不着急着行动了 在化妆间这边陪暖暖完 顺便等江道 拍完最后一场戏 江道打算先收工 带着暖暖去吃饭了 等到化妆间 看着两人在那里等 跟他们说下 就让工作人员帮忙卸妆了 麻烦快一点 他孩子也会饿坏了 江道礼貌地说着 好的 江引弟 二十分钟后 江道总算是换回了 自己日常的衣服 直接上前抱起暖暖 走吧 我们去吃饭了 哦耶 吃饭咯 暖暖都快饿坏了 暖暖说着 还摸了摸自己 还有些圆溜溜的肚子 行 咱们今天去吃火锅吧 不过走之前 暖暖把出门带来的大蒜 直接挂在了江道的专属 化妆间的门后 小叔 这是保护你搭 不要拿下来哦 原来暖暖出门前 跟自己说的 有用处是这个用处 江道瞬间感动不已 卸完妆出来 跟张道道了别 张道拉着人夸奖了一番 这才把人放走 实在是今天江道的效率太高了 高到离谱的那种 所以今天 对于江道的提前下班 张道非但没有意见 还乐呵呵地把人送走了 走的时候 甚至还有工作人员 跟江道打招呼 他也很友好的 跟人家打招呼 只有周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看到离开的江道的背影 陷入了沉思 按道理 不应该呀 江道今天感觉都魔幻了 不仅是自己的工作效率 还有自己今天经历的一些事情 这会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回去带着暖暖 去吃好吃的了 这不 迈开的步伐都比平时大了许多 出去外面碰到工作人员 暖暖还收获了几个小零食 刚好在路上垫垫肚子了 几人找的一家比较大的火锅店 刚走到门口 暖暖闻到里面飘着的火锅香味 肚子当即咕咕叫了起来 小馋猫 江道宠溺地说着 跟江这两人快步走了进去 很快就把菜给点好了 基本都是暖暖自己喜欢吃的 锅底也是鸳鸯跟军箍锅 暖暖一看到一道道肉菜送上来的时候 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 江道只能开始忙活着下菜 烫菜 薄薄的牛肉片比较快烫好 放在暖暖的小碟子里 他自己熟练地沾了蘸料 然后吹两口 熬屋一口就把牛肉吃了 江至见暖暖的速度这么快 忙加入了加菜烫菜的队伍 两人偶尔吃一筷子 剩下的基本都在暖暖的碟子里了 小叔 三哥 你们也吃 暖暖的小肉手不是很熟练地 给两人分别加了几根菜 两人正感叹于暖暖的贴心 一低头看到自己碗里的蔬菜 瞬间明白了暖暖的用意 这小团子不喜欢吃青菜 为了让自己少吃点青菜 把菜都往他们碗里加了 他自己的碗里反倒都是肉 甚至还吃的那叫津津有味 吃呀 不要客气 两人 呵呵 一顿火锅 把暖暖的小肚子都给撑圆了 舒服地摊在了椅子上 摸了摸自己鼓鼓的肚子 真好吃呀 你呀 江道无奈地看着他 好了 小叔 我这边还有点事情 你跟暖暖先回家吧 我还要回锁里一趟 嗯 你去忙吧 暖暖我会带回家的 江道朝他点了点头 他可没忘记 自己答应老夫人 要把他的宝贝孙女 安全地带回家 三哥 暖暖想 暖暖看着江志 眼神期盼地看着他 只是话还没说完 就被江志打断了 不 暖暖 你不想 对对对 暖暖 你一点都不想 暖暖 小嘴巴瞬间撅起 仿佛能挂酱油瓶了 第220章 这么大年纪 不找媳妇 好了 三哥先去探探情况 解决不了的 马上就打电话 通知你好不好 行吧 那三哥 你快去吧 暖暖瞬间变脸 轴急把人给赶出去 江志无奈叹气 只能先起身离开了 而江道等到人走了之后 这才凑近暖暖身边 好奇问道 暖暖 这是跟你三哥 又有什么秘密行动了 小叔 奶奶有没有跟你说过一句话 啥话 江道下意识问道 不该问的事情 不要问太多 说完语重心长地 拍了拍江道的手臂 随后吃溜一下就下了地 江道 暖暖 这些话 你都是在哪里学的 江道起身抱起来 一脸认真的看着暖暖 等着他的回答 师父说了 英雄不问出处 小孩说话不问来路 行行行 你师父厉害 师父说算 江道实在是没搞懂 这小孩子家家的 怎么就这么多的歪理呢 嘿嘿 暖暖朝他露出一个 无辜的表情 老夫人在家吃完饭 就一直在院子里 滑动了轮椅 嘴里嘀嘀咕咕的 已经开始在 骂江道这个儿子了 指不定又出什么 幺蛾子了 这儿子是不能要了 一把年纪也没 娶个媳妇回来 老爷子就在旁边 那是半点声音都不敢出 生怕自己成了 为儿子挡过的 无辜老人 连自己的呼吸声 都放低了 极力降低 自己的存在感 好在 没一会 外面就响起了 车子的声音 老夫人 忙往外张望着 就看到 江道的车子 开了进来 车子刚停下的时候 暖暖就自己开门 迈着小腿 蹦跆着下车了 奶奶 开门 直接往老夫人身上 扑了过去 那黏糊的劲儿 把老夫人 刚才的不满 都给赶走了 哎 奶奶的乖宝 可算是回来了 饿了吧 老夫人摸了摸 暖暖 有些乱糟糟的头发 关切道 暖暖摇头 奶奶 暖暖已经吃饱了 小叔带着暖暖 去吃好吃的 还有三个 老夫人直接给了 后面下车的江道 一个算你实相的眼神 随后直接拉着 暖暖进屋去了 一路上 都不用老夫人问 暖暖自己先把自己 一天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事情 都给说了 不过关于 那个阴煞之气的事情 暖暖就没说了 生怕吓到奶奶了 她说起自己 在剧组当小导演的时候 那小眼神 别提多得意了 老夫人也十分捧场地 夸暖暖 我们暖暖真棒 以后肯定是 当大领导的命 只把暖暖 给夸得不好意思了起来 没有啦 暖暖也没有奶奶 说得这么厉害 暖暖一脸羞涩地说着 奶孙俩有说有笑地进屋了 还站在门口的江道 跟老爷子 互相对视了一眼 老爷子十分嫌弃地 别开了目光 这么大年纪 还不找媳妇 难怪你妈嫌弃你 说完背着手 跟着老夫人她们走了进去 徒留江道 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不是吧 她都还没说什么呢 不是都已经把暖暖安全 送回家了 用人身攻击她 她容易吗 结果进屋就看到 暖暖雨露 均粘地跟爸爸妈妈 也一亲热着 就连江旗都没有落下 嘖嘖 江道在一旁看着牙酸 见这回时间也不早了 暖暖明天早上还要上学 所以沈浸然直接带着暖暖 去了楼上洗漱了 小家伙泡在浴缸里面 沈浸然想到 还有个身体乳 买了忘记拿进来 就跟暖暖说道 暖暖 你先洗着哈 妈妈去拿个身体乳 好的 妈妈 你去吧 说着自己自顾自地玩起了水 沈浸然见她这样也放心了 想着快去快回就走了 暖暖突然玩着玩着 看见旁边的花洒 就拿在了手里 随后开始哼起了歌 只是唱着唱着 风格又变了 哟哟 跟我嗨起来 万 图 思瑞 佛 康芒 北鼻 来刺狗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开着拖拉机 拌玉米 拌玉米 活活累死你 就在就在睡觉梦里 妈妈叫醒你 去地里 去地里 继续拌玉米 啦啦啦啦 正走到门口的沈浸然 这 幼儿园教的 听着也不像啦 偏偏小家伙 还在里面 啦啦啦地唱着歌 仿佛整个洗手间都是她的个人舞台一般 沈浸然无奈叹气 走进去就看到 暖暖把泡沫都抹在了自己头上 直接在脑袋上顶着尖尖的 像是戴了个帽子 毛巾也被她披在身上 仿佛是战袍 沈浸然也没想到 自己不过是离开了一会 暖暖自己就嗨了起来 而且还庞若无人的那种 只是一看到她进来 瞬间像是掐了脖子的鸡一般 呲溜一声 滑到了浴缸里面 妈妈 暖暖心虚地喊了一声沈浸然 嗯 暖暖洗好了吗 好了 好了 暖暖象征性地往自己身上搓了搓 沈浸然悠悠叹了口气 没办法 只能上前帮着暖暖搓洗 随后冲了冲身子 这才把人抱了出来 弄完之后 把暖暖哄睡 沈浸然这才起身离开 而在她离开之后 暖暖突然睁开了眼睛 露出了一个得意的笑容 不过没有马上出门 现在大人们都还没睡觉呢 要等他们都睡着之后才能出去 不过她没忘了给江志发个信息 询问今天晚上的进度 江志过了许久 才发了一条语音 声音明显是压低了 暖暖 三哥现在已经找到那伙人了 现在还没准备动手 我们先观察两天 你不用着急哈 暖暖掐指一算 也知道今晚不是合适的时机 便只能打消了 自己独自出门的想法 像个老妈子一样地叮嘱三哥 要早点回家之后 他直接倒头就睡 而江志那边也确实没有说谎 这伙人到底是谨慎了一些 今晚他也就带了五个人出来 也没敢轻举妄动 这帮人的底细还要摸清 到时候再商量一下 怎么下手 暖暖这边一觉睡到了天亮 早上雷打不动地练剑 就连神井然都佩服一个孩子这么自律 家里人也不是没有劝过暖暖 可以不用这么努力的 无奈暖暖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做家长的也十分的无奈 第221章 幼儿园的新伙伴 早上把暖暖送去学校的时候就 小家伙显然十分的高兴 现在倒是不抗拒上学了 暖暖主要是想着 自己要跟自己的好朋友 分享自己的宠物 他决定约上大家 周末去看毛毛跟妞妞 于田远远看见暖暖 就撒欢地跑了过来 直接往他身上扑 活像是许久未见了一般 激动地喊道 啊 暖暖 我好想你啊 你想不想我呢 暖暖被他问得一噎 有些不知道咋说 能说自己太忙了 都没空想他们了吗 这么说 田田姐姐会伤心的吧 还没等暖暖纠结完呢 于田自顾自地说道 没关系啦 反正我想你就好了 倒是挺想得开 暖暖 我跟你说 我周末的时候好忙的 我妈妈把我抓去弹琴了 啊 暖暖有些不理解 怎么弹琴要说是抓呢 就是那种 要把小孩子按在凳子上 坐几个小时 还有这个手指 都要不停弹琴的那种 对于于田来说 这简直就是酷刑 但是爸爸妈妈总说 这是陶冶情操 情操能吃吗 他还只是个孩子 他不懂这些 田田姐姐 你好惨哦 暖暖见他说得这么委屈 也配合着说道 对吧 对吧 我也觉得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孩子 害我周末都不能去找你玩 说到这里 于田真心感觉挺委屈的 不过马上又被转移了话题 开始询问 暖暖周末都去哪里玩了 我跟书名哥哥去了宠物店 买了一只小狗狗 看到燕芝哥哥去接他的小宠物 然后又去了小叔的剧组 在里面荡大导演 哇 暖暖 你的周末真有趣 于田瞬间露出了向往的神情 光是听着 他自己都觉得很美好了 特别是能出去玩 燕芝也有宠物吗 是不是小猫咪 不是的 是一只鸟 暖暖原本想说 是一只讨厌的鸟 但是师父说了 不能随便说别人 动物也不行 因为这是燕芝哥哥的伙伴 被他听到的话 燕芝哥哥会难过的 正说着呢 燕芝也到了学校 见两人还站在门口说话 便走上前喊了两人 燕芝 你是不是小鸟 你怎么不带来学校玩玩 于田很好奇他的鸟 他家里因为爸爸不喜欢吵闹的环境 所以他家里连宠物都没有 所以很羡慕 其他小朋友家里有宠物的 在家 他太吵了 燕芝说这话的时候 表情有些一言难尽 暖暖在旁边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仅吵 而且说的话 没有一句他爱听的 这种鸟出去 肯定是会被社会毒打的 家长们很无奈 这三个孩子 每次上学之前 都要在门口聊几句 这才开开心心的进幼儿园 好像不聊几句 就不能进去一样 妈妈 你回去吧 暖暖会乖乖的 阿姨们拜拜 妈妈拜拜 阿姨们拜拜 另外两人 也跟着朝外面的几个大人 挥了挥手 然后手牵着手 进去学校了 花花老师 看着都不有好笑 纪处星在后面跟上来 看到几人这么腻歪 心里有些酸酸的 之前甜甜妹妹 都是跟她一起玩的 现在自从有了暖暖之后 就很少跟他们一起玩了 她心里有些吃味 但是又拉不下脸 去跟他们玩 就只能苦着脸 找上秦天朗 哎 甜甜现在都把我们在这些 老朋友给忘了 这就叫做 只见新人笑 哪闻就人哭啊 秦天朗像是看傻子一般看着她 随后跟上了暖暖他们的脚步 直接走到了他们身边 暖暖 甜甜 艳枝 天朗哥哥 暖暖看见她 甜甜地喊了句 之前妈妈跟她说了 小朋友的名字 不能随便给人家起绰号 所以暖暖就把几个哥哥姐姐的名字 都给记下了 秦天朗朝她露出了浅浅的笑 后面跟上来的季楚星酸死了 硬是凑了上来 也学着秦天朗的样子 甜甜地喊着暖暖 暖暖 暖妹妹 楚星哥哥 看到暖暖这么甜甜地喊自己 他收回自己之前说暖暖不可爱的话 明明很可爱呀 难怪大家都喜欢跟暖暖玩呢 于是瞬间变脸的季楚星 以自己臭不要脸的技术 成功混入了暖暖的三人组 这会变成了五人组 结果没想到 刚上课呢 又来了几位熟人 就是之前在宴会上看到的 韩川川跟温晨 两人原本是在另外一个学校上学的 不过因为知道暖暖在这个学校 特意转学过来的 之前是因为在办手续 所以一直耽搁了 这不 刚进学校 要不是老师看着 估计就上前跟暖暖几人打招呼了 暖暖也朝着他们 挥了挥手 一脸的兴奋 燕芝哥哥 这个也是我的朋友 燕芝 暖暖的朋友真多 他就没什么朋友 于是燕芝淡淡地恩了一声 听着台上的老师 在上面介绍着几人 同学们 这是新来的同学们 这是韩川川小朋友 这位是温晨小朋友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台下响起了嘻嘻啦啦的掌声 这其中 当属暖暖最捧场了 手掌都快给拍红了 花花老师准备安排他们 下去坐下的时候 韩川川突然开口说道 老师 我们能去暖暖那边的座位上坐吗 花花老师看到了那边 紧挨着暖暖的两人 于田跟燕芝下意识地 又凑近了暖暖一些 生怕老师把他们给分开一样 暖暖那边没有座位了 老师也很为难啊 没事 我们坐在旁边的位置就行 韩川川不介意地摆了摆手 随后老师把几人安排在了暖暖后面的座位上 几人刚坐下呢 这步马上就开始跟暖暖 叽叽喳喳地说起话来了 暖暖妹妹 我是特意来这个学校找你的 韩川川一看见暖暖 就开始表现 我也是 我也是 温辰不甘示弱 他姐姐要不是因为年龄大了 他甚至都还想再来读幼儿园呢 想想就可怕 嗯 那我们以后就一起玩吧 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 嗯嗯 以后我们都是好朋友了 于田觉得跟暖暖做朋友真好 马上又有这么多朋友了 第222章 母老虎都有老公 秋寒在旁边看着众人 再看看孤零零的自己 瞬间委屈地掉起了眼泪 老师老师 这里有人哭了 突然有个小朋友举起了双手 随后大声地喊着老师 瞬间把全班的视线都吸引了过去 然后就看到那个小朋友 手指指的方向 可不就是秋寒吗 秋寒也没想到 他就是想哭一下 结果全班围观了 这下 哭也不是 不哭也不是 抽抽耶耶的 秋寒小朋友 这是怎么了 其他辅助老师忙上前关切地问道 秋寒憋的脸色有些胀红 难道要他说 是因为看见别人有小朋友 而自己没有 所以才哭的吗 他要面子 于是嘴巴捏如了几下 最终嗡声说道 我想妈妈了 老师恍然大悟 毕竟小朋友基本都会这样子的 于是点了点头 安慰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没关系的 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 对不对 下午放学就能见到妈妈了 所以不哭了 秋寒休脑地低下了头 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于田一脸得意地炫耀 哼 看我 我就不会想我妈妈 旁边的小朋友 都向他投来了羡慕的眼神 大姐姐就是厉害 不像他们 刚跟妈妈分开 他们已经开始想妈妈了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语文 老师今天先带同学们认识字 暖暖看着老师说的那些字 他都认识啊 很早的时候就学会了 没想到幼儿园教的 竟然是小儿科的东西 暖暖不由有些无聊 于是眼睛咕噜咕噜转了几圈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于是看了一眼讲台上的老师 见没注意到自己 随即趴在了座位上 底下悄悄地把自己的手机拿了出来 小肉手捧着比自己手指还要大的手机 在上面点了点 暖暖还很聪明地 选择把音量调小 随即点开某音 看着上面的内容 捂着小嘴偷笑 这些内容 于田也都学习过了 这会觉得没意思 这不 看到旁边的暖暖 埋着脑袋在客桌下 他也学着他的样子 趴下盯着暖暖手里的手机 虽然没有声音 但是两人依旧看得津津有味的 暖暖突然刷到了一条美食视频 感觉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因为是趴着的 他的小嘴微张 口水还真的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暖暖小朋友 堂堂老师在上面喊着暖暖的名字 啊 溪溜 暖暖猛地抬头 忙溪溜了一下 随后一脸无辜地 看着台上的老师 不明白老师喊自己有什么事情 暖暖同学来跟老师说说 刚才老师讲的是什么 暖暖 好吃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 刚才那个烤串串 你看就很好吃 厌知 原本是想跟暖暖说的 结果没想到 人家这么快就说出来了 而且误打误撞 老师上面写的拼音 还真的就是好吃两个字 原本还想批评一下的 结果看着暖暖认识字 而且这么快就答了上来 堂堂老师没再说什么 点了点头 朝着暖暖笑道 嗯 我们暖暖小朋友真聪明 不过上课要注意听讲哦 不能趴着跟小朋友讲悄悄话 老师们对于这个年纪的小朋友 坐不住也表示理解 暖暖就这么迷迷糊糊地坐下了 不过这下没有再看手机了 而是开始在本子上涂涂画画 画的还不是别人 正是毛毛跟妞妞 余田也是坐不住的 这不 这才一会 又想来找暖暖说话了 结果就看到暖暖本子上画着的老虎 哇 这个是老虎吗 余田一脸夸张地问道 实在是太像自己那天晚上看到的了 对呀 对呀 甜甜姐姐 你眼光真好 对于自己的小伙伴 暖暖很喜欢跟人分享的 她好威武啊 余田的惊呼 把前后的几人的视线都吸引了过来 哇 她是母老虎吗 旁边有小朋友 也伸长脖子看了过来 这就是上次 我们在宴会上看到的那只 寒川川跟温辰那个时候 因为暖暖的原因 甚至还上手摸过呢 反倒是燕之 还有秦天朗他们 因为晕倒的原因 没有看到老虎就先回去了 这回看到暖暖把她画出来了 都很惊讶 对呀 毛毛是母老虎 她还有个老公叫妞妞 母老虎都有老公 我都没有 余田在一旁嘀咕道 呃 甜甜姐姐 我们长大就会有的 暖暖还一脸同情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们都看过那只老虎吗 真可惜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看到 我还摸过呢 寒川川颇有些得意地看着几人 周围的小朋友 也都朝她投来了羡慕的眼神 老虎好摸吗 老虎身上的毛软不软 我也好想摸老虎 周围的几人 朝着寒川川跟温辰询问道 而被问到的两人 更是一脸得意 还好 还好 就是毛有些扎手 但是毛超多的 难怪叫毛毛 真羡慕你们 余田在旁边悠悠地说道 不用羡慕她 我们周末可以一起去看老虎 我让他们驮着你们去山上玩 暖暖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说道 堂堂老师在上面看着这几个孩子 倘若无人地开始聊天 特别是暖暖 声音大的她在台上都听到了 还骑着老虎呢 他们咋不上天呢 小朋友们 认真听课哦 堂堂老师在台上 板着脸说道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的 但是视线看到 就是暖暖他们那边的位置 暖暖心虚地吐了吐舌头 特别听话地把本子收了 规规矩矩地做好 认真听课 下课的时候在外面玩 暖暖要带着他们去看老虎的事情 瞬间在幼儿园小班传开了 甚至传到了幼儿园大班去 对于那会提前离开的基础星 他也就是在视频里面 才看到宴会上发生的事情 这回听到暖暖带着他们去看老虎 强烈表示自己也要加入 于是一下课就往暖暖这边来 第223章 我叫你们一声 你们敢婴吗 暖暖暖暖 我也要就加入你们 我也要去看老虎 好呀 好呀 毛毛跟你妞妞 都是我的好朋友哦 我小叔说了 说不定再见到 毛毛就要当妈妈了 那我能帮他养孩子吗 于田问出了同样的问题 不行 我也想养 可是叔叔不让 暖暖也是伤脑筋 要是有人替他养娃 他自己肯定会很高兴的 去别人的家里 吃别人家的饭 吃得壮壮的 一点也不会吃亏 好吧 那我们就这个周末 去看老虎 我也想摸老虎 可以搭 我想骑在老虎身上 可以搭 暖暖几乎是有求必应 几个孩子都恨不得 马上就到了周末 可以马上去看老虎 只是这个时候 突然一声 不是很和谐的声音响起 切 说大话都不眨眼的 就是 我还骑大西几呢 这话音刚落 引来了一阵哄笑 暖暖皱着眉头 转身看向站在自己身后的几个男生 这个不是小班的小朋友 看着像是大班的孩子 甚至其中还有一个长得比较壮实 看什么看 不认识你爷爷我 小男孩小小年纪了 说话也是带着那种令人反感的味道 孙子 你叫谁爷爷呢 暖暖插着腰 气鼓鼓地看着他 叫你呢 哎 乖孙子 暖暖说着 得意地看着对面的几个小孩 你 果然跟小燕子在一块的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嗯 暖暖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名字 皱着没问到 你叫谁 你旁边那个呗 燕子 你说是吧 燕子 你怎么不在大班了 反倒去小班 跟一群小屁孩玩 那个长得比较壮实的小男孩 朝着燕芝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 而暖暖身边的燕芝 已经挺身挡在了好朋友的面前 对于这几人的恐惧 就像是刻在骨子里的一般 即便是事情过去这么久了 看到这些人 还是会条件反射的颤抖 却没想到 这个时候 他的手被一双小手紧紧地握住了 燕芝哥哥不要怕 暖暖保护你 说着 就给你燕芝站在了一起 原来你们就是欺负燕芝哥哥的坏同学 你们还给同学起绰号 哼 燕芝哥哥 他们叫什么名字 我也给他们起难听的绰号 燕芝见到有人 为自己撑腰 跟自己站在一起 莫名声出了些许勇气 于是便轻声开口说道 左边的叫齐中杰 宋宝 曹吉 哦 左边的是什么中杰 宋宝 耸包吧 曹吉 曹吉 暖暖说着 一脸嫌弃的看着面前的几人 中杰 耸包 曹吉 我叫你们一声 你敢婴吗 你骂谁呢你 叫做宋宝的 就是长得有些壮实的小男孩 第一时间就欺诈了 撸起袖子 就想跟暖暖干架 啊 我说耸包啊 难不成你就是耸包呀 耸包同学 你好呀 耸包啊 暖暖学着几人刚才嘲笑艳枝的样子 也狠狠地嘲笑了他们 几个男孩也就五岁的年纪 这会被暖暖一说 恨不得马上上前把暖暖给打趴下 只是暖暖这边的人确实挺多的 于田还在旁边哈哈大笑 耸包 耸包 还有草鸡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 旁边的几人也都哈哈大笑起来 兄弟们 我们走 下午再找他们算账 几个男孩也知道 自己现在打不过 那就只能挑着暖暖跟艳枝两人落单的时候 把两人打得屁股尿流 暖暖 我们就这么放过他们啊 于田在旁边不满地嘀咕道 当然不啊 暖暖露出了一个狡黠的笑容 我们商量一下对策 暖暖说着 召集了几人凑上钱 说了一下自己的计划 我们先这样 然后再那样 然后 明明暖暖的年纪 在几人中是最小的 但是其他几人下意识 跟着暖暖说的点了点头 不过暖暖说完还不忘交代道 不过我们平时不能随便给自己的朋友起外号 这是不对的 嗯嗯 暖暖妹妹 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只得讨厌鬼起绰号 季楚星在旁边连连保证道 暖暖这才放心 还不忘安慰艳枝 艳枝哥哥 我们不要害怕 他们就是气软怕硬 等下午暖暖替你报仇去 看着因为自己被欺负 而气鼓鼓的暖暖 艳枝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暖暖妹妹真好 孩子们这边的密谋老师们 是不知道的 相安无事地过了一个早上 下午睡醒之后 就是自由活动的时间 还有老师们带着小朋友们 做一些趣味的活动 暖暖拿着自己的手表 给在大班的秦天朗 跟季楚星发送信号 什么都没说 直接一个炸弹的表情 这是他们之间的暗号 表示行动开始了 于是季楚星假装出去上厕所 随即进来的时候 朝着其中解几人说道 老师喊你们去办公室 你们惨了 老师肯定要找你们算账 说着 季楚星露出了一个 幸灾乐祸的表情 几人怒目等着他 是不是你们去跟老师告状了 孬肿 告状惊 几人气鼓鼓地瞪着他 季楚星就跟没看见的一般 你们再不去 一会老师叫家长了 说完他就自顾自地 回到了座位上 几个孩子还真怕叫家长 于是尼尔巴脑地出门了 见他们出去 秦天朗在手机上 发送一个OK的手势 表示人已经出去了 哥哥姐姐们 我们开始行动 暖暖几人 在他们的必经之路埋伏好 暖暖趴在草丛里 远远看见他们来了 便拿出自己的弹弓 然后瞄准 直接往走在边上的宋宝射了过去 哎哟 我去 谁 是谁暗算我 没一会 宋宝的痛呼声响起 几人得意一笑 随即几人又陆续投了几个 宋宝几人瞬间知道 这肯定是有人想要暗算他们 当即就往暖暖他们这个方向 跑了过来 我们快跑 几乎是在暖暖的一声令下 一群人轰的一声散开了 后面的几人气炸了 也跟在后面 穷追不舍 第224章 复仇小分队 暖暖调皮一笑 调转了一个方向 往没有监控的角落跑了过去 等到几人跑到死路的时候 后面的几人 也气喘吁吁地跟上来了 跑啊 怎么不跑了 不是挺能跑的吗 竟然还敢暗算我 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 花为什么这般红 几人放着狠话 别 别过来 暖暖结结巴巴地说道 哼 现在知道怕了 晚了 除非你们跪下叫爷爷 宋宝恶劣地看着几人 燕之锤在双侧的手不由握紧了 又是这样 这几人永远都是这种 充满恶意的笑容 好啊 暖暖甜甜地笑道 随即自己走上前 直接给了几人一个暴力 谁也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 矮矮的小孩会突然跳起来 打他们的头 直接把他们打得吃痛 弯腰紧紧抱着自己的脑袋 兄弟们 上啊 随着暖暖一声令下 寒川川温辰 燕之还有余田 一窝蜂把人给扑倒 然后手脚并用地开始打人 这就叫做 趁你病 要你命 暖暖说着 也加入了战争 燕之以前 因为自身很胖 自卑 被人打了也不敢还手 现在看着被他打得在地上求饶的几人 突然觉得这几人也没有什么厉害的了 燕之哥哥 今天咱们就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你看 他们就跟直老虎一样 根本就不可怕的对不对 暖暖手里的动作没停下 却还不忘开导旁边的燕之 对 燕之明显打嗨了 这回回答暖暖问题的时候 眼睛都是亮晶晶的 几个孩子黑哈黑哈地喊着 下手的力道除了暖暖 其他人倒是下手不重的 好了 时间差不多 复仇者小分队 撤 暖暖看了一眼手表 知道时间差不多了 稍微教训一下几人 就差不多了 好 撤 几个孩子也不练战 说撤就撤 不过暖暖在走之前 朝着几人的脚踢了一下 要是敢告状 明天我们接着打 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 其中解几个孩子 这回拱着身子 双手抱头 宋宝眼睛试探着瞄了出去 见几人真的走了之后 这才放松了下来 起来起来 都走了 撕 宋宝人长得壮 被打得也是最多的 一站起身 感觉自己身上 哪哪都疼 大哥 就这么放过他们 其他两人倒是好一点 但是身上也很疼 暖暖几人像是 商量好的一般 不往脸上打 打得都是身上 看不见的地方 怎么可能 今天敢这么对我们 高低都要给他们 点苦头吃吃 宋宝眼神 阴狠地看着前面 走着的几人 暖暖才不在乎呢 有仇当场就报了 想这么多做什么 要是他们想不开 上门找茬 暖暖有的是办法治他们 完全不再怕的 于田几人 就像是长盛将军一般 插着腰 大摇大摆地走了回去 看见找出来的老师 几人统一都是说 一起上厕所去了 花花老师倒也没有怀疑 毕竟这几个孩子 本来关系就比较好 一起去洗手间这种事情 也很正常 所以老师没放在心上 几人经过这么一遭 感情明显变得更加好了 这就是暖暖说的 所谓的革命有益了 不过至于送饱几人 去告状这个事情 他们还真不是很担心 因为监控看不见 口说无凭 那边的几人 也确实是起了 要教训暖暖的心思 暂时只能先把 这口恶气给咽下去了 于是只能按戳戳地 找机会再算账了 几个小孩 像是打完胜仗的将军 这走路都快飘起来了 暖暖妹妹 你真行 他们还真的没敢去告状 那边的季楚星 在集体玩耍的时候 忙找上暖暖一行人 着急着把自己了解的情况 给汇报了 那是 我们暖暖是谁啊 现在于田对于暖暖 可真是无脑吹了 季楚星一想到 那送饱几人一回到教室 那呲牙咧嘴的样子 就不由觉得好笑 他们这回才反应过来 根本就没有老师喊他们 全都是他们的阴谋 所以这回看着季楚星 跟秦天狼两人的表情 都带上了怨恨 这都是跟那小班的 小屁孩一伙的 天狼哥哥 楚星哥哥 这个平安符你们拿着 可以保你们平安哈 暖暖挨哥 给他们送了一个平安符 你之前送的符纸 我都还有呢 那次宴会 几人被吓到了 暖暖还真每个人 都给了平安符 没事没事 多多一扇 季楚星说着 已经先把平安符 给收了起来 嗯嗯 多多一扇 不过这个不能碰到水哈 几人都一一答应了下来 今天是暖暖上幼儿园 第一次这么开心了 下午的时候 沈济然来接暖暖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蹦蹦跳跳的 暖暖 今天玩什么了 这么高兴 嘿嘿 妈妈 这是暖暖的秘密哦 暖暖笑得一脸自得 难得地迈起了关子 行 那妈妈先不问 等暖暖想说的时候 再跟妈妈说 好搭 暖暖晃荡着小腿 看着旁边坐着的江琪 便走上前轻声说道 哥哥 你会打架吗 你跟人打架了 江琪突然侧身 看着他问道 暖暖一脸惊恐的表情 预盖弥彰一样 捂住自己的嘴巴 他明明什么都还没说啊 哥哥你怎么知道 江琪原本只是想着 炸一下暖暖的 结果没想到 你跟谁打架了 谁欺负你了 大大班还是小班的 叫什么名字 哥哥替你报仇去 江琪下意识小声地 问了这么一大串问题 把暖暖说的都有些迷糊了 没有没有 哥哥 是我们打别人 还赢了呢 暖暖忙 开口解释道 他明显是想找个人炫耀的 结果还是被哥哥 发现了跟人打架的事情 第225章 你不要离开我呀 燕子 江琪一脸怪异地 看着自己妹妹 你确定你没被答 没有没有 暖暖可厉害呢 你们两个在后面 嘀咕什么呢 没有 暖暖说他晚上 要好好做作业 问我呢 幼儿园都有作业了吗 沈锦然嘀咕道 真是的 连幼儿园都这么卷了吗 不愧是私立的幼儿园 有 我给暖暖布置的 是吧 妹妹 暖暖 最后 为了圆自己的一个谎 暖暖只能干笑着点了点头 呵呵 哥哥说的对 他没看到 将其脸上露出的得逞的笑容 于是 暖暖就踏上了 被哥哥坑 还有坑哥哥的道路 一去不复返 两人没敢在车上多说 不过在路过大嫂的甜品店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 那里的磁场 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 只要再不个阵 以后就没什么问题了 于是 暖暖忙朝着前面的司机叔叔喊道 妈妈 暖暖要去大嫂店里 沈锦然知道 多半是上次的事情 于是让司机往店里开 几人到店里的时候 客人明显开始多了起来 而且 最近店里为了这次的事情 做了一些活动 以至于甜乐乐 最近一直挺忙的 这回看到几人 忙上前招呼道 哎呀 三婶 暖暖 小齐 你们来了 快快快 里面坐 说着 带着几人去了包间里面 他也知道 暖暖这次来 多半是要说自己店里的事情 所以还是找个包间私密一些 又让人给倒了几杯果汁 还有蛋糕送进来 现在生意好点了哈 神井然看着周围的环境 这多少也算是放心了一些 是啊 要不说是拖暖暖的福 要不是暖暖 我这都还不知道 要被蒙在鼓里多久呢 说起这个 甜乐乐一直心有余悸的 这个店从他们大学毕业之后 就开了起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 就像是自己另外一个孩子一般 这要是就这么不明不白就关门了 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甜乐乐说着抱起了暖暖 好一阵亲密 哎呀 嫂子都好久没见到 我们暖暖了 可想死嫂子了 大嫂 暖暖也想你大 暖暖说着 巴唧一口就亲在了他脸上了 几人进了包间之后 暖暖这才敢拿着自己的罗盘四处看看 确定都没什么问题之后 这才高高兴兴跑到甜乐乐的身边 大嫂 已经没事了 以后大嫂的店肯定会越办越红火的 那大嫂就借我们暖暖的吉言了 你说大嫂 怎么这么稀罕你呢 说着又是没忍住往他脸上巴唧了一口 把暖暖逗得咯咯直笑 不过你这以后可要注意些了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进来 旁边的沈锦然没忍住开口提一道 毕竟当初那个倪人 就是被人放在了后厨的位置 这简直防不胜防 嗯 三婶 我这边会注意的 不用注意 大嫂只要经常给暖暖准备小蛋糕 暖暖可以免费来这个帮你看店哦 被甜乐乐抱在怀里的暖暖 突然举起了自己的小肉手 一脸的越狱越湿 甜乐乐 神井然 江琪 妹妹没救了 甜乐乐反应过来之后开始哈哈大笑 行行行 你要吃多少大嫂这里都有 以后就拜托我们的暖暖大师帮大嫂看看店里的风水了 甜乐乐向来配合暖暖的 这不 她这一说 暖暖瞬间眼睛都亮了 看着甜乐乐的眼神都戴上一副大嫂 你很有前途的意思 把其他几人逗得直了 江琪也有些忍俊不禁 几个蛋糕 妹妹直接把自己给卖了 后面 暖暖心满意足地吃了几个蛋糕之后 这才跟着妈妈回家去了 一回到家 江琪就拉着暖暖的手说 要去给暖暖辅导作业 哎 这孩子 差不多要吃饭了 还辅导什么作业 老夫人在后面没忍住嘀咕道 说完这才想起来 这幼儿园有作业 可能有吧 沈锦然在旁边硬喝道 而这边 江琪拉着暖暖 直接就进了她的房间 暖暖很少来哥哥的房间 因为哥哥说的隐私 他也就很少来了 这次进来才发现 哥哥的房间里面好多书 一看就是爱学习的 他进去之后 先是简单看了一圈之后 直接在地毯上坐下了 一脸无辜地看着江琪 哥哥 暖暖没有作业 现在有了 你跟我好好说说 你们是怎么跟人打架的 江琪也席地而坐 直接坐在了暖暖的对面 眼神定定地看着暖暖 就 就是他们欺负燕之哥哥 我替他报仇 暖暖说起这个 还一脸的义愤填膺 你今年多大 三岁了 不 我已经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了 已经是三岁零四个月的大孩子了 江琪 欧欧 人家被欺负 哪里需要你这个三岁的小屁孩出手 暖暖很想解释自己 不是小屁孩 但是看到哥哥认真的表情 暖暖还是把这话给咽了下去 委屈巴巴地说道 可是 可是他们真的很过分啊 他们还说燕之哥哥是燕子 什么燕子 你不要离开我呀燕子 暖暖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给人起外号 就是不对的 他能感受到 他们是在嘲笑燕之 而且还想打人 江琪 这些小屁孩 才上幼儿园呢 就开始学会着欺负人的这一套了 那你可以跟老师说 暖暖撇的撇嘴 没有证据呀 还不如揍一顿实在呢 江琪 暖暖 女孩子不能这么暴力的 我没有呀 没有人看到 暖暖不暴力的 哦 所以没被人看到 就不暴力了 这小孩子的小脑子 到底是在想什么呀 他发现自己一个十岁的孩子 跟一个三岁的小屁孩 讲道理是真的讲不通的那种 这让江琪生出了一丝丝的无力感 以后出现这种事情 跟老师说了没用 就要跟家长说 由大人帮我们出头 哥哥 打架找家长 不是好汉的行为哦 江琪 为什么还教育起我来了 但是他们比你们大 你们是会吃亏的 找大人之后 你们能少吃点亏 好搭 暖暖知道了 暖暖特别认真地点了点头 很爽快 就答应了下来 那他们之后 要是还找你们算账呢 打回去 暖暖握紧小拳头 一脸坚定 得 又白说了 第226章 打架记得摇人 妹妹 亲妹妹 以后你们要是想打架 你摇哥哥 哥哥 怎么摇 哎 就是给哥哥打电话 哥哥去帮你 江琪悠悠叹了口气 好搭好搭 我会拼命摇你搭 江琪 他是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聊着聊着 跟自己当初的想法 直接背道而驰了 原本想劝妹妹不要打架 省得这么小 被人打 最后演变成了 打架记得摇人 不能输 江琪有些烦躁地 扒拉了一下头发 随即看像在一旁 看着自己手办的暖暖 觉得不能让暖暖这么轻松 于是倾咳了一声 暖暖 来 哥哥找作业给你做 说着拿出了本子 还有自己小学的课本 啊 暖暖没想到 自己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都有作业了 这也太没天理了吧 哥哥 我还是个三岁的宝宝呢 暖暖企图卖萌 刚才不是说自己是三岁零四个月的大孩子了吗 大孩子就要写作业 暖暖 哦哦 最后 暖暖一脸苦哈哈地坐下 然后乖乖地听着哥哥在旁边念经一样地念叨 不 讲课 好在 讲了几道简单的加减题目之后 是老夫人上来把暖暖给拯救的 小琪 暖暖 下楼吃饭了 好嘞 奶奶 暖暖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一咕噜就爬起来 哒哒哒地跑到了门口老夫人的身边 奶奶 暖暖帮你推 说着暖暖像是一阵风一样 推着老夫人就直直往电梯口的方向去了 哎哟 乖孙女啊 慢点慢点 奶奶害怕 老夫人感觉自己的发丝都飞起了 连忙直直道 好搭好搭 暖暖的速度 这才慢了下来 暖暖啊 你给奶奶泡的是什么 这几天晚上奶奶总感觉这脚有些痒了 老夫人突然拉着暖暖小声问道 奶奶 那就是快好了 你放心 今晚暖暖给你扎一针 保证过几天就能好起来了 暖暖一脸自信地说道 好好好 老夫人脸上的褶子都堆起来了 江琪看着欢快跑了的妹妹 再看看自己面前没做两道题的本子 一脸无奈地跟着下楼了 晚上吃完饭 暖暖拿着自己的手表 直接给江志打了个电话 三哥 人抓到了吗 没呢 没呢 估计还要过几天再行动 那帮人太谨慎了 江志这回正蹲在路边吃泡面 一边低声跟电话 这头的暖暖汇报情况 好的 三哥你注意安全哈 暖暖见还没行动 也就放心挂了电话了 第二天 那边的几人似乎已经想到了 怎么教训暖暖他们的办法了 下午小朋友们自己玩耍的时候 他们就想把暖暖他们 引去没有监控的角落去 偏偏几人根本就不配合 废话 昨天能打赢多少有点运气的成分 今天要是再跟人去了角落 等会被人打了都没有证据 所以几个小布丁坚决不跟人去 反正不管人家怎么挑衅 他们就是无动于衷 最后 宋保几人气死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在暖暖滑滑梯的时候 直接一把把人从滑梯上推了下来 暖暖根本没有设防 就这么被人推了下去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人已经被撞得七魂八素了 甚至头被磕了一个口子 竟然流血了 鲜红的血顺着暖暖的脑袋往下流 暖暖 暖暖妹妹 于田跟寒川川几人 惊恐地上前围住暖暖 而艳志 则是一脸阴质地 看着推暖暖下楼的宋保 然后二话不说 上前就要把人给推下去 宋保看见了他 原本还很强硬的脸上 这会在看到暖暖脑袋上的鲜血的时候 瞬间慌张了 我 我 我就是闹着玩的 宋保结结巴巴地解释道 大 大哥 我们不用怕他 旁边的曹吉咽了咽口水 故作淡定地说着 是吗 那我也跟你们闹着玩好了 他一步步逼近 上面的两人一步步后退 只是这边幼儿园的滑梯 也就比一般的滑梯大一些 上面的空间也根本没多少 在艳志踏上了最后一阶台阶之后 几人往后退 根本没位置了 曹吉一个踩空 直接摔下去了 不过好在 他及时抓住了旁边的把手 所以摔下去 并没有暖暖那种 毫不设防的严重 而艳志已经看到 老师都往这边来了 他闭了闭眼 看着面前曾经欺负自己的人 双拳紧握 随即上前一把把人给扑倒 直接坐在人家的身上 小拳头一拳一拳地 往他身上招呼去 这次不是跟上次一样的不打脸 他专门往脸上的地方打去 没一会就把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学校的老师都来了 有人上前把艳志拉开 而暖暖这边 已经先一步被抱着去了医护室 艳志见暖暖被人抱走了 站起身 拍了拍自己身上的灰尘 随即不理会宋宝的哀嚎 自顾自跟在了老师后面 学校这边也第一时间通知了家长 当初办手续的时候 是留的江正的号码 这回正在喝茶的江正 一听到自己闺女在学校受伤了 二话不说就往学校去了 而暖暖被抱起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迷糊的 看到滴在自己身上鲜红色的血 暖暖还有些猛地摸了一把 随后放在自己嘴边填了填 铁锈的味道 而抱着暖暖的老师 看到暖暖这么呆愣的样子 心里已经开始咯噔了 脚下的脚步都快了几分 于田在旁边都快急哭了 呜呜呜 早知道我就跟着暖暖一起上去了 要推推我就好了 摔坏脑子也没事 听到于田说的这些话的老师 脚下差点一个亮呛 这说的都是什么话呀 结果于田还没停下 在旁边叙叙叨叨的 反正我这个脑子我也不想要了 呜呜 于田 暖暖会没事的 你别哭了 后面跟上来的秦天朗 没忍住开口安慰道 几人迈着小短腿 跟上老师到了医务室 人还没到 里面的医生 先是被几个孩子的哭嚎声 给吓到了 忙出门 想看谈是什么情况 结果就看到了 老师抱着一头是血的孩子 走了进来 哎呦 这是咋了 快快放床上 医生瞬间进入状态 随即拿上工具 开始给暖暖检查 第227章 被人暗算还不忘摇人 暖暖这回似乎才感觉到 自己脑瓜子疼 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老师这才发觉不对劲 刚才他抱着暖暖 一路过来的时候 可是都没有听到暖暖哭一声 结果这刚躺在床上 暖暖竟然哭了 这时才反应过来 完了完了 刚才原本是有老师看着的 无奈其中结说 自己裤子弄湿了 硬是拉着他去换裤子 结果这才转身的功夫 孩子就出事了 这跟家长真的不知道 怎么解释好了 还有看着暖暖现在这模样 瞧着不大对劲啊 打120了吗 男老师出去看着花花老师问道 嗯 打了打了 这情况 还是需要去医院系统检查一下 孩子的脑袋 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乖哈 不会痛的 医生叔叔帮你检查一下 邱医生一脸温和地 朝着暖暖说道 一边安慰 一边查看了伤口 好在伤口不大 就是身上擦破了点皮 小家伙的皮肤很白 乍一看 有些触目惊心的 先把鞋给止住了 又处理了一下身上的伤口 暖暖这会 还有些戳戳耶耶的 太生气了 那帮人竟然暗算自己 趁着他没注意的时候 就把他推下去 他都还没来得及摇人呢 呜呜呜呜 暖暖越想越委屈 又想哭了 眼泪在眼眶里要掉不掉的 看起来可怜极了 而于田在医生处理伤口的时候 一直跟在身边 叙叙叨叨的 医生叔叔 你轻点 哎呀 呼呼呼呼呼 说着还不忘给暖暖的伤口呼呼 而秦天朗皱着眉 看着暖暖呆愣的表情 一副大受打击的样子 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了 觉得是自己没有保护好妹妹 又担心暖暖脑子真的磕坏了 有些忧心忡忡地站在旁边 胭脂后面赶过来的 看到暖暖身上的伤口 眼泪都想掉下来了 他想说对不起 到那时这回什么话都说不出口 就像是被什么卡住了喉咙一般 邱医生还在处理伤口 外面又传来了哀嚎的声音 邱医生的眼皮跳了跳 另外的医生也出来了 忙去看另外一边送保的情况 看着原本壮实的送保 这会被揍得鼻青脸肿的 牙齿似乎还掉了一颗 呼了一脸的血 看着有些恐怖 不过作为医生的职责 还是上前询问了一下情况 随后帮忙把伤口给处理了一下 得知这个伤口 是另外一个五岁的孩子打的时候 他的视线看向站在一旁的验肢 没想到这孩子看起来这么小 力气这么大 看把人给揍的 估计妈来了都有些不认识了 暖暖心里一直想着摇人 有些不甘心 趁着医生帮自己处理腿上的伤口 暖暖直接按了按手表 准备打电话摇哥哥 原本只是想哥哥来给自己撑场子的 结果电话一接通 听到了江琪的声音 暖暖瞬间就委屈了起来 喂 哥哥 暖暖的声音带着哭腔 那边的江琪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 暖暖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哥哥现在马上就过去 哇 哥 哥哥 我 我都还没 没要人就被他们推 推下去了 暖暖 暖暖真是越想越委屈 后面直接哭了出来 江琪心都揪起来了 一边安慰 一边往幼儿园那边跑去 就连老师 在后面气急败坏的声音 都选择性忽略了 江琪从来不知道 自己能跑这么快 一想到自己的妹妹被人推下去 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 脚下的步伐就更快了 甚至还能一边掏出手机打电话 找大人来撑场子 家里要说谁厉害 那就是刑警的三哥了 于是二话不说 江琪打电话给了江志 小琪 你这会不是在上课吗 怎么打给三哥了 那边江志还有些奇怪呢 就听到电话这头呼呼的风声 还有江琪气喘吁吁的声音 三哥 暖暖 暖暖被人欺负 你快来学校 给暖暖撑场子 江琪一边跑一边说话 感觉自己都快差气了 但还是快速地把情况 跟江志说了一声 行 你等会 我马上来 江志二话不说挂了电话 直接开车往明德幼儿园这边来 江琪这边已经到了幼儿园 直接找到了医务室的方向 结果就在门口看到了自己爸爸 爸爸 江琪喘着气喊了声 前面的江正看到江琪 忙问道 小琪 你怎么也来了 妹妹给我打个电话 走走走 先进去看看 江正这回也没说太多 自己宝贝闺女正在里面呢 所以直接扯着江琪 就往医务室走去 走近了 还能听到里面哀嚎的声音 还有暖暖气鼓鼓的教训声 你这种背后暗算你 你不讲武德 你没有道德 你这种小孩 以后是要遭到社会的毒打的 暖暖瞧着 已经没什么事情了 这回嘴巴巴巴的 还会开始骂人了 你 佛该 宋宝露了一颗门牙的 有些漏风的说着 哼 我不跟没有道德的人说话 会气 暖暖说着 轻哼了一声 直接背过身了 暖暖妹妹 你脑子生是坏了 于田上前一脸关切 就想上前摸摸暖暖的脑袋 田田姐姐 我没事 我脑子好着呢 这边两人突然一副 姐妹情深的样子 只把屋里的姐人给看不懂了 江正就是这回进来的 看到躺在床上的小人 衣服上还有未干涸的血迹 看起来有些冲目惊心 还有身上的伤口 因为涂上了药水 不知道还以为身上 受了多严重的伤一般 暖暖 江齐直接跑到床边 看着脸色有些苍白的暖暖 暖暖 跟爸爸说 还有哪里难受的 江正也走上前关切问道 哥哥 爸爸 暖暖一脸惊喜地 看着父子两人 就像是看到了 给自己撑腰的人来了一般 朝着对面床的宋宝 气呼呼地哼了一声 宋宝看到暖暖的家长都来了 明显心虚了 这回躺在床上直接装死 第228章 恶人先告状 医生 暖暖现在什么情况 看到暖暖头上 还包上了纱布 江正先是询问了一下原因 这个伤口不大 就是身上多处磕碰到了 脑袋的话 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脑部的CT 看看会不会脑震荡之类的 邱医生见家长来了 忙把情况跟人家说了一遍 刚才在门口听到暖暖气呼呼骂人的声音 想来应该没什么大碍 但一会还是要去检查一下的 就在他抱着暖暖要去医院的时候 外面的救护车的声音也响起了 伴随而来的 还有女人尖锐的声音 我家小宝呢 小宝 妈妈来了 女人的声音有远极近 没一会 身影就出现在了医护室的门口 等到看到躺在床上的儿子 还以为儿子是被人打得直接起不来了 哎好一声 哭着扑了过去 小宝 小宝 这是怎么了 女人这哭声听着 特别像是她儿子已经不在了一样 阿姨 你好像在哭丧啊 暖暖看着旁边哭得不能自己的阿姨 特别像自己在村子里听的一样 主要是这个阿姨还没有眼泪 演技不太行 女人的声音瞬间戛然而止 怒目瞪了一眼旁边的小孩 虽然眼前这个小姑娘长相很可爱 但是她下意识地就不喜欢 正准备开口大骂的 结果就看到了站在一旁的江正 看着气质一看 就不是好惹的 女人还是很有眼力劲的 这回宋宝看到她妈来了 马上扑到了她妈的身上 呜呜地哭着 暖暖看着都不由摇头 看吧 还不如一个三岁的孩子呢 起码自己就没跟她那样 像是还没断奶的孩子一样 小宝啊 你跟妈妈说说 是谁欺负你 妈妈肯定给你做主 宋宝妈妈寒秋 一脸心疼地摸了摸自己儿子 宋宝本来就是自己做错事情 这会更加不可能 大喇喇地跟自己亲妈说 是自己先动手 把人给推下去的 也是就一直哭 啥话也没说 呜呜呜 那个 宋宝妈妈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孩子们都在游乐园那边玩 结果送饱小朋友 就直接把暖暖 从滑梯上给推下来了 刚开始送暖暖 到医务室的壮壮老师 先开口解释了一句 只是无奈 寒秋根本就不听 谁知道你们老师 是不是跟那边的人 串通好来污蔑我们家小宝的 那样子 显然是不相信自己儿子 会干出那种事情 阿姨 你没看见你儿子心血都不敢说话了吗 暖暖突然轻声开口 寒秋被他说的异议 你这孩子 谁知道你是不是自己摔下来 然后污蔑我们小宝的 好家伙 这下直接是暖暖自己摔下来了 反正就是他家宝贝儿子 是什么错都没有 暖暖那叫一个气呀 恨不得站起来跟人家干一架呢 结果 江振安抚地拍了拍暖暖的肩膀 暖暖 乖 交给爸爸 咱们不要生气 先好好休息一下 以后再带你去医院检查 被爸爸这么一说 暖暖果然很听话地躺下了 江琪在旁边帮他噎了噎被子 谢谢哥哥 暖暖甜甜说道 这位女士 我相信您儿子是什么德性 您做家长的再清楚不过了 如果您还不相信的话 可以 幼儿园都是有监控的 我们一看监控就真相大白了 江振淡笑着看着对方 跟对方的气急败坏 大声嚷嚷 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场的医生跟老师看着 这家庭素养 跟个人的素质高下立线 哦 对了 忘了提醒你 我们这边保留追究孩子 责任的权利 别把孩子小当挡箭牌 韩秋也不是没有脑子的人 这些人 在上流社会浸染 当然知道 有些人真的是自己惹不起的 但是一方面 又觉得自己儿子 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是江暖暖他们先欺负我们的 这回 突然躺在床上的宋宝 突然开口了 小宝 你说是他们先动手的 对 就是江暖暖先打的我们 没错 我们只是报仇而已 其中杰跟曹吉 连忙附和 刚才的惊恐不安 再见到有家长给撑腰了 瞬间腰板都挺直了 韩秋一听见儿子 还有几个小朋友都这么说 瞬间眼睛就亮了起来 以为自己可以站在 道德的制高点 指责对方了 见宋宝点了点头 韩秋瞬间来劲了 好啊 我就说 我儿子不是那种 无缘无故 欺负小朋友的人 就是你们家孩子 先欺负我们的 江正丝毫不慌 哦 你是说我闺女这么小 还能打一个 比他大两岁的男孩 江正有条不紊地分析着 那你倒是说说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是不是还有别人看见了 你的伤口呢 既然被打了 怎么不跟老师说呢 江正调理清晰的几个问题 直接把对面母子 给问愣住了 就 就是昨天 把我们带去没人的角落 他们几人一起打的 我 我给你看 都淤青了 宋宝结结巴巴的 急于证明自己 而站在暖暖病床边的 韩川川 跟于田几人都很紧张 生怕自己 昨天打人的事情被发现了 他们也看出来了 要是他们先打人的话 那就没有理了 也不知道 是不是要赔很多钱 韩川川有些肉疼地想着 燕芝心里也有些紧张的 但是看到床上一脸淡定的暖暖 他莫名地也平静了下来 结果 缺间送保鲜胎衣服 里面哪里有淤青什么的 有的也只是今天被燕芝 打的一点伤口 但是韩秋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个伤口 就是被他们打的 好啊 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你们家孩子先打人的 现在到好了 人先告状了是吧 那说话的气势 恨不得指着江政 他们一行人骂了 你们不是一起被打的吗 伤口呢 江政看向另外两个男孩 有的 我的伤口现在还痛着呢 都是姜暖暖他们 吓得力气可大了 其中杰跟曹吉瞬间来劲了 一边掀开自己的衣服 还不忘给暖暖他们家罪行 今天明明还痛着的 郁青肯定很严重 看他们这会怎么狡辩 第二百二十九章 爸爸 我可以狡辩啊 却没想到 这两人掀开衣服 哪里还有什么伤口 燕芝惊讶地看了一眼暖暖 就见暖暖朝着他们 俏皮地眨了眨眼 他瞬间明白了过来 宋宝身上的是我打的 根本就不是我们 昨天打的 你少诬陷我们 都是因为你把暖暖妹妹 推下去 我才打你的 活该 燕芝站出来 两颊气鼓鼓地 朝着宋宝怒道 确实 孩子身上是刚才才有的余青 邱医生都看不下去了 出来解释道 我儿子是不会说话的 就是你们串通来骗我的 江正明明说得很明白了 结果发现 跟着这种人 真的没办法解释 于是叹了口气 暖暖 走 爸爸先带你去医院看看 我儿子也要去医院 必须验伤 这个事情 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寒秋不甘示弱 凭什么同样受伤 人家还大张旗鼓去医院 不就是想要讹他们家吗 没说不让你去啊 旁边的于田看了一眼 这些很多的阿姨 美好气发了白眼 随后跟着暖暖爸爸 一起出去了 被一个孩子说得一噎 江正这边 已经跟学校的园长说了 不坐救护车 自己开车 带着孩子们出去 园长也只能 点头答应了下来 几人出去外面 正巧江志的车 也开到了幼儿园门口 三叔 暖暖 江志单手撑着门框 朝着他们这边喊道 三哥 你来了 江齐惊喜地说道 而且也不知道是有意无意 江志今天开的车子 就是刑警出任务的车子 那酷炫的造型 寒川川几个孩子 先是挖了一声 暖暖的哥哥好酷 嗯 暖暖这没什么事情吧 江志关心问道 暖暖这回正想回答 结果就听到江齐 扯了扯他的衣服 轻声说道 妹妹 你这个时候要装虚弱 哦哦哦 好的 暖暖瞬间在自己爸爸怀里 找了舒服的姿势趴好了 还真的虚弱得安安静静 江正 没什么事情 我们这回正想去医院呢 江正说着 就抱着暖暖先上了车 随后 看像跟在自己身后的几个小萝卜头 正想开口让孩子们先进去的 结果就听到燕芝开口说道 江叔叔 我也受伤了 我也要看看 我保证乖乖听话 说着 直接钻进后车座 那动作简直行云流水 半点看不出 是这么胖的孩子会做出来的 而于田 就更加自来熟了 叔叔 我们保证不添乱 说着 竟然直接往江志那辆炫酷的 那辆越野车 江志 这几个孩子 还真是半点都不客气 不过 看在是暖暖的好朋友的份上 还是没说什么 江骑这回已经爬上了 副驾驶的位置坐好了 见如此 江正只能带着一群孩子去医院了 走吧 去老二的医院 江正说着就上车了 江志紧随其后 而后面带着孩子出来的寒丘 看着从自己身边过去的车 心里没来由的慌了 江正开的车子倒是一般 但是这个车牌号明显不一般啊 越想心里越没底 这不会真的一不小心 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吧 不该再看到自己同样受伤的儿子 又觉得不太可能 要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能在这边上幼儿园 路上的时候 江正还是给燕汁的亲爸打了电话 原本已经赶来的燕文县 马上调转了车头 往私立医院那边去 江正一边开车 一边看着后面规规矩矩 坐着的两个孩子 严肃问道 这下可以说了吧 什么情况啊 江其别过脸看着窗外 就是不看他吧 暖暖心虚地低下了头 一副恨不得人家看不见他的样子 最后还是燕汁出来解释了 叔叔 不怪暖暖 暖暖他们是想为我报仇 之前那个宋宝他们一直欺负我 暖暖才想去教训他们 昨天是我们把人给打了的 所以他们才会对暖暖怀恨在心 燕汁说着 一脸歉意地看向暖暖 暖暖妹妹 对不起 是我连累你了 嗨 燕汁哥哥 为兄弟两肋插刀 这都是洒洒水了 暖暖一脸豪迈地说着 结果抬头就看到自己爸爸 目光灼灼地看着自己 暖暖 Omega 嘿嘿 爸爸 暖暖讨好的喊了江正一声 别卖萌 我跟你说 没用的 江正别过脸 正巧绿灯了 他只能先开车 结果却没想到 暖暖突然开口说道 爸爸 暖暖这是为兄弟两肋插刀 这是很仗义的 哥哥都说了 下次要打架 记得摇人 暖暖不知觉中 直接把亲哥给卖了 江齐 他就知道 是 突然一声刹车声响起 江正干脆找了个地方 靠边把车子先停下了 一脸狐疑地问道 江齐 摇人是什么意思 摇人就是打电话给他 我们找帮手啊 暖暖无辜地说着 江正的脸都黑如锅底了 旁边的江齐 已经恨不得马上下车了 这个妹妹 这是什么话 都能往外说的吗 江齐 你来给爸爸我解释一下 爸爸 我可以狡辩 我可以解释的 江齐弱弱地说道 行 你解释吧 我先听听 省得我一会开车又要停下 主要是暖暖解释不明白 为了不让他受欺负 我只能说让他下次要是打架的时候 我去吓唬吓唬人家 不是真的要打架的 江齐忙自证清白 所以 暖暖昨天跟人打架的事情 你是知情者 这下 江齐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爸爸 如果我说是暖暖 自己交代的 你信吗 信 怎么不信呢 自己的小闺女哦 真是令人操心 见问不出什么事情了 江正又重新启动了车子 这件事 我们后面再算账 车子开动之前 江正说了这话 江齐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吧 不是都解释了吗 咋还过不去了是吧 一行人到了医院 先是给暖暖做了个脑部的检查 有轻微脑震荡 需要留院观察 还需要打一针破伤风 一听到要打针 暖暖的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一般 但是随即而来的 就是有些晕乎乎 小祖宗啊 别摇脑袋了 你不晕啊 江正美好气地拍了拍暖暖的屁股 暖暖瞬间委屈地要爸爸抱抱 爸爸 晕 还晕真 但是自己这么多小伙伴 都在这看着自己 他怎么都说不出那句 自己害怕打针的话 当老大也是想要面子的 第二百三十章 小趴菜啊 地理黄啊 难得看见闺女这么黏自己 江正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了 上前把人抱着 轻声哄道 暖暖 他在爸爸的肩膀上 突然凑进了他的耳边 轻声说道 爸爸 我们商量一个事情好不好 啊 什么事情 果然 小苗突如其来的黏人 肯定是有目的的 就 就是 爸爸 暖暖能不能不打针啊 暖暖的声音 更低了几分 哦 原来暖暖害怕打针啊 江正这话说得很大声 燕之跟于田都看了过来 被他这么大喇喇地说出来 暖暖有些下不来台 爸爸 你怎么这么大声说出来了 暖暖美好气地 拍了拍爸爸的肩膀 一边极力挽回自己的形象 没 没有 没有 我才不怕打针呢 江正强忍着笑意 哦 这样啊 那就好 刚才可能是爸爸听错了 暖暖 哦哦 这下 是逼上梁山了 不打也得打了 江然听到暖暖出事了 忙往这边赶 暖暖脑部检查 已经出来了 还有一针破伤风 没打 江然想了想 扶了一下自己的边框眼镜 朝着暖暖温声说道 暖暖 二哥帮你打针好不好 你放心 不会痛的 说着 直接让给暖暖打针的护士离开了 自己接替上了人家的位置 暖暖这回脸上的表情 已经要哭不哭的了 整个人委屈得不行 江正怕自己再这么下去会心软 干脆抱着人就坐下了 扒拉了暖暖半天的裤子 都扒拉不下来 结果一看 暖暖的小手 正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小裤子 一脸宁死不从的济世感 江正美好气地低头 就看到小团子委屈巴巴的眼神 没事 爸爸看着呢 一点都不疼 亲爹不走心地安慰道 江其几个小孩子 趴在门口看着 暖暖妹妹加油 这是于田的加油打气声 没事的暖暖 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 这是亲哥江其说的 暖暖回头 那这几人得意的嘴脸都记下了 直接钻进了亲爹的怀里 江然这下扒拉裤子扒拉下来了 呜呜 二哥 我是你亲妹子 你可要清点哈 暖暖含糊的声音 在江正怀里响起 江然有些忍俊不禁 好 二哥知道了 二哥肯定会轻轻的 他连连保证道 暖暖感受到了酒精擦拭的 知道针头马上就要扎进来了 整个人的身体都紧绷着的 江然的针还没下呢 结果暖暖就先哭了起来 一边哭还一边唱起了歌 呜呜小趴菜呀 地里黄啊才三岁呀 要打针啊 阿爸 阿爸 巴阿爸 阿爸 巴巴巴巴巴疼啊 暖暖在江正怀里 哭得那叫一个撕心裂肺呀 好了 你看 很快的吧 江正帮他按着棉签 轻声哄道 呜呜 二哥 我恨你 暖暖 泪眼朦胧地看着江然 好像江然做了什么 对不起他的事情一般 好了好了 二哥 跟你道歉好了吧 江然忙轻声哄道 他却不知道 就是因为这次打针的事情 针让暖暖记仇了许久 暖暖打了一针之后 在外面几人进来的时候 已经把眼泪给擦掉了 只是眼圈有些红红的 生无可恋地躺在病床上 于田在旁边关心他 暖暖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 打针也不过如此 哇 暖暖你好勇敢啊 我就不行了 我害怕 放心 很快的 根本就不疼 暖暖还在旁边安慰道 老父亲看着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只有不停抽搐的眼角 招视着他有多无语 他不会天真的以为 刚才自己打针的样子 没有被人看到吧 也就是几人没有拆穿他罢了 这小团子 自欺欺人还真有一套 不过江正也没打算拆穿他 摸了摸他的脑袋 这才打了电话去了家里 不打也会放学了 他媳妇去学校接孩子 一样会知道的 于是接到电话的沈锦然 又忙带着老爷子 两口子前往了医院来 这怎么回事 暖暖这才去学校几天啊 怎么会跟人打起架来呢 你说是不是有人欺负 我们家暖暖啊 老夫人忧心忡忡地问道 妈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只说是暖暖 是被人从滑梯上推下来的 现在在医院 有些脑震荡 对了 我先去收拾下暖暖的衣服 沈锦然一边说着 一边跑上楼 准备去把暖暖的衣物 给收拾几件去医院 好好好 你快去 老谭啊 赶紧备车 还有让厨房弄点汤 晚点送到医院给暖暖 还有弄点营养的 别太油腻了哈 老夫人这边也忙交代着 一家人就这么 风风火火地往医院去了 燕芝也被带去处理了伤口 没多大的事情 就是打人的时候 不小心磕碰到了 之后 燕文献也来了 在简单了解了一下 事情的经过之后 就拉着儿子去旁边了 他直觉这里面肯定还有什么 他们当父母的不知道的事情 燕芝 你跟爸爸说说 之前他们是不是经常欺负你们 燕芝搭拉着脑袋 不说话 燕文献看着面前 越发沉默的儿子 叹了口气 把他拉到自己身边 亲声问道 爸爸知道 之前我们关心你太少了 以为能给你好的物质生活就可以了 但是后面才发现 你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的关心 你在学校是不是受了欺负 不敢告诉爸爸妈妈呀 他耐心地引导着 只是话刚说完 啪哒一声 一滴眼泪就滴在了他的手背上 原本拉着燕芝的手 突然僵住了 真的欺负你了 原本燕文献 还以为只是孩子的小打小闹 但是现在看来 似乎并不是这样的 就见燕芝威 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要不是燕文献一直关注着儿子 都几乎要看不出他这个动作 他瞬间就弄火中烧了 你跟爸爸说 怎么欺负你的 算了 这件事情交给爸爸 燕文献 恨不得立马起身 去找那帮孩子算账 但是现在不是时候 原本想问怎么欺负的 但是现在问这些 无疑是在孩子的伤口上撒盐 他想了想 还是不打算问了 却没想到 燕芝突然拉住了他 第231章 护哥哥 爸爸不用去了 我已经教训了他们了 昨天加上 今天把人都揍了一顿 燕芝觉得心情很畅快 以前的自己不知道反抗 但是现在反抗了才发现 其实敌人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强大 无形中 把他曾经的创伤给治愈了 他也知道 这件事情说起来 真要细究的话 没那么容易找到证据 就算是找到证据了 人家就是小孩子 根本定不了罪 与其这样 还不如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但是就这么放过人家 也不可能 暗地里能使得招多着呢 不一定要摆在明面上 不得不说 经过了这一遭的事情之后 燕芝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成长的 只是这些话 他不会跟他爸解释 也不会跟暖暖说 他想靠着自己 而这些燕文献并不知道 他只以为儿子是心软 想说什么吧 但是对一个五岁的孩子 实在说不出太重的话 最终只能悠悠叹气 心里却在想着 自己找个机会 跟那几家人算账 不是没时间管教儿子吗 那就干脆在家 好好管教管教儿子吧 不得不说 两父子在某些事情上的做法 还真是出奇的相似 两人明面上就这么简单的 把事情给接过去了 但是江家那边 显然没有打算这么简单 就放过人家 都说小叔不休不直溜 还这么小就这么恶毒 还真得让这家常常常记性 江正这么想着 江至这边 已经把其他三个孩子的家庭 都给扒光了 别说 这里面还有些挺精彩的呢 就说那个宋宝 还有宋宝他妈 哎哟 这还不是明媚证据的呢 难怪这么嚣张 也不知道宋宝他爸 知不知道自己的女人 在外面做的事情 不过他只负责调查 至于后面什么样 他暂时不管 怎么找人家算账 还要家里人 坐下一起 商量商量才行 很快 沈济然推着老夫人 也到了医院 一到病房 就看到暖暖身 无可恋地躺着 虽然换了一身衣服的 但是头上还包扎着呢 老夫人那叫一个心疼啊 几人连翻上阵关心 暖暖一看到 爷爷奶的妈妈都来了 亲热地喊着人 那黏糊的劲儿 真是让人瞧着越发心疼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好端端地摔下来了 是不是学校里面 被人欺负了 老夫人恋爱地摸了摸 暖暖的小脑袋 奶奶 我是被人按算的 要不然以我的功夫 肯定把人给打趴下 暖暖说着 还握了握拳头 气鼓鼓地说着 好好好 我们暖暖厉害 你说着好端端的 怎么还推人呢 这孩子的家长呢 奶奶非得找人家 好好说道说道 就是 这是什么孩子啊 神竟然没想到 这件事情是这样 在旁边也是一份填膺地说道 嗨嗨 爸妈 媳妇 这件事情呢 说来话长 主要是将正简单地 把事情给说了一遍 屋里的几人 就跟听故事一样 都觉得晕乎乎的 这达了人 还没被人发现 但是被人记仇上了 所以才有今天的事情 而且小家伙 还有有谋地计划 怎么把人 骗到没有监控的地方 去打人 这可真是出息啊 神竟然突然眼神 看向一旁的江琪 江琪 是不是知情者 妈 你听我 是不是 是 江琪低着头 十分诚实地承认了 你们这两兄妹 现在厉害了哈 都合起伙 来骗家里人了 还学会打架了是吧 要不是暖暖这回 还躺在床上呢 神竟然真要好好 教训一下这俩孩子 哎呀 暖暖突然惊呼出声 一下子就把众人的视线 都给吸引了过去 这是怎么了 甚至脑袋又晕了 神竟然瞬间 把教训孩子们的事情 掏到了脑后 忙上前想看看 暖暖的脑袋 对对对 晕晕的 暖暖故作虚弱地躺下了 还不忘朝着江琪 眨了眨眼睛 得 这下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这妹妹嫌弃归嫌弃 关键时候 妹妹还是像了她这一大哥的 江琪心里 美滋滋地想着 把暖暖扶着躺下之后 神竟然也没再提 刚才的事情了 于田的家里人 也都到了医院 来接孩子回家了 于田一脸不放心地 跟暖暖告别 走的时候 还不忘交代道 暖暖 你要好好休息 好好吃饭 要听话知道吗 我明天再来医院看你哈 说着不舍地 朝着暖暖挥了挥手 其他人都回去之后 剩下江家一行人了 老夫人最后想了想 还是说道 我想 还是把暖暖 送到另外一个幼儿园吧 远就远一点 大不了咱们在那边 再买套别墅的了 之前就是因为明德斯里 距离他们家也近 加上口碑什么的都还不错 这才选择的那个地方 结果现在看来 这个管理上 还是存在着很大的漏洞的 孩子再继续在这个学校里边 家长们也不放心了 江正跟沈锦然夫妻 也是这么想的 行 妈 这件事情 我们回去再讨论 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你们先回去吧 这孩子由我们夫妻两人 照顾就行了 江正说着 就让两位老人先回去 这在医院照顾暖暖的事情 也不用太多人 本来他还想叫沈锦然 也一起回去的 无奈自家媳妇 说什么都不肯 那没办法 只能留下了 我也留下 江齐举手说道 回去回去 你在这能帮上什么忙啊 医院休息不好的 回家去 明天乖乖上学 放学了再来看你妹妹 江正说了好大一通话 这才把自家儿子给赶走了 那我们走了哈 晚点谈书会送菜过来 你们不用自己买了 知道了吗 把一行人都送走之后 这剩下的就只有江正一家三口了 怎么样 还晕不 暖暖摇了摇头 摇了一半停下了 还真有点晕乎 傻孩子 还维护你哥哥呀 沈锦然宠溺地刮了刮他的小鼻子 暖暖心虚地吐了吐舌头 没想到自己还是被看出来了 行了 爸爸妈妈都在这呢 你休息一会哈 暖暖点了点头 马上就闭上眼睛 没一会就睡着了 沈锦然去打了水 给暖暖擦了擦脸 还有身上 看到孩子身上的伤口 都心疼半天 第232章 集体换学校 不行 这明天还真得找人家算账去 今天到医院 一门心思都在暖暖的身上 还真抽不出空去找人家算账 但是这账肯定是要算的 孩子能恶毒成这样 把一个比自己小的妹妹 给推下了滑梯 特别是在听到江正说的 那孩子的妈还是不讲理的 心里更加窝火了 行了 你先别气了 我已经叫小智去调查了 这到时候看了资料 再看看怎么打压人家最好 江正在旁边连忙安慰道 我知道了 见丈夫这么说 沈锦然也没打算掺和了 他心里有数的 暖暖是被香味给香醒的 睁开眼睛就看到妈妈正端着一碗汤呢 妈妈 暖暖轻声喊道 哎 你爸说的没错 这果然 吃得一来 你准醒 来 起来吧 我们先喝口汤补补身子 江正在旁边把暖暖扶了起来 感觉忙活了一下午 肚子已经空空的 暖暖很听话的 就把一碗汤给喝下去了 江正这边帮忙把家里带来的菜 都给搬了出来 来 吃饭吧 妈妈喂你 不用不用 暖暖可以搭 暖暖还是觉得自己大口吃饭最舒服了 于是自己拿着小勺子 大口大口地扒拉着饭 晚上是两口子在这看着暖暖 而回去的那几家人 刚才在医院的时候也简单地说了一下 想给孩子换学校的事情 这不 其他几家也是说好了 干脆就不去上学了 现在重新物色新的学校 当初大家都是想着贵族学校 不怀好意的人太多了 这才想着要去普通一点的私立学校 结果现在看来 还不如一开始就去贵族学校呢 其他这个管理上也更加完善 几个家长这么一合计也觉得行 于是这个事情也就这么决定了下来 燕文献带着儿子回去的时候 这才说起了燕之之前在学校的事情 金雪凌没想到 这孩子之前一直没说话 竟然还有这个因素在 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你别哭了 以后孩子看见了多不好 燕文献忙拿着纸巾 柔身哄道 我 我就是觉得我们之前太不关注孩子了 之前以为孩子是因为太胖了 才不爱说话 却没想到这种性格实在是太吃亏了 被人欺负了都不说 哎 这孩子 燕文献这个当父亲的 其实心里也是有些无力感 我们后面还是好好引导吧 这孩子还这么小 我们还有机会 要是实在不行 咱们也带燕之去看看心理医生 金雪凌沉吟了片刻之后 还是想出了这个办法 嗯 这段时间我也不出去了 多在家陪陪燕之 夫妻两人在这边讨论着事情 燕之去洗手回来的时候 燕文献就跟她说起了换学校的问题 暖暖妹妹会在吗 嗯 会的 暖暖的爸爸也准备给暖暖换个学校 到时候你们还是会一起上学的 那我没意见 主要是跟暖暖在一起 对于她来说 去哪里都没什么区别的 夫妻两人对视了一眼 最后只能无奈叹气 现在就是什么都依着孩子 只要孩子开心就好了 于是 这个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于田这边的情况 就截然不同了 她回去之后 甚至都拉着她妈妈一个劲地分享自己昨天的英勇事迹 于真越听 嘴角越抽搐了 这几个孩子真的要上天了 你们啊 胆子太大了 比你们大的小朋友都敢跟人家叫板 这有什么 我有暖暖 她可厉害了 得得得 人家厉害 你要不干脆去江家算了 真的可以吗 于真 原本只是随便说说的 结果自己闺女这兴奋的样子是怎么回事 就这么期待 妈妈 我真的可以去暖暖家里吗 我直接成暖暖的姐姐了 妈妈 你现在快把我送去暖暖家吧 于真 你这是多想离开 于真说着 美好气地拍了拍于田的脑袋 这小脑袋瓜子 一天天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最后在亲妈的镇压下 于田这才不敢说话 但是心里却还是忍不住付费 说送走的是你 打人的也是你 当小孩子 真是太难了 暖暖是睡了一觉起来之后 整个人又活过来了 暖暖啊 爸爸跟妈妈想问问你 给你换个幼儿园怎么样 可以啊 幼儿园有燕芝哥哥 还有于田姐姐他们吗 不出意外 暖暖跟燕芝问的问题 都是一样的 也是怕自己到了新学校 没有新的伙伴 这样的幼儿园生活 乐趣都会少一半的 放心吧 你的小伙伴们都会一起转学 到时候你们又有伴了 那就好 那我转 暖暖一听到人都到齐了 那就走呗 反正那边也没什么好留恋的 饭都不是很好吃 于是这个事情 孩子们都没意见 就这么定下来了 早上的时候 江燃来查房 想着看看暖暖的情况 结果小团子一看见他 直接把被子一盖 看都不看他 江燃摸了摸鼻子 得了 这下可把这小祖宗 给得罪惨了 那个 今天二哥不给你打针了 就看看 你脑瓜子好了没有 已经好了 暖暖中气十足的声音 在被子里响起 你让二哥看看 看二哥放心了 也好回去交差 江燃故意卖惨 说话也都是惨兮兮的 这不 刚说完 暖暖这边就已经心软了 马上就从被子里面出来 露出了个小脑袋 真的不打针 不打了 江燃无奈道 这小团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着胆子挺大 都敢跟人打架了 结果还怕打针 针似的 检查了一番 又询问了暖暖还晕不晕 确定没什么问题了 这才说到 现在看来好了不少 今天在观察下 要是没问题的话 就能出院回家养着了 江燃这话音刚落 结果暖暖马上睁着大眼睛 看着沈浸然 妈妈 二哥说我能出院了 第233章 冤架 冤架 是说没什么问题才能出院 现在继续观察下 好吧 暖暖还以为马上就能回去了呢 他不是很想在医院了 好无聊 他想回家去 只是很快 江正打了丰盛的早餐进来之后 暖暖的心情瞬间又好了起来 吃完早饭 于田跟燕芝都来医院了 因为商量好了要换学校 所以几个孩子干脆也没去学校了 直接休假在家 等到新学校找好之后 大家在一起去 于田不知道多高兴 这不 以前还喜欢睡懒觉的 这回听到是去医院看暖暖 马上就起来了 都不用别人催 而燕芝则是想着 暖暖这边会无聊 所以干脆带上他家的鹦鹉哈喽 一起来医院 于田先到的 一到就先问暖暖 身体咋样 脑子还好不好 确定暖暖没事之后 马上就爬上了床 跟暖暖靠在了一起 两人这感情 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 于真工作也忙 见于田一时半会的 也不会跟自己走 就先让他跟着暖暖玩 中午再来接他 于田忙摆了摆手 妈妈 你放心去吧 我有暖暖呢 有暖暖 所以妈妈也不要了 于真一脸无奈地看着这个闺女 跟沈锦然说了几句之后 也就起身离开了 他走了之后 燕芝也来了 不过还带上了另外一个好朋友 人味道声先至 暖暖 我来看你了 燕芝的声音从外面响起 带着一丝雀跃 燕芝哥哥 暖暖也喊道 燕子 燕子 你可长点心吧 燕子 燕芝 他这会还真的有点后悔 把这只八哥带出来了 你再叫我回去 就把你考了 燕芝狠狠地威胁了一句之后 哈喽瞬间不说话了 像个安纯一样 乖乖地站在燕芝的肩膀上 进了里面的病房 就看到暖暖很有精神地 跟于田坐在一起玩 心里也放心了下来 燕芝来了 阿姨 叔叔 我来看暖暖了 燕芝在大人面前 多少还有些羞涩 轻声喊了人之后 也坐到了床边 暖暖 你好点了吗 燕芝哥哥 我好很多了 我二哥说我今天没什么问题 就能出院了 暖暖兴奋地 都摇头晃脑了起来 哎 你别晃脑袋 一会又晕了 燕芝忙制止 暖暖总算是没在摇头晃脑了 沈锦然之前还担心 暖暖没有朋友 现在看到这么小的孩子 才多久的功夫 已经开始熟悉起来了 以后一起上学 也不用担心 孩子会在学校没有朋友之类的 心里也稍稍放心了一些 让几个孩子在病房里面玩 他去给孩子们洗水果去了 妈妈 你去吧 我们会很乖的 其他两人也点头附和道 江正去外面的套间 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了 屋里就只剩下了三个孩子 燕芝哥哥 你也上来 暖暖邀请燕芝上床 燕芝也很听话 脱了鞋子 就爬上了病床 三个人坐在病床上 又开始叽叽喳喳 说着什么 我妈妈说 要给我换学校呢 以后我们又可以做同学了 我想跟暖暖一起坐 于田说着 直接一把抱住了暖暖 我也要跟暖暖一起 说着学着于田的样子 也抱住了暖暖的另外一边胳膊 好好好 我们三个人一起坐 暖暖像是被后宫妃子们 争抢的香波波皇帝 脸上的笑容 要多荡漾 有多荡漾 人家也要 突兀的声音响起 众人齐齐把视线投在了 站在茶几上的八个 暖暖刚才选择性地忽略这只鸟 就是不想跟它说话 太气人了 说的话 都是自己不喜欢听的 结果没想到 人家又忍不住了 没有 暖暖气呼呼地朝哈喽看去 小气鬼 小气鬼 喝凉水 喝了凉水 你在叫 我让燕姿哥哥把你烤了吃 冤架 冤架 哈喽 说完直接被过身去了 暖暖也没理会那只鸟 继续说着他们的安排 现在我们学校还没有找好 等我出院了 你们都来我家里玩呀 好啊 我都跟我爸爸妈妈说了 要住你家旁边 他们还不肯 于田气鼓鼓地说着 燕姿抬头看了他一眼 看来想住在暖暖家旁边的人 不止自己一个人啊 这竞争还真有些激烈 要不你们住在我们家的庄园 不了不了 我妈妈说了 这都是给你哥哥娶媳妇用的房子 我们买下之后 你们哥哥就娶不到媳妇了 于田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暖暖一只半姐弟点了点头 好吧 不能耽误自己哥哥们娶媳妇 不过说到娶媳妇 暖暖记得 她还有个小婶婶来着 自己都没有见到过 于是想了想 暖暖拿起电话打给了姜道 姜道这边正在跟导演说想换衣服呢 这些盔甲 自从被暖暖告知 是地底下挖出来的 她每天穿着上戏 总是恨不得马上就给脱下来 那滋味 简直不想继续尝试了 而张导却是觉得 最近演技好了 快点演完 就不用花这一大笔钱了 所以一直在拖延 但是每天看着姜道的演技越来越好 张导心情也很乐呵 对于姜道这有些无理的要求 人家也都是笑呵呵地答应了下来 但是就是一直不给换 一来浪费钱 二来这个服装 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找到的 这个事情也就这么拖了下来 姜道又不好意思 直接跟人家说 这个是地底下的东西 可为难死她了 这不 暖暖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姜道正在跟张导周旋 看到暖暖的电话 忙接起了 暖暖啊 哎呀 小叔正想打电话给你呢 姜道接通之后 先来了个先下手围墙 本来是昨天下戏太晚了 到了十二点才知道 暖暖受伤了 睡觉前想着早上起来 第一时间打电话的 结果一大早忙起来 又给忘记了 这回接到暖暖的电话 她这才想起正式来 第234章 齐齐上门道歉 是吗 小叔想打电话给我干嘛呀 暖暖歪着脑袋 好奇地问道 嗨嗨 小叔是想问暖暖 身体好点了没有 明明暖暖没在身边 但是无端地 姜道还真有思思的心虚 哦 小叔你说这个呀 暖暖已经没事了 小叔 我是想问你 小婶在哪里呀 那边听到这话的姜道 差点一个亮腔 她现在怀疑 暖暖就是老夫人 派来催婚的卧底 要不然 为什么用这么软萌的语气 说出这么令人绝望的话语 嘿嘿 暖暖啊 小叔没用 现在还没找到 你小婶婶 虽然不想承认 但是她还是需要 面对这个现实 人生真是太艰难了 啊 还没找到吗 那小叔你是有点笨了 暖暖悠悠地叹了口气 话语中满是无奈 看来还是要暖暖出手 帮你找了 姜道则是以为 暖暖是想给自己找女朋友呢 这回想着哄孩子呢 于是顺势就答应了下来 好好好 那小叔的终身大事 就交给我们暖暖了 行吧 那小叔你好好赚奶粉钱 小侄子都要出生了 暖暖像个老父亲一样的交代道 姜道连连硬下 全然不知道 暖暖说的还是真的 她这回还傻乎乎地觉得 暖暖是开玩笑 要给自己找媳妇的 之前也说过不少这种类似的话 但是姜道不相信 而暖暖这边挂了电话之后 于田便凑上来 暖暖 你小叔怎么还要你帮忙找媳妇啊 哎 没办法 我小叔太忙了 要赚奶粉钱 又笨 这么久了都没找到我小婶婶 还是要我出手才行 我真是操碎了心呢 暖暖一赴 我承受了这个年纪 不该承受的压力 沈锦然洗了水果进来之后 就听到暖暖说的这句话 有些忍君不禁 小团子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现在这副样子 特别像是老婆子一样 好了 吃点水果吧 操心太多 是会变成小老太太的哦 一听到会变成小老太 暖暖当即二话不说 不想了 上前拿着叉子吃水果去了 结果这回房门突然被敲响了 进来的是学校的园长 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叫颜瑞华 不过是短短一个晚上而已 她眼底的黑眼圈又中了几分 看着床上的暖暖 带着歉意 江太太 我今天来主要是想跟暖暖 还有你们家长道个歉的 这个事情 确实是我们学校监管不到位 才会发生这种意外 颜瑞华看到 沈锦然就先对 昨天的事情表示抱歉 随后又说 要开除送保他们几人 随后 把带来的水果篮子 还有鲜花放在了桌上 这才看向暖暖 暖暖啊 身体好点了吗 你放心 园长阿姨 已经准备把送保他们几人 给开除了 她弯腰跟暖暖说话的时候 语气也是很温和的 但是暖暖却是歪着脑袋 看着她身上沾着的一点黑气 颜园长 我觉得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孩子不会再选择贵校了 原本也是看着贵校的口碑都还不错 加上跟江家距离比较近 这才选择的 结果没想到 还是三番两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你让我们当家长的 如何放心 再把孩子放在学校里面去 沈锦然还是忍不住开口说道 颜瑞华盲点头硬喝道 是是是 你有这方面的顾虑 我们也理解 但是这次确实是意外 孩子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了 后续暖暖的营养费 还有医疗费一系列的费用 我们学校都会全权承担 肯定不会推卸责任的 她的态度一直很好 也一直表明了 有错就改 反正就是沈锦然说什么 她马上就点头表示理解 随即看向了床上的三个孩子 暖暖 你们也很喜欢学校的对不对 却没想到 暖暖竟然想都不想 就摇了摇头 就连一旁看着的沈锦然 都有些吃惊了 这孩子 莫非学校还有别人欺负她不成 却没想到暖暖一本正经地说道 不喜欢 学校的菜不好吃 这下 屋里的两人都沉默了 沈锦然是知道暖暖的饭量的 而且 这孩子还不挑食 这回竟然难得说 学校的饭菜不好吃 严瑞华也没想到 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 她之前就听说了 这江家的孩子饭量大 之前还让人特意关照她 不能让孩子吃不饱 但是却没想到 竟然是学校食堂的饭不合胃口 这下 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反驳好 是吗 那 我回去就让他们改进一下 不用了 严院长 这件事情我们都商量好了 孩子 确实不太适合继续留在明德了 我们会重新为孩子挑选学校 不管严瑞华说什么 沈锦然的态度 都是很坚决的 不由让人有些挫败 正当她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 病房的门 再次被敲响了 这次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昨天还特别嚣张的 宋宝妈妈 韩秋 她昨天越想越不对劲 还是把电话打给了她老公 结果一问这个车牌 她丈夫直接激动地站起身了 你在哪里看到这个车牌的 这白底红字的 你看就是有来头的 而且 号码还这么特殊 按道理 寻常百姓是没有机会看到的 怎么了 老公 听到丈夫这么激动的声音 韩秋没来由地咯噔了一声 难不成真的大有来头 哎呀 这个据说是上面的车牌 特权你懂不懂 能开着车的人 这个权力嘖嘖 后面 电话那头的送人头 TOU 同音头 嘖嘖两声 那话语中的艳羡 让韩秋的心更加沉了下来 原本想跟丈夫告状的 这回也不敢开口了 毕竟自己的身份怎么来的 她当然知道 要是真的说了 估计 于是这个事情就暂时被瞒下来了 但是在自己儿子受伤住院了 宋人头气势汹汹的 就要找人算账 也是在这个时候 才瞒不住 韩秋只能把事情给说了 那也是后半夜的事情了 第235章 被亲生闺女韩小江 这一晚上 宋家的几人也没睡好 同时没睡好的 还有齐家 还有曹家 这不 早上一大早 就打听到了暖暖所在的病房 拿着礼品来探望了 韩秋即便是不乐意 但是在听到江家的事情之后 也知道自己这次闯祸了 只能低着头 上门来求原谅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 江家这种豪门 会不会原谅他们 还不一定 甚至是人家想要报复 那也像是捏蚂蚁一样 那么简单 他们只能态度诚恳地上门求 请求原谅 也希望江家能放过他们一马 只是 韩秋心里 多少是不甘心的 特别是在看到 沈锦然的时候 看着对方那么高贵 就气质淡然地坐在那里 都让人一不开目光 而自己呢 费尽心思爬上去的 结果现在出了事情 还是要低声下气来求人 韩秋的心里 别提多难受了 在他看来 暖暖也不过是个丫头骗子 而且就是磕到了 哪有这么金贵 大惊小怪的 但是现在 他不敢忤逆丈夫了 生怕自己一不小心 就把眼前的好日子给整没了 江正这回也处理好了事情 进了病房 在看到一病房的人的时候 脸色都不太好了 江先生 江太太 实在是不好意思 都是犬子不懂事 这不 我们今天特意带着孩子上门道歉了 还希望你们 大人不计小人过 宋人头一看到江正 就知道这人不简单 盲点头哈腰的道歉 快 给暖暖妹妹道歉 宋人头美好气地拍了一下宋宝 说是拍他脑袋 其实也没用多大的力气 暖暖妹妹 对不起 我不应该推你 宋宝被他爸打了这么一下 心里无比委屈 但是还记得妈妈说的话 要是不道歉 到时候爸爸也不要他了 这对一个孩子来说 是很有杀伤力的一句话 宋宝不敢不从 带着哭腔到完歉之后 心里觉得 自己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 宋先生 没关系的 江正依旧是那副淡笑的样子 语气也是淡淡的 给人感觉 就是如沐春风般的温暖 而宋人头还以为 人家是好说话的人 正高兴呢 是是是 要不说您大气呢 哎 这是也怪我们 我们当父母的 平时陪孩子的时间太少了 让孩子学习了一些恶习 你放心 之后我肯定会好好教孩子的 肯定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以后就跟着暖暖他们一起 友好共处 他越说越起劲 甚至都想到了 自己以后跟江家搭上扁 不说江正 就说江市的集团 人家从指甲缝里面露点东西 都够他们吃一辈子了 还没高兴多久呢 就听到江正继续说道 没关系 不是说没时间陪孩子吗 以后会有时间的 江正依旧是那副儒雅的样子 但是暖暖总感觉 爸爸像是笑里藏刀的那种人 这回 宋人头倒是听出不对劲啊 只是还没等他说什么 江正已经开始感人了 孩子这回脑袋还晕呼着 有什么事情 以后再说吧 对对对 瞧我 那就让孩子好好休息 我们就先走了 宋人头懊恼地拍了一下 自己的脑袋 随即乐呵呵地说道 就带着一家人出去了 颜瑞华也尴尬地点了点头出去了 只是心里总觉得 刚才那个江暖暖的爸爸 这笑容似乎有些不对劲 但是一是半会的 也说不上来 惹人烦的几人走了之后 暖暖看向江正 一本正经地问道 爸爸 你是小李飞刀吗 江正 为什么这么问 这回他已经卸下了 在外人面前的伪装 变成了妥妥的慈父 因为爸爸刚才笑里面藏刀啊 暖暖无辜地说着 哈哈哈哈哈哈 江正理解过来之后 直接哈哈大笑 一时间 病房里面都充斥着他的笑声 江正也没想到 这孩子这么敏锐地 察觉出他话里的意思 而且 笑里藏刀 这个成语用得很微妙 不错不错 我们暖暖真棒 现在都会成语了 那当然了 我还会小李飞刀 刀下留人 刀山火海 刀枪不入 江正 他被暖暖 这同言同语一说 这笑声就没停过 自己闺女 简直是个火宝 暖暖啊 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刀啊 枪啊的成语 沈锦然在旁边 看得眼皮直跳 这这这 闺女似乎真的有些暴力呀 哦 那暖暖还会拳打脚踢 踢天弄紧 上蹿下跳 沈锦然 算了 妈妈改天教你点别的成语 她已经放弃了 江正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实在是 自己闺女 好好的 怎么就说到被成语了 哎呀 暖暖啊 爸爸刚才确实是跟人家开玩笑的 不过爸爸不是小李飞刀哈 江正还是连忙纠正了一下暖暖 生怕暖暖又要说出让自己来一个小李飞刀这种话 我知道啦 暖暖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 江正一脸欣慰 结果就听到暖暖继续说道 爸爸是小江飞刀 哈哈哈哈哈哈 这次除了江正 其他人都笑趴下了 特别是沈锦然 笑得那叫一个花枝乱颤 不能自疑 小江 小江 被自己亲生闺女喊小江 哎呀笑死他了 江正 他真的想服饿了 这闺女 真的是漏风的棉袄 暖暖啊 爸爸不是嗨嗨 什么飞刀哈 好了 你跟小朋友好好玩玩吧 爸爸先出去忙了 江正说完就赶紧跑了 此时不跑 更待何时 再跟闺女说多几句 怕是会被他的同言同语给噎死 好的 爸爸你好好赚钱哈 暖暖朝他亲爸摆了摆手 沈锦然摸了摸自己眼角 笑出来的泪水 行吧 你们玩吧 说着自己 直接把刚才自己偷拍的那段视频 发到了群里 不能让他一个人笑 而于田刚才听到暖暖说了这么多成语 已经开始佩服了 暖暖 你好厉害呀 我都不会这么多成语 我只会七上八下 我还会鸡飞狗跳 暖暖得意地说着 我会鸡犬升天 燕之已经很努力 才想出一个鸡的成语 我会鸡鸡鸡鸡 于田也举手表示自己会成语 这种事情 坚决不能输的 第236章 准备出院了 那边坐在沙发上 刚缓了一会的沈锦然 这回听到孩子的成语大赛 笑得又连忙掏出手机录下来了 录到后面 这个手机整个都是在颤抖的 可见他憋笑 憋得有多难受 老夫人在家里 点开了群里的视频 在听到暖暖说的这么一段话之后 笑得整个心肝都在颤 还邀请老爷子一起来看 这小孙女简直就是个小火宝 小小的脑袋里面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东西 古灵精怪的 这个视频刚笑完 而媳妇的下一个视频又来了 看着几个孩子 在互相炫耀自己的成语 老夫人又是笑得停不下来 这后面的叽叽叽叽 是什么鬼 群里连续刷了好多个 哈哈大笑的表情包 之后 老夫人这才问起暖暖的情况 妈 暖暖现在没什么事情 还有小朋友来医院陪着她呢 小然说了 下午没什么问题就能出院了 那行 那我就不过去了 中午我让老谭打包饭菜过去 好 老夫人想了下 下午孩子们就回来了 干脆在家等着孩子了 毕竟现在腿脚也还不方便 中午的时候 于田直接打电话 让他妈不用来接他了 跟着暖暖他们一家一起吃饭 午饭之后 几个孩子又一起躺在床上睡觉了 于田如愿跟暖暖睡在一起 而燕之睡另外一个床 沈景然就在沙发上休息一下 等到暖暖睡醒的时候 医生又来检查了一遍 这次不是江然了 确定没什么大问题 几人这才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回家去了 暖暖一听到要回家 又开始蹦蹦跳跳了 暖暖 你别蹦 一会脑子都被你晃掉了 沈景然这次没开口呢 是于田先开口了 似乎是对暖暖的脑子 有很大的执念 生怕人家脑子一不小心就没了 暖暖 瞬间站好不敢乱蹦乱跳了 安安分分的 像个小淑女一样 沈景然看到小团子 这安静的样子 有些失笑 还真是一物降一物 看暖暖 这下老实了吧 于田这会比他这亲妈 还更像是老妈子一样 在暖暖身边交代着 他回去之后要做什么 暖暖整个人都是晕乎乎的 突然发现 田田姐姐好啰嗦呀 比唐僧还啰嗦 要多喝水 少在家里跑 我明天再去找你玩 你晚上回去要乖乖的哈 说着一脸宠溺的 摸了摸暖暖的脑袋 暖暖忍不住连连点头 呱噪 呱噪 安静了一早上的哈喽 这回又开始出来找存在感了 臭鸟 于田气鼓鼓的 上前就要去抓哈喽 结果人家灵活着呢 根本不给人家抓他的机会 在病房里面扑通着 硬是让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最后还是燕汁出马 哈喽这才安分下来 你以后的嘴巴 还是不要老实说话了 说的话没有一句是我爱听的 暖暖见哈喽 站在了燕汁的肩膀上 开口就先教育一下这鸟 宝贝 你真好看呀 真好看 暖暖 这八哥还会见风使舵 病房的几人又哈哈笑了起来 你说他说的话都不是他们爱听的吧 人家还会夸你好看 这八哥都成精了 暖暖的东西不多 简单收拾就能出院了 江正也把出院的手续都办好了 直接载着燕汁跟于田回家去 于田下车的时候 差点都要哭了 那泪眼婆娑的模样 活像是生离死别一样 向华在旁边都有些没眼看了 自家闺女 是真的半点淑女的形象都没有了 好了 跟暖暖说拜拜了 向华没忍住 开口打断道 爸爸 你别说话 我还有话要跟暖暖说 于田不满地看了一眼他爸 转头脸上的表情瞬间切换 要多温和 有多温和 暖暖你乖哈 我明天再去找你玩 说着乖巧的退开 然后朝着车上的人挥了挥手 嗯 田田姐姐拜拜 暖暖朝他挥了挥手 等看不见人之后 暖暖这才舒了一口气 田田姐姐 怎么比唐僧还啰嗦呢 田田这是关心你呢 沈锦然在旁边笑着说道 嗯嗯 妈妈 我知道的 就是 就是耳朵有些痒 暖暖有些不好意思笑笑 沈锦然 这边的榆田 终于送走了暖暖 等到车子都不见了 人呢 还站在原地舍不得走 行了 走吧 你这段时间休学在家 跟着爸爸好好学琴 学画画 向华一句话 瞬间让于田小朋友 回到了现实 看着他的眼神 都带着满满的控诉 爸爸 你37度的嘴 是怎么说出 这么冰冷的话的 说完一溜烟跑回家了 他坚信 只要我跑得快 爸爸就追不上我 只是这个想法 未免太过于天真 向华迈着大长腿 三两下就追上了 直接扛着人 就去琴房练琴了 于田 呜呜呜呜 暖暖这边回去之后 老夫人已经准备好了下午茶 等着他了 一看见暖暖下车 直接就把人拉进去了 快进来 奶奶已经给你准备好了糖水 你好好在家休息几天 等你妈妈把学校的事情处理好了 再去上学 我知道的 奶奶 暖暖一听到有好好吃的 这个眼睛都亮了 说话都带上了甜甜的笑意 奶奶 我明天邀请了我的好朋友 到家里来玩哦 是吗 那明天奶奶 给你们准备多点吃的 爷爷给你们钓鱼 姜老爷子在旁边说道 却没想到 这话音还没落下 暖暖就露出了一脸尴尬的表情 爷爷 咱们能换一种不 可是爷爷就只会钓鱼呀 难不成暖暖嫌弃爷爷了 老爷子装作一脸伤心的模样 没有没有 暖暖没有嫌弃爷爷 那爷爷你钓鱼吧 大不了明天让另外几人吃 他不吃 暖暖心里这么想着 老夫人狠狠瞪了一眼 恶趣味的老爷子一眼 随即无奈笑笑 看把小家伙给吓的 这以后都不爱吃鱼了怎么办 晚上的时候 暖暖照例打电话询问江志 第237章 三哥背着自己单独行动 三哥 你们要行动了吗 暖暖神秘兮兮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响起 江志没想到 暖暖竟然这么执着 原本以为小孩子不记事 多半过不了 几天就把这个事情给忘记了 却没想到 暖暖竟然还牢牢记着 甚至每天晚上都要打个电话过来 询问一下情况 根据这两天他们的观察 这伙人不仅谨慎 而且这干的够当 还挺大的 里面甚至还有一些高官的身影 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才一直不敢轻举妄动 这小家伙倒好 天天想着怎么去凑热呢 不过江志还是一样的话数 就是还没开始行动 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到 暖暖你放心 到时候行动了 三哥肯定会叫上你的 行吧 暖暖没想到 这么久了还没行动 于是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随后挂了电话 江队 打算什么时候行动 刚好这会有人进来 跟江志商量的 就是这次的行动问题 江志沉吟了片刻说道 再等等 我猜明晚 他们差不多要行动了 跟踪他们 江志说着 把自己面前的泡面给端起来 走 让三总队的先开个会 这边的计划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偏偏暖暖不知道 这回还在想着 到时候 要怎么帮三哥抓到这伙人 全然不知道 自己三哥早就打算 抛下他单独行动了 第二天早上 于田一早 就让于真开车 带他来暖暖的家里 于真看了一眼手表 这回才早上六点半 以前上学的时候 自家闺女到了八点 都不会起床的 结果现在六点半 自己就起来了 这回就连他这个亲妈 都不得不感叹 暖暖的魅力 真大 哎呀 妈妈 好了没有 我们快出发吧 于田跺了跺脚 催促道 你看看 这回才几点 你去了暖暖 估计都还没起来呢 哎呀 暖暖说了 他早上都会起来练功的 我现在去了 刚好可以跟他一起 顺便在他们家吃个早餐 感情 现在连在家里吃饭 都不想了是吧 最后在于田的软磨硬泡下 于真面无表情地 把车子开到了江家的门口 说明了来意之后 保安这才把门给打开了 到了主员的门口 于田直接自己先跳下车了 妈妈 我进去了 你晚上再来接我回家 不过不用接我也没事的 说完挥了挥手 人已经跑开了 于真只能赶紧下车跟在后面 于田知道暖暖平时练功的地点 熟门熟路的就找到人了 江奶奶 江爷爷 暖暖 我来了 于田乖巧地喊着人 脚下的脚步直接飞奔过去 一把抱住了暖暖 暖暖 我好想你呀 暖暖这才反应过来 抱住自己的是于田姐姐 田田姐姐 你好早呀 是吧 我今天可是放弃了睡回笼觉 早早就起来的呢 于田说着一副 你快夸夸我的表情 田田姐姐真棒 暖暖也配合着夸奖道 后面跟上来的于真 都不好意思了 上前跟两位老人打了招呼 我们家田田又要麻烦你们了 要是不听话 你们尽管说 这孩子 于真说着也很无奈 明明她跟丈夫 都不是那种跳脱的性格 结果也不知道 这孩子像谁了 不碍事 小孩子都是这样 没事 你放心吧 孩子在我们家 都有伴 于真又说了几句话之后 这才起身离开 这回看向自己女儿那边 已经跟着暖暖 有模有样地学起了扎马步 她扯了扯嘴角 无奈摇了摇头就离开了 于田等到妈妈走远了 这才喊了一声 妈妈 拜拜 阿姨 拜拜 两个小家伙跟着说完 就认真开始锻炼了 别看于田平时没个正行 这回认真想要跟暖暖学功夫 那认真的劲 连梁老都觉得好笑 田田姐姐 放松 调整呼吸 暖暖像个小老师一样 在旁边指挥着 梁老之前就是跟着暖暖学习的 不过因为前面腿受伤了 所以都没有扎马步这一项 老爷子也是在腿脚力锁之后 这才学了另外一个招式 别说 锻炼下来 感觉自己手脚都轻快了 不说剑步如飞 但是跟自己同龄人勾搂着背 自己简直不要好太多 现在大家比孩子谁孝顺 比谁家孙辈有出息 更是比得谁身体好 一副健康的身体 可是能让自己傲视群雄的资本呢 老爷子现在别提多乐呵了 自己现在身子骨 可比那帮老家伙好多了 两个孩子在旁边练着 将老爷子夫妻 在旁边也练着老年的太极 练了大半个小时 暖暖宣布结束之后 于田直接腿一软跌在了地上 呼 这也太累了吧 没事的 田田姐姐 习惯就好 暖暖拍了拍她的肩膀 顺道把人给拉了起来 走吧 我们去吃早餐了 于是 于田就在江家 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早上消耗多了体力 这回吃饭简直是吃麻麻香 根本没有挑食的坏毛病 吃完早餐 燕汁 寒川川温辰都来了 几人现在不用去上学 要来暖暖家里玩 大家不知道心里多高兴呢 这就苦了在学校 等着找茬的秋寒小朋友了 那天听说暖暖被人推下去 磕流血了 还想着能把脑袋给磕坏就好了 结果听说去了医院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跟着一起没有回来的 还有于田他们一行人 这就奇怪了 暖暖这边开始邀请小伙伴 去他的房间里面 江琪正准备去上学呢 结果就看到妹妹的一堆小伙伴都来了 自己却还要去上学 爸妈 我也要转学 嗯 之前的学校不是挺好的 莫不是也有人欺负你 不是 我要跟妹妹一个学校 这样好保护暖暖 他说的一脸义正言辞 这话刚好被暖暖听见了 马上跑了过来 对对对 哥哥也不去上学了 跟暖暖一起去学校 到时候暖暖能摇哥哥 江琪伏额 是这个原因吗 妹妹 第238章 神奇的过家家游戏 天天教你妹妹 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江正美好气地 拍了下江琪的脑袋 不过见自己儿子这个想法 他们到底也没说什么 毕竟当父母的 他们没办法一直跟在孩子的身边 大一点的江琪 也能照顾一下自己的妹妹 于是 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那你要去学校 跟你的同学道别一下吗 沈景然突然问道 不需要 因为根本没有朋友 也没什么好留恋的 不过这话 江琪没有开口 自顾自回房间 把自己的书包放下了 欧耶 成功不上学了 哥哥 你也来玩啊 暖暖的声音 在门外响起 江琪勾了勾嘴角 面上却是一脸 不太耐烦的样子 干嘛 哥哥 一起来玩呀 暖暖邀请道 说着直接把人 拉到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就看到几个小萝卜头 坐在地毯上 有说有笑的 甚至还讨论起了 打人的事情 唧唧喳喳的好不热闹 江琪嘴角抽抽 这群小屁孩 不会把打人 当成乐趣了吧 嘿嘿 暖暖啊 以后还是不能随便 跟人打架的知道吗 江琪想了想 还是决定教育一下 自己的妹妹 省得小家伙年纪小小的 就带着一帮小弟去打架 江琪哥哥 为什么呀 于田有些不解 你们还小 很容易吃亏的 江琪解释 不会呀 我们有暖暖 对 有我呢 不会输的 暖暖拍了拍 自己的胸脯保证道 又来了 又来了 自己妹妹 那副 自己是老大的样子 那你不会输 这次脑袋还有个口子呢 江琪没好气说着 上前就想去戳戳暖暖的脑袋 让他感受一下 伤口是不是还疼的 暖暖气鼓鼓地说道 哎呀 这是意外呀 人家暗算我 反正以后 不能随便欺负小朋友 哥哥 你放心吧 我们才不会欺负弱小呢 我们是在框框正义 暖暖 那叫匡扶正义 燕汁在旁边小声地纠正道 对对对 就是匡扶正义 我们都是做好事不留名的大侠 江琪 行吧 妹妹知道 不能随便打人就行 哥哥 我们来玩过家家吧 江琪 暖暖 哥哥已经十岁了 哦 十岁的孩子 是不玩过家家的 江琪见他不理解 只能解释道 哦 那你们玩什么呀 打游戏吗 江琪突然不知道怎么说了 毕竟自己说打游戏 多少有点带坏小孩子的嫌疑 所以 不能说 算了 我陪你们过家家吧 只是过家家而已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燕汁几人在旁边 虽然有些无聊 但是两个小姑娘想玩 他们也只能陪着了 我跟田田姐姐是警察 你们是坏人 你们躲起来 我们去抓你们 为什么我不是警察 因为我想当警察 温辰一脸委屈 只能跟着哥哥们去躲起来了 我数到一百 就开始抓人了 一 二 三 八十 一百 我们来了 还在房间里面的江琪 零 妹妹简直是算术天才 田田姐姐 我们兵分两路 你去那边 我去这边 一会我们集合 收到 阿瑟 暖暖有模有样地说完 就开始抓人 温辰这小家伙 最容易抓到的 一紧张 直接把自己暴露了 几乎没有一个人 能逃得过暖暖的魔爪 后面都被暖暖一一找到了 燕汁确实能躲 但是她还是想让暖暖妹妹赢 还是故意暴露了 几人之后又扮演了白雪公主 跟五个小矮人的故事 哦 白雪公主是温辰 小男孩被妹妹装扮成了小姑娘的样子 脸上都涂上了红红的腮红 就连头发都戴上了一个巨大的蝴蝶结 看起来格外滑稽 公主公主 我们去把皇后给打一顿吧 暖暖一脸幸灾乐祸的 对 打一顿还不行 还要让她吃掉自己的毒苹果 几人说祈打皇后 眼底都露出了兴奋的光 江琪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哥哥 你别当小矮人了 气质不太符合 你当皇后吧 江琪 不 于是过了一会 江琪披着床单坐在沙发上 新鲜出炉的恶毒皇后就在眼前 她一脸面无表情 身无可恋 然后公主跟四个小矮人就这么的 围着她 直接把她扑倒了 嘴里念念有词 让你当恶毒皇后 看我不扎你 江琪 我不是自愿当的 为什么虐待我们小公主 江琪 我没有 接下来 全都是对江琪这个恶毒后妈的讨伐 江琪真的有口难辩啊 好吧 最后玩累了 暖暖又想着玩玩别的 好了 我们休息会吧 江琪整个人直接摊倒在了沙发上 像一条死鱼 一会我们玩医生跟病人吧 我先去喝水 说着暖暖就先跑下楼了 结果就撞上了刚下班的江然 暖暖看见二哥 本能地后退了一步 随即想到什么 上前热情地打着招呼 二哥 江然还毫无所觉 上前一把抱起了暖暖 哎 暖暖这是干嘛呀 他说着摸了摸暖暖的额头 玩了一身汗 上面还有几根碎发都粘在了上面 二哥 暖暖在跟好朋友玩耍呀 这样啊 那你们玩吧 二哥先回 江然把人放下 正准备回自己房间洗漱去了 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暖暖打断了 二哥 要不你一起来吧 暖暖说着就拉着江然去了房间 这下 谁也不喝了 好好好 来 江然无奈 燕芝哥哥 田田姐姐 川川哥哥 温辰 我把病人带过来了 暖暖的声音在走廊响起 带着满满的兴奋 江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被急有些发凉 第二百三十九章 报一针之仇 来了来了 于田忙来给暖暖开门 看着江然的眼神就跟香波波一样 刚才他们可还在讨论 谁来当这个病人呢 无奈大家都很害怕打针 所以都在退脱 结果没想到就来了个江然 江然见门从里面打开 看着屋里的几个孩子盯着自己的眼神 像是狼一般 下意识回退了一步 暖暖却是不给他这个机会的 三两下直接把人就给拉着进门了 进门的时候还把门给锁上了 也不知道是在防贼呢 还是防他呢 被暖暖拉到了沙发上躺下 江然看着把自己围住的几个小孩 干笑着问道 暖暖 你们这是做什么呀 二哥 我们玩过家家呢 你现在是病人 你要乖乖听话 说着 上前把他的脑袋按下去了 随即拿出玩具的听诊器 在他的胸口装模作样的按了按 嗯 还有旧 胸口还是跳的 江然 嗯 还跳的有点快 江然 能不快吗 都紧张死了 我把把脉 寒川川挤上前 摸了摸他的脉搏 恭喜恭喜 皇上这是喜脉呀 说着 还朝江然拱了拱手 江然 我看不然 他只是生病了 打一针就好了 暖暖说着 掏出了自己的玩具针筒 然后看着江然躺着 艰难的咽了咽口水紧张的模样 便开口说道 这位病人 不要怕 闭上眼睛 一辈子很容易就过去了 说着 黑了一声 直接往他屁股上扎 江然总算感受到了不对劲 这一针 多少带着点私人恩怨在里面 暖暖 这是在抱自己之前 给他打真的仇 好样的 现在他的屁股 真的有点疼了 暖暖笑得像偷星的猫 好像是自己终于 抱仇血恨般的痛快 江然是真的体验了 一把搬起石头 砸自己脚的感觉了 生无可恋的 让一群孩子折腾着自己 等到暖暖抱完仇 就没多大兴趣了 然后把人给打发了 二哥 你走吧 我们不想完了 好 二哥马上就走 江然忙不迭起身 跑了出去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紧张 这门打了半天 还有些打不开 哎 二哥 你回去好好休息吧 这种状态 是不能去医院给人打针的 暖暖上前一把 就把门给打开了 看着江然的表情 带着满满的同情 江然无脸仓促逃跑 暖暖这下没什么好玩了 这才带着自己的小伙伴们下楼去喝水了 真是累死了 不过下楼之前 竟然还是把脸上花花绿绿的先给洗了 只是因为是用的水彩笔 画了之后很难洗掉 等到沈井然看到几个孩子的样子 都惊呼地说了一声造孽 随后拿着自己的卸妆油 去给孩子们把大花莲给洗干净了 刚好老夫人也让厨房那边切了些水果 几个孩子总算是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着动画了 几个孩子就商量着 下午的时候要去看老虎了 之前暖暖就说过 带他们去看自己的好朋友 几个孩子也十分期待 中午吃饭的时候 老爷子不出意外 又钓回来了两条大鱼 一条炖汤 一条红烧 几个孩子吃得乐呵 就暖暖一个劲地把鱼往别人身上推 生怕爷爷又让自己吃 另外几人不明就里 但是还是很乖巧地把鱼给吃完了 老爷子见有人爱吃他的鱼 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下回你们来爷爷继续给你们钓鱼吃 燕汁听到这话下意识看了一眼暖暖 这该不会就是吃鱼吃怕的吧 想想有些好笑是怎么回事 几人这吃饭的时候刚才说要去看妞妞呢 结果没想到 中午刚吃完饭 外面响起了异样的声音 老爷子老夫人 这这外面有 有油有之 老老老老虎虎 在场的几人都表示很淡定了 齐齐看向了暖暖 一定是妞妞跟我心有灵犀 来找我们了 暖暖说着直接跳下沙发 蹭的就转身往外跑 结果刚走到门口的位置 就看到前面一副逛后花园一样 悠闲走进来的妞妞 妞妞 暖暖惊喜地喊道 妞妞看着暖暖 脸上肉眼可见的高兴 摇晃着尾巴 直接上前用自己的大老虎脑袋 蹭了蹭暖 暖暖使劲地揉着他的脑袋 抱着他的虎头 一阵稀罕 妞妞被撸得舒服了 但是看着暖暖的眼神 都是满满的控诉 似乎是在问 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去看他 嘿嘿 不好意思 我要上学了 才没有时间去看你 你不会怪我的吧 妞妞拿着自己的脑袋 又开始撒娇地蹭了蹭暖暖 一人一虎玩得开心 可把后面跟着出来的众人 都给吓坏了 这 这还真的是老虎 暖暖 于田试探着喊了一声 但是脚却无论如何 都不敢迈出去一步 倒是温辰 大概是有了第一次 接触老虎的经验 这回有些大胆的 就想上前 但是还在疯狂试探中 哎 田田姐姐 燕姿哥哥 川川哥哥 你们过来 这个就是妞妞了 暖暖忙给众人介绍着 江家众人都没想到 这原本在山上的老虎 这回又出现在他们家了 这 这老虎成精了不成 还会越狱 暖暖就这么大喇喇的 邀请妞妞进屋里坐 几个孩子下意识 就给老虎让路了 实在是 有点太大了 分分钟 把他们一口吞了 妞妞一副高傲的样子 从几个小豆丁身边经过 毫不意外 收获了一堆惊呼声 妞妞昂起脑袋 别提多得意了 如同自己家后花园一样 走到了客厅 然后两只爪子搭在了沙发上 轻松一跃 就坐在了沙发上 像个大爷一样 甚至还学着人 就这么坐着 背靠着沙发 露出自己的肚子 妞妞 暖暖刚喊了一声 妞妞瞬间就把爪子 捂住了自己的私密部位 家里众人 这老虎真的成精了 第240章 毛毛有孕 产前综合症 暖暖直接走了过去 拍了拍他的虎脑袋 人家立马做端正了 要多乖巧 有多乖巧 其他几个孩子 见着老虎在暖暖手里 这么乖巧的 又忍不住想上前去摸摸 但是还是有些发触的 暖暖 这就是你说的那只老虎 不是 这个是毛毛的老公 妞妞 暖暖给几人介绍道 那边的老爷子 已经先打电话 去了林业部门的棋地了 棋得没想到 还有这事 于是便只能无奈地 把事情给解释了一遍 原来是毛毛怀孕了 人家说孕妇怀孕了 情绪阴晴不定的 也就算了 结果在这两只老虎身上 变成了当老公的妞妞 阴晴不定了 这整天看着暴躁的不行 最近的破坏力也是很厉害 这不 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 找到了出去的地方 还真的就被她跑了 关键是都没人发现她跑了 老爷子听了 看了坐在沙发上的老虎一眼 嘖嘖称奇 这老虎都有老婆 产前焦虑综合症 老爷子听完也表示理解 随后说晚点 让这妞妞自己回家去 现在人家有本事跑出来 媳妇还在家里等着呢 肯定也会回去 齐得竟然也放心地 说让妞妞自个儿回家去 老爷子挂了电话 乐呵呵地说 这毛毛啊 说是怀了老虎仔了 结果这妞妞焦虑上了 现在倒好 自己跑出来了 暖暖啊 你跟这个妞妞说 晚点自个儿回家去 好的 爷爷 妞妞 你会自己回家里去 嗷呜 妞妞撒娇似的 不情愿地摇了摇头 显然是不愿意自己回家去 妞妞说她不回去了 嗷呜呜呜呜 大概是生怕暖暖 不知道自己的意思 妞妞嗷呜呜呜了好几声 你说 你想带着老婆孩子 一起到我家里来 暖暖只会直接惊讶地站了起来 妞妞直接点了点头认可到 屋里的几人都震惊 坏了 这 这老虎该不会是 给自己的老婆孩子 找好归属吧 怎么总有种 人家在找接盘侠的感觉呢 不行 绝对不行 这下的仔 到时候该不会把仔 都直接送给我们养了吧 老夫人连忙拒绝道 暖暖却是听得眼睛一亮 对啊 生了仔就是我们家的了 暖暖 别想了哈 这我们不能养老虎的 神竟然没忍住 打破了暖暖这美好的幻想 好吧 暖暖低着头失落道 随即紧紧抱住旁边的妞妞 妞妞啊 咱们有缘无分哈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你找别的老虎过吧 众人 几人见着老虎 真的这么听得懂人话 于田便大胆开口问道 暖暖 我能摸摸他吗 妞妞斜腻了他一眼 瞬间让他心里直秃秃的 可以呀 暖暖说着 拍了拍妞妞的脑袋 人家立马老实了 安安静静地坐着 由着于田摸他 于田都上手了 其他几人也鼓起勇气上前 在妞妞身上使劲地摸 温成是识货了 直接就摸了摸脖子下面那一圈的毛 果然很柔软 把妞妞都给撸得直打呼 后面妞妞跟几个孩子都熟起来了 睡觉的时候 都是躺在暖暖的房间里面 一群孩子跟一只老虎一起睡觉的 下午的时候 又陪着妞妞在草地上玩 众人都体验了一把 骑在老虎头上是什么感觉 于田还特意让沈锦然帮他拍照 阿姨 你把我拍好看一点 我要去给我妈妈看 好 沈锦然只能回去拿个相机 充当几个孩子的摄影师 留下了几个小朋友 最纯真的笑容 哈哈哈哈 妈妈呀 我出息了 这是于田癫狂的声音 哈哈哈哈 妞妞好棒呀 这是韩川川的声音 暖暖让江琪这个哥哥骑上去 结果却被江琪嫌弃了 我才不去呢 这骑得多慢啊 江琪才不会承认自己是害怕了 没事的 哥哥 暖暖会满足你 硬是把江琪扯到了老虎背上 暖暖跟妞妞说了句什么 结果妞妞就跟脱缰的野马一样 嗖的一声就飞出去了 啊啊啊 慢点 慢点 江琪害怕自己从老虎背上掉下来 忙抱紧了妞妞的脖子 整个人直接趴在了她的身上 嘴里一直挖直叫 实在是太吓人了 这真的是速度与激情啊 好在在花园里面跑了一圈之后 人家总算是舍得停下来了 江琪在她停下来的时候 直接整个人躺在了草坪下 羊躺着 眼神还有些涣散 实在是 太迷幻 太可怕了 还带着点点的刺激 你说这 哥哥 你还好吧 挺好 挺好 不愿在妹妹的丢脸 江琪死要面子的说道 那要不再来一次 算了 算了 人家妞妞驮着这么多人 也累了 让她休息会吧 我们不能压榨保护动物 每次将其心虚的时候 都会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源自己害怕的心理 暖暖点了点头 也没再折腾妞妞了 直接让人去拿点生肉给她吃 他们几个孩子 则是在旁边吃着下午茶 喝着牛奶 那小生活 别提多惬意了 只是下午五点的时候 孩子的家长都来江家 把孩子接回去了 几个孩子还特别不舍呢 特别是于田 今天是扒拉着妞妞的脖子 一副生离死别 别提多辣眼睛了 于珍这个亲妈都看不下去了 但是也不敢上前有所动作 实在是这个老虎这么魁梧 在那里站着 看着腿软 自家闺女就这么没心没肺地抱着人家 还真的出声牛犊不怕虎啊 好不容易把人拉扯上车之后 于珍狠狠地松了口气 燕芝倒是爽快 跟暖暖还有江家众人一一道别后 就跟着他爸上车了 这来接孩子的几家家长 看到这老虎刚开始 还有些害怕 好在 那老虎就这么乖乖地 站在暖暖的身边 看起来还挺温顺的 他们也只能暂时压下 这有些害怕的心 忙把孩子领走之后 这才稍稍放心了 第241章 千里送仔仔 把几个孩子都送走之后 众人这才看向那只 还没被送走的妞妞 这老虎 现在咋整啊 大概是众人的视线太过于明显 妞妞下意识往暖暖身边蹭了蹭 爷爷奶奶 妈妈 这妞妞跑了 肯定还会再回来的 这我们要是不肯 人家也会自己 带着老婆孩子上门来的 这哪里来得住呀 江琪在旁边说出了大实话 众人你看我 我看你的 一时间还真有点拿不下主意 那这 就这么 由着妞妞乱来了 跟那边的齐局长说一声吧 看这是 到底要怎么办才行 于是 一行人又回去了 有老爷子去沟通 那边确实也没想到 这妞妞直接自己去给老婆孩子 找靠谱人家了 这直接是找上门球包养了哈 而且 最近她的状态来看 说不定去了江家 情况会好点呢 这样 江老先生 要不就让他们夫妻俩 去你们那里安个窝吧 齐的这也算是看后门了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这儿大不由娘啊 没办法 他们这山上 都已经困不住这两只老虎了 与其这样跑出去吓人呢 还不如直接在江家待着 到时候再接回来 齐的可能不知道 送出去的东西 再要回来 可就没那么容易咯 于是这件事 就这么简单粗暴了事了 暖暖得知 能把这一家送过来 自己还有可能 替毛毛接生小狐崽子呢 这激动的呀 马上就朝着妞妞说道 妞妞 去把你媳妇带来 咱们晚上就住下咯 妞妞听懂似的 前爪子一下子就支冷了起来 在空中滑拉了两圈 她这一波站起来 可把众人吓了一跳 这大家伙的 站起身可比人都高大呢 滑拉两圈高兴了 掉头撒腿就跑 半点不带犹豫的 这真带着老扣孩子 投靠我们来了 沈锦然迟疑问道 晚上就知道咯 老爷子背着手 晃悠晃悠进了屋 行 听罢的 咱们就在家等着吧 一家人等到了晚上 吃完饭的时候 都没等到这妞妞回来 还想着 这估计跟自己媳妇谈不妥 然后不来了 却没想到 外面这会就响起了 妞妞那嗷嗷嗷嗷的声音 得 来了 走 看看去 江正还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是 什么来了 妞妞来了 哎呀 这是说来话长 晚点再给你们说 沈锦然随意说了一句 就跟着大家伙出了院子 到了院子 就看见妞妞嘴里 叼着一个小包裹 毛毛就站在旁边 身子看着 比之前见到的时候 还要大上一圈了 看见暖暖的时候 很优雅地走了过来 在她身边蹭啊蹭的 好不黏糊 这带的是什么呀 江然今天休息 下午的时候 也是看到这奇幻的一幕的 这会看到妞妞还戴上的包裹 不由更加好奇了起来 于是上前 就把包裹解开了 一打开 众人这下都看见 这包裹里面的两只鸡 还有三只兔子 都是已经死了的 上面还有个血淋淋的口子 看起来还挺新鲜 这刚抓的 医生的本能 江然看了一眼就知道 这几只动物 应该是刚被咬死没多久的 嗷嗷嗷嗷 妞妞兴奋地拿着爪子 碰了碰脚下的包裹 妞妞说 这是她俩的生活费 感谢我们的 让我们放心收下 还新鲜 动物时级翻译专家 暖暖给众人贴心地翻译道 众人 没想到这老虎挺实诚哈 江正抱凶在一旁嘀咕道 结果被自家媳妇 赏了一记白眼 得 她不说话了 没这只老虎 受人欢迎呢 算了 暖暖啊 你让这东西 他们自个儿吃吧 她媳妇不是还怀着孩子吗 给她补补身子吧 老夫人摆了摆手 好的 奶奶 暖暖说着 转身就又翻译去了 谭叔 麻烦你帮他们两人 在旁边弄个房间吧 江然朝着谭叔说道 好嘞 于是 两只老虎算是定居下来了 谭叔这边 也给两人在院子里面 安排了一个阳光房 顺便在旁边搭建了一个产房 以防万一这老虎 真在家里生了 谭叔暗戳戳地摆渡了一下 老虎生仔如何皆生 刚才那送过来的两只鸡 也被拿去处理了 直接变成一大盆的鲜肉 给他们送来了 吃完之后 陪着暖暖玩了一会 直接跟着上楼睡觉了 江家人也没阻止 这暖暖 跟两只老虎的关系向来很好 跟着一起睡 也能帮忙看看孩子了 暖暖 带着两只老虎上楼之后 在上床睡觉之前 习惯性打电话给了江志 只是今晚江志 却没接电话 暖暖打了两个都没接 最后直接把自己的裸盘 都给拿了出来 在自己床上嘀嘀咕咕了半天 小眉头紧皱着 嗯 有情况 妞妞的下巴搁在床边 睁着大眼睛 看着床上小表情 不断变化的暖暖 毛毛则是在旁边 不时用自己的嘴巴 拱了拱暖暖 毛毛 妞妞 你们乖 先一边去 我办正事呢 暖暖说着 整个人都趴在了床上 然后继续拿着裸盘 手指也没闲着 小肉手不断变换着 哎呀 还不叫我 说着暖暖一咕噜就爬了起来 正准备换衣服呢 随即想到什么 又躺回床上去了 妈妈晚上都要进房间看一眼 她还是等妈妈来了之后再离开 于是暖暖又躺在床上 给自己定了一个闹钟 随即闭上眼睛 先休息了 几乎是算准了 沈济然刚来看暖暖 有没有盖好被子 暖暖这边的闹钟就震动了 马上醒来之后 下床换上自己的小道服 至于自己的头发 就这么松散地扎了起来 毛毛跟妞妞在她醒来的第一时间 就站起来看情况了 见暖暖似乎换衣服要走 两人马上叙事待发 一副要带上暖暖走的意思 不行啊 毛毛 你怀着孩子呢 让妞妞跟我去就行 暖暖想了想 为了保护她肚子里的小虎宰子 还是把她留在了家里 毛毛嘴里发出不情愿的乌液声 结果被妞妞一顿亲热 人家直接走到自己的小毯子旁边趴着了 不错呀 妞妞终于站起来了 暖暖还不忘朝她竖起来的大拇指 随即拿上自己的包 还有桃木剑 直接爬上了妞妞的背上 第242章 死人目里抢钱 暖暖摸了摸虎头 轻声说道 走 我们从后山走 不要被人发现哈 妞妞点了点头表示了解 随即一跃就从二楼跳了下去 那轻松的样子 硬是没发出一点声音 两人就已经稳稳地落在了草地上 随即妞妞拖着暖暖 直接往后山走 而暖暖手里拿着的罗盘 不停地跳转着 暖暖在后面负责指路 贴了一张顺风符 妞妞的速度更快了 没一会 就到了一处深山老林里面 在这深山里面 可都是两人的地盘了 妞妞如无人之境一般 穿梭在树木中 半点不再阻碍 就连暖暖都稳如泰山地坐在了后面 半点不会被树木刮到自己 妞妞也不知道 是不是察觉到了附近有人 这速度也慢了下来 两人在草丛往外看 果然看到一伙人正在挖着东西 这个就是坑里的东西 也就是俗称的 死人木里抢钱 这可真是缺德呀 几人坑吃坑吃地挖着 而另外一边 江志也带着一伙人 蹲守在那里 现在的时间 并不适合打草惊蛇 他们准备看一下 这帮人到底是想做什么 是不是把这些坑里的玩意 都带出去卖 这个到时候 一个贩卖文物的罪名就来了 只是 事情远远没有他们想象中的 那般简单 这帮人之前明显就来挖过的了 这不 没挖一挥 就看到了里面的通道 被淹没在一堆灌木丛中 外面留着两个人守着 其余人都跟着一起下去了 兄弟们 看样子 今天咱们是要发了呀 为首的男人 嘴里叼着一根烟抽着 乐呵呵地说道 是啊 熊哥 听说这里面当时埋的是一个宠妃呢 想来这里面陪葬的东西还不少呢 旁边有人附和 声音带着讨好 行了 咱哥几个今天就下去好好一探究竟 带好家伙 咱们准备下去了 几人便动作熟练地穿上了防毒的面罩 直接把这人的半边脸给挡住了 但是刚才暖暖听到声音的时候 已经听出了第一个开口说话的 就是自己之前见过的那个熊哥 这就好玩了 几人穿戴好 戴上了武器 还有手电筒等工具 麻溜地就跳下了坑 暖暖知道 这帮人可能一时半会出不来的 便只能在外面百无聊赖地等着 他刚才简单算了一下 这下面确实有不少的宝贝 就看这些人有没有本事带出来了 为首的熊哥自然不会第一个冲在最前面 干他们这行的 最惜命了 这不 他让一个小弟在前面带路 自己在中间 后面还有个垫底的 进去走过有黑的通道 这个通道也只能容纳一个人进出 除了手电筒发出的微弱的灯光之外 再没有其他的光线 幽深静谧的洞里 只有几人的脚步声跟呼吸声 走了大概十分钟 这才看到一个分叉的口子 显然这两边都有道路 这次下来的人有五个人 熊哥让另外两个人往右边的洞口去 而他则带着另外两个兄弟往左边走去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 这才看到这里面的场景 两条不同的路 出口分别是在一个大空地的东西两边 几人到的时候同时看到了对方 你们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熊哥开口问道 没有发现 熊哥 其实刚才几人在墙壁的位置 找到了几颗夜明珠 这玩意也是很值钱的 不过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 小弟们并没有把这个事情给说出来 熊哥倒也没放在心上 心里想着 自己路上也没发现什么宝贝 估计另外一边也一样 于是便点了点头 没再继续问了 熊哥 看样子 这前面就是墓穴了吧 没错了 兄弟们 开始干活了 一声招呼下 有小弟就先拿出了蜡烛 在东南角的位置点了一根蜡烛 这些都是规矩 要是蜡烛熄灭的话 就意味着鬼吹灯 一般摸金的人就需要马上撤离了 这边点完之后 那边的已经开始摸索机关了 像是他们这些经常在干这一行的 对于机关之类的东西 还是略懂一些 几人有人拿着洛阳铲在地上 敲敲打打 有人拿着东西在墙上敲着 反正看着挺像那么一回事的 摸索了好一会 没想到还真被他们摸索出门道来了 面前的石门轰隆一声打开了 扬起了阵阵尘土 等到里面的烟散的差不多了之后 几人这才相伴着走了进去 进去是个很大的墓室 墙上还有一些奇怪的花纹 不过对于他们这些业余 来搞好东西的人 才不会过多在意 这里面墙上的古文是哪个朝代的 最上方有石棺 不过在石棺前面 是一个多边形的台子 顺着楼梯走上去 上面还有一个大型的香炉 有小弟好奇地走上去 往里看了一眼 立马被里面的场景给吓了一跳 只见里面躺着两副尸骨交叠在一起 身上的衣服已经全部腐蚀掉了 看样子 这是陪葬的丫鬟了 泽泽 没想到还真是宠妃啊 死了都还要人陪葬 小弟泽泽说道 行了 时间不早了 赶紧拿了东西走人 熊哥在旁边催促着 人已经先一步走向了后面的石棺 快过来帮忙 熊哥一声令下 几人都往那边去了 齐齐上手 把上面的棺板给抬了起来 一二三 嘿哈 一二三 嘿哈 棺板被几人挪开了一条缝 几人朝着里面看了进去 就看到一副 穿着暗红色广灵月华裙的女尸 身上的衣服 经过了岁月的洗礼 已经失去了本来的颜色 但是几人的目标 根本不在这些地方上 而是看向了那些陪葬的东西 金银玉器首饰 还有骨壁散落在女尸的周围 几人直接把自己背着的包拿了出来 随后往自己的包里拿着东西 小弟们越拿越兴奋 嘴里念叨着 这不愧是宠妃 看看这之前的玩意 第243章 被一根棒棒糖骗走的千年女鬼 有个小弟趁着人家不注意 大概也是好奇心作祟 想看看古代人家下葬 是不是都会用玉塞 把身上能通气的孔都给堵住 也就是人家说的酒窍 有金玉在酒窍 则死人为不朽之说 那小弟就把鼻孔里面的玉石 给掏了出来 看着这玉石玉色温润 起了贪念 直接把玉石给藏了起来 行了 拿东西小心点 剩个几件留下别拿了 熊哥忍不住开口骂道 是是是 听熊哥的 几人干笑着说完 石棺里面只剩下两件东西了 几人也懂规矩 会给这个石棺留下一两件东西的 不能全部带走 随后开始找出口 一般这种墓室为了通风 肯定还会留有口子的 几人就往后面的那条通道出去了 只是还没走出墓室 突然东南边的蜡烛 突然被吹灭了 一下子整个古墓又陷入了黑暗中 几人拿着手电筒面面相去 有小弟打着胆子问道 大 大哥 这 这咋办 咋办 东西都拿了 还能咋办 赶紧先出去 别回头 别管了 熊哥看了一眼 他们装了几袋子的东西 到底舍不得今晚白跑一趟 只能咬咬牙 转身继续走 其他几人也是 想了想 还是跟着一起去了 这边几人转身离开了 却没看到 后面跟着他们的 还有一身水红色香精广华裙的女鬼 跟在他们身后 女鬼也很猛逼 就这么定定地跟着他们 看着他们摸索着 然后狼狈地顺着洞口爬了出去 折腾了大半夜 好在 收获颇风 在外面看守的几人 听到了他们的动静 忙跑上前去接过他们背上的东西 熊哥 看来今天收获颇风啊 旁边立马有小弟拍马屁 那必须的呀 咱们熊哥出马 还有不成的事情 暖暖这边 已经靠着毛茸茸的妞妞睡了一觉 这回听到声音 从草丛中往外看 就看到一行人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了 暖暖看着跟在他们身后的女鬼 好奇地移了一声 那女鬼还回头看了他一眼 随后直接贴在了那个 把他鼻孔的玉腮拿下来的小弟背后 那小弟名叫小锅子 这回突然感觉后背一凉 还以为是天快亮了 温度变冷了呢 忍不住搓了搓自己的手臂 也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小锅子长相是那种有些鸡贼的长相 眼睛不经意间都透着一股精明 这里面也是他最会拍马屁了 经常把熊哥给哄得没开眼笑的 这不 说这话 熊哥也是乐呵呵的 随即拍了拍他的肩膀 收拾下 咱们先回去 这东西先给那边送过去 等到那边制作完成了 再拿回来 你这段时间就在那边盯着 等这些东西转手到国外去 熊哥亏待不了你 得了 熊哥这是 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小锅子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几人收拾东西 准备打道回府 暖暖却是盯着那边那只女鬼 陷入了沉思 这 到底是抓呢 还是抓呢 但是这鬼还跟其他的鬼不一样呢 这都几千年了 还不会魂飞魄散 暖暖怕这个鬼自己抓不了 于是从自己的包里面掏啊掏 掏啊掏 掏了半天 总算是掏出了一根棒棒糖 这个古代来的女鬼 肯定没见过棒棒糖 我只要把她给诱骗过来 收到我的玉瓶里面就行了 暖暖天真的想着 于是拿出棒棒糖 朝着女鬼招了招手 只见女鬼歪了歪脑袋 似乎有些不解暖暖到底是什么意思 暖暖把棒棒糖的糖纸给剥开 随后朝着女鬼比了笔手势 意思是给她吃 女鬼似乎是动摇了 松开手 就想往暖暖这边的方向来 妞妞朝着那边发出了呜呜的声音 似乎很不满这个女鬼的过来 暖暖直接摸了摸她的脑袋 妞妞瞬间就老实了 只是看向女鬼的眼神依旧带着不善 女鬼很快就飘了过来 视线一直盯着暖暖手里的棒棒糖 暖暖很大方地直接递了过去 没想到 女鬼还真的接了过去 并且看着暖暖示意的样子 放在了嘴里 结果就被糖果这甜腻的味道 给诱惑到了 暖暖趁着她眯着眼睛 吃棒棒糖的时候 直接拿出自己的玉瓶 还过薛翰钱 收 之后女鬼直接被吸了进去 只是这只鬼一进去 自己的玉瓶就剧烈摇晃了好一阵 江志在那边看着这边的动静 有些狐疑 似乎这草丛中 还有个什么东西在那里 但是她又不太确定 不过随即想到了暖暖 还有跟着暖暖一起见识的 那些刷新三观的事情 她不由有些狐疑 这些盗墓的 该不会是在牧室里面 沾上什么脏东西吧 想想 她身子还是不由地打个冷战 该不会真的是她想的那样吧 那这样的话 自己抓人 要不要带上暖暖呢 江对 咋了 冷吗 旁边的同事小声问道 江志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没事 随即眼神盯了眼前的几人 把东西搬上车 开着车就准备走了 而江志一行人 因为想着到底是有追踪符 所以并没有着急地上前追他们 他们却不知道 之前暖暖给的追踪符 已经失效了 已经换了一张新的符纸 贴在他们的背后 这回见鬼也说了 那帮人听说还要去什么地方 一时半会不会行动的 暖暖想了想 还是先回家吧 天色已经渐渐泛起了白 差不多天亮了 暖暖要抓紧回去 这样才不会被家里人 发现自己走了 不过 自己走之前 要不要跟三哥打招呼呢 暖暖刚想着的时候 又想到江志今晚出任务 不叫上自己 轻哼了一声 决定跟三哥绝交半个小时 所以暖暖趁着江志没看见自己 爬上了妞妞的背 悄无声息地走了 等一人一虎像一阵风一样 跑走之后 江志这才捏了捏眉心 刚才怎么好像看到暖暖的身影了 难不成因为自己今晚出任务 没跟暖暖说 所以才会心虚地想到他 第244章 你来求我呀 很快 江志这边人就打算先回去 交接一下班 让另外一帮人继续盯着 只是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问题 将对 我们现在根本追踪不到 他们这帮人的行踪了 怎么可能 江志手里 拿着暖暖给自己的小圆盘 上面的指针 这会开始摇摆不定 根本就像个无头苍蝇一般乱转 这 先别着急 等我回去问问 江志一脸凝重地说道 他心里突然想着 这福祉怕不是真的有有效期吧 然后现在过了有效期 失效了 那自己昨晚不就是白忙活了吗 想到这里 脸色都不大好 顶着一双满是红血丝的眼睛 就这么开车回到庄园去了 暖暖这边 趴在了妞妞的背上 直接没心没肺地睡起觉来了 等到了江家的庄园 妞妞按照原来的路线 往回走 但是走到二楼下面的草坪时 顿住了脚步 歪了歪脑袋 这似乎有些超纲了 他好像有些冲不上去 在地上抛了几下 最终想了想 还是走窗户吧 于是从一楼的窗户跳了进去 趁着人没注意 登登登就跑到二楼暖暖的房间去了 而这会正准备起来的檀叔 确实感觉到地板强烈震动 踢上外套就往外冲 还以为是地震了 结果站在客厅半天 似乎也没动静了 还以为是自己睡猛了 摆摆手又回房间去了 妞妞这边把人驮到了房间里 毛毛立马起身 给两人开门 随后又轻声把门关上 妞妞这边 直接把人轻放在了床上 暖暖到现在都没有要醒过来的迹象 毛毛关好门过来 就见妞妞帮着暖暖 把身上的道袍给脱了 只剩下里面的小背心 毛毛站在旁边叼起被子 就往暖暖身上盖 然后把妞妞身上的背包 给放在了一边 两人直接在床边 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趴下了 妞妞大概是晚上抛下媳妇出去 这回看见毛毛不高兴了 气热地上前蹭了蹭她 最后用自己的尾巴 给人家当枕头 后面又直接伸出爪子 把人搂在了怀里 早上老夫人在下面等了半天 不见暖暖起床 便推着轮椅上二楼 去暖暖房间看了看 见小团子还躺在床上睡得香甜 无奈笑了笑 帮她噎了噎被子之后 轻声下楼去了 而姜志这回正开着车回来呢 看到老夫人 便开口询问道 奶奶 暖暖呢 还在睡觉呢 你怎么这才回来 赶紧去洗个澡吃早餐 我可跟你说哈 别去吵着暖暖睡觉 小孩子长身体呢 原本抬脚想去二楼暖暖的房间的 结果被老夫人这么一说 姜志爷只能暂时放弃这个想法 我知道了奶奶 说着先去洗了个澡 暖暖这一觉 直接睡到了快中午 起来的时候 肚子一直咕咕直叫 她捂着肚子 睡眼朦胧地 看了一眼外面的太阳 小声嘀咕道 太阳都晒屁股了 再看看床边 两只老虎都不在了 暖暖只能自己起身 见自己身上是穿着小背心 就知道 肯定是毛毛或者妞妞 帮自己脱了的 真是好虎 暖暖决定下楼 给他们俩家鸡腿呢 自己爬上凳子刷了牙 洗了脸 结果下楼的时候就看到 两虎趴在自己经常吃饭的位置 津津有味地吃着早餐 那伙食比自己还好呢 暖暖顿时插腰不乐意了 妞妞 毛毛 两只老虎吃东西的动作瞬间一顿 随即那双带着心虚的眼神 就这么小心翼翼地看着暖暖 哼 竟然背着我吃好吃的 也不等等我 暖暖说着 踩着小拖鞋 啪哒啪哒地跑下楼了 暖暖起来了 哎呦 你慢点 沈锦然坐在客厅 听到楼上的动静望了过去 就看到了暖暖跑下了楼 忙喊道 结果一眨眼的功夫 人已经到一楼来了 不过 暖暖也没第一时间 去找两只老虎算账 而是往沙发上跑了过去 一头扎进了沈锦然的怀里 妈妈 暖暖甜甜地撒着娇 哎 暖暖睡得好吗 暖暖点了点头 低着头的脑袋 还有些心虚 她能说自己大半夜地 跑出去抓鬼吗 不能说 坚决不能说 不然妈妈真的有可能 要打自己屁股的 于是暖暖只能笑着撒娇 来掩饰自己的心虚 好了 先去吃饭吧 坏了吧 嗯嗯 妈妈 暖暖真的饿坏了 说着暖暖马上就跑到了餐厅去 那两只老虎见暖暖没来 又埋头吃起来了 等到暖暖走过去的时候 人家盆里的东西早就已经吃完了 你们两只贪吃虎 哼 妞妞委屈巴巴地看着她 哼唧唧了两声 暖暖想到 昨晚自己骑着妞妞出去 还没给人家吃 想来也饿坏了 顿时没有了教训他们两人的心 算了 算了 这次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暖暖摆了白手 随即自己跳上了凳子 庸人也一一端上了早餐 谢谢阿姨 暖暖说完 直接熬屋熬屋大口吃了起来 可见小团子真的饿坏了 这不 埋头吃起来 连自己面前站着人都没发现 江志见小团子吃得这么津津有味 连他来了都没发现 顿时有些无奈 只能倾咳一声出声 让小团子看见自己 嗨嗨 暖暖抬起头 嘴里还塞得鼓鼓的 好奇地看着面前的三哥 不明白这是做什么 暖暖啊 那个 三哥要先跟你道个歉 三哥昨晚出任务去了 没有及时跟你说 江志想了想 还是先认错 到时候再说昨晚的事情 却没想到 暖暖咽下了嘴里的东西之后 一脸无辜地看着自己 我知道啊 啊 你怎么可能知道 江志没想到 暖暖竟然说他知道 难不成一个三岁的孩子 这功力都这么大了 还有千里眼 因为我也去了呀 暖暖朝他露出了一个 甜甜的笑容之后 又埋头吃了起来 江志这回有些风中凌乱了 不是 暖暖 你是说你昨晚去了 那你 三哥是不是想问 追踪福的事情呀 暖暖说这话的时候 眼底闪过脚狭 无奈江志这回正自我 回忆着昨晚的事情 根本就没注意到 下意识地就点了点头 嘿嘿 暖暖已经给人家贴了新的了 现在只有我才能找到那些人哦 暖暖得意地 开始摇头晃脑了 脸上就差明晃晃写着你 来求我呀几个大字 江志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识邪 自己还以为能够瞒天过海呢 结果到头来 小丑是自己 他总算体验了 你把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的感觉了 于是便只能干笑着 坐在暖暖的身边 一脸讨好的说道 暖暖宝贝 三哥的好妹妹 我知道你最好了 你肯定不会舍不得 让你三哥任务失败的 对不对 你放心 三哥答应了 以后有任务肯定带上你 一定不会把你落下 好不好 第245章 暖暖变成小老太婆了 真的不会把我落下 暖暖一脸狐疑地看着他 真的 真的 比珍珠还真呢 那我们拉勾 暖暖伸出小手指 朝着江志勾了勾手 好好好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嗯 谁变了谁就是小狗 暖暖后面 又不放心地补了一句 行行行 谁变了 谁是小狗 江志为了早点找到那帮人 这会是暖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暖暖这下高兴了 不过还是继续埋头先吃饭 天大地大 自己吃饭最大了 江志也不敢催促 就在旁边看着暖暖吃早餐 自己在旁边耐心等着 等到暖暖吃完饭 江志这才轻声问道 暖暖啊 那你昨晚甚至带着妞妞去了 是不是真的有鬼 江志这回想起了 昨晚在草丛中发现的异常 想想 很有可能里面真的有脏东西呢 是啊 三哥真聪明 暖暖笑眯眯的看着他 江志 嗨嗨 那那帮人现在去哪里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抓人了 三哥 不着急 那帮人现在正在睡大觉呢 后面说不定还有大鱼呢 稍安勿躁哈 暖暖一脸老成的拍了拍江志的手臂 江志被噎了一下 只能说到 行行行 都听你的 他说完 这才打个大大的哈欠 昨晚到现在都没睡觉呢 这回也确实是困了 三哥去睡觉吧 到时候抓人才有精神 江志想了想 便站起身 一边打哈欠 一边往外走 行 那三哥走了 老夫人这回进来 就看到无精打采的江志走上楼 又看向暖暖 你三哥这是咋了 早上回来也不去睡觉 一直说要等你 没事的 奶奶 三哥说让我帮他算一挂 暖暖算到了 三哥很快就能升职了 暖暖软诺诺地朝老夫人笑道 啊 这老三好歹是个小干部了 怎么还这么迷信 老夫人嘴里嘀咕了一声 不过倒是没说暖暖这算卦有什么不好 反正就是这么双标 奶奶 我吃饱了 我带妞妞跟毛毛出去玩 暖暖说着 撒欢一样地跑了 老夫人美好气地摇了摇头 这小团子 整天跟着两只老虎 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不过也好在家里比较宽敞 要不然这两只大块头到家里 还真有些无从下角的感觉 现在江家人看到两只老虎在自家如无人之地一般晃荡 慢慢也开始习惯了 下午的时候 昨天的几个小伙伴都被自家爸妈拘在了家里 这不 今天就暖暖跟两只老虎一起玩 因为天气还有些炎热 暖暖干脆带着两只老虎下水游泳了 暖暖只会哗啦两下水 后面还是毛毛在前面拖着暖暖 妞妞在后面拖着她的脚 这样就变成了 暖暖直接躺在 头跟腿分别枕在两只老虎的身上 江琪从楼上下来 就看到暖暖这惬意的小模样 暖暖 哥哥 下来玩呀 暖暖的手滑着水 朝着江琪邀请道 不聊 你自己玩吧 可好玩了 哥哥你是不是不会游泳啊 暖暖睁着无辜的眼神看着江琪 我会 你等着 江琪被她那明显不相信的眼神看着 转身回屋里换泳裤了 随后出来的时候 一头扎进了水里 像支欢快的鱼一般游了起来 哇 哥哥好棒 暖暖羡慕地看着江琪 这也太灵活了 羡慕 她却只会扑通滑拉两下 要不要我教你 可以呀 于是江琪便游到她身边 耐心地扶着她 脚蹬直 手滑拉两下 但是暖暖也不知道 是不是手脚到了水里 就不协调 还是怎么了 后面 就连毛毛跟妞妞 都加入了一起 教暖暖游泳的队伍 好在 游了半天 暖暖总算慢慢会自己游了 就是这个身体一直往下沉 根本没办法把脑袋浮出水面 最后暖暖靠着憋气 倒是把游泳给学会了 江琪 该说不说 妹妹也是挺天赋一柄的 等到上岸的时候 暖暖身上的皮都皱皱的了 奶奶 奶奶 暖暖也变成小老太婆了 暖暖一边喊着 一边去找老夫人了 老夫人听到暖暖的声音 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情 结果没想到 出来就看到暖暖穿着泳衣 一脸委屈巴巴地 朝着自己跑了过来 这是怎么了 跟奶奶说说 暖暖把自己皱巴巴的小手 举到了老夫人的面前 奶奶 你看 我都皱了 变成老太婆了 暖暖说着别别嘴 哎哟 你是不是下水完太久了 老夫人看到暖暖手上 都皱巴巴的 一眼就知道 这是出了什么事情 没好气问道 暖暖老师点了点头 放在水里抛久了 就会这样 那鱼的皮 为什么不会皱呢 暖暖睁着大眼睛 不解问道 老夫人 那个 是因为鱼有鱼鳞啊 好了 赶紧去换衣服了 一会着凉了 奶奶让厨房做了小蛋糕 马上就能吃了 老夫人十分机智地转移了话题 随后又说了 暖暖最喜欢的小蛋糕 暖暖瞬间没有了 继续问下去的想法 点了点头 飞奔上楼了 神井然帮她冲了一下澡 换了一身干爽的衣服 顺便把头发给吹干了 这才让她下楼去 到了晚上的时候 姜志拉着暖暖去散步了 其实是想拉着暖暖 去说悄悄话的 暖暖啊 你现在能跟三哥说说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姜志这一天 都在想着那帮人的情况 生怕人家现在已经把那些物件 都给转手卖出去了 三哥 不用担心 他们还没有卖出去 你现在带我出门 我带你去个地方看看 行吧 不过 你要自己去跟奶奶 还有我妈妈解释哦 暖暖直接把这个难题 甩给了自己三哥 反正是三哥要自己出手的 不是他自己想出门的 当然 暖暖现在也不打算半夜出门了 晚上还是要睡觉才行 要不然他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长高了 于是 姜志只能硬着头皮进去了 也不知道他跟家里人怎么说了 反正出来 脸色不是很好 第246章 文物造假点 叛逆的江琪 暖暖今天也不带上自己的宝贝了 就在自己身上 藏了一个罗盘 还有口袋几张皱巴巴的符纸 两人就这么出门了 不过走的时候 不出意外的 姜志被念到了半天 核心宗旨只有一条 那就是 要把暖暖安全地带回家 不能去危险的地方云云 只是他们都没想到 姜志好奇 他们要去哪里 也不说跟着一块去 直接趁着他们不注意 就爬上了车子的后尾箱 还真没人发现他 暖暖被安排在了安全座椅上 晃到了小腿 暖暖 你昨晚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姜志开着车 越想越不对劲 所以还是问了出来 嘿嘿 对呀 听到他们说 要先把文物送到一个地方 然后什么做出来 之后再拿去国外卖 暖暖也没隐瞒 把自己昨晚听到的都说了出来 不过 最后还是愤愤地说道 这是我们华国的东西 不能给他们带去别的国家去 暖暖从小就被师父教导着 自己国家的东西 是万万不能流到外面的 这样我们后面想要买回来 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暖暖一直都记在心里呢 所以 昨天晚上才想着 给几人都贴了跟踪符 就是想看看 这些人到底是想做什么 对 不能白白便宜了别人 你放心 三哥会一直盯着的 一定不会让这个文物给流出去的 以前他们国家 在找回自己国家的文物的时候 付出了多少代价 才把文物从人家的博物馆 漂洋过海要回来 这其中的艰辛 不足为外人道 兄妹两人的意见达成了一致 后面的江琪 却听得有些云里雾里的 很快 暖暖就指挥着 江志开车到了一座 有些废弃的院子里 你确定 就是这里 对呀 三哥 你把车子停在旁边 不要太靠近 江志也知道 现在他们就两个人 不适合打草惊蛇 于是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找了个地方 把车藏在草丛中 跟着暖暖两人猫着腰 到了一座平房的后院处 里面还有星星点点的灯光 证明里面是有人在的 你说 他们在里面 嗯 三哥 这边看 暖暖招呼了江志 找了一个隐蔽的角落 蹲了下来 暖暖指了指墙上的洞口 示意江志看向那个洞口 里面传来了 噼里啪啦的声音 还有机器运转的声音 这几样年代有些久远了 没办法恢复他以前的样子了 不过咱们 倒是可以做就 到时候有人问起的话 就说是岁月残留的 有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是是是 我们心里有数的 这些还希望万老尽快做出来 行了 我还能不知道啊 名作万老的人 没好气地说道 去给我拿烟来 这个活我要一直守着才行 好嘞 您等着 小锅子狗腿的声音响起 暖暖跟江志 第一时间就听到了他的声音 江志透着小洞口 艰难地观察着 两人到底是想干嘛 结果看了半天 就看到那个老头是在烧火 烧火 东西 他心里不由有个猜测 但是还有些不确定 暖暖在旁边赶着蚊子 气呼呼的 三哥 看到了吗 没呢 还不知道人家在干嘛 你等会 江志轻声说道 江骑在车上等了半天 就看到那边的兄妹两人 跟做贼似的 趴在人家后院 不知道看些什么东西 这一等就是一个小时 好在 这一个小时里面 江志获得了不少的信息 并且都录音录起来了 好了 里面传来男人隐忍的惊呼声 外面的两人瞬间打起了精神 江志趴在洞口看着 只见里面一个个烧制而成的瓶子被拿了出来 这 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群人不仅贩卖文物 现在竟然还造假 他拿出了手机 摄像头对准洞口 拍了几张照片 虽然有些模糊 但是他准备回去再说 这回时间也不早了 之前答应要早点带暖暖回去睡觉的 于是江志直接抱起暖暖说道 走了 我们先回去 等到时候再把他们一锅端了 好的 三哥 暖暖握了握小拳头 一锅端了 一锅端了 而江琪刚才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是什么问题 于是见两人回来了 又躲回去藏好了 暖暖上车的时候 突然眼神朝着后座的方向看了过去 随后若无其事地坐好 晃晃荡荡的 暖暖这边跟三哥说这话 而江琪却呼呼大睡了起来 三哥 这帮人是干嘛的呀 是造假的 啊 江志耐心解释道 就是做假冒的文物 到时候出去骗那些不懂货的傻人 哦 暖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是骗歪国人吗 不一定呢 江志摇了摇头 肯定是的 不是说了吗 华国人不骗华国人的 江志不由失笑 这小团子到底还是太天真了 这怎么可能不骗华国人呢 人家骗的时候 可是丝毫不会手软的 但是现在事情还不确定 江志并没有跟一个三岁的孩子说 两人到了江家的庄园 就看见一屋子人 在着急忙慌地找什么东西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你们在找什么呀 暖暖啊 你哥哥没跟你们一起出去吧 这怎么晚上都没看见他人呢 庄园也找了 都没找到 谭叔那边已经去调监控了 这回正想回来汇报情况呢 就听见暖暖声音软软地说道 哥哥跟我们一起出去了 那 不信你们打开后面的门看看 暖暖说着 指了指后尾箱的位置 小齐跟着我们了吗 那我怎么不知道 江志有些奇怪地说道 但还是先上前 把后备箱开了 就看到窝在车子后备箱 蜷缩着的小人 这 这还真在这呢 江志有些无奈地说道 几人齐齐跑了过来 一看 嘿哟 这小子 现在是越大越叛逆了 跟着出去 不跟家里人说 自己就上车跟着跑了 钥匙都没发现 在后备箱闷死了 都没人知道 一想到这 亲爸江正就开始生气了 当即上前推了推江棋 臭小子 给我起来 看我不打给你屁股开花 暖暖 下意识捂住了自己的屁股 第247章 暖暖扎针 比容嬷嬷还厉害 爸爸 我给哥哥贴了睡觉的符纸 哥哥要睡到明天中午的 他心里默默地跟江棋说 哥哥 暖暖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至于明天起来 会不会被打得更惨 他也不知道咯 江正一眼就看出来了 小团子这是维护亲哥呢 顿时又好气又好笑 一身的火 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发泄了 看着面前软萌的闺女 到底还是泄了气 你呀你 你等着吧 明天我还打你哥 嗯嗯 爸爸 哥哥该打 暖暖半点没有不同意的意思 好了 先把小琪抱上楼吧 这孩子 一天天的 没一个省心 老夫人摇头无奈道 奶奶 暖暖省心搭 是是是 我们暖暖最省心了 可比你哥哥 他们省心多了 老夫人不走心地夸赞道 奶奶 走 暖暖带你泡脚去 暖暖想着 今晚泡完脚之后 就能扎针 把里面的东西放出来了 之后问题就不是很大了 那走吧 爷孙三人走了 报江棋的任务 只能交给了江志 明明他什么都没做 但是众人 就直接把这摊子 交给了他 至于江正这个亲爸 直接来了个眼不见为净 听说暖暖要给老夫人扎针了 众人好奇 不由都凑到了老爷子的房间里面 看着暖暖是怎么扎针的 今晚泡了十分钟的脚 出奇的肿胀 老夫人甚至还能感受到 里面的痒异 奶奶别着急 马上就好了 暖暖一边安慰着 一边把自己的扎针工具 拿了出来 江然一听说有情况 马上就跑过来参观了 就见暖暖 先把一根根长短不一的针 给消了毒 随后由长到短 依次扎在了老夫人的小腿肚的侧边 没一会的功夫 两条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 而从大腿开始 似乎有什么东西往下冲 到了扎针的地方 突然就缓了下来 随即一滴 两滴带着黑色的液体 从最上面的针口滴落下来 老夫人的脚就架在木桶上方 滴下来的黑色液体 直接滴落在了水桶里面 滴答 滴答 后面的针口也随之掉落 没一会 屋子里都是滴答滴答的声音 屋里的人都没敢开口说话 大家都觉得很神奇 怎么里面会有这么多东西 暖暖似乎是知道大家的想法一般 一边在旁边说道 这个都是之前奶奶身体里面的毒素 不用害怕 等到滴完之后 奶奶的身体就会变得很好了 那就是说 你奶奶很快就能站起来咯 江然觉得很神奇 她自己本身是医生的 只讲究科学 却没想到 本来判定为残疾的奶奶 却还有机会再站起来 这简直就可以说是 医学上面的奇迹了 随着最后一滴液体的滴落 后面是彻底没有了 暖暖这才拿着镊子 小心翼翼地把针拔了出来 一根针也全部变成黑色的了 并且是那种洗都洗不掉的黑色 而且凑近一闻 还能闻到难闻的臭味 这个针跟筒我都要扔掉的 奶奶的腿先休养几日 后面再慢慢试着站起来 不过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些痒 奶奶你要忍住哦 好 奶奶知道了 谢谢暖暖 老夫人慈爱地摸了摸暖暖的小脑袋 那你奶奶这个腿不用服药吗 江振好奇问道 说来也奇怪 刚才这么多人看着 老夫人的腿上这么多根针 结果现在拔出来 似乎都没有针眼 就好像自己自动痊愈的一般 你说 这是不是很奇怪 不用搭 暖暖扎针很厉害的哟 比容嬷嬷还要厉害 都没有孔的 众人 看样子你还挺自豪的是吧 老夫人明显感觉自己身上轻盈了不少 精神头也好了 还有这个腿是真的有知觉了 尝试着动了动 动了 动了 我的脚真的能动了 老夫人突然激动地喊道 于是 众人的视线都朝着老夫人的腿看了过去 就见她小心翼翼地挪动着双脚 甚至还能微微抬起来 这 这暖暖不是说过几天才能尝试着走吗 对呀 过几天能走 又没有说过几天才能动 暖暖理直气壮地说道 随即蹲下按了按老夫人的腿 奶奶 腿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吗 没有没有 奶奶好着呢 老夫人眼底闪过了泪花 之前暖暖说了好几次 她是真的抱着希望 又跟自己说 不要抱希望 省得到头来失望 却没想到 这才短短一个月的功夫 自己的腿现在已经能动了 过几天还能走 再过几天 是不是自己真的能去广场舞 跟着那群老太太们一起跳广场舞了 脸上的神情越想越激动 而所有的功劳都是自己面前的小人 是暖暖给了她重新站起来的希望 奶奶的乖孙哟 老夫人一把把暖暖抱在了怀里 亲热地朝她脸上巴唧了好几口 好了好了 奶奶 你已经是大人了 羞羞哟 说完板着个小脸 开始指挥着众人干活 好了 你们照顾好奶奶 暖暖要去干活了 说着 提着木桶就要出去 江然看到了 特别有眼力见地上前 暖暖 放着放着 二哥来就行 你说吧 要提到哪里去 嗯 你跟着我来吧 说着自己背着手走在了前面 剩下的几人面面相去 江志还有些不可置信地询问老夫人 奶奶 您的腿是真的没事了 这不是废话吗 难不成暖暖 还能骗我老婆子不成 江志摸了摸鼻子 有些心虚 他也不是那个意思 这不是 想问老夫人 这腿生是还有什么问题吗 结果直接捅了马蜂窝了 老爷子挥了挥手 直接把人给赶走了 一边去 让你妈好好休息 老爷子开始赶着人 其他人见老夫人 真的没什么事情 也就放心 都出去了 而暖暖这边 指挥着江燃这个二哥干活 比如这个水 江燃原本以为 随便找个地方倒就可以了 结果暖暖说 要在东南角坡一点 西南角坡一点 江燃只能乖乖照做 然后还要在树下挖个坑 把发黑的银针给埋进去 这个讲究多着呢 江燃突然有些后悔了 第248章 乖图二哥 但是来都来了 只能埋头 坑哧坑哧地挖着坑 然后按照暖暖的指示 把包裹住的银针给放了下去 用土填平了 顺便在上面做了个记号 避免被人误啊 好了 江燃拍了拍手 一脸笑意地看着暖暖 嗯嗯 谢谢二哥 暖暖说完就想溜 还是江燃眼疾手快 把人给滴溜了起来 去哪呢 二哥 我回去睡觉了 暖暖被江燃提着领子 小短腿在空中扑通着 看起来好不滑稽 没事 不着急 来 二哥想请教下 你这个给奶奶泡脚的水 都是什么水 还有奶奶为什么腿上 会有黑色的东西流出来 按道理 不是应该是化膿吗 江燃这个相信科学的人 看到暖暖的手法 心里一直有疑问 二哥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暖暖看着他 一副不要这么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让江燃心底一叶 二哥 这不是就是好奇吗 你也知道 二哥是个医生 奶奶之前也被检查出没办法站起来了 结果现在去 二哥 这个没什么的 因为奶奶就不是因为普通的原因瘫痪的呀 他是被人害的 人家的手法肯定是见不得人的那种 所以普通的设备根本检查不出来的 暖暖这回坐在草地上 耐心地解释道 也就是你之前说的 需要用你师父教你的方法才能解决 是的呀 暖暖给了他一个赞赏的眼神 那黑色的东西呢 之前他们给奶奶下了很多不好的诅咒 一直积攒在身体里面 这次一起给排出来了 原来是这样 反正这东西是真的没办法用科学来解释的就是了 那你能教教二哥不 这才是将然今晚的目的 这要是科学的 不科学的自己都学会了 对于自己医术上可能会有很大的进步 暖暖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他呢 他就说二哥怎么突然这么奇怪 二哥 那你以后要叫我师父吗 暖暖突然眼睛一转 亮晶晶地看着二哥 他之前只有师弟 却没有徒弟 嘿嘿 要是师父知道了自己给他老人家找了徒孙 不知道会不会再奖励自己几样好东西呢 暖暖美滋滋地想着 呃 暖暖 能不能商量一下 江然也是耗面子的好吧 想想如果他叫暖暖一个三岁的妹妹师父 这说出去 哦 行了 江然眼睛一亮 那还是算了 暖暖说完就拍了拍手站起身了 不是说行吗 怎么又算了 江然都傻眼了 不是不是 暖暖 咱们还是商量一下 暖暖这回不回答了 而是悠悠叹了口气 哎 我师父还会不用开刀 就能把脑子里的坏东西弄出来哦 还有什么骨折之类的 那几乎是要到病除了 他举了好几个例子 越说江然心头越火热 想都没想 直接开口说道 师父 嗯 乖徒儿二哥 那你明天开始跟我学习吧 暖暖说完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 背着手的背影 看起来要多得意 有多得意 江然无奈附恶 他现在深深有种 自己被套路了的感觉 哎 但是现在叫都叫了 要是不学 那不是亏了 抱着这样的想法 江然只能咬咬牙刃了 暖暖这边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晚上睡觉之前 还拿着自己师父 送给自己的玉牌 跟师父那边说了好一会的话 他以为自己的那点小心思 没人知道呢 在远处的一处山洞里 老人听到小姑娘软弱的嘀咕声 特别是说到 自己那些宝贝的时候 语气中带着的窃喜 估计这会正暗自 得意自己的好计谋吧 哎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老人无奈地摇了摇头 目光幽深地 看着江家那边的方向 小家伙的责任还重大着呢 而大半夜 在京都郊外的一处院子里 机器的声音 却依旧在这座小院响起 里面的人不分昼夜地赶工 就是为了早日 把这些东西给卖出去 万老 万老 刚才熊哥那边来电话了 咱们这边可能需要加快进度了 小锅子急吼吼地跑了进来 压低着声音说道 着急忙慌地做什么 没见我正在忙活吗 万老的语气十分不好 这回手里正聚精会神地 忙活着手里的活 这些都是精细活 稍有不慎就功亏一篑的 小锅子一看到里面的场景 也知道自己惹这位也不高兴了 赶忙道歉 道歉完了之后 这才继续开口说道 是这样的 熊哥说我们最近被人盯上了 得赶紧把我们现在 手里的货给出了 先藏一段时间 听闻这句话 万老只是抬头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继续着自己手里的活 过了好一会这才说道 知道了 但这东西还真急不了 手里的玉瓶在他手里 似乎能玩出花来 但是 但是那边说是 已经有人开始注意我们了 要是发现咱们这个行当 搞不好都要吃枪子的 小锅子一脸惶恐地说道 你要是怕 你就先走 那不行 我还要在这看着呢 对于万老的提议 他是直接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熊哥可是说了 这次干一票大的之后 就散伙了 到时候他就能回家娶媳妇了 从此金盆洗手 再也不碰这个行当 小锅子心里美滋滋地想着 大概是每个反派金盆洗手之前 都会有的心理活动吧 只是很可惜 按照概率学 他们通常没有下一次了 那就耐心等着 万老说完又埋头干活了 根本不理会在旁边焦灼的小锅子 院子里其他人 都在忙碌地进进出出 手里抱着的是 一件件烧制成的文物 只是只有行 还需要万老在上面雕刻 并且仿造出 他们的文路跟历史感 这个确实是个细致的活迹 所以不管小锅子多着急 都没用 第249章 明轩得年制 不过好在 跟着万老的几个徒弟帮忙 能省很多事情 等到天色快亮的时候 他手里的这件瓷器 总算是完工了 看到出炉的那一刻 万老神情都激动了 师父 这 这也太像了 旁边的徒弟 一脸惊喜地说道 看着面前放着蓝光的瓷器 脸色因为激动 而显得战红 把我的放大镜拿来 万老哑声说道 马上就有徒弟 去给他取了放大镜 看着面前这色彩斑斓的 明带官瑶 万老颤抖着手 轻轻抚摸着表面 面前的正是 明轩得年间烧制的 轩得官瑶 因为气形独特 倒扣的时候如同头盔 取名为龙文波 因为表面用蓝又制覆盖 用主管吹制的 也就让丸的表面 形成了深浅不一的斑点 又称雪花蓝 制作确实是很考究的 而且这种气形 如今传世十分稀少 这个龙文波底下 还刻了几个字明轩得年制 旁边还有一个 完全一模一样的瓷器 小锅子也凑上钱 根本分不清谁真谁假 没想到这万老的手艺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 真假难辨的机会了 旁边的徒弟也在旁边夸着 万老显然很享受 徒弟们的恭维 乐呵呵地硬下了 行了 先别得意 这些东西你拿回去 先放出消息 说自己无意间 得到了一个 明轩得年间的瓷器 想让人长长眼 会有人自己找上门的 如果上门的是个行家 就把真的拿出去 如果是个半行家 这个足以以假乱真 万老在旁边提点道 好 我知道了 万老 这是之前 答应给你的部分订金 您收下 后面的几样宝贝 还希望您这边抓紧 嗯 我知道 万老一脸高深地说完 便开始挥挥手感人了 得了宝贝的小锅子 喜不自胜 忙把两件宝贝 带回去复命了 等到人一走 万老的徒弟这才开口说道 师父 我们还要继续做吗 做 把这几个假的做完 我们马上撤 那这些宝贝 徒弟迟疑着问道 废话 肯定带走啊 也不看看这些东西 是什么价值 万老鄙夷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徒弟 心里叹气 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争过 正是龙那个老头 万老心中一直憋着骨气 就等着这次回去 好好打脸死对头呢 暖暖对这些一无所知 早上一大早起来 就被沈锦然 带着去看新的幼儿园 新的幼儿园 距离江家 确实还有些距离 所以一大早 暖暖就被人从床上捞起来 收拾打扮了一番 一家人这才出门了 今天江正请假 专门带着老婆孩子 去看学校 原本是想着 孩子们不用去真正的贵族学校 走亲民路线 结果发现 还是找个贵族的学校好点 不说别的 就是这个安全措施 也相对到位一些 不用家长一直操心着 孩子在学校的安全 当然 这学校里面 也有很多想要跟江家攀关系的人 这些 就看暖暖怎么看待了 家长并不会过多 去干涉孩子的社交 但是如果有家长 利用孩子的话 那就别怪江家不留颜面了 因为江琪 也跟着一起换学校 所以一早的 江家三房一家 都一起出门了 暖暖等到 吃完饭出门的时候 已经活力四射了 拉着江琪的手 叽叽喳喳的 询问小学四年级 好不好玩之类的话 挺好玩的 所以你快点长大 就能读四年级了 江琪开始忽悠 好呀 暖暖会努力长大的 我决定了 中午多吃一碗饭 听了哥哥的话 暖暖握拳 一脸郑重地保证到 江琪无奈符合 她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妹妹 总是能把不相关的事情 往吃上面带 沈井然看着兄妹俩的互动 都开始憋笑了 暖暖这个小吃货 大概是一个小时的路程 一家人到了华星学校 而下面附属的幼儿园 叫星火幼儿园 同样是极右小中高 为一体的学校 这背后的师资力量 还是很强大的 随着而来的就是在 这边的学费 也是贵得离谱 幼儿园每学期 是200万起步 这仅仅是学费 再加上孩子在学校的伙食 跟住宿等等的费用 一个学期保守 估计都是300万起 但是这边依旧不缺学生 不少稍微好一点的豪门家庭 都会选择带孩子 到这个学校 但是谁能想到 京都这幅假一方的江家 竟然会选择 把孩子送到一个 相对比较普通的学校 这是很多人 都想不明白的事情 不过今天学校的校长 听说江家的孩子 还有其他几个豪门世家的孩子们 都要来学校参观 也是一早就等在这里了 暖暖一家刚下车的时候 旁边已经停着好几辆豪车 一看到江家的车子 车上的几个孩子 瞬间打开门跑了出来 暖暖妹妹 暖暖妹妹 于田激动地大喊着 暖暖暖暖 看到我了吗 韩川川在旁边挥舞着双手 燕芝看着他们 心中不屑 以为这样子 就能吸引到暖暖妹妹的注意力了吗 暖暖妹妹 肯定第一个看到的是自己 这么想着 人已经不自觉地往前站了几步 暖暖在车上就看到了外面的几人 也在车里挥舞着双手 等到车子停下的下一秒 马上打开车门 跑了出去 燕芝哥哥 田田姐姐 川川哥哥 楚星哥哥 天朗哥哥 温辰 暖暖一一打着招呼 暖暖妹妹 我们马上就要到新学校上课了 于田抢着上前 拉住了暖暖的手 一脸激动地看着暖暖说道 是啊 是啊 我们又能在一起玩了 暖暖明显也很兴奋 希望这个学校没有我们讨厌的人 季楚星在旁边愤愤地说道 之前那个把暖暖推下去的送宝 真是想想就想揍他一顿 没事 就算有 我们也能保护好暖暖妹妹他们 秦天朗在旁边酷酷地说道 嗯嗯嗯 我们有哥哥们呢 暖暖记得自己哥哥还说 打架要摇人的事情呢 根本就不再怕的 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那边家长已经跟校长打招呼 互相寒暄了几句 李面琴 接待的校长 是个中年兔顶的男人 名叫贺征中 长得倒是挺姿妹善目的 就是这头顶的亮光 着实耀眼 让人看他的视线 不由往上移了移 第250章 去母留子 几个孩子手牵着手 跟在大人的后面 不过说话的声音 也是小小声的 嘀嘀咕咕 对周围的环境也很好奇 我们目前是五位老师 管一个小班级的孩子 平时上课的时候 也会有老师在旁边照看着 确保孩子们的身边 在校期间 都不会离开老师的视线 校长在前面说着 一边带着几人去 参观了幼儿园小班的班级 因为他发现了 这里面大小朋友都有 想来大班小班的都有 所以带着几人去了小班看 后面又去了 大班的班级里面看看 这几个大孩子 是准备读大班吧 贺校长笑着问道 不 这几个孩子 跟着一起读小班 几位家长对视了一眼 随即燕文献说道 秦天朗的爸爸 开口说道 贺校长大概也没想到 是这样的 很快调整好了 面部的表情 随即说道 可以可以 秦天朗跟季楚星 原本是在大班的 现在换了一个学校 干脆在小班 跟暖暖他们作伴了 等到明年的时候 再直接升小学好了 两个孩子 对此没什么意见 他们也很喜欢 跟暖暖玩呢 暖暖没想到 换了个学校 自己的好朋友 都在一个班级里面了 笑得那叫一个满意 牵着燕汁 跟于田的手 都忍不住晃荡了起来 班里的场地很大 看管孩子的老师 也很负责 小朋友有个什么事情 总能第一时间注意到 更重要的是 一个班级 并没有太多的学生 而且很多孩子 现在看着都是挺乖巧的 也不用担心 暖暖到了这边 会被欺负 其他几名家长 确定下来 没有什么问题了 就开始跟着老师们 去办手续了 但是江家这边 还有个江琪 所以贺校长 还另外带着江琪 去了四年级那边看看 只是对于江琪来说 去哪里都没什么区别的 所以简单地 看了一下之后 就拍板下来了 而这边的幼儿园 跟小学的距离 其实也就是一道 拱门的距离 江琪想到幼儿园 这边来看暖暖 还是很容易的 暖暖眼睛 亮晶晶地看着江琪 哥哥 以后暖暖会经常咬你的 江琪 真的谢谢你 去办手续的时候 其他几个家长 都还在那边等着 顺便聊着天 看到江正一家来了 金雪玲便问道 江琪看得怎么样呀 金姨 平好的 江琪有些腼腆地说道 那就好 刚好一起 把手续给办了 金雪玲笑道 很快 金雪玲就刷了卡 把两个孩子之后的学费 跟生活费 都给交齐了 那孩子们是准备 明天就上学呢 还是等到下周一来报道 贺校长看着几人 办好了手续 便上前亲切问道 这 几位家长商量了一下 干脆让几个孩子 下周一再来报道了 反正也不差这几天的时间 行 那下周一把孩子送过来就行 幼儿园的小朋友 如果想要我们的校车接送的话 也可以联系一下班主任这边登记 贺校长尽职尽责地解释着 好 我们知道了 今天麻烦您了 不麻烦不麻烦 应该的 贺校长笑的那叫一个慈祥 看学校的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就搁回个家 只是几个孩子偏偏不想回家 要分开的时候 还一直拉着暖暖的手不撒开 几个家长也是很无奈就是了 这腻外的样子 真的让人眉眼看了 特别是于田 于真差点都要怀疑 这孩子是不是于家的了 不知道的 真的以为是姜家的孩子 看看这一天天的 年暖暖比年 她这个亲妈还要年虎 就让孩子今天都到家里去吧 不然这回到家 也是自己一个人 沈井然邀请着 是啊是啊 回到家一个人多孤单寂寞冷呀 于田煞有其事地点头应喝道 周围的几个家长都强忍着笑意 于真都快干大的脚趾扣地了 最后几个孩子 都上了江家家长版的 劳斯莱斯 欢天喜地地告别了各自的家长 没有半点不舍 上车动作那叫一个毫不留恋 几个孩子去了江家 看到江家一下子跑出来的两只老虎 先是震惊 随后又是对暖暖满满的崇拜 啊啊啊 暖暖 这就是妞妞的媳妇啊 于田激动地指着 优雅跨不而来的毛毛 是啊 这就是之前看到的毛毛 他现在怀了宝宝了 哇 那就是有老虎仔仔了 韩川川眼睛火热地盯着毛毛的肚子 吓得毛毛原本走过来的脚步往后一缩 这个两脚兽 那样子似乎恨不得马上剖开他的肚子 去母牛子的感觉 吓得毛毛的毛都炸起来了 这个两脚兽很危险 对呀 不过我们是不能要养仔仔的 要上交给国家爸爸的 暖暖及时打消了几个孩子 明显有些疯狂的想法 哦 好吧 韩川川明显是泄了气了 原本还以为自己能有一只老虎的宠物 这样自己都能骑着老虎去上学了 这样多威武啊 想想 就刺激 但是现在显然是不行了 暖暖都说了 几人也只能卸下心思了 不过因为毛毛怀着孩子 大家都特别照顾他 就连剧烈的运动都没有叫上他 好像他是个国宝一样 生怕磕着碰着 于是毛毛就慵懒地躺在一边 看着几个小屁孩一起玩 中午几个孩子在江家吃饭 现在因为暖暖的关系 家里不时有小孩子的到来 别提多热闹了 老夫人这个年纪的老人 就喜欢家里热热闹闹的 显得有人气 不过今天他要忙着锻炼自己的腿 现在感觉有力多了 似乎马上就能站起来一班 今天先让家里的庸人帮忙按按腿 不时站起来半分钟再坐下 作用还是有的 只要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能站起来 他真的半点都不觉得累的那种 于是几个孩子吃完饭之后 也没去午睡 暖暖这边带上家伙 招呼着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 说来也奇怪 这其中不说别的 就厌知跟秦天朗这两人的年纪都比较大了 但还是听着暖暖的话 比如这会 暖暖突然提议出去赚钱 几个孩子就开始着手准备着 没有对暖暖的这个提议产生什么疑问 第251章 暖暖算命不挂 不灵不要钱 暖暖妹妹 我们去哪里赚钱呀 孩子们对于赚钱这个事情还是很新鲜的 原本以为赚钱只能大人才能赚呢 结果听到暖暖这么小 已经开始赚钱养家里的时候 不如敬佩了起来 我也要赚钱养我妈妈 于田握拳 一脸跃跃欲试 唉 暖暖妹妹 我们的爸爸都没赚钱 只能让我们承担起家里的责任了 于田一脸惆怅地 上前一把抱住了暖暖 两个小姑娘 颇有种同病相连的凄凉感 燕汁在旁边 看得嘴角抽搐 小屁孩真的戏好多啊 秦天朗也是 有些无奈符 然后就看到两个小姑娘 开始商量着要去哪里赚钱了 田田姐姐 我负责摆摊 你负责吆喝 到时候我们有钱五五分 不了不了 你比较辛苦 我就那二就行了 你拿酒 于田说的那叫一个大义凛然 你拿二 暖暖就拿八 哪里来的酒 韩川川忍不住在旁边算了一下数 然后纠正道 我早就知道了 还用你说 我那是故意这么说的 就是为了考考你们 于田耿着脖子 义正言辞地说道 他是坚决不会承认自己五岁了 算数还不过关这件事情的 哦 好吧 韩川川还真相信了 几个年纪比较大的 看得嘴角都开始疯狂抽搐了 还有一个反射弧比较长的季楚星 对呀 田田拿二 暖暖拿八 涉及到算数这件事情 真的于田跟季楚星两人有的一拼 好了 我们收拾好家伙 出去玩咯 暖暖把自己的包都塞满了符纸 然后还从家里拿个大纸板 不过几个孩子都不会写字 暖暖就去找了姜老爷子 爷爷 爷爷 我们要玩过家家 你帮我们写大字吧 暖暖上前一把抱住老爷子 撒娇着道 好好好 你要写什么字 爷爷拿毛笔来 一得到老爷子的准许之后 暖暖就拿着纸板 跟在老爷子的身后建了书房 然后见他拿出了毛笔之后 这才开口说道 爷爷 你在上面写着 暖暖算命不挂 不灵不要钱 同手无期 老爷子听完 下笔的动作有些迟疑了 暖暖啊 你们确定这是玩过家家吗 对啊 爷爷 我是扮演算命的老太太 哥哥他们是来找我算命的 暖暖睁着无辜的大眼睛说道 行吧 老爷子还真的下笔 给暖暖写了这几个大字 暖暖也是等到老爷子写完之后 才反应过来 对哦 忘记自己也会写字了 这个脑子真的不能要了 关键时刻总是靠不住 不过现在拿着老爷子写的板子 暖暖兴高采烈地出门去了 我写好了 我们快点行动吧 收到 阿瑟 我的管家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马上出发 收到 江琪最高 站在几个孩子的身后 看着这一出闹剧 然后跟着一起上了燕家的车了 老夫人听说是燕家的车子 带去燕之家里玩 倒也没有想多 让暖暖去了 不要捣乱 晚点去接他之后就没放在心上 沈锦然虽然觉得这里面有古怪 但是婆婆都说了 她也没什么好说的 在旁边看着老夫人锻炼 几个孩子如愿地跑出了江家 在管家谈书的眼皮子底下上了燕家的车子 但是燕之上车之后 却是让司机开到一处比较繁华的地段 司机虽然不解 但是也只能按照小少爷的指示做 自己今天的目的就是看好这几个孩子 到了中心的商圈这边 今天因为不是周末 人不是很多 但是依旧有不少上班的白领们路过这个地方 还有来来往往的车辆 燕之先在车上看了一个比较好的地理位置 这才让司机开到那个地方去 那边的位置 刚巧有个可以遮阳的地方 他们在那个地方也不会很热 而且左右的人要过去都需要路过他们 很容易就引起别人的注意的 司机叔叔 你带了小桌子了吗 带了带了 还带上了好几张小板凳 司机忙硬道 好搭 暖暖满意地朝他笑了笑 走 我们现在下车 一个个小萝卜头 从这家常的劳斯莱斯下车 然后招呼着司机叔叔开始搬桌子 小孩子自己拿着自己的板凳 暖暖看了一下方位 指了一个位置 让司机把桌子摆好 几个人依次放好凳子 好了 司机叔叔 你先回去吧 我们可以的 等到我们要回家的时候再打电话给你哦 暖暖办完事之后开始赶人了 这不合适吧 我要在这边保护你们的 哎呀 没什么不合适的 你到附近转悠转悠 没事的 我们不会乱跑的 于田赶忙上前保证到 最后司机没办法 只能先上车 把车子开到路边 然后坐在车上看着几个孩子 到底想干嘛 这国家家 似乎太真实了些吧 田田姐姐 干活 好嘞 于田说着 从自己手里拿出了一个小小的喇叭 各位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 爷爷奶奶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暖暖算命 第一天太张 不灵不要钱 快来试试呀 燕芝 秦天朗 江崎 三人面无表情地站在旁边 韩川川十分兴奋地跟着一起喊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 维 纪楚星 总感觉自己不跟着一起喊 有些格格不入 那要不要喊几句 看看了维 纪楚星这话刚喊完 脸色已经涨红了 别问 问就是紧张的 不过这种事情有了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 后面喊起来的时候 显然就没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了 几个长相精致的小孩子在这里摆摊 而且不是卖的小玩具之类的 是算命 这就是很稀奇了 不少附近逛街的小姑娘都会好奇地朝着他们这边看了几眼 甚至还有人停下来动弄了一下这几个孩子 小朋友 你们大人呢 怎么就你们在这 姐姐 我们大人在家呢 你要不要算一挂呀 暖暖 很准的哟 暖暖甜甜喊着人 顺便招呼着面前的小姑娘坐下 准备给人家算一挂 行啊 那我倒要看看 你能算出点什么了 第252章 摆摊补挂 倒霉的小姐姐 面前的女孩看到暖暖这么软萌的样子 更是忍不住起了动弄的心理 干脆就在面前的凳子上坐下了 随即看向暖暖 需要伸手看手相吗 还是什么生辰八字 你说吧 姐姐都配合你 女孩胡子文淡笑着说道 不用不用 暖暖看你的面相就知道了 暖暖连忙摆了摆手 一脸高深地说道 行吧 胡子文就坐在旁边 睁着大眼睛看着暖暖 越看越觉得这小家伙可爱 两人大眼瞪小眼 瞪了半天 暖暖突然开口说道 姐姐 你是不是有个好朋友呀 她最近特别倒霉 啊 胡子文也没想到 暖暖突然问起自己的好友 不过想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我确实有个很好的闺蜜 最近是听她说有点倒霉 然后 这不是到我这边来住几天吗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倒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暖暖发现了点不正常的地方 那姐姐你那个好朋友呢 在那边呢 正在给我买奶茶呀 胡子文说着 指了指旁边的奶茶店 结果就看到一个姑娘 高高兴兴地提着一袋奶茶走了过来 结果几人 就眼睁睁看着那女孩 原本走得好好的 结果啪击一声 直接摔了 真的就是平地一声摔 没有一点点防备 手里的奶茶也飞了出去 甩到了地上直接变成一滩水了 女孩似乎还有些猛逼 这边的胡子文看到第一时间就跑上前了 一把把人给扶了起来 飞飞 你没事吧 胡子文一脸紧张地问道 周宇飞被扶起来的时候 整个人还有些猛的 随即朝着好友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没事 看到远处那洒落一地的奶茶 还是忍不住心疼了起来 这都是什么事情呀 没事 没事 周宇飞这回的脸色不算太好 你先等会 胡子文说完之后 上前去把弄在地上的垃圾收拾了起来 扔进了垃圾桶 全程周宇飞的神情都有些呆滞的 好了 飞飞 对了 我给你介绍个人吧 说完 拉着人就到了暖暖的摊位前 刚才暖暖就一直关注着他们那边的情况 见这个姐姐身上的阴气 就知道这个人身上 肯定是沾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但是这个阴气 跟自己之前见过的又不一样 这个并不是人身上带着的业障 也就是说 并不是说周宇飞杀人 或者是背负了人命在身上的 而是被人害的 才会有这种阴气在身上 看起来灰扑扑的 周宇飞被好闺蜜拉着到暖暖的摊位前 都还有些没反应过来呢 暖暖刚才应付了一个想八卦的婶婶 这会见到人家坐在自己摊位前了 便开口喊道 姐姐 你最近是不是事业不顺利 然后经常恍恍惚惚的 而且身体也感觉变差了 甚至出门之后就感觉很倒霉 小孩子软弱的声音 把周宇飞拉回了现实 看着面前表情严肃 看着自己的小姑娘 周宇飞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小朋友 那你有什么办法能帮飞飞吗 旁边的胡子文仙忍不住 开口询问到了 别急 这个姐姐 你的感情似乎也不是很顺利 不过你好朋友的比较严重 我就先说说他的吧 事情讲究个轻重缓急 暖暖悠悠地开口说道 胡子文连连点头 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 没事没事 你先看看他 他这个情况都持续了大半个月了 能看出来 俩人之间的感情挺好的 胡子文很关心自己的好闺蜜 暖暖点了点头 随即开口问道 姐姐 你是不是最近刚搬家呢 对 我们原本是一起住的 不过因为我工作调动 到了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 这回周宇飞也渐渐反应过来了 见暖暖一下子问出了自己近期搬家的事情 便连忙把自己近期的事情都给交代了 暖暖了然地点了点头 不知道姐姐 你有没有去医院检查 你对身体 暖暖这话没说太明白 但是周宇飞听懂了 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有些哽咽 身体怎么了 不是说只是倒霉了一点吗 旁边的胡子文都吓坏了 不 我其实前两天就去检查身体了 我住进来这大半个月 就一直尿床 然后去检查 说是膀胱有炎症 现在是有癌变的可能 周宇飞说着自己低头抽气了起来 不是 怎么这么严重了 这个事情你怎么没跟我讲 胡子文都震惊了 自己姐妹都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自己竟然不知道 有些自责 但这会更重要的是 找到解决的办法 于是眼神期盼地看着暖暖 姐姐 别着急 你先跟我回忆一下 你搬到这个新家之后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 或者东西 暖暖的声音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 周宇飞哭了一会之后 也慢慢冷静了下来 哑着嗓子开口说道 我是大概一个月之前搬过去的 开始的时候 因为公司的事情比较忙 我也没做什么 那段时间还是好好的 但是后面 我刚好休息 就打扫了一下房子 之后 我的身体就开始不舒服了 那你打扫房子的时候 有发现什么东西吗 周宇飞皱着眉头 想了大半天 没有吧 周宇飞摇了摇头 随后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突然睁大眼睛说道 对了 我记得 我还收拾了之前的房东 留下来的东西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周宇飞脸色有些古怪的摇了摇头 随后又有些迟疑 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过了一会才继续说道 不知道 我当时看是用黑色的塑料袋子 包起来的 然后我怕是人家还要的东西 我就给放在一边了 没去管 里面好像还有些零碎的东西 那姐姐 你现在先发信息给之前的房东 把东西交还给他 好 周宇飞想都没想 都答应了下来 只是随机打电话 对方是空号 然后发信息 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 这周宇飞尴尬的 跟自己好友对视了一眼 姐姐 是不是找不到人了 嗯 找不到了 我被拉黑了 是那个东西有问题吗 嗯 很有问题 第253章 因为那是买命的钱 暖暖一脸严肃地点了点头 这个事情 确实处处都透着诡异 随后又掐指这么一算 忙开口说道 姐姐 你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先不要回家去了 先在你朋友这里住几天 看着暖暖说话的表情 两人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好好好 我这次本来也是把东西都搬出来的了 那后面 我还需要做什么吗 暖暖摇了摇头 悠悠叹息说道 有人替你挡了灾 两人面面相去 不明白暖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暖暖 没有主动开口解释 没事的姐姐 这个安定服你回去烧了冲水喝 喝三口就可以 剩下的都撒在阳台的花盆里面 然后戴上这个平安服 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暖暖淡定地说道 随即从自己的小胯包里面掏出了两张符纸 一个三角形的是平安服 这个你喝两次就行了 没什么事情 不用担心哈 周雨菲连连接过 好 谢谢小朋友 我会照做的 你 你现在能告诉我 这事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虽然见识到了暖暖的本事 但是他们还是很好奇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自己才会短短半个月之内 身体抱恙 出门倒霉这种事情 姐姐 你搬进去的时候 这个人不是你的房东是吗 对 这是另外的租客 说着急要回家 然后把房子转租给我了 我这边也是确定了没问题之后 这才入主了 暖暖点了点头 你还记得你刚才说的那个黑色的塑料袋吗 周雨菲点了点头 难道是那个塑料袋有问题 姐姐你有打开看过吗 却听暖暖突然开口问道 周雨菲的表情有片刻的迟疑 随即还是点了点头 我打开过 但是看着里面是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 我没打开 因为那个时候 周雨菲看着不太对劲 想着会不会是钱财之类的 他自己拆开之后 前面的房客回来冤枉自己拿了人家的钱 所以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 只是后面无意间破了个洞 他这才发现真的是一打钱 你还记得 那个包装的外面是怎么样的吗 周雨菲迟一片刻说道 我知道 里面因为是钱 外面是有报纸包着的 然后外面还绑上红色的袋子 周雨菲当时看着这厚度 应该有十来万 虽然这笔钱对他来说不是很多 但是白捡的 依旧会很行动 那个时候他想打开来看看的 自己也是思想斗争了许久 犹豫了许久 所以对于那捆钱是什么样子的 他很清楚 只是最后他的良知还是战胜了贪念 没有动那笔钱 姐姐 你应该庆幸你那个时候没有拆开那笔钱 为什么 旁边的榆田听得云里雾里 下意识问道 燕芝跟江琪几个大孩子 没想到出来闹着玩的摆摊 能出现这么大的事情 而且 听着怎么感觉有点惊悚呢 就见暖暖一脸意味深长地看了一圈众人 然后悠悠说道 因为那是买命的钱 我去 妈呀 暖暖 第一声来自胡子文 他一脸惊恐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第二声来自江琪 他该死的听懂了是怎么回事 第三声是于田 这会直接整个人抱着暖暖 希望寻求暖暖的保护 在他看来 暖暖就是个比平安福还能保平安的存在 周雨菲这会脸色苍白 颤抖着手 明明京都刚进入秋天 还带着酷暑 却硬生生地让他感觉自己通体生寒 牙齿都控制不住地上下打站 差一点 差一点 自己就因为这十几万块钱 把自己的命给葬送了 对于暖暖说的话 他没有半点狐疑 并且可以说是深信不疑了 因为暖暖说的都是真的 自己就是从那个时候 看了那袋子的钱之后 才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他现在脑海中就只有那几个字 买命钱 买命钱 那是买命的钱 别人买他命的钱啊 他差点就拿了 不怕不怕哈 暖暖见自己一句话 让众人这么大反应 连连安慰道 生怕自己的小伙伴 回去之后做噩梦了 呵呵呵呵 我 我们不怕的 季楚星在旁边干笑着说道 如果能忽略他 紧紧抱着秦天朗的胳膊的话 这话可能会更有可信度一些 面前的两个女孩子 好半天都没缓过来 胡子文是没想到 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玄幻的事情发生 而且看着自己闺蜜这段时间的经历 真的很有可能 如果拿了那笔钱 就是有钱没命花了 想想浑身直接起了一个鸡皮疙瘩 姐姐 你害怕吗 需要平安符给你压压惊吗 不要998 只要688 让我们搁几个买个肯爷爷77吧 暖暖睁着大眼睛又开始忽悠了 胡子文虽然额头直跳 但是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给了暖暖七张红票票 给你 不用找了 哎呀 这多不好意思 暖暖一脸不好意思的结果 动作却是很好意思的 直接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面 然后掏出了一个三角形的平安符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被暖暖这可爱的模样逗乐了 胡子文也没在意她的小动作 笑着把平安符接了过来 直接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总算是感觉心情平复了许多 随后这才问出了刚才的重点 对了 你刚才怎么说让飞飞飙回家去 还有 有人替她挡灾了是什么意思 旁边的周雨飞听到这话 也是好奇地看着暖暖 等着她的回答 没想到这姐姐反应这么快 暖暖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回的表情 看着像个看透红尘的老人 天机不可泄露 马上你们就知道了 姐姐 还是说说你的问题吧 暖暖这话题 转得有些猝不及防了 呃 也行 那你说吧 胡子文最近确实也不是很顺利 所以见暖暖要说自己的问题了 当即也没拒绝 点了点头 让暖暖开始说 这个姐姐你的问题不是很大 最近感情上会有些困扰 两人也有争吵 但是却也能让你快速地认清这段感情 及时抽身 第254章 不要恋爱脑啊 你的意思是我跟我现在的男朋友 没有办法结婚 胡子文一脸震惊地问道 不对啊 我们之前都准备谈婚论嫁了 他妈妈都拿我的八字去问了 说是两人 是天作之和 我俩是良配呢 他显然是不太相信暖暖说的事情 暖暖嘖嘖摇头 姐姐 不要当恋爱脑呀 噗 暖暖这话 直接把胡子文给逗乐了 这小屁还懂什么恋爱脑 还一脸老成地跟自己说 不要恋爱脑哟 行 那你倒是跟我说说 为什么呢 唉 暖暖无奈叹了口气 继续说道 姐姐 这个男的是不是经常哄着你 要缠你的身体 然后 说想早点结婚 他妈妈也对你很好 想着你们早点成家立业之类的话 而且这个男的平时对你还有求必应是不是 这次的事情 是因为你怀疑他出轨了是吗 暖暖说的头头是道 让胡子文都忍不住跟着他一起点了点头 所以呢 问题不就来了吗 你说一个对你这么好的男人 为什么还会出轨被你抓到呢 这是上天给你的指示呢 是吗 胡子文迟疑 对呀 那个男的是不是还恼羞成怒打你来着 你看看 这都有暴力倾向了 这种男人你还嫁他 暖暖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让胡子文不由心虚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其实他也不是恋爱脑了 他自己心里有成算的 原本只是想先冷静几天 他这两天也在认真思考这段感情 慢慢也有了退缩的意思了 刚才也不过是想看看暖暖会怎么说 而暖暖呢 其实也知道 这个姐姐就算不用自己出手 他也会分手的 只是分手的没那么干脆利落罢了 女孩子终究是比较感性 心软的 臭男人的几句话就给哄好了 然后周而复始 你以为你给他一次机会 他就会感恩戴德 然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了吗 错 大错特错 这种事情只有零次跟无数次 他会反思自己 然后争取下次不被你发现 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的 不再犯错误这个选项 而且这种事情 也只会成为自己心里的一根刺 咽下去也不是 吐出来也不是 最后憋死的只有自己 与其反思自己 不如责怪别人 所以还不如趁早了断 给自己一片光明的未来 不要在一段不健康的感情中 把最好的自己给内耗掉了 当然 暖暖不懂 但是暖暖看的狗血剧很多 暖暖觉得 一段好的感情才不是那样的 一直分分合合 到最后的结果也只是分而已 而且 这个姐姐最后肯定是分手的 因为她的姻缘还在后面呢 不着急的 胡子文听了暖暖的话 沉思了许久 你说的对 这种男的要不得 我马上就搬家跟他说分手 之后彻底断了联系 胡子文也不是那种 听不进去劝的人 反而她刚才把他们这段感情 好好揉碎了 想了许多 越想越觉得 自己不会也不能跟这种男人过一辈子 实在是太憋屈了 而且 当女人自己理智起来 跳开当局者的身份 看待问题之后 她的思路简直清晰地可怕 以前自己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其实都是对方在利用自己的心软跟愧疚 得寸进尺 表面上为了他好 其实也可以说是在变相地扑扼他 想想就不寒而立 当下也马上做出了决定 漂亮 姐姐 你的事业一定会遍地开花的哟 暖暖朝着胡子文竖起了大拇指 行行行 你这话我爱听 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之后 胡子文只觉得一身轻松 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重获了新生一般 而那边的周雨菲也缓过来了 朝着暖暖扯了扯嘴角 看了一眼旁边的牌子 你叫暖暖是吧 对呀 姐姐 我就叫暖暖呀 暖暖没想到 这么久了 人家连自己的名字都还不知道呢 于是特别骄傲地拍了拍自己面前的牌子 如假包换低 对低对低 我们暖暖是大大低厉害 彭根于田在旁边附和道 谢谢你 对了 刚才那个福祉多少钱 我给你 姐姐 我们不多收 刚才那这位姐姐给的七百块 就是你们俩人的费用了 感情这还买一送一呢 周宇飞这回难得 还有心情开玩笑了 跟暖暖说了几句之后 就打算起身离开了 那我们先走了哈 嗯 姐姐们拜拜 记得不要回家去哈 这位姐姐赶紧搬家 咱们女孩子搞事业的时候 才是最有魅力的 好 姐姐知道了 对了 后面我们有问题 还可以联系你吗 周宇飞原本准备走了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的 还是转过身问了一句 暖暖也没在意 直接伸出了自己的小手表 两人扫码添加了一下好友 这才告别了几个孩子 暖暖 你真厉害 这么快就收到了七百块 于田在旁边眼睛亮晶晶地说道 嘿嘿 也就一般般了 都是大家的功劳 那咱们继续吆喝 多招揽几单生意 我们都能自己交学费了 韩川川显然也很行动 这一会的功夫就收入七百 可比人家打工人上班一天赚得多呢 不了不了 我们今天收摊了 走 今天我请客 我们去啃爷爷搓一顿 暖暖挥了挥手 招呼着众人去吃鸡腿了 可是 我们是不是太败家了 这赚到的钱就要花掉 于田迟疑着问道 嘿呀 田田姐姐 要想马跑 就要马吃得饱 咱们两个老板 可不能让后面的小弟们饿着 知道不 暖暖自认为 这话说得很小声 却不知道 站在后面的几个大哥哥都听到了 第255章 堕落了 堕落了 江琪看着面前还在嘀嘀咕咕的妹妹 心情有些复杂 这个妹妹也不知道 是谁叫她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还知道要对下面的小弟好一点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自己都成了暖暖的小弟了 走走走 吃鸡腿去 韩川川没什么原则 一听到有吃的 瞬间就来劲了 吃 暖暖 我能要一杯可乐吗 温尘小朋友 有些小声地问道 没问题 暖暖都霸气硬下了 于是一群小家伙 收拾着自己的家当 四季事实出现了 还以为孩子们要回家了 不由松了一口气 却没想到 这口气松得太早了 四季叔叔 你来得正好 帮我们把这些桌子收起来吧 我们下次还要用的 对对对 我们下次还要用的 还有这个牌子 要保护好哦 看到暖暖手里的牌子 四季有种风中凌乱的感觉 但是面上却不得不一一答应了下来 然后就看着这群孩子 成群结队地往旁边的啃爷爷去了 暖暖手里 似乎还拿着票子 四季老陈想了想 还是不是很放心 于是赶忙把东西收拾好了 放车上 随后跟上孩子们 进了啃爷爷 几个孩子趴在收银台的位置 点着餐 暖暖看见了老陈 便歪着脑袋问道 四季叔叔 你是不是也想吃啃爷爷 老陈的表情一言难尽 开口正想解释来着 结果就听到暖暖咬咬牙 一脸心疼地说道 行吧 今天你开车送我们 还帮我们收拾 你也辛苦了 你放心吃 暖暖请客 说着十分热情地 上前让老陈点餐 老陈原本站得稳稳的 谁知道被暖暖这么一拉扯 还真的就跟着往前走了几步 到了点餐的机子前面 你好 请问要点什么 不 四季叔叔 不用跟我客气 你点吧 暖暖小姐 我真的不 点吧 燕芝在旁边开口说道 我要背拿铁就好 老陈尴尬地朝着服务员笑笑 然后自觉推开了 一群小孩垫着脚尖 小脑袋趴在台面上 叽叽喳喳地商量着 要点什么 这画面 看着有些滑稽的可爱 旁边不少人朝着这边看了过来 不知道的 还以为老陈是 这群孩子的家长呢 殊不知 老陈只是个看孩子的 卑微似鸡 还要靠着孩子们吃饭 想想老陈有些想笑 叽叽喳喳点完之后 轮到暖暖了 姐姐 我要一个全家桶 然后还要一个汉堡的套餐 有蛋挞的那个 好 还要什么吗 姐姐 你帮我看一下多少钱 暖暖甜甜问道 一共518 行 那就这些 暖暖豪气地 掏出刚在自己口袋 还没热乎的700块 数了600给他 然后看人家给自己找钱 在服务员找钱的时候 于田在旁边掐着手指算着 嘴里嘀嘀咕咕的 600块 我们吃了518 还剩下100块 零减去扒 等到人家把钱数好了 递给暖暖 于田还没算好 笨蛋 人家找我们82 我们还剩下182块钱 韩川川看着人家姐姐说的 找你82 瞬间就算出来了 这会正得意着呢 我知道啊 我就是想考考你们 于田小朋友 一如既往的嘴硬 走吧 我们先去找地方坐 随后回头看了一眼服务生 姐姐 你会麻烦帮我们端一下 可以吗 当然可以 看着这么可爱的孩子 还说出这么有礼貌的话 早就把餐厅的 服务生的方心给俘获了 谢谢漂亮姐姐 暖暖这个小嘴巴巴的 没几句话 直接把人哄得直了 暖暖在等餐上来的时候 就接到了奶奶的电话 暖暖啊 是不是该回家了 奶奶 暖暖听到老夫人的话 又想到自己还没上桌的汉堡鸡腿 当即立马摇了摇头 奶奶 不用 我们还在这边玩呢 一会司机叔叔说 送我们回去 你不用担心 我们一会就回去了 行行行 那你会尽快回来哈 都快吃饭了 暖暖连连应下 挂完电话之后 狠狠地松了口气 同志们 咱们要速战速决了 我方老太君查岗了 暖暖一脸神秘兮兮地说着 收到 一会我吃快一点 对 暖暖你要是吃不完 还有我帮你吃 韩川川点头硬喝 对 温辰跟着点头 江崎 呵呵 你们对暖暖的胃口 简直一无所知 最后这些东西 还不知道进了谁的嘴里呢 等到一盘盘香喷喷的美食 被端上来的时候 几个孩子都迫不及待了起来 自觉去洗手戴好手套 随即吭吃吭吃地 吃起自己面前的美食 老陈就坐在另外一边 孤独地喝着 不是很喜欢喝的拿铁 看着几个娃吃东西 可以说是尽职尽责了 大家的东西 都是放在桌子上一起吃的 先是挑选自己喜欢的 随后再看着吃 而几个小一点的孩子 胃口也就这么大 就算是再喜欢 也吃不下这么多 于是 在大家都开始 放慢速度的时候 暖暖还在吭吃吭吃地吃着 而原本说暖暖吃不完 给他吃得寒川川 这会已经葛优躺着在凳子上了 完全记不得 刚才自己说的什么 最后一桌的东西 都被暖暖给包圆了 美其名曰不能浪费粮食 几个孩子 吃完还把桌上收拾了一下 洗手的洗手 擦嘴的擦嘴 暖暖很机智地竖了个口 就是为了回家的时候 不被发现 好了 司机叔叔 麻烦你把我们送回家吧 好的 没问题 于是 司机老陈在前面走着 后面跟着一连串的小豆丁 身高从低到高 将其走在最后面 看着面前一排的弟弟妹妹 感觉一天好玄幻啊 自己这么爱学习的少年 竟然跟着一群小屁孩 在外面晃荡 甚至今天都没有看书 堕落了 堕落了 将其在心里吐槽着自己 但是对于今天出来摆摊的事情 他还是觉得挺有趣的 准备等到晚上的时候 私底下找暖暖问问 那两位姐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第256章 着急的话 我也可以提前找个男朋友打 一群孩子叽叽喳喳的 路上甚至唱起了歌 那叫一个魔音绕耳 要不是司机老陈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这个车可能会被开到沟里去 车上的时候 暖暖拿出了刚才找林的82块钱 递给了于田 于田姐姐 那这是你的辛苦费 我还有这么多呀 于田双眼亮晶晶的看着暖暖 嗯那 有大哥一口吃的 绝对不会饿着你们的 说着 百亿打钱很大方地放在了于田的手里 将其都看在眼里 自己妹妹数学不好就算了 连钱都说不清楚 说好二八分 结果直接亏本把钱给了 不过他也没说什么 都是闹着玩呢 就是心里暗自想着 以后要把自家妹子看好了 省得被人卖了 还给人家属钱 看那美滋滋的样子 看着令人头疼 好不容易先把暖暖送回家了 几个孩子又差点上眼 生理死别了 最后还是约好了 明天去燕芝家里玩 几人这才做吧 现在去燕芝哥哥家里 完成几个孩子的暗好了 老陈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 颇有种众人接罪我独醒的感觉 这几个孩子 闹腾了 送走了最闹腾的暖暖 车上瞬间安静多了 没有暖暖的车 是不完整的 于田悠悠叹了口气 眼神涣散 甚至有点想打瞌睡 其他几个孩子也差不多 这回过了那个精神头 眼睛开始迷离了 没一会 孩子们躺在座椅上 都呼呼大睡了起来 车子瞬间陷入了难得的安静 而暖暖这边 回去先是跟毛毛 跟妞妞好好亲热了一番 被妞妞逮着一个劲的秀 似乎要从她身上闻闻 有没有其他狗子的味道 但是暖暖就不是这么想了 她只是单纯有些心虚 自己背着妞妞出去吃毒食了 因为暖暖提前漱口了 所以家里人都没发现 暖暖在外面偷吃了 还是暖暖晚上胃口变小之后 大家才察觉出了不对劲 特别是暖暖吃饭的速度 明显慢下来了 而且眼神飘忽 这是心虚的表现呀 不过几个大人很配合的 没有当众问暖暖 而是等暖暖去喂两只老虎的时候 偷偷审问了江琪 说吧 下午妹妹去哪里偷吃了 江琪 实在有些想不明白 他们是哪里露馅的了 但是面上却还是一脸无辜的样子 没有啊 是吗 你要不再好好想想 江正皮笑若不笑地看着她 自己的儿子自己清楚 心虚的表现就是低头 然后低头完手指 真的没有 那看来要带着暖暖去医院看看了 江正忧心忡忡地说着 似乎真的要带着暖暖 去医院看医生一样 而知道自己妹妹最怕的 就是打针的江琪 闭了闭眼睛 随即说道 是 我们下午去吃坑爷爷了 暖暖请的客 江琪直接来了个坦白从宽 而暖暖刚踏进客厅 就听到了哥哥的话 暖暖是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干笑着看着屋里的众人 眼神飘忽 那个 哥哥也吃了 秉承着多一个人分担一下火力的想法 暖暖毫不犹豫 就把自己亲哥给出卖了 江琪 虽然知道自己不厚道 但是这不是为了妹妹不去医院吗 结果妹妹转头 就把自己给出卖了 江琪这回看着暖暖的眼神 简直是不可置信中 带着点淡淡的忧伤 那眼神中 似乎只有一个信息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妹妹 暖暖 眼神飘忽 就是不敢看屋里的众人 嗨嗨 暖暖啊 说说吧 哪里来的钱吃啃爷爷啊 江振看着小团子这个爱的样子 实在是很不下心说责备的话了 只能温声问道 爸爸 这是我们的秘密 暖暖还是很聪明的 没有把他们今天在外面赚外快的事情给说出去 江振悠悠叹了口气 朝着暖暖招了招手 暖暖脚不迟疑地往那边挪了挪 那简直跟乌龟爬没两样 爸爸不会打你的 放心吧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暖暖这下总算是放心走了过去 在江振的面前站定 低垂着脑袋 突然他的手被江振轻轻地拉了一下 随后 整个人直接被他抱在了怀里 暖暖 现在都有自己的小秘密了是不是 老父亲的心都挖凉挖凉的呢 女儿才三岁 都有自己的小秘密了 是不是以后谈对象了 也要瞒着自己这个爸爸呀 不得不说 江振的脑回路 让他狠狠地忧伤了 对呀 爸爸 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小秘密的 更何况暖暖现在已经是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了 暖暖似乎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 那如果 爸爸说如果 如果你以后找男朋友了 是不是也不跟爸爸说 要说的 要说的 不过暖暖现在还是个宝宝 爸爸 你可能要等很多年哦 不过你要是着急的话 我也可以提前给你找一个男朋友 全家众人 这也大可不必哈 你说你这人 闺女才三岁呢 你跟他说这些做什么 旁边的沈锦然 狠狠地瞪了一眼江振 江振看着媳妇 一脸委屈巴巴地说道 这 这不是防患于未然吗 暖暖 别听你爸爸乱说 我们也就是担心 你们拿着自己的零用钱 在外面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 担心你们而已 没有想知道你们秘密的意思 沈锦然这么一解释 暖暖就懂了 特别没心没肺地说道 妈妈不用担心呀 因为这是暖暖 自己赚的钱 瞬间反应过来的暖暖 立马用小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让你秃鲁嘴 现在好了 屋里几人瞬间明白 暖暖说的赚钱 无非就是那些 只是这次参与的人数还挺多 一时间 众人也不知道 说暖暖赚钱不好呢 还是说暖暖他们去吃 啃爷爷不好呢 我错了 我以后赚钱 肯定第一时间收起来 不会花光的 暖暖反应很快 立马承认错误 那小可怜的模样 让在场的几位大人 都舍不得责怪了 第257章 鸡不能失去的 最后还是沈锦然抱着暖暖 跟他讲道理 暖暖 爸爸妈妈不是舍不得给你花钱 但是小朋友是没有节制能力的 比如你在路边看到一只小兔子 老板说 这兔子一只25元 你是不是就会掏钱去买 暖暖点了点头 兔子多可爱呀 特别是红烧的时候 所以并不是咱们家里没钱 需要你去赚钱 你要是想要钱去买东西 可以跟妈妈商量呀 妈妈会看情况 带你们去买的 知道吗 暖暖点了点头 妈妈 我知道了 以后我有什么事情 肯定第一时间就跟你说 对了 我们暖暖 不管是小宝宝的时候 还是长大的时候 都是爸爸妈妈的小宝贝 不管你做错什么事情 妈妈都不会责怪你的 但是希望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第一个想到爸爸妈妈 嗯嗯 暖暖轻腻地蹭了蹭沈锦然 最后在她脸上巴唧了一口 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好了 我们暖暖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那下面是不是可以跟奶奶去房间看看腿了 最后还是老夫人出来打人场 直接让众人客自散了 自己拉着暖暖的手回了房间 好呀 奶奶 暖暖看看是不是恢复了 奶孙俩这感情好的呀 老爷子看着都冒酸气 进去之后 暖暖还真的蹲下检查了老夫人的腿 奶奶 你要找专业的医生帮你站起来了 明天开始就能训练了 很快就能正常走路了 没问题 明天爷爷就去请坐康复的医生来家里 听到暖暖的回答 老爷子直接拍板说道 于是老夫人这个事情就定下来了 而暖暖这边到了晚上 收到了江志的电话 三哥 暖暖不解 暖暖啊 咱们今晚有行动 我现在马上回去接你 你准备一下哈 江志那边的语气有些急切 似乎还有喇叭的声音 暖暖猜三哥应该还在开车 于是跟电话那边说了一声知道了之后 就挂了电话 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好在东西都在一个包里面 下午的时候还用上的 这会也算是派上用场了 随后背着小书包 哒哒哒又下楼了 暖暖 你这是做什么 沈井然原本是想来看暖暖 有没有盖好被子 结果开门就看到暖暖急匆匆地下楼了 暖暖回头 小脸蛋崩得紧紧的 看起来很严肃 妈妈 三哥需要我 我现在要去帮忙 什么忙呀 非得大晚上 说完之后 沈井然突然顿住了 因为他突然想到了 暖暖之前说的抓鬼还有业绩这回事 而这大半夜的出去 不难猜出 就是去搞业 不是去抓鬼的 就不跟你三哥说白天在出门吗 沈井然不好说不让暖暖出去的话 但是这大半夜的 还是很担心会出什么事情 毕竟就连将至都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不行的 妈妈 鸡不能失去的 沈井然 果然不该对暖暖的成语抱有什么希望的 是鸡不可失 嗯嗯 所以暖暖要出去等三哥了 暖暖摆了摆手 表示不重要 转身又想跑下楼去了 妈妈跟你一起等 沈井然想了想 还是跟着一起等 一会问一下 江志到底是什么情况先 于是暖暖牵着妈妈的手 一起下了楼 江志的车子没一会就开了才进来 结果远远就看到了 两道身影站在门口 等车子开进了 这才看清 于是忙下车 三沈 我来带暖暖出去 现在有一伙人 我们需要马上抓捕 不过你放心 我们只是让暖暖去帮忙指一下路 并不会让他有什么危险的 江志匆忙地解释了一句 沈井然听到抓捕的时候都吓到了 但是听到后面一句话 又稍稍放心了下来 行 那你们早去早回 注意安全哈 他也知道 这个时候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于是匆忙交代了几句 就让江志带着暖暖上车离开了 站在门口的时候 看着已经看不见的车影 久久没回过沈 江正也是见妻子这么久了 没有回房间 怕出了什么事情 所以出来看看 结果就看到了 他独自站在院子门口 看着大门的方向 不知道在想什么 小然 怎么了 江正手里拿着的外套 轻轻披在了沈井然的背后 关心问道 沈井然这才回过沈 拢了拢身上的外套 叹了口气说道 刚才小志来把暖暖接走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说是现在要抓一伙人 需要暖暖去帮忙找人 老公 我感觉我们这座父母的 有点失败了 怎么这么说 我总感觉暖暖是有事情瞒着我们的 倒也不是怪他 就是觉得我们父母的帮不上孩子什么忙 江正也知道 暖暖是个很有自己主意的小朋友 自己闺女什么性格 他也慢慢摸清了 就是没心没肺的 可能你觉得他没把事情跟家长说 但是其实人家根本就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情 也从来不会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每天就是吃吃喝喝 玩玩闹闹的 脑袋一沾上枕头 马上就睡着呢 根本藏不住事情 如果真心想问 分分钟能从暖暖的嘴里套出话来 但是当父母的 还真的不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去了解自己的孩子 江正也知道 大概是暖暖在山上待久了 从小养成的性格是如此 你也知道 暖暖从出生到现在 中间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在我们身边 他可能缺少那种跟人分享的意识 我们当父母的 应该多关心孩子才是 这个事情说起来 也只是环境所造成的 你不用自责 江正轻轻拍着妻子的肩膀 轻声安慰道 沈浸然何尝不知道是这个道理 就是突然觉得 孩子从小就不依赖父母 他心里挺难受的 缺失的这三年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弥补的 还有自己之前在不清醒的时候做的事情 他其实一直都还在自责当中 我知道 但是道理自己虽懂 却依旧无力 第258章 准备跑路 瓮中捉鳖 相信我们多跟暖暖相处 他会很愿意跟爸爸妈妈 分享自己的事情的 嗯 但愿吧 夫妻两人最终也没有选择去睡觉 而是准备在客厅等着暖暖回家 而这边的暖暖 明明到了睡觉的点 但是却一点都不困 甚至还有些兴奋 三哥 我们还要去什么地方吗 暖暖见三哥走的不是自己指的路 有些奇怪的问道 三哥要先去跟其他叔叔会合了 我们才能一起过去 哦 暖暖了然地点了点头 没一会 车子就到了约定的地点 那边已经有几辆车等在那里了 见到江志的车子 那边的人迅速上车 随后从车上朝着江志这边挥了挥手 随即井然有序地跟在了他们车子后面 暖暖看着这个阵仗 有种找人约驾的济世感 整个人更加兴奋了 甚至还哼起了不着调的小歌曲 江志无奈摇摇头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明明是这么紧张的气氛 硬是被人家整得像是去游玩的一样 对了 暖暖 之前你不是说还抓了一只鬼吗 对哦 那个飞飞的女鬼阿姨 暖暖被这么一提醒 这才想起了自己那天抓到的女鬼 拍了拍自己的脑门 江志 瓶子里的女鬼 能不能重视一下她这个女鬼阿威 那她这个怎么办 江志实在很好奇 竟然还有人的灵魂 能在人世间飘荡这么久 还没有魂飞魄散的 真是稀奇 送去投胎了 不过她身上很多野阴气的 放出来有危险 再让她在瓶子里冷静冷静吧 暖暖一本正经的 给自己找好了借口 江志见词也没说什么 按照暖暖指的方向 找到了熊哥他们目前的窝点 大概也是收到消息了 这帮人正准备跑路呢 而江志从开始行动的时候 就已经让人先去了万老那小院子抓人了 两边一起出洞 就不幸这次还抓不到人 而京郊的一处高档别墅 时间到回到一个小时之前 之前小郭子从万老那边拿到的真假龙文波 第一时间就放出了消息 而各收藏界的大佬都开始纷纷打停 这个龙文波的消息 兜兜转转了好几手的消息 才知道是在一个海外华侨的手里 不少人开始约了时间上门 就是想看看这个宝贝 而这其中就有华国的老收藏家 郑老先生 郑时龙是华国首个拥有私人博物馆的收藏家 里面的收藏品多到数不胜数 其中步伐有一些都是世间罕见的珍宝 甚至都出动国家出面保护了 他毕生就喜欢收藏 甚至答应了 等他死了之后 如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继承人 就把这些东西都赠送给国家 这些藏品可谓是有市务价了 但是就是这么一大笔财富 没有选择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反倒是留给继承人 或者是捐给国家 可见这人的胸怀不一般 他主要是好奇 正按照史记 这件瓷器应该是被当成陪葬品下葬了 而且当时因为是送给一个宠妃 更是令人不解 但是现在市面上没有的瓷器 却重新出现了 这里面要说没有鬼 那才不正常呢 所以正老准备上门去一探究竟 熊哥那边见时机差不多了 就开始放出消息 将举办宴会宴请各界人士 只要对这个龙文波感兴趣的 都可以来这边长长眼 说是说的这么好听 其实也不过是 为了给藏品打出人气 顺便给自己积攒点人脉 毕竟他手里还有不少好东西呢 于是这个事情就定下来了 宴会如期举行 业界大佬如约而至 因为知道正老也来 所以熊哥这边特别鸡贼地 把正品拿了出来 正老以及几位老收藏家 这一看不得了 有眼力见的 一下子就看出了这是正品 有市无价的那种 但是收藏的人 一般长眼都只是看一眼 郑士龙看了第一眼就皱起了眉头 这是正品 那就更加奇怪了 莫不是 他这回看着熊哥的表情 都带着迟疑 后面熊哥像是眉心眼一样 说是从一个歪国人手里买回来的 花了不少钱 也是怕这个东西是假货之类的 还真的有不少人见他这么直爽 起了跟人结交的心思 郑士龙也只能暂时 先放下这个异样的感觉 而是让人去询问 这个龙闻拨卖吗 熊哥纠结了许久 才说不想确实有想法卖 这下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 不少人直接公开叫价 而在场一些有眼力见的 看见正老没有出声反对 可见这个东西应该是好东西 莫名的这件藏品就被挂上了 连正老都看好的标签 这下每天问的人就更多了 熊哥的目的也达成了 为的就是郑士龙的名号 这可比那些鉴定机构好多了 人家都没说不好的东西 那肯定就是真的 而且这东西 在收藏家眼里 那价值就是不可估量的 不过熊哥也特别有技巧地说了 到时候公开拍卖 只是不少人都留了名片 准备私下截胡 熊哥还真的找了几个人私下交易 当然这次拿出来交易的 就是万老座赝品龙龙波了 今晚约的就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 熊哥在这么多人中 就挑中了这个岑老板 第一岑老板人傻钱多 给的价钱是这些人当中最多的 而且还有加价的空间 第二拿了赝品人家也看不出 第三他们被人盯上了 着急脱手 这就有了今天晚上的这场红门宴 开始的时候 谈得都很顺利 讨价还价了一番 曾冠林最终答应 以一亿的价格 把这个龙文波买下 两人都到了交易的重要关头了 结果下面的小弟打电话 说他们被盯上了 熊哥还不放心这次出手的机会 于是便催促着曾冠林转账 只是这么一大笔数额 肯定不是一时半会想转就能到账的 熊哥这边在接待曾冠林 那边的小弟已经开始收拾东西离开了 就是为了去国外 到时候拿着正品去国外卖给歪国人 只是刚走到门口 就被破门而出的人给抓了个正着 熊哥万万没想到 这些人来得这么快 转身就想往回跑 结果被暖暖贴了一张倒霉服 直接转身就摔倒在了地上 第259章 入股不亏哦 而曾冠林一头雾水 不明白这帮人突然闯进来做什么 随即就看到了 走在后面进来的将至 看着人家穿着一身制服 就知道事情不简单 结结巴巴地问道 怎 怎么回事 叔叔 你被人骗了 你手里是个假的 怎么可能 曾冠林下意识反驳道 你一会就知道了 暖暖悠悠叹了口气 并没有过多解释 随即将这一行人上前去把其他想跑的人给按住 只是没想到 那个拿着真宝贝的小弟 见自己没有逃跑的机会 不由绝望 看了一眼自己手里的龙文波 这回用了一个盒子装着 就抱在怀里 他突然饿从胆边生 突然恶狠狠地看着他们这一行人 别 别过来 过来我就把这个东西给摔了 我跟你们鱼死网拓 这话瞬间就让将至迟疑了 毕竟这个东西也算是华国的瑰宝 这么被摔碎 实在是 三哥不要怕 暖暖给碗贴了平安符 他摔不坏的 暖暖奶兄奶兄的声音响起 莫名让将至觉得很有安全感 回头看了他一眼 随即转身二话不说 就上前抓人 那小弟大概也没想到 人家竟然不被自己威胁到 而且还平安符呢 人带平安符就算了 连一个古董都好意思说出这种话 他心里吃笑 二话不说 举起手里四四方方的盒子 就想摔了 结果梦幻的一幕发生了 那箱子就像是长眼睛一样 重重摔下去 到了地上的时候 好像有什么东西缓冲了一下 然后十分平缓地掉落在了地上 连声响都没发出什么 而那小弟 这回已经被僵制扣在了地上 他这回整个人都傻眼了 还有些怀疑人生 谁能告诉他 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 真的没事 老实点 暖暖走上前抱起地上的盒子 看到那个小弟 竟然还眼神恶狠狠地瞪着自己 嘿 暖暖这个抱脾气 瞬间就来了 抱起盒子 上前就是给了小弟的腿一脚 这一脚 直接把人给踢得嗷嗷直叫 曾冠林看着同样被暖暖抱在怀里的东西 见他打开 这不就是自己手里这个吗 简直一模一样 从刚才那个小弟威胁的话就能看出 暖暖手里那个才是真的 他整个人都傻眼了 没想到自己精明一事 却在这个事情上栽了跟头 想清楚这些事情 也顾不上责怪自己了 马上联系了银行 把自己刚才转出去的钱给撤销了 这一个一说多不多 但是就这么买了一个赝品 简直是在告诉别人 自己这失败的投资经历 他这么想着 举起胳膊 就想把自己面前的这个盒子给摔碎了 结果却没想到 衣服被人轻轻地拉扯了一下 低头一看 就看到刚才那个还一脸奶胸奶胸的小团子 就会一脸软萌地看着自己 叔叔 别摔哦 这可是证据呀 曾冠林 他竟然还知道什么证据 好好 不摔 曾冠林下意识就按照暖暖说的办了 很快 直接在别墅这边把人一锅端了 就在将至以为任务会顺利进行的时候 那边的人却打电话告知 他们到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 除了一柜子的赝品 还有一些摆在院子里没有完成的办成品 除此之外 没有一个人 看来这些人是得到消息 先一步跑了 但是将至这边已经联系海关那边 早就时刻关注着出国的特殊人群 现在那边没有消息 那就是说这帮人并没有选择出国 将至皱眉 一行人被押走了 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 曾冠林也想离开 走的时候 将至跟他说了 这边的情况 后续可能还需要您这边配合一下调查 应该的 应该的 曾冠林忙硬道 叔叔 先别走哦 你身上沾上了脏东西呢 暖暖在旁边一脸软萌地看着他 说出的话 却是让人忍不住背脊发凉 脏东西 什么脏东西 该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 曾冠林莫名有些虚 自己近些年收了不少东西 难不成是因为那个 但是问暖暖 暖暖却不看他了 而是看着江志 从刚才接了那通电话之后 三哥似乎是有心事的样子 便走上前问道 三哥 怎么了 那边的人没抓到 跑了 没事呀 他们还会出现的 安心了 暖暖 特别不走心地安慰道 江志好无奈 这暖暖 说话就跟站着说话 不腰疼的一样 没心没肺的 唉 不过现在成功截获了一批 正准备出国的文物 也算是一点收获了 现场还留有人 在别墅里面搜查 但是找了半天 却也只找到了两个箱子 按照院子那边的情况来说 正品不止那些的 三哥 要不要暖暖帮忙呀 很便宜的哦 暖暖眼睛亮晶晶的 说这话的时候 明显就是想要好处的表现 我不找同 江志正想义正言辞地 拒绝暖暖的 结果就听到暖暖说 那些东西藏在哪里 暖暖可都知道哦 说着朝江志挑了挑眉 入股不亏哦 行吧 你找 找出来了三哥奖励你 吃三顿啃爷爷 两次冰淇淋 行了吧 暖暖算了算 觉得这个买卖划算 当即拍板 成交 说着拿出自己的罗盘 开始四处搜寻 曾冠林这回也是好奇 并没有跟着那些人离开 而是选择留在了现场 主要也是想知道 自己到底沾上什么脏东西了 然后看着一个三岁的孩子 在屋子里面走了几圈 就从下面挖出了不少宝贝 感觉今晚的事情有些魔幻了 这这这 暖暖站在院子的台阶上 像是指点江山一样的指挥道 就见江志的同事们拿起家伙 就想挖院子 嘿呀 叔叔 那边有机关啊 你这挖洞要挖到什么时候去捏 众人 感觉被鄙视了 随即又开始到处摸索机关 好在 没等暖暖吐槽 他们先找到了院子里面的机关 就见轰隆一声 院子里好一阵震动 就连曾冠林都躲到边边的角落去了 随之而来的 好几个地方都被打开了 特别神奇的是 打开的地方 都是暖暖刚才说的那几处 等到上面的烟尘散去之后 就看到里面一个个的箱子 大概江志都没有想到 这些人竟然还没把文物运出国 第260章 你不是说我身上还有脏东西吗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如果今晚没有他们的掺和 今晚之后 这些文物都即将踏上了 飞往大洋彼岸的飞机 那个时候 想要找回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这个时候 真的不得不感叹一句 运气真好 暖暖得意地昂着脑袋 等待夸奖 暖暖真棒 帮了我们国家一个大忙了 暖暖羞涩一笑 后面这边的动静 也惊动了上面的人 郑老也跟着一起来了 原本还在睡梦中的众人没想到 在京都一处别墅 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而且这很多都是出土的文物啊 郑士龙半点没有被人 扰了清梦的不耐烦 这会跟着大部队的人 就到了京郊别墅这边 别墅灯火通明 周围已经被围上了警戒线 作为文物保护协会的会长 郑老首当其冲地走到了最前面 进屋就看到了一个个打开的箱子 他往里面看了一眼 好家伙 这每个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 平时想找一个都不容易 结果现在一下子出现在自己面前这么多 他神色激动地上前一一确认了 这里面 实践里面有八件是真的 其中两件瓷器也是仿造得特别像 很容易骗过那些不懂货的人 就连一些专家 都一时半会辨认不出这些东西的真伪 这就很可怕了 甚至 郑士龙在这上面看到了很熟悉的影子 还没等他想起什么 就听见一声软萌的声音 在自己身旁响起 爷爷 这些都是真的吧 除了那两个 暖暖上前指了一个方向 笑着问道 郑老顺着暖暖说的方向看了过去 眼底带着性慰 没想到一个小孩子的眼力竟然这么好 啊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郑老挑了挑眉 看着他问道 山人自有妙计 暖暖故作高深的昂起脑袋 不回答这个问题 反而问道 爷爷 你说我说的对吗 对对对 没想到小姑娘眼里这么好 那是 这些东西可都是暖暖自己找出来的呢 暖暖说起这个还是有点小得意的 郑老眼神热切地看着他 正想说什么呢 结果就听到江志的话 郑老你好 我是这次负责追回文物的行侦队长 江志 你好你好 不错不错 这次能找出这么多文物 也是替咱们国家挽回了不少损失了 郑老欣慰地看着他 随即看着他又看了看暖暖 那这位是 这是我妹妹 这次的事情也是他发现的 我顺藤摸瓜找到了他们这伙人 只是很可惜 还有一些他们前段时间去盗墓的文物被弄走了 现在人也下落不明 只留下了一个造假的院子 江志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 郑老却是从中听到了不对劲 那个地方在哪里 我过去看看 一会我们的人也要过去 您跟着一起去就行了 现在这边的东西也派了专人来接送 要暂时先把东西移交到博物馆那边 会有专门的鉴定师来鉴定文物的真假 然后后面也会给那一帮人定罪 就是那个造假的人 现在找不到了 有点可惜 不过他们这一行的 倒也不会因为暂时抓不到人而放弃 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 不愁找不到 好好好 郑老这大半夜的 竟因为激动而有些面红耳赤 你叫暖暖吧 期待咱们下一次的见面哦 郑老第一眼看到暖暖的时候 就喜欢上了这个机灵的小姑娘 这不 走之前还乐呵呵地跟暖暖道别 嗯 爷爷再见 暖暖跟着江志上了车 也朝着郑老挥了挥手 见暖暖都要走了 还没注意到自己 曾冠林都着急了 忙追上前急切喊道 哎 哎 小姑娘 这 你不是说我身上还有脏东西吗 暖暖回头 看着这个气喘吁吁的叔叔 这才想起来 不过今晚太晚了 暖暖已经有点困了 于是给了一个自己的电话号码 叔叔 我忘记了 不过先给你个平安符 明天你再打这个电话找好了 曾冠林忙拿出自己的手机 把暖暖的号码给记下了 连连硬道 好好好 随后就目送着暖暖上车离开了 江志看着后面 不停打着哈欠的暖暖 顿时心疼坏了 暖暖 都是三哥不好 现在没事了 三哥带你回家 你现在困了些迷一会 好 搭 三 暖暖话还没说话 直接靠在了安全座椅上 呼呼大睡了起来 江志抽空看了一眼后是静 就看到歪着脑袋 呼呼大睡的暖暖 无奈地摇了摇头 把车上的温度调了一下 车速也放慢了 等到两人回到家的时候 时间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 江志的车子刚到主员的时候 屋里的江正夫妻都听到声音了 忙往外走 就看到江志从车上下来 三叔 三婶 你们怎么还没睡 江志压低着声音问道 暖暖呢 睡着了 江志手指指了指后排的座位 江正打开门 果然就看到睡得一脸香甜的暖暖 瞬间感觉整颗心都融化了 他上前解开暖暖身上的安全带 沈锦然在旁边不放心地交代道 轻点 好 走吧 先上楼吧 嗯 三叔那暖暖就交给你们了 我还要回局里 江志跟夫妻两人打了招呼之后 又开车离开了 今晚局里的事情肯定有很多的 江正跟他点了点头 就抱着暖暖上楼了 沈锦然弄了点水 帮着躺在床上的暖暖擦擦身子 帮着把外套给脱下来之后 这才给他盖好被子 回去睡吧 我今天陪着暖暖 沈锦然忙完之后 就开始感人了 江正 万万没想到 媳妇说的回去睡只是 他一个人回去 愣着干嘛 回去吧 沈锦然朝他挥了挥手 不耐烦道 对了 记得顺便把灯跟门都关了哈 最后 江正只能一脸委屈巴巴地 回去自己的房间 而沈锦然如愿抱着暖暖 晚安 宝贝 没一会他也进入了梦乡 第261章 你摸摸你的头顶 暖暖晚上还梦见自己 跟着师父一起去抓鬼了 而且抓了回来 师父还让师弟给他带鸡腿 他简直乐开了花 在睡梦中巴结了好几下嘴 早上睡醒的时候 就看到了妈妈 搂着自己的小腿 暖暖朝着那边睡得正香的妈妈 好奇地看了好几眼 然后倒头又继续睡了 这个动作 成功把沈锦然给吵醒了 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暖暖 呆愣愣地倒在床尾 昨晚太晚睡觉了 导致今天早上睡得太死了 连暖暖跑到床尾睡觉都没发现 当即起身 想把暖暖给抱到自己身边来睡 刚抱起来 就看见暖暖睁开了眼睛 眉眼弯弯地看着自己 妈妈 早呀 说完直接扑在了沈锦然的怀里 依恋地蹭了蹭 早呀宝贝 原来你早就醒了对不对 嘻嘻 妈妈 我刚才梦到吃鸡腿了 醒来就看到妈妈抱着我的腿呢 小吃货 沈锦然美好气地刮了 刮他的小鼻子 自己搂着人 打算继续睡觉 现在还早呢 昨晚那么晚睡 咱们继续睡会 嗯嗯 暖暖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之后 闭上眼睛 在妈妈的怀里又睡了过去 等到再次起来的时候 天光已经大亮 沈锦然也早就起来了 就只剩下暖暖成大字形躺在床上 衣服还往上溜了一点 露出个圆鼓鼓的肚子 随着呼吸起起伏伏的 看起来好不可爱 旁边的毛毛 安静地躺在暖暖的床边 似乎是听到了暖暖起床的声音 马上起来看了一下他 见他睁了眼睛还在发懵 拿着自己的脑袋 拱了拱他 直接把暖暖给拱精神了 毛毛 暖暖嘴里嘟囔了一句 随即起身 好好地撸了一把毛毛 毛毛自从怀孕之后 比以前沉稳了许多 现在也不蹦蹦跳跳了 每天干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守在暖暖的身边 或者是找个地方晒着太阳 看着孩子的爸 在那边蹦蹦跳跳的 仿佛一位老母亲 暖暖撸了一把老虎之后 很自觉就自己爬起来了 把放在床边的衣服 拿起来穿了 自己爬上凳子刷牙洗脸 一顿操作下来 虽然笨手笨脚的 也算是他自己独立完成的 带着毛毛下了楼 楼下之会已经很安静了 等到他走到餐厅的位置 这才看到顶着两个黑眼圈 不停打着哈欠的姜志 三哥 你又熬夜了吗 是啊 刚忙完回来 来 过来吃早餐了 姜志无精打采地看着暖暖 嗯嗯 三哥 你要保重身体呀 你摸摸你的头顶 姜志下意识地摸了摸 还没想明白暖暖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听见暖暖奶声奶气地说道 三哥 是不是觉得头发往后移了呢 姜志一脸惊恐地摸了摸 没有吧 说着又不确定地摸了摸 就像是人家说你胖了 但是你死不承认 嘴硬的样子一模一样 暖暖嘖嘖摇了摇头 自己爬上了凳子 然后看到厨房阿姨 拿出来的好吃的早餐 直接把调侃三哥的事情 往后挪了挪 一心只埋头干饭 姜志刚从自己秃头的噩耗中 清醒过来 就看到旁边没心没肺 吃着东西的暖暖 暖暖 三哥昨晚连夜审了那几个人 原本以为能问出什么东西来 结果那些人竟然也说不知道 姜志自顾自地说着 暖暖的耳朵早就竖了起来 听着姜志说 那帮人没有说出口的时候 皱起了小眉头 那那个造假的爷爷呢 他们说也不认识 是通过人家介绍的 啊 这里面还有别人啊 暖暖吃饭的动作 突然顿住了 挠了挠脑袋 不解地问道 姜志点了点头 并没有选择隐瞒 嗯 我猜想的就是这样 不过有个事情 那帮人倒是交代了 是关于咱们小叔的 姜志说完 看了暖暖一眼 却见暖暖 似乎半点都没有意外的神情 三哥 是不是人家供出了 是谁想害我们小叔了 不错 那个人 说是剧组里面有个人 之前是跟着他们干的 后面不干了 但是最近又重新找上了他们 为的就是前些日子 他们从地底下挖来的东西 就是那个将军的盔甲 也是奇怪了 你说这么多年了 怎么可能保存得这么好呢 姜志皱眉沉思 因为那本来就是穿在人身上啊 人家的鬼魂 不让那些蛇虫鼠 以靠近也是正常的 那这个衣服 一想到在死人身上穿了这么久 现在被人抢了去 怎么可能会不找上门来 没事没事 就剩下一缕孤魂了 暖暖已经给赶跑了 暖暖摆了白手 示意姜志放心 随即说道 就是不知道 人家说出是谁指使了吗 现在还在调查 今天他们就去小叔的剧组里面 找那个负责服装的人 姜志要不是回来休息 可能也是跟着一起去的 但是没办法 他最近工作量确实大了一些 已经好久没休息了 现在出去开车 也算是疲劳驾驶了 这本身就不是很安全 那三哥你好好休息吧 暖暖去找小叔 暖暖还是很贴心的 让盯着一脸黑眼圈的姜志先 回去休息了 嗯 那三哥去睡觉了 你跟小叔说一下情况 让他再去组注意一点 姜志后面 还不放心地交代了一句 暖暖嘴里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认真回道 好搭好搭 吃完饭之后 暖暖就找了在后花园锻炼的老夫人 沈锦然在旁边帮着一起训练 今天早上起来 老夫人感觉自己腿上都有力气了许多 知道这是即将要康复的训号 这不 一大早起来 就在院子里锻炼 沈锦然在旁边帮忙扶着 妈 比昨天走得久了一点 您这边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还能承受 老夫人也不是那种 一心只想早点站起来 不顾自己身体的人 目前的训练程度 还在她的承受范围之内 所以才没有喊停 沈锦然听了 也点了点头 行了 先扶我坐下吧 你去看看 暖暖是不是起来了 老夫人见时间差不多了 也要回去休息一下了 顺便让沈锦然 去看看暖暖那边起了没有 好 那妈你先休息一下 我这边去看看暖暖 把老夫人扶在轮椅上坐好之后 就进屋去找暖暖了 结果刚进门的时候 就跟准备出门的暖暖 迎面撞上了 第262章 周扬被抓 妈妈 哎 暖暖 这么早就起来了 吃早饭了吗 吃了吃了 暖暖刚才跟三哥一起吃的 暖暖点了点头 真怪 走吧 咱们去看看奶奶 沈锦然说着 把牵着暖暖的手 一起去后花园找老夫人了 妈妈 暖暖想去找小书玩 你昨晚这么晚睡 不在家休息一会吗 沈锦然不由好奇了 暖暖最近似乎很喜欢往外跑呀 嘿嘿 这不是好久没去看看小书了 有点想他了吗 暖暖心虚地说道 其实他是打算去看热闹的 三哥可是说了 要把那个负责服装的小李叔叔给带走 那小李叔叔 要是交代了 是谁指使他的 那不就可以找出那个背后的人了吗 暖暖就是为了去看看 到底是不是上次看到的 那个叔叔嗨的 如果是的话 那就有好戏看了 这种坏人 肯定是要曝光他的 暖暖这边愤愤地想着 行 那晚点 妈妈带你一起去 说起来 沈锦然平时忙 倒是很少带着暖暖出去玩 这个事情 确实是他这个亲妈的做得不好 现在难得有时间了 陪着暖暖出去 母女两人培养培养感情 好呀好呀 暖暖蹦蹦跳跳地 跑到了老夫人的身边 看到奶奶额头上 还有些汗珠 点起脚尖 就要给老夫人擦汗 奶奶 累不累呀 不累 奶奶不累 我们暖暖起床了 刚才还说 让你妈妈去找你呢 对呀 暖暖自己一个人起床的 可棒了 暖暖又开始自己夸自己了 是是是 我们暖暖真棒 老夫人夸赞道 奶奶 不要太着急练哦 注意休息呢 好 奶奶知道了 暖暖刚才说 要去哪里呀 刚才远远的老夫人 就听到暖暖这开心的声音 于是很好奇 暖暖这小家伙 这是想去干嘛呢 暖暖去看小书呀 妈妈说一回带着我去呢 哦 这样啊 那你小书知道了 肯定得高兴死了 之前江道 还在微信群里面抱怨 说很久没看见暖暖了 没想到这才没一会的功夫 暖暖就自己主动说 要去看小书了 行 那你去吧 回来的时候跟奶奶说 我让厨房给我们暖暖做好吃的 老夫人慈爱地摸了摸暖暖的脑袋 早上起来的时候头发都没有梳 这会披散着 只见得发丝柔软 好搭 好搭 走吧 妈妈给你梳头发 咱们换套衣服就出门了 于是暖暖又呆呆呆上楼收拾了一番 戴上了一个遮阳帽 就高高兴兴跟着妈妈一起出门去了 剧组今天确实也挺热闹的 原本那个周扬的戏份都要杀清了 就是被江道饰演的将军刺杀的那一幕 演到这个戏份的时候 刚好看到负责服装的小李被带走了 那个时候他眼底的惊慌是怎么掩饰都掩饰不住的 但是在张导的眼里 就是人家演技大爆发了 把一个临死前的惊慌失措表现得很好 随后被江道射杀的那一刻 眼底还带着不可置信 其实是还没反应过来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张导以及现场工作人员的眼里 今天周扬的演技是得到一致认可的 好 卡 周扬杀清了 周扬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的戏份就结束了 正想站起身来跟众人道谢 赶紧溜至大吉 结果那边的小李半点职业精神都没有 这影视城都还没走出去呢 先一步把人给供了出来 这下好了 不用再跑第二趟了 直接倒回来 再把周扬给烤伤手铐 这边需要您回去跟我们配合一下 不是 影声师搞错了 周扬依旧是一副无辜的样子 就连张导都站出来解释 询问下具体是什么情况 是这样的 这段时间周扬都是在剧组里面 想问下同志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呢 你是这儿的导演吧 警察同志看着张导询问道 对呀 我是这儿的导演 那有个事情需要跟你们说一下 就是你们剧组负责服装的小李 刚才已经被我们秘密抓捕了 刚准备上车的时候 供出了周扬 说是周扬这边出钱 特意让他去跟人家买地底下的东西 就是你们现在拍戏的那个盔甲 初步鉴定 是明朝一位将军下葬手穿的 至于这里面涉及的一些东西 很抱歉 不能详细跟你说明 但是能肯定的是 他们在用这种方式害人 至于害谁 你们应该也应该清楚了 说着 他眼神隐晦地看了一眼江道 在场的人都没想到 事情还有这种反转 张导看了一眼江道 只见他身上穿着的 正是那件盔甲 江道现在已经习惯了 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自从暖暖帮他把阴气给去散之后 除了心理上有些不是之外 也还好 自己慢慢克服 只是他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穿上这些地底下的衣服 里面竟然还有周扬的掺和 周围的人不由纷纷议论了起来 甚至到了现在 现场还有不少人不相信 这是真的 可见周扬平时在剧组营造的人 设有多成功 而周扬本人 这回都傻眼了 他万万没想到 这件事情会被发现 而且还是在这么一个时间点被发现 具体情况如何 还得先让我们把人带回去 好好了解清楚再说 那警察也没有打算跟众人解释太多 给周扬戴上手铐之后 就招呼着招呼这几人先离开了 这张道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众人把自己的男儿好给带走 他眼神呆呆地 看向旁边的江道 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得要哭不哭的 我这部剧该不会要重拍吧 江道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心吧 张道 这件事应该不会被爆出来 只会悄无声息地解决 两人这边说这话 那边的暖暖刚好到了影视城这边 跟来抓人的警车擦肩过 暖暖回头看了一眼 还能看到车里的人 嘴里忍不住哦 呼了一声 随即叹了口气 来晚了一步 暖暖 怎么了 没事妈妈 就是错过热闹了 暖暖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还带着满满的失落 第263章 为社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不过等到下车的时候 看到一群人围在那边说话 瞬间就把刚才的事情给忘干净了 下车之后 直奔江道那边 小叔 小叔 暖暖来看你啦 江道本来还跟张道说着后面戏份的事情 结果就听到一声软软的声音喊着他 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情 刚回头就看到 小团子往自己这边冲了过来 江道唯一能做的就是 蹲下身来 减少暖暖冲过来的冲击力 果然 暖暖这一扑过来 他即便是反应及时 还是被暖暖给冲得往后退了一步 暖暖 今天怎么来了 来看热 我是来看小叔的 暖暖的话头连忙转了一下 但是江道却是听出了点苗头来了 于是抱起暖暖 是吗 那是谁带你来的 妈妈呀 暖暖说着 小手指指了指神井然的方向 只见神井然走在后面 手里还提着一个包 放的都是暖暖 喜欢吃的点心 三嫂 嗯 暖暖一大早起来 就说想小叔了 要来看看你 这不是刚好没事 就带着他一块来了 神井然宠溺地笑笑 是吗 小叔果然没白疼你 江道说着狠狠在暖暖脸上亲了一口 暖暖来了 还记得叔叔不 张导在旁边乐呵呵地看着他 刚才被江道这么一分析 他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于是 这回脸上已经调整好了情绪 看到暖暖这么可爱的小团子到了剧组 更加乐呵了 记得呀 张叔叔 暖暖来跟你一起当导演了 哎哟 这记性可以呀 还记得当导演呢 暖暖一来 瞬间冲刷掉了 刚才周扬跟小李被带走得不快 好了 大家先休息一会吧 晚点 我们按照计划继续拍 张导拿起喇叭 扯着嗓子在肠子里说道 张叔叔 暖暖也想说 好好好 来 你拿着 张导直接把喇叭递给了暖暖 结果就看到小家伙抱着喇叭 喂喂喂 听得见吗 哥哥姐姐们 聚意休息哈 一会暖暖导演要检查工作大 Over 说完 一脸乖巧地把喇叭递给了张导 只把张导给逗得合不拢嘴 在场不少人都回去搜刮了自己的小零食 一一送到了暖暖这边 接下来又是暖暖的一顿彩虹屁 等到应付完了之后 江道这才带着沈锦然 还有暖暖去了自己的休息间 三嫂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江道直接开门见山问道 沈锦然倒也没有意外 而是指了指暖暖 你问这个小家伙吧 他知道的可比我多呢 江道的眼神又落在了暖暖的身上 暖暖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小叔呀 嘿嘿 小叔 坏人抓到了 暖暖企图卖萌 所以你是为了这个事情来的 江道挑了挑眉 是搭 不过最主要还是来看小叔的 暖暖一脸的义正言辞 是是是 是来看小叔 你跟你三哥 是不是抓到背后的人了 嗯 小叔 我跟你说 坏人可真坏 还把我们自己家里的东西 卖给国外的人 然后还造假来 卖给我们自己人 暖暖越说越气 脸上的表情 都是气鼓鼓的 说好搭 华国人不骗华国人的呢 小家伙显然也是 没想明白 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情呢 江道跟沈锦然对视了一眼 很显然 沈锦然这个亲妈也不清楚 这里面竟然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特别是看着暖暖 这一脸怀疑人生的表情 就知道 昨晚估计是找到了不少东西 暖暖啊 这个事情有很多人 为了钱不择手段的 当然了 也会有好人的对不对 有很多老一辈的人 一辈子都在坚守着 就是为了让我们国家的宝物 能够完整地 放在我们自己的这片土地上 沈锦然组织了一下语言之后 轻声宽慰道 他并没有因为暖暖年纪小 就不跟孩子说一些事情 或者是见孩子年纪小 就一直给他传输一种世界 很美好的想法 毕竟暖暖不是普通的孩子 家长适当地跟孩子说 外面的世界不一定是美好的 也有残酷的 父母只是在旁边引导的 而真正看世界的 是孩子自己本身 就像沈锦然跟暖暖说了 有的人为了所谓的钱 权 能做出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是同样有很多人 都在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暖暖歪着脑袋想了一下 瞬间就明白了 妈妈 我知道了 就像是郑爷爷一样 他就是一直守着宝贝呢 不让这些宝贝留到别的国家去 对了 所以啊 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 都在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为社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的 嗯嗯 妈妈 暖暖懂了 以后暖暖也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就是让更多的鬼鬼 去投胎做人 暖暖心里暗暗想着 沈锦然跟江道 确实没有多想 还以为是孩子自己想明白了呢 摸了摸暖暖的脑袋 一脸笑一道 对了 暖暖能这么想就对了 那个造假的人现在是还没抓到 江道刚才听着暖暖说的 不由好奇 难不成真的有人 能把这些古董做得这么像吗 还没呢 听说还把几个真正的文物给带走了 暖暖双手撑着自己肉乎乎的笑脸 有些心疼道 不过他也不怕抓不到人 很快这人自己就会出现了 这边暖暖忙着帮剧组抓人 倒是把摆摊的事情给忘记了 之前的胡子文还有周宇飞两人回到自己的住所 就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第二天就离开这座城市 结果却没想到 第二天在离开的时候 就被警察觉得一个电话叫过去 原因是 那天去屋里盗窃的人 拿走了那用黑色塑料袋装着的十几万 只是随后在逃离现场的时候 摔下楼梯了 好巧不巧 正好是头朝下的 而摔下去的时候 小偷的手还紧紧抱着那一捆钱 买命钱 第264章 因祸得福 周宇飞听到警察说的事情之后 只觉得如坠冰窖 于是便只能颤颤巍巍地 把事情的经过给说了出来 他承认自己当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就是因为想着 等几个月后 施主忘记了 想把这笔钱占为己有 当然 没有动那笔钱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怕施主找上门来 所以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 说到最后 他整个人已经哭成泪人了 差一点 自己就因为这个钱丧命 更重要的 还是暖暖昨天说的话 这是买命钱 有人替他挡灾了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接连出事的人就是他了 可能会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车撞了 下楼摔死 或者吃饭噎死 等等死于非命的下场 胡子文在一旁抱着他 不停地安慰 对于这个事情 警察其实也不好定义 毕竟人家只是没把钱还回去 小偷是自己上门 把那袋子钱拿走的 是在离开的时候出了事故 周宇飞有完全的不在场证明 至于他说的什么买命钱 几人是不相信的 只是当周宇飞在拨打上一任租客的电话时 那边已经响起了空号的提示音 发微信也是直接跳出来 自己已经被拉黑了 警察看到这个情况 不知道为什么 都有些毛骨悚然 一切都太过于巧合了 巧合到他们都要怀疑 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么多的巧合 旁边的胡子文还算是淡定 便简单地把昨天暖暖说的话 简单跟几人说了一遍 随后看着自己身旁的行李箱 更加坚定了离开的想法 实不相瞒 我们今天就是打算离开这座城市 重新生活的 但是还是希望你们能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免得祸害更多的人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竟然还有人能相处 诫命这种阴损的招数 这次也是我们运气好 遇到了一个小女孩 两人对于暖暖还是很感恩的 更多的还是庆幸 胡子文那天只是看着小孩子可爱 这才上前了 却没想到 因祸得福救了两条人命 更重要的是 暖暖说要搞事业 他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决定 等安顿下来之后 就开始创业 警察这边表示事情会落实的 也就送他们两人离开了 两人走了之后 周宇飞想着 住所里面也没什么东西了 干脆就不回去了 打电话给房东退了租 就直奔机场去了 不过走的时候 还是给暖暖发了个信息 感谢了一番 两个女孩子 即将踏上了属于他们的旅程 虽然没能当面感谢一下暖暖 但是他们都坚信 以后还会有见面的机会的 暖暖也是后面 才看到自己的信息 真心的祝福两位姐姐 能有美好的未来 看似只是简单的放一笔钱 当做买命钱 但是这里面涉及的东西 就多了去了 比如是谁找的道士 这个人肯定会点阴损的招 这次是买命 后面呢 如果周宇飞没有遇到暖暖 这个事情足够让一个人 一辈子翻不了身 周宇飞姐妹两人的事情 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只是暖暖的事情 却没那么容易结束 还有自己小叔身上的 那个周扬也有问题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之前是借的江道的运 才能演个男二号 但是仔细看他的运势 就能看出 很多都是不属于他的金光 就算是有能力借过去 可能也没有福气享受 最终 江道的气韵 会转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而这个人是谁 那就需要继续找了 暖暖摸了摸下巴 小脑袋瓜子快速运转着 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 正在对江家展开 看来要跟江家的众人 打个预防针了 师父在自己下山的时候 就说了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但是一家人的力量是无限的 暖暖之前没懂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现在 却是似乎有些懂了 江家的众人 只要一起凝成一股绳 相信一定能把背后的人 给揪出来的 暖暖决定找个时间 跟家里人提个醒 于是暖暖掏出手机 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 在微信的家族群里面 乃生乃气地喊道 爷爷奶奶 大伯大伯母 二伯二伯母 小叔 大哥大嫂 二哥三哥 哥哥们 晚上回来开会 暖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讲 不准缺席哦 小家伙后面还发了一个 插腰的表情包 表示自己很严肃 不回来开会 后果很严重 老爷子原本以为 是小家伙自己闹着玩呢 结果一问才知道 暖暖要说的什么事情 于是自己一个个打电话 就连部队里面的江唐 都叫回来了 江明这边 刚好完成了一个合作 正准备回庄园这边住几天呢 结果就接到了老爷子的电话 语气严肃地喊他回家 江明直觉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也不敢耽误 下午早早就下班回庄园这边了 江唐夫妻再不对 也被老爷子喊了回来 毕竟老爷子平时都知道 儿子们忙 鲜少有这么严肃 喊着全家人回来的事情 于是个个都很听话的 早早就带上了行李 回庄园这边了 暖暖原本是想在家 等着一家人回来的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这不是昨天晚上抓人的时候 遇到的那个叔叔 就会打电话给了暖暖 暖暖觉得自己也不好坐视不理 于是直接问了地址 让沈锦然带着他去 那边的曾冠林 也是担惊受怕了一晚上 早上的时候还发起烧了 一直到下午的时候 才稍微清醒了一点 马上就想起了 自己昨晚遇到的那个小孩 还有他说的话 打完电话 知道暖暖要过来了之后 曾冠林简直度日如年 总是感觉到背脊发凉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背后盯着自己一样 这种东西别人不说的时候还好 但是只要被人一说 总是感觉像是真的有脏东西盯着自己 曾冠林的别墅 是在市中心的一处小区内 暖暖到的时候 人家已经站在门口等着了 看到车子在自己面前停下来 忙完下腰去帮忙开车门 暖暖大师 你来了 入眼就是沈锦然那一脸蒙圈的眼神 曾冠林也不尴尬 朝着他友好的笑了笑 第265章 赚了400万 等到两人都下车了 这才引着暖暖进屋去 等到坐下之后 他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暖暖大师 您昨晚说的 我身上有 他后面的话不太敢说下去 感觉后背又开始发凉了 没事的啊 叔叔 都是小场面哈 暖暖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这才继续开口说道 叔叔最近生事帮着家里的人签坟 曾冠林呆愣了一下 随即盲目叠地点了点头 是是是 这不是有一天晚上 梦见我爷爷说 现在住的地方风水不好 想要换地方 我这一想 应该是托梦 于是就托人找了个风水宝地 说完他一脸紧张地看着暖暖 怎么了 大师 这是有问题 嗯 大有问题呢 你有这个孝心没错 但是你咋不问问 人家原来的坟地 有没有住着其他人呢 啊 曾冠林是彻底懵了 有人吗 可是我请的大师说 这是风水宝地呀 保证我爷爷住的舒服 到时候庇佑后代子孙 暖暖叹了口气 这种明显就是一些大忽悠的话 这个叔叔生意做得这么大 还没有破产 也是挺不容易的 这个地方风水是还行 但是有人住在这里了 一山容不得二虎 就连坟墓也是一样大 你还是给你家祖宗 重新找个地方吧 不过这下面的这位 欺负你家爷爷了 你爷爷估计恨不得 从棺材里爬出来 找你这个不孝子孙算账 好好好 我马上就让人办 那个暖暖大师啊 你能不能给我个平安服啥的 必必邪呢 好说好说 不过你要是没找到 做法师的大师 我这边也可以给你推荐下的 不过就是 他的价格会比较贵一些 暖暖狡狭一笑 而曾冠林一听说暖暖介绍的 这估计也是个大师级别的 想都没想就给答应了下来 那这样再好不过了 至于钱的事情 这些都不是大问题 嗯嗯 那好吧 我明天让他上你家里来 暖暖说着 从自己包里拿出了符纸 还有一张卡号 符纸是一百万 千坟的话是三百万 暖暖这会 狮子大开口地说道 旁边的沈锦然 乖乖 这个原来真的这么赚钱吗 他突然觉得 暖暖说的 养他的话是真的了 而曾冠林 却并不这么认为 对于他们来说 钱财都是身外物 这钱没了还能再赚 命要是没了 那就是什么都没了 于是 忙把暖暖的卡号 还有护身符 给戴在了身上 之后忙让人 往这张卡里 打了四百万 暖暖见人家这么大方 拉了拉沈锦然的手 妈妈 抱抱暖暖 沈锦然也没去想 暖暖这话里的意思 上前一把 就把他给抱了起来 然后按照暖暖的指示 走到了曾冠林的身边 一脸笑嘻嘻的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曾冠林瞬间感觉到 自己身子一松 感觉自己一直压在 身上的压力 斗然间就消失了一般 当即一脸惊喜地 看着暖暖 却见暖暖朝他摆了摆手 叔叔 这是送你搭 谢谢 谢谢 谢谢暖暖大师 不用谢 这是你应该的 沈锦然 不是应该谦虚一下吗 后面说的这句 是个什么鬼 但是 似乎曾冠林 并没有觉得 有哪里不妥的 还一脸乐呵呵的傻笑 沈锦然也有些搞不懂了 暖暖这边 见事情解决了 着急着回家 就跟曾冠林道别了 约好了明天 上门签坟的人 暖暖就离开了 在车上的时候 暖暖的小手 在手表上乱按了几下 瞬间就拨通了一个号码 听到手表里传来的彩铃 坐在旁边的沈锦然 眼角有些抽搐 阿珍爱上了阿强 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飞机从头顶飞过 流星也划破那夜空 暖暖甚至还跟着彩铃唱了起来 沈锦然 真的好魔性 一首歌快唱完了 那边的人这才接起来 但是电话的信号 似乎不是很好 伴随着呲呲的电流声 喂 谁呀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 很慵懒的女生 喂 扑扑姐姐 我是暖暖啊 暖暖奶奶的回应道 那边的人停顿了好一会 暖暖还以为是信号不好 又微微地几声 那边缓了好一会 突然尖叫一声 那声音都快冲破车顶了 暖暖忙把手表给捂住了 等到那边情绪稳定下来之后 这才松开 暖暖 你在哪呢 怎么这么久都不联系我 我担心 你都担心得吃不下饭了 旁边的人 你手里捧着的巨无霸大煎饼 能不能先放下 那边这么夸张地说着 暖暖还真就信了 呜 暖暖姐姐 暖暖也好想你呀 暖暖丝毫不走心地说着 暖暖还给你找了一个外块 你有空吗 那边的人一听到外块 眼睛瞬间都亮了 把煎饼给收起来 随后严肃地问道 暖暖 你难得找我 姐姐就算是再忙 也要飞到你的身边去 说吧 多少钱 暖暖着急的 甚至都没来得及 问到底是什么外块 暖暖掐着自己的小指头数了一下 暖暖姐姐 两千 包吃包住包车费 来不来 去去去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连夜赶过去 电话那头传来了女人急切的声音 暖暖微微勾了勾唇 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嗯嗯 好搭 暖暖让妈妈给你发位置哦 好好好 被金钱蒙蔽双眼的扑扑 下意识地忽略了暖暖话里的意思 等到电话挂了之后 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在破庙里面卧槽了好几声 不行不行 暖暖说自己有妈妈了 我得去看看 旁边的小男孩弱弱地开口 你敢说不是为了那两千块钱去的吗 结果这话刚说完 脑袋就挨了一巴掌 哼 原本还想带着你去的 现在看来 还是算了 说着 拿起自己 放在旁边案台上的煎饼 自顾自收拾自己的家当 准备投靠暖暖去了 哎哎哎 扑扑 扑扑姐姐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小弟我就指望着您 带我吃香的喝辣的了 小男孩讨好的声音 在这座小庙里响起 暖暖这边挂了电话 这才让沈井然帮自己发信息 暖暖自己会发 但是不能暴露自己 所以很聪明的选择 交给大人来 沈井然按照暖暖的要求 把地址发了过去 还有什么要发的吗 对了 暖暖忘记跟扑扑姐姐说 是要干嘛的了 妈妈你帮我说下 是来签坟的 好 沈井然这边印下之后 就开始低头发信息 随后见没什么问题了 这才点击发送了出去 第266章 我肚子里面都是水生呢 这边暖暖回到家 还没到晚饭的时间 也就在院子里跟两只老虎玩 顺便参观一下谭叔 给两只老虎装的玻璃房 现在已经到了收尾的地步 里面有软电 还装上了恒温系统 会根据里面的温度适当调温 还能增加空气中的湿度 可谓是十分人性化了 因为帕江家这边的人 没人懂老虎怀孕之后的 一些注意事项 林业局那边 还派了专家不定时来指导 顺便也是想看看 这个孕妇的状态如何 他们需要密切关注着 什么时候产检 都是需要安排上的 不过现在到了江家 两只老虎的情绪 明显就好了许多 妞妞整天没心没肺地 带着小主人风玩 哪里还有之前在山上 那副胶着的模样 于是江家陆续回来的众人 进了门就发现 家里很多地方 似乎都不一样了 等车子开到主员那边 人还没下车呢 妞妞直接一个虎扑 就扑到了江明的车子上 整个虎脸贴在了玻璃上 张大的牙齿 还能看到牙齿上拉丝的口水 江明吓得差点一脚油门 把妞妞给撞飞了 好在暖暖出现了 及时制止了这场悲剧 妞妞 下来 这是大伯 亲的 妞妞 嗷呜 随后不情不愿地下来了 乖乖地走到暖暖的身边 跟着一起迎接江明夫妻的到来 大伯 大伯母 你们回来了 暖暖可想你们了 暖暖载人下车的第一时间 就扑了上去 神情腻外地说道 可惜夫妻俩刚才被妞妞这一下 还有些回不过神来 最主要的是 原本以为有一只老虎就够吓人了 结果没想到 后面又慢悠悠地跟上来了一只 有种误入动物园的既视感 好在 看着两只老虎乖乖地趴在那边 并没有上前来 江明总算是缓过神来了 一把抱起了暖暖 笑着说道 是吗 大伯也想我们暖暖了 以后就在家里住下了好不好 大伯 这里本来就是你的家呀 是我们大家的家哦 暖暖一本正经地开口纠正道 只把旁边的李应悦给逗得直乐 是是是 我们的家 对了 暖暖 咱们家怎么有老虎啊 上回宴会上的老虎 不是都已经送回去了吗 这才过了多久 直接买一送一了 大伯母 这是暖暖的好朋友呀 毛毛怀了虎宝宝 到我们家里来养胎的 李应悦 看着对面那两只虎视眈眈的老虎 还真有些发怵 好在现在目前看着是没什么危险 两人也只能暂时放下心来了 抱着暖暖去了后面找老夫人 老夫人这回正在悠闲地喝着茶呢 两人因为之前一直在自家的别墅住 暖暖给老夫人治腿的事情 也一直没有说 所以江明夫妻还不知道 老夫人的腿正在恢复的阶段 这刚到老夫人面前 李应悦就先开口关心婆婆的身体 老夫人现在每天早上起来 都先活动下自己的腿 每天都有心变化 她这个心也总算是放了下来 一天天都乐呵呵的 这回看到许久没回来的老大一家回来了 也是乐呵呵地招呼着两人 快坐下 快坐下 最近挺忙的吧 这大公司该放手就放手了 小号也这么大了 该给她接管下公司了 妈 我知道的 这不是小然那边的公司也挺忙的吗 年轻人怕什么 能者多劳 你这当爹的都多大岁数了 还这么操劳 老夫人魂不在意地说道 这年轻的小辈就该多干活 争取早日退休 把担子扔给下一代 一代一代就这么传下去 多好 她这个儿子就是有福不知道享福 每天累得跟狗一样 都一把年纪了 好 妈我知道了 这件事情我会跟小号说的 还在公司的江号猛地打了个喷嚏 想了想 应该是暖暖想自己了 于是夹紧忙完手里的活 就准备先回家了 江然今天刚好也没有手术 交接好班之后就往庄园赶 庄园这边因为知道 今天家里人都要回来 热闹得跟过年似的 大家都忙活了起来 每个别墅都在打扫了一遍 田乐乐抱着天一也回来了 这段时间忙着店里的事情 现在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大概是因为有暖暖的帮忙 店里的生意已经恢复正轨 甚至有比之前更好的趋势 她把这些事情都归到了暖暖的身上 也是多亏了她的出手 自己才能保住这份事业 虽然现在江浩自己也开了公司 不差这点钱 但是自己不想开根 被迫关门是两个性质 这回难得回来 也给暖暖带了不少衣服 还有发卡 还有暖暖喜欢吃的东西 以至于暖暖抱着这一堆吃的 笑得牙不见眼的 果然还是大嫂了解自己的 至于衣服 暖暖是真的看了一眼 就没多大兴趣了 更多的兴趣是吃的 江唐夫妻也回来了 这次依旧是一身制服 微风凛凛的走了进来 江唐看到暖暖就稀罕 上前一把抱起了 还在纠结吃什么零食的小团子 嗯 暖暖被抱在怀里 这才回过神 转头见识自己的摔二伯 当即上前气热地搂着人家的脖子 好话不要钱地蹦出来 二伯 你回来了 暖暖好想你呀 想的饭都吃不下了呢 屋里的人就看着暖暖 睁着眼说瞎话 刚才也不知道是谁 说今天的人多 他心情好能多吃两碗饭的 江唐也没有拆穿暖暖 依旧是严肃着脸 一脸配合地问道 是吗 那怎么二伯 瞧着你最近还胖了呢 唉 那都是喝水喝的 真的 你听 我肚子里面都是水生呢 说完还生怕人家不相信 暖暖拍了拍自己圆鼓鼓的肚子 这娇憨的模样 又是逗得大家直乐 第267章 你有本事喝酒 你有本事负责呀 江家的其他人 也都陆续回来了 大家回来都习惯性地 先跟暖暖玩一会 然后这才坐在客厅里面 聊着日常 暖暖现在的玩伴 只有一个大自己好几岁的哥哥 这不 两人坐在地上 暖暖一直要将其 跟他一起玩过家家 暖暖演医生 将其演病人 靠在沙发上 被迫打针 江然原本是想下来 跟两个孩子一起玩的 但是看到暖暖要扮演的是什么的之后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小家伙记仇着呢 现在自己加入 估计马上就想起了 当初那一针之仇 于是还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 并且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看着江其被暖暖按着打针 那生无可恋的模样 心里诡异地平衡了 暖暖这人能处 不仅扎自己 连亲哥都扎 江家众人都到了之后 屋里可热闹了 加上有暖暖 每天还有两只老虎一起拆家 想要安静下来 当然是不可能的 以往江家每个月 也会有一次家庭的聚餐 不过之前很多人都凑不齐 就连过年有时候都难得凑这么齐整 这下好了 人都到齐了 老爷子老夫人两人脸上的笑容 都比平时多了不少 一来是老夫人的腿好了 二来就是 家里孩子们虽说没有多大的出息 但是在各行各业也都算是人物 这会难得一家都齐齐整整到了 老夫人自然是高兴 奶奶 还有小叔呀 你胜失望了 暖暖见老夫人都开口准备要吃饭了 在众人中扫射了一圈之后 这才弱弱地举手说了句 老夫人 众人 老四这个家庭地位 现在连外面两只老虎都赶不上了 起码在吃饭之前 老夫人还说 让厨房多准备点肉给两只老虎呢 结果到了江道这里 连人回没回来都没注意了 众人默默地替江道点了一根蜡烛 只是这人到底禁不住念叨 这不 这边暖暖刚开口呢 就听到外面谈书跟江道说话的声音 只是江道的声音 似乎并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暖暖歪着脑袋看着外面 众人也干脆坐回去 等着江道进来 就见谭书先走了进来 但是脸上的神情有些奇怪 老夫人 老爷子 四少爷回来了 就是这个 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谭书想了想 这个事情还是不适合自己一个管家说 所以想着默默退下了 却没想到暖暖抬头 眼神奇怪地看着他 谭书 我小叔难不成是半个人回来的吗 江崎 有点刺激 谭书有些无奈地看着暖暖 这个小家伙 怎么说话还带着一丝惊悚的气息呢 他自动闭嘴 让众人自己看吧 随后就看见江道进来了 只是身后跟着一个女人 女人浓妆艳抹的 一头大波浪的卷发 紧身的修身短裙 那个裙摆开得也是很高 反正在暖暖眼里 跟一个没穿衣服的人差不多了 主要是这个阿姨的面相 其实并不是表面 看着那么天庭饱满 山根高挺的富贵面相 更像是自己之前看到的那个阿姨 就是整容出来的所谓富贵面相 其实完全破坏了自己原本面相中的福气 所以暖暖看着的时候才会觉得不伦不类的 众人也没想到 江道今天连招呼都没打 就带了个人回来了 还是个女人 在场的人心思各异 特别是女人进来之后 身上的香水味简直不要太刺鼻了 就连原本还在玩的天衣 都接连打几个喷嚏了 田乐乐见此忙把自己儿子抱在怀里 帮他擦了擦鼻涕 顺便想找个口罩戴起来 虽然这么做确实有点伤人心 但是小孩子的呼吸系统本来就敏感 这味道就连大人闻到都刺鼻 更别说是小孩子了 女人站在江道的身后 原本见车子开到这么大的庄园的时候 心里还窃喜的 结果看到这一大家子人的时候 心里有些吃惊 但是随即而来的就是雀跃 这些人都是为了欢迎他的吧 要不然怎么都等在客厅里面呢 只是还没高兴多久呢 就注意到了小孩子的动作 顿时有些尴尬 本来今天他是想来找江道负责的 就是特意打扮了一番 为的就是吸引江道的注意 结果没想到 碰上了江道正巧要回家 在他说明来意之后 江道下意识就想把人先打发了 还是他自己一番努力争取 这才跟着江道一起回来的 女人只以为自己的计划成功了 这会大大方方地朝着众人露出一个笑容 怎么看怎么僵硬 老夫人面无表情地 看着一直低着头的江道 说吧 老四 怎么回事 江道听到老夫人的话 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 因为他最清楚 他妈面无表情的面具下 肯定恨不得把自己给撕了 但是事情是自己做的 他还是要站出来表态的 于是深呼了一口气 看了一下在场众人 这才说道 妈 对不起 我犯错了 之前因为我的角色接连被毙了 我就去喝酒 这才 这才酿成了错误 什么错误 暖暖 歪着脑袋 不解地看着 恨不得当安纯的小叔 而屋里其他人的脸色都变了变 江道的话 他们都听出来了 这里面的错误 还能是什么错误 无非是现在人家找上门了 要他负责了 莫不申闹出人命了 老夫人看着站在江道身后的女人 这个气呀 找谁不好 找个这样的女人 从刚才进来的时候 这眼神就不正 到处张望 就差没把贪财两个字 写在脸上了 他都能遇见 要是娶了这么一个儿媳妇 这家宅不宁啊 老夫人气得拍了一下 轮椅的把手 发出了啪的一声巨响 江道心音也跟着颤了颤 江道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 我让你犯错误 老夫人说着 抄起自己放在轮椅旁的拐杖 直接起身 就往江道身上招呼 江道没有防备 被打了一下 后面反应过来 下意识就开始跑了 老夫人腿脚力锁地 在后面追着 一边追一边骂 我让你喝酒 我让你酒后乱信 你有本事喝酒 你有本事负责呀 现在带回来怎么回事 让你七十岁的老娘 帮你负责吗 众人明明只有六十三岁的老夫人 但是马上就有人发现了重点 第268章 看你不顺眼 你连呼吸都是错的 江唐惊呼出声 妈能站起来了 嗯 不但站起来了 还能跑了 江明咽了咽口水 有些艰难地补充道 江正算是在场四兄弟中 唯一知道事情的 特别淡定地说道 嗯 不但能跑了 这腿脚多利索 参加个老年组 五百米不成问题 江然点评道 江道 难道就没人看到 我被打吗 不过随即 他有些欲哭无泪了 他妈被他气得 都能站起来了 他真是个不孝子 呜呜呜呜 于是他只能一边哭 一边求饶 妈 妈妈妈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以后再也不敢喝酒了 呜呜 你别气坏了身体 你现在都能站起来了 可被摔了 随着他这话音刚落 老夫人一个腿软 啪哒一声 摔在了地毯上 好在江志有所准备 胳膊这么一扶 把老夫人给扶住了 奶奶 你休息会 说着 扶着老夫人 在轮椅上坐下了 江道正感动自己的侄子 救了自己 就听见 暖暖软软的开口说道 是啊 奶奶 为了打我小叔不值当 你坐着轮椅也能打 暖暖帮你抱着小叔 绝对不让他跑了 江道 什么仇什么怨呢 现在全家人都这么对自己 老夫人被江志扶着 在轮椅上大口喘着气 江然特别有眼力见地 端了一杯水给老夫人 奶奶 你喝点水休息一下 顺便还给老夫人顺了顺背 嗯 老夫人特别高冷地 嗡了一声 眼神不善地 看着站在一旁 可怜弱小的江道 对了 妈 你怎么突然能站起来了 江堂突然上前 关切地问道 这难不成真的是被气狠了 直接条件反射 站起来打人 这怎么看 都有点不符合科学呀 老爷子坐在沙发上 一脸高深地看着这一切 其实 老婆子的脚早就好啰嗦了 每天早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踢一下它 来确认一下自己的脚力 她的小腿肚都欲轻一片了 可怜她一个糟老头子 为了媳妇的腿承受了太多 但是这个事情 她是不会说出去的 别问 问就是要脸 哦 我没跟你们说吗 暖暖治好的呀 老夫人一脸恍然大悟 心里有些心虚 但是面上却是半点 没有表现出来的 哎 你说养儿子有什么用 一点都不关心 我这个孤瓜老太太 众人 老夫人这甩锅的能力 还真不是盖的 瞬间在场几个儿子 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原来这就叫做 与其责怪自己 不如指责别人 暖暖 我要向奶奶学习 最后还是老爷子先开口 打断了现场 这有些混乱的场面 行了 老四 你介绍下吧 众人心里不由再想了 老爷子怎么不早点开口 等到人都打完了 这才慢悠悠地开口 江道心里委屈 但是江道不敢说 现在他在这个家 就是食物链最底端的人了 压根连个屁都不敢放 这会见亲爹 总算是出来主持公道了 便连忙点头 嗯嗯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 江道说着突然卡壳了 屋里的人又都把目光 移到了他身上 你倒是说啊 老夫人这个暴脾气 先忍不住开口了 江道一脸尴尬地 看了一旁旁边的女人 对了 你叫什么呀 众人 暖暖 阿衰 这个时候才来问名字 是不是迟了些 不同于众人的尴尬 女人在见识到江家的财力之后 更加想不于一力地展现自己 便朝着众人露出一个温婉的笑容 伯父伯母好 我叫李戴梦 今年23岁 是做媒体的 老爷子见人家姑娘都这么介绍了 自然也不好 给他白脸色 狠狠地瞪了一眼 将到这个不靠谱的儿子 这才开口说道 行了 准备开饭了 那边的谈书听完忙下去 安排了 生怕这一耽搁 都不吃饭了 哎 这都叫什么事啊 别说老爷子他们了 他这个管家 看着都挺闹心的 老夫人盯着李戴梦 开口问道 没闹出人命 李戴梦的眼神飘忽 随即轻轻地摇了摇头 多久了 这话是问江道的 大有一副秋后算账 三堂会审的济世感 一年多了 江道老师回道 一年多了 人家这才找上门 老夫人皱着眉头 有些惊讶地问出声 她真的就是单纯好奇而已 总感觉这里面有鬼 按照正常逻辑 要么当场都要人家负责了 没道理一年多之后 这才回过头 要南方负责吧 除非是这中间出了什么事情 老夫人不解 暖暖更加不解 她小手又开始掐着绝 想要算算 到底是哪里错了呢 小婶婶不是还有个宝宝吗 宝宝呢 却不知道 刚才因为老夫人的一句话 李戴梦心虚地 都不敢抬头看着他们了 可以开饭了 谭叔的声音响起 众人这才转移了视线 老夫人直接拍了拍大腿 力索地站起身 江然忙上前想搀扶 结果被老夫人拒绝了 不用扶 残废了这么久 让我走走 说着慢悠悠地往餐厅走去 暖暖上前 牵着老夫人的手 后面几人 也只能迈着小碎步 跟在后面 吃饭的时候 原本一边说话 一边吃饭的江家 这会出奇的安静 安静的江道 坐立南安 给暖暖使眼色 想让小团子出来 活跃下气氛 却没想到 小团子全程埋着脑袋 一心只想吃饭 连饭菜都是周围的人 夹到他的碗里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暖暖几乎不挑食 给什么吃什么 直接省去了 暖暖自己抬头夹菜的 这道程序 江道的眼睛都快抽抽了 暖暖还是没有 抬头看他一眼 吃饭就吃饭 你眼睛是抽筋还是咋地 小然刚好在这 要不让他给你瞧瞧 老夫人现在看着江道 是怎么看 怎么不顺眼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看你不顺眼的时候 你连呼吸都是错的 第269章 不能用爱来绑架别人 江道这下不敢说话了 毕竟自己这个侄子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个外科医生 动不动就拿刀破脑子的 想想头皮有些发麻了 不 不用了 江道弱弱地说完 直接埋头吃饭 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他知道 吃完饭之后才是重头戏呢 而李戴梦 全程面带笑容 扮演着一副豪门媳妇的端庄模样 只是 怎么看 怎么别扭 果不其然 等到众人都吃完饭之后 都围坐在客厅 就连暖暖都被江正抱在了怀里 其实江道很想抱着 小侄女这个护身符的 但是看着老夫人那不善的眼神 到底还是怂了 说吧 你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 老夫人直接开门见山问道 而江道显然心里 也是有成算的人 在老夫人这话 问出口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开口说道 妈 这个事情我想了一下 我会负责的 然后给他一笔钱 从此我们再无瓜葛 今天带人回来 也是我冲动了 我就是着急着想回来认个错 李戴梦睁大了眼睛 万万没想到 江道会这么做 原本他以为 江道带着他回来 就是为了 把他介绍给江家的众人认识 毕竟之前 听了不少上流圈子的留言 说江家是很注重家风的 还有江家的男人都有责任心 都宠妻 他甚至都开始 自己婚后的美好生活了 结果现在跟他说 给一笔钱打发他 不负责了 这给一笔钱 总有花光的时候 但是如果嫁到江家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钱 简直就是源源不断地不说 这个身份地位 那是多少钱 都没办法换来的 曾经的幻想有多美好 现实就有多打击 他一副如遭雷击的 呆愣在了原地 瞬间眼底就蓄满了泪水 江道 你怎么能 老夫人似乎很满意 将到这个处理方式 难得地 给了他一个好脸色 赞同地点头 行 你自己心里有成算就行 说完马上换了一副慈爱的表情 颇有些语重心长地说道 那个 李 李戴梦 李戴梦见老夫人看着自己 忙把自己的名字给说了 老夫人依旧是那副淡淡 笑着的模样 嗯 李姑娘 现在不比以前 男女之间这种事情 你请我愿的 现在也不跟以前一样 觉得那个 啥就非要负责 老夫人考虑到有孩子在场 加上暖暖平时的好奇心 她没敢说得太明白 但是在场的人都听懂了 不过呢 我们江家也不是那种 不讲理的家庭 至于给你多少钱呢 你跟江道去商量 我自己儿子 我这个老婆子还是知道的 他不会亏待你的 这次的事情 就当是我们江家对不住你了 门外老婆子 我也会给你一百万当作补偿 希望你们两人就此两清 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老夫人虽然是询问的语气 但是话语中的强势 却是很明显 李戴梦还能有什么意见 他心里不由有些委屈 这个结果显然不在他的计划范围呢 这么想着 他先磨起了眼泪 伯母 我其实也不想让你们为难 我当时就是想着 就是不想让江道 因为跟我发生关系了 才对我负责 我很爱江道 我舍不得他为难 我希望他能好好 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发光发热 所以我当时选择懦弱地离开了 只是一年多了 我发现我还是没能放得下他 这才找上了江道 跟他说起了当年的真相 呜呜 我是真的很爱江道 我离不开他 希望伯父伯母能够成全我们 说着直接站起身 朝着老夫人跟老爷子聚了一躬 那模样 简直把一个对江道爱得深沉的痴情女人 演得入目三分 闻者伤心 听者落泪的那种 只是在场的江家人 有一个算一个 可以说都是铁石心肠了 对于他的表演 非但没有感动 反倒是有些想笑 李戴梦也没想到 自己一段深情演出 结果竟然没有观众捧场 脸色瞬间涨红 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阿姨 你真的很爱小叔吗 好在 暖暖在这个时候开口了 总算有个人理会自己 让这出戏没这么尴尬了 李戴梦也不在乎 问自己画的是个小姑娘 盲不迭应道 对呀 暖暖 我很爱你小叔的 说着眼角挤出了两滴泪 可是我们老师说了 爱一个人是自己的事情 不能拿来绑架别人呀 众人 话是这么说没毛病 但是这是哪个幼儿园老师 还教学生这种 江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暖暖似乎才上了几天的幼儿园 其中还有一天逃课 几天打架 然后在医院待了几天 就这还敢大言不惭地说是老师教的 李戴梦也没想到 暖暖说的是这个 原本抽抽叶叶的动作瞬间一顿 张嘴拼命想解释 但是却不知道怎么解释才好 硬是把自己憋得脸色涨红 口中来来回回只有一句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哎 爱姨 感情的事情是勉强不来的 现在好聚好散了 对大家都好 是不是呢 江家众人一脸麻木 谁能想到 这些话是从一个三岁小孩子的口中听到的 殊不知 暖暖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 不知道恶补了多少知识 那些狗血的综艺节目 可是没少看 那里面的爱情导师说的话 不都是这样吗 暖暖记忆力很好 随便挑了几句学了下来 果然 多看电视还是有用的 这知识轻轻松松就学到了呢 李戴梦被暖暖说的 都不知道如何反驳了一惊 江道则是感动地看着暖暖 简直是自己的小救星 他下意识地忘记了 刚才暖暖跟老夫人说的 要抱住 他让老夫人打的事情了 李戴梦求助的眼神看着江道 见他依旧是不为所动的模样 眼神暗了暗 垂着脑袋 不知道在想什么 随后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 点开了手机 发了一条信息出去 第270章 有预谋的算计 没人注意到他的小动作 这边他还在努力争取 见江家以及江道 都很坚定的样子 最终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 我知道了 江 江道 能拜托你送送我吗 江道想着 这件事情到底是自己做的不好 人家女孩子 现在估计是还有什么事情想说 他便点了点头 起身带着李戴梦出去了 陪我走走吧 李戴梦知道 怎么样才能让男人心软 这回装作不争不强 一副爱惨的江道的模样 果然成功让江道心软了 跟着他一起往庄园外面走 你说吧 你想要多少钱 能满足你的 我都会尽量去补偿你 江道眼神看着前方 最终还是下定决定 说到了这个问题 他向来不是那种 优柔果断的人 本身这段感情 就没什么感情基础 而且时隔了一年多 他偶尔也会做那天晚上的梦 梦里面女孩的哭泣声 还有哭声中带着的抑郁 都让他心动不已 只是他一直没有跟别人说而已 觉得自己像是个变态 开始的时候 李戴梦找上他 他心里有种不知名的窃喜 没有来由的 那种隐隐的开心 只是在跟他说了一回话之后 在他的身上 根本找不出半点让自己熟悉 甚至是心动的地方 将到也不知道 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他甚至都有些怀疑自己 是不是因为第一次比较特别 才会产生异象 都说人在长时间的 想一件事情的时候 即便不是真的 久而久之之后 潜意识也会说服自己 这就是真的 他不知道是自己记忆 出现了混乱 还是其他什么的原因 总之 一切都太过于诡异了 他现在说不出什么 自己会负责之类的话 别看他没心没肺的 但是对待感情 他向来认真 负责 结婚 这个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他说服了自己 接受自己 曾经犯下的错误 但是却无法接受 自己因为这个小错误 就把自己的下半辈子 搭进去了 能够弥补的 他会尽量去弥补 但是却不是用自己 去弥补对方 李戴梦一脸痴迷地看着他 眼底有着 别人看不懂的疯狂 最后却只能 假装羞涩地低着头 轻声说道 可是我什么都不想要啊 我只想要你 语气中的深情令人动容 眼底的爱意 让人说不出狠心拒绝的话 只是可惜 遇到的是江道 这个对感情中认死李的男人 抱歉 你想要的我给不起 我能给你的 只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条件 到时候我们签合同 从此以后 我们各不相干 嫁娶自由 江道看着已经哭花了眼的李戴梦 眼底神情依旧淡漠 或许在别人眼里 江道确实是太过于冷漠了些 但是感情就是这样 给不了别人的东西 就干脆不要给人家希望 不然给了希望又给不了 一直吊着人家 这跟渣男有什么区别 他只对自己媳妇温柔 至于其他人 不好意思 没那功夫 果然 李戴梦听到他这么绝情的话 脸上的神情 要多悲戚 有多悲戚 看着江道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什么负心汉一般 在无数次确定了 江道是真的不会心软之后 他总算是死心了 低着头的眼神 带着疯狂 这是你逼我的 既然你没办法负责 那就让舆论来替你负责吧 李戴梦疯狂地想着 走吧 坐这个车 我先送你出去 等你想好什么要多少钱之后 你联系我经纪人 他会全权帮我做这个事情 江道淡漠道 看到李戴梦点了点头 心里总算是暂时松了口气 这件事情也该让他画上句号了 至于自己一直做的那个梦 或许也该停止了 江道不由有些怅然若失 把人送到大门口的时候 已经有江家的车子 等在那里了 江道就站在门口 送着人上车 然后就见到车上的女孩子 眼圈红红的 但是却还强颜欢笑地 跟他打招呼 江道 那我走了 说着朝他挥了挥手 江道出于礼貌 也摆了摆手 江道 你能过来一下吗 车子原本都要开了 李戴梦突然开口 叫住了江道 你说吧 江道站在距离后座车门 几步远的位置 并没有走上前 生怕自己沾染上什么脏东西一般 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于是江道只能走近一些 然后李戴梦示意他弯腰 江道只得半弯着腰 随后就听到李戴梦说道 我要两千万 之后我们互不相干 说完笑颜如花地看着江道 脸上似乎还戴上了小女人的娇羞 但是无奈 这回江道因为他说的互不相干的话 正高兴呢 并没有去注意他眼神的变化 便扯了扯嘴角 点头答应了 行 到时候我会让我律师联系你 合同签了 钱会打给你的 说完干净利落地转身回去了 江家的大门也随即被关上了 李戴梦一脸痴迷地看着面前这建筑 想象着自己已经成为这里的女主人的那一天 随后嘴角露出了势在必得的笑容 江道这边回去 全然不知道 刚才那一幕早就把人给拍下来了 铺天盖地的新闻也即将向他飞奔而来 这边回到主员的时候 一家人都还坐在客厅里面 不过大概是因为外人不在了 加上有暖暖 这个火宝在 自己人的气氛倒是还不错的 江道刚进门 就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 有种又要被审问的感觉 不由有些退缩 怎么 现在连自己家都不认识了是吧 老夫人坐在主位上 身边坐着暖暖 怒目而瞪地看着江道 没 妈 我这不是想着怎么跟你们交代吗 还交代什么 你都一把年纪了 自己能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 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 这个事情具体如何 你最好亲自调查一番 老夫人嘴上嫌弃着这个儿子 但是到底是自己生的 该指点的还是要指点一下的 她一把年纪了 什么样的世面没见过 特别是他们这些豪门家族 多少人打着爱情的旗号 然后登堂入室 甚至还有的里有孩子 母瓶子贵的也不是没有 况且刚才那个姑娘 瞧着心术就不是很正 第271章 江姓影帝隐婚生子 神秘妻子曝光 把人给逼急了 这种人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的 不是老夫人想把人想得这么坏 但是这个事情不得不防 虽然对于江家这个大家族来说 并不是什么大风大浪 但是一旦人家做出点什么事情 也是挺隔应人的 好在 自己的儿子自己清楚 并不是他为江道开脱 要是自己儿子 真的是那种提起裤子 就不认人的渣男 他估计也不会让这儿子 进江家的大门了 江家别的没有 儿子多 也不差江道这个 江道可完全不知道 自己在他妈这里 是那种分分钟就能扔出去的 好在这些年 除了一年多前的那次意外 他也没有其他的花边新闻 之后更是洁身自好 不敢再喝酒了 这回听到老夫人 还替自己着想的时候 江道属实是感动了 于是连忙硬了下来 妈 你放心吧 我会让人先去调查 刚才那个李 李什么说要两千万 我先调查下去年的事情 江道自己心里 还是有想法的 而暖暖坐在沙发上 好奇地看着他小叔 他算的 明明是小婶婶 还有个宝宝呀 但是刚才没有宝宝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小叔 小婶婶有小宝宝了 暖暖 那不是你小婶 江道下意识地说完之后 整个人都卡壳了 你是说 李戴梦有孩子了 我的 那他怎么刚才不说 屋里的众人听到暖暖这句话 都不由开始紧张了起来 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想法 这李戴梦刚才不说 那是不是想着 后面好接着孩子来拿捏江家 毕竟这个事情也不是不可能 当即屋里人的脸色都更加不好了 江道如遭雷劈 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就此结束 但是没想到 李戴梦这个女人如此有心悸 当即 江道打电话给了自己的朋友 让他出面去调查一年前的事情 之前发生那件事情之后 江道就已经让人去把监控调出来了 现在就是需要确认一下 当时的监控 李戴梦是不是真的出现 后面又去了哪里 暖暖看着众人的脸色都不大好 顿时不敢说话了 难道这些人都不喜欢小宝宝吗 沈景然见几人应该还有事情要说 便先起身带着暖暖上楼了 给暖暖洗漱的时候 暖暖坐在浴缸里 浑身都是泡泡 抬头看着沈景然 不解问道 妈妈 爷奶奶是不是不喜欢小宝宝呀 嗯 怎么这么说呢 沈景然有些没反应过来 因为刚才暖暖说了 小婶婶有小宝宝呀 然后爷爷奶奶脸上都不高兴了 暖暖天真的说道 沈景然这下听懂了 原来暖暖是说 刚才说李戴梦有孩子的时候 众人的脸色 哎 遇到这种事情 能高兴才怪呢 但是面上却还是笑着跟暖暖说道 暖暖 奶奶只是觉得 那个阿姨的做法有点不对 并不是真的不喜欢小宝宝 这样吗 暖暖歪着脑袋 自己想了半天 由着妈妈帮自己搓搓小身体 乖巧的不行 下面的气氛 确实好不到哪里去 田乐乐一早就带着调皮的天衣 先回别墅了 江家的几兄弟都坐在客厅里面 大家都动用自己的人脉 想着早点把这个事情给调查出来 结果经纪人的电话 就先打过来了 方姐 江道接起电话 江道 现在微博上都是在说 你隐婚的事情 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女人真的是你的结婚对象 方姐一向稳重 但是这回说话 显然有些着急了 她一向信任江道 并且不认为江道会瞒着自己 所以这才第一时间打电话来求证了 我连对象都没有 怎么可能隐婚 不知道为什么 江道反驳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今天的李戴梦 当即心里咯噔了一下 方姐 这个事情说来话长 我这边先了解下 晚点给你电话 行 那我等你 方姐 这回听到了江道的话 也知道这里面肯定还有猫腻 于是便定了定心神 说了几句就挂了电话 江道这边迅速打开了手机 马上就看到了挂在微博热搜上的词条 江信影帝隐婚生子 神秘妻子曝光 后面还有个发光的报字 这才多大一回功夫 就成功把某线孩子失踪案的新闻给刷下去 成功挤上热搜榜第一 你说 这要是没人在背后操控着 江道一百个不相信 热搜第二跟第三 也都是相关的新闻 还有个关于隐婚女主的身份的 这才多大一回功夫 就已经出现在了热搜上 就是不知道 是人家故意放出来的呢 还是所谓强大的网友们扒出来的 老四 怎么回事 老爷子看着江道的神情 皱着眉头问道 爸 没什么大事 就是我刚才送那个里什么的人出去之后 被人拍到了 江道低着头刷着热搜 一边回答老爷子的话 众人 这叫没什么事情 看着他的表情 感觉很大事情了好吗 有真妖巧的事情吗 江志作为刑警 对于这种事情 几乎是下意识的 就猜到这里面肯定是有人捣鬼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快就登上热搜 而且这个时间点 刚刚好又是流量高峰 网民最多最热闹的时候 几乎大家都躺在床上冲浪了 没一会浏览量就已经破千万了 而且还在向上飙升的状态 家里几个小辈都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现场吃瓜 嘖嘖 这连女方的身份都扒出来了 这个速度可真够快的 江志点开微博 很快就找到了挂在热搜前面的几个字条 看到上面被扒的信息 勾纯讽刺地笑了笑 现在百分百确定了 这里面是有人从中作梗 至于目的 很简单 江志说完看向一旁的小叔 还真是个香啵啵呀 老夫人这回也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又拿出了老花眼镜 盯着手机屏幕加大的字体 看了半天 这还真是急不可耐呀 她就说那个女人不像是心术正的人家 指不定算计着什么 现在好了 还有个孩子的把柄在她手里 人家现在肯定认为自己手里抓着的一张王牌 有恃无恐的 第272章脱粉危机 你说说你 干的都是什么事 老夫人有些嫌弃的看着江道 没对象的时候 家里一直催 想着好歹是个女的就行 结果现在倒是女的了 而且还一步到位 孩子都有了 就是这种情况下 着实隔应人 他们一家人变成了被动 被人拿捏住了 而且只能捏着鼻子扔下来了 老夫人怎么想都憋屈 看着江道已经开始想着 要不要把这个儿子给扔出去了 妈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先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等解决完了再解决 老四也不迟 江堂不懂娱乐圈这些弯弯绕绕 不过这会见老夫人有些着急上火了 忙上前安抚道 老夫人也知道 现在不是责怪的时候 冷静下来后说道 你现在先打电话 探探对方的口风 妈 我没人家的手机号码 江道弱弱地说了一句 不过再看到老夫人 那恨不得把自己剁了的神情 想了想 还是起身忙说道 妈 妈 您放心 我一定尽快解决 说完麻溜地跑出去 跟方姐探讨解决方案了 还有让方姐去跟那个李戴梦谈 可能会好点 又打了电话 催促那边调查的朋友 江道烦躁地扒拉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这都是什么事情啊 难不成这件事 真的就要这么捏着鼻子答应下来了吗 江道并不想 所以在此之前 他必须尽快相处解决的方案 而网上这会的热度 也是居高不下 江道的粉丝们 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 极少部分粉丝 表示祝福偶像 但是也有很多事业粉 希望江道现在能以事业为重 毕竟之前被黑了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好不容易事业有起色 肯定是要专注事业的 还有很多粉丝觉得 偶像结婚就是跌下神坦 表示之后彻底脱粉 真爱粉 事业粉 亲妈粉 各路粉丝出动 吵得不可开交 哥哥事业家庭两手拿怎么了 楼上的 前提是江道找的女人是个好的 不是不赞同偶像谈恋爱结婚 但是找的这是什么歪瓜裂枣 同意 没看见人家女方的身份都被扒了吗 一个十八线网红 凭什么 所以说什么影帝 这个眼光还不是一如既往的俗气 看透了 从出道到现在 就连事业最低谷的时候 我们都没放弃 我们后援团一直相信 哥哥一定能重新站在巅峰的 但是现在 我却想说 我累了 不想陪你继续走下去了 希望你未来一切都好 一位十年老粉最后的告别 大家还是理智一点 不信谣不传谣 坐等哥哥的辟谣 呜呜呜呜 李戴梦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拿着平板刷着网上的新闻 不少人骂他不要脸 但是这有什么关系 最终嫁到江家的是他 享受豪门阔太太生活的也是他 这些网友的看法 对他来说根本就不重要 这会接到了江道经纪人方姐的电话 李戴梦似乎半点都不奇怪 扯出了一个得意的笑容 接起电话的时候 却是变得有些小心翼翼了起来 一度把自己表现得很无辜 特别是在听到方姐说的热搜的事情 还一脸装作不知情的模样 啊 为什么会被爆出去 那江道还好吗 先是表示了惊讶 随后又开始假惺惺地 关心起了江道的情况 方姐多精明的人啊 听到她话里的意思 知道今天是问不出什么了 让她这边先不要看网上的新闻 她会派人来保护她 随后就挂了电话 其实说是派人保护 其实就是变相的监控了 李戴梦也没想到 方姐竟然会提出保护她 正想开口说不用的话 结果那边的电话已经挂断了 根本不给她拒绝的机会 至于她能躲到哪里 江家的势力在这里 想找一个人问题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李戴梦怕到时候 江家来保护的人到了 自己就没有跟外界联系的机会 给几人打了电话说 自己有点事情 不用找她 随后又拨通了另外一个电话 现在江到那边 已经派人来监督我了 没事不要给我打电话 还有 网上你看着办 我怕江家压热搜 咱们这边千万不能让热搜沉下去 李戴梦不负刚才那 温婉可人的模样 这回脸上的神情 可以说是很英质了 那边不知道在说什么 李戴梦的神情 变得得意了起来 嗯 还有 尽量给我把孩子抱来 这样也算是给我们家 多一重的保险 两人在电话里面聊了一会 门铃就响了 你好 李小姐 我们是方姐叫过来保护你们的 这些人 其实都是江家的人 不过对外只说是经纪公司那边的而已 也能降低一下别人的戒备心 李戴梦大概也没想到 这些人来得这么快 虽然不情愿 还是打开门 把人给放了进来 刚才他从窗外看下去 楼下已经有记者在蹲守着了 一行五人 进来之后 各自找了自己的位置站好了 然后目不斜视 根本不把李戴梦放在心上 即便看着他拿手机 众人也没有什么反应 就好像是真的来保护他的一样 李戴梦这会也不好说什么了 而江道这边负责调查的人 也调出了一年多之前的监控 反复看了 只能确定李戴梦那个时候 确实在递好酒店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监控坏掉了 根本不能确定李戴梦 是不是从江道的房间里面出来的 这就不太好办了 江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整个人更加烦躁了 而江明那边 已经先一步把热搜给压下来了 江家也是有自己的娱乐公司的 为的就是出现这种舆论的时候 这个危机公关能够用上 只是似乎有一股势力 在跟他们对着干一样 江家别的没有 财力还是有那么一点的 当初在江道进娱乐圈的时候 他就特意给弟弟 创立了好几个公关公司 平时这些公司负责接一些外快 在业内也是多少有点名气了 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 没点资本 怎么好意思在道上混 第273章 我没想到你的腰正不好 这么多年 江道一直没有划编新闻 事业低谷的时候 都没有用上这一帮人 倒是没想到 这会因为一个隐婚的新闻 出动了全部的力量 于是 这些公司底下的流量号一下场 顿时开始空平了 热度也在慢慢降下去 江道回到客厅的时候 老夫人跟老爷子 已经回了房间了 剩下几兄弟在商量着 现在就是等调查 李戴梦的结果出来了 还有孩子 我想 他要是真的想上位的话 还是也该曝光出来了 江堂开始理智地分析道 嗯 我总觉得这里面还有古怪 当年的监控 怎么会这妖巧就损坏了呢 还有为什么时隔一年多 这才找上门 江正皱着眉头 把自己的疑虑说了出来 几兄弟虽然平时嫌弃这个弟弟 但是说实话 因为年纪上的差距 疼的也是江道 特别是江明这个老大哥 因为江道的年纪 比自己儿子江浩 也没带多少 江明是既当大哥 也当爹 在弟弟刚准备进娱乐圈的时候 就开始为他的未来铺路了 现在这个事情 不排除有人专门算计的 这件事情 怎么可能忍得了 大哥 二哥 三哥 你们先别着急 我刚已经派了江家的保镖 去那个女人的家里了 现在就看那边 下一步会做什么了 你们放心 这件事情 我会处理好的 江道虽然平时看着不着调 但是关键时刻 李治还是在线的 迅速分析了 对自己有利的条件 至于往上澄清 先让子弹飞一会 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众人一直聊到了很晚 不过却没有再说别的话题 而是开始联络感情 几兄弟难得聚在一起 不过因为出了江道这个事情 晚上暖暖要跟众人说的事情 也没有机会说了 他睡前的时候还在嘀咕 自己到底是忘了什么事情 一直没想起来 这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等到第二天起来 就看到了躺在沙发上东倒西歪的书白 还有爸爸 暖暖在二楼看着好玩 哒哒哒地跑下来 然后快到一楼的时候 直接喊着众人 大伯 二伯 爸爸 小叔 起来了 说着像个小炮杖一样 冲到了江正的身上 还没彻底醒过来的江正 就被这么一冲 差点没当场去世了 谁 是谁暗算我 旁边听到动静的江堂 瞬间一个机灵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才发现 自己躺在家里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 低头一看 就见暖暖趴在自己弟弟的怀里 笑得一脸开心 江堂 二哥 抱抱我闺女 腰闪了 江正艰难的声音从底下响起 朝着自己的二哥求救到 江堂瞬间反应过来 上前一把抱起了暖暖 暖暖好奇地看着爸爸 只见他扶着自己的老腰 脸上神情有些痛苦 意识到自己做错事情了 脸上神情有些无辜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自己能有这么大的威力 直接把爸爸的腰给闪了 当即挣扎着腰下来 江堂只能把人放在地上 爸爸 暖暖扶你 把江正扶好之后 暖暖轻轻地摸了摸江正的后腰 一脸愧疚 对不起爸爸 是暖暖没有注意 我没想到你的腰症不好 江正 江堂 还真是个贴心的小棉袄呢 如果刚才最后一句话没说的话 江正兴许 会感动得哗啦哗啦的 但是小棉袄这最后一句话 太扎心了 江正决定不理会暖暖 让他好好意识到 自己的严重错误 怎么可以误会爸爸的腰不好呢 为什么不说是自己力气大呢 如同江正不会承认自己腰不好 暖暖也不会承认自己太重 才导致爸爸的腰闪了 爸爸 对不起 暖暖给你道歉 我给你扎一针就好了 说着暖暖哒哒哒 又跑上楼 直接把工具带了下来 就要给江正扎针 这回其他人都清醒过来了 看着江正扶着腰 一脸艰难地趴在沙发上 江明不由开始取笑他 老三 你这年纪比我小 怎么腰就不行了 谁说我不行了 我这是被轻闺女压的 江正美好气地解释道 暖暖的威力这么大的 直接把腰给压闪了 嘖嘖 江明承认自己有幸灾乐祸的成分在里面 江正直接甩给自己大哥一个眼神 随后就看到自己的小棉袄拿着一个小包袱下楼了 那个包看着就像是传家宝一样的 老婆就充满着年代感的气息 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 暖暖从这个包里面掏出了一包针 就是上次江正看到暖暖给老夫人扎的那种细长细长的银针 原本以为上次那一包没了 却没想到暖暖还有 而且似乎是还有一大包 爸爸 暖暖给你扎几针就好了哦 呵呵 闺女啊 你这包里怎么这么多针啊 江正企图转移话题 哦 你说这个呀 这个是师父给我准备的 说用一套扔一套都没问题呢 江正 爸爸 不要害怕 很快就过去的 暖暖安抚地拍了拍江正的肩膀 随后 看着江明跟江堂 大伯 二伯 可以帮暖暖按住爸爸吗 我怕爸爸不听话乱动 两兄弟很乐意帮这个忙 当即爽快应下了 没问题 交给大伯二伯吧 说完 两人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江正 嘿嘿笑了两声 一左一右 把人给按住了 根本不给江正反抗的机会 江正 后面听到声音的众人都围了过来 就看到江正 生无可恋地趴在沙发上 后腰的位置 扎满了亮道会发光的针 众人就像是看猴戏一样看着他 暖暖这个小嘴 还在一旁巴巴地安慰着 爸爸 没事的 马上就好了 以后再来几个暖暖 爸爸你的腰都能好好的 爸爸 到时候再让奶奶给你买几个猪腰子 补补身体哈 乖 老夫人看着自己儿子 被小孙女折腾得身无可恋的样子 自己先不厚道地笑了出来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奶奶买 吃猪腰补腰子 说完捂着自己的肚子 又哈哈大笑了起来 第274章 开家庭会议 江正直接把脑袋 埋在了沙发的抱枕上 这个时候真的恨不得 自己马上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 一遍遍跟自己说 亲闺女亲闺女 不能打 不能打 最后被人看了好半天 暖暖才把她背后的针给拔了出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江正真的觉得自己的腰更加有力气了 当然 她还是不肯承认 自己的腰不行的 站起身扭了几下 确定没问题之后 忙开口喊着众人去吃饭了 结果还是自己的小棉袄 开口拆台了 爸爸 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老腰老有劲了 哈哈 是啊 是啊 赶紧洗手吃饭吧 江正忙应付完之后 挥了挥手 打发暖暖走人 而转身的时候 就看到自己媳妇一脸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的腰 江正 江到全程看着这一家耍宝 原本还有些阴郁的心情 瞬间好了不少 早上一家人正吃着早餐 暖暖突然灵光一闪 想起了自己昨天要宣布的事情了 原本吃东西的勺子 哐当一声摔在了碗里 发出的响动 瞬间就把众人的视线都吸引了过去 暖暖 怎么了 老夫人先开口关心道 奶奶 暖暖终于想起了昨晚要说的事情了 暖暖眼睛亮晶晶的 一脸兴奋 昨晚都是因为小叔叔的事情 然后原本想着有外人在 等外人走了再说的 结果这一耽搁 直接给忘记了 这回好不容易想起来 暖暖就迫不及待 想跟众人分享这个事情 暖暖 先不着急 咱们先吃饱了再说 爷爷帮你记着呢 老爷子看了暖暖一眼 小团子这回才吃了三分之二呢 天大地大 吃饭最大 暖暖赞同地点了点头 随后又埋头吃了起来 众人见老爷子跟暖暖之间的 眉眼观思 也知道 这里面估计是有个什么事情 于是都加快了吃饭的速度 吃完饭之后 今天大家都没有先去上班 先吃完的等在了客厅里面 暖暖依旧是慢条思理的样子 吃东西就要慢慢吃 好好地咀嚼 才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 好不容易等到吃完了 暖暖满足地打了一个宝格 这下被沈锦然抱着去漱口 到了客厅 直接被老爷子给抱到主位上去做了 暖暖 你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们说 现在说吧 老爷子摸了摸暖暖的脑袋 示意他可以开始说了 好搭 暖暖乖巧地点头 随即一脸 严肃地扫射了一圈屋子里的人 学着大人物发言的时候 先倾壳了一声 嗨嗨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家庭会议 暖暖接下来要说的事情非常严重 需要我们每个家庭成员的帮助 希望大家好好听 下面的众人连连点头表示收到 暖暖很满意 这才继续说道 小叔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去剧组 那个地底下挖出来的衣服吗 江道没想到 第一个被喊名字的是自己 神情还有些猛逼 但是随即还是点了点头 他可不要太记得了 虽然暖暖后面 说帮他把音煞置气 但是穿在身上 是怎么都觉得不得尽 要不是身上那点敬业精神 一直在鞭持着他 他早就撂摊子不干了 当然 实际情况就是 找不到合适的戏符了 张道又不知道真实情况 只能委屈江道了 这个事情不是已经找出真凶了吗 就是那个小李 收了周扬的好处 然后准备把这件有问题的戏服 穿在自己身上 然后他出事故 这部剧继续开天窗 当时他差点从威亚上掉下来 他事后也去调查了 只是暂时没有查到有用的信息 却见暖暖一脸深沉地摇了摇头 认真看着他说道 小叔 事情远远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你看 从你进剧组开始 甚至发生了很多怪事 还有从天上差点摔下来 还有我跟三哥找出来的那一伙盗墓的人 其他几人听得有些云里雾里的 江志便在旁边解释了一下这个事情 当时我们找上门的时候 那伙造假的人已经不在了 只抓到了小鱼小虾 现在案子还在审问中 不过问出来的消息 说是有人要死人身上的衣服 至于这个衣服穿在谁身上了 显而易见 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着江道 心里默默地为他点了一根蜡烛 这人为了演戏付出挺多呀 连死人的衣服都穿上拍了这么久的戏 那意思是 现在有人在后面操控着 江唐这会脸色阴沉得可怕 毕竟常年在不对 其实说实话 他是不相信这些的 但是在听到最近家里发生的事情之后 职业的特殊敏锐 一下子就让他察觉出了 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这一切 为的就是将他们江家逐个击破 好达到他们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们想想 从暖暖下山之后 家里先是老三一家突然收养的凌柔 发现问题 老三媳妇被控制着 我们是因为接触的少 但是那个时候咱们也都是维护着那个凌柔的 这本身就很不科学 还有后面小燃医院的事情 后面绑匪的事情 姑且可以说是凌柔那边 为了达到自己目的做出来的 但是本身也是透着奇怪 还有老婆子的腿 我的腿 那个时候我没跟你们说 我就是很平常的走着 但是就是摔了 而且那一瞬间 感觉整个人如坠冰叫板 老爷子思路清晰的 把之前的事情都复盘了一遍 家里的事情不难看出 其实好几个人 包括江正的实验 那个时候也好几次出问题 甚至在最后拿到结果的时候 实验结果都差点背道 这一切的种种 其实就算是暖暖不提起 家里众人也都会心生怀疑 爷爷说的没错 就是很奇怪 那些人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不过师父说吧 暖暖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但是带上家里人 暖暖就是最棒的那个 众人原本有些沉重的气氛 被暖暖这么一说 瞬间好了不少 大家宠溺地看着暖暖 小家伙回来之后 家里的变化是真的大 现在就连老夫人都能站起来了 还有将到的厌世证 第275章 羞耻的咒语 是啊 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相信没有什么困难 能够难得倒我们的 对了 那个林柔 江志突然开口提起了林柔 现场的众人脸色都不是很好 说起来 自从上次在医院分胎之后 暖暖也没有再见过林柔一家了 倒是江志 因为案子的事情 跟那边的人接触了几次 还有沈锦然 之前把他们的房子没收了之后 那一家人没少打电话骚扰 后面 甚至好几次都在他出行的地方去堵他 无所不用其极 只是后面不知道怎么的 就突然消失了一般 也没有再继续求着沈锦然 把那栋别墅给他们住了 这里面 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人的手笔 我猜想 当初林柔一家到我们家 也是有人事先安排的 不然这个世界上 哪有这要巧的事情 一件事情可能是巧合 但是第二连三的事情 加在一起就不是了 嗯嗯 爷爷 林柔身后肯定有个老道士 不过很奇怪 上次大扫店里面的事情 看着又不像是一个老道士 做出来的 令人的功力很弱 暖暖一下子就把别人给整了 暖暖说起这个的时候 小眉头皱得紧紧的 不过再说到 自己把人整了的时候 整个人笑得像 只偷了心的小猫 几人都还不知道 暖暖怎么整得人家 江琪就好奇地问了一句 结果暖暖拿起了 沙发上的一个玩偶 现场表演了一段 看着被凝成麻绳一样的布偶 屋里几人都沉默了 这个暖暖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强悍啊 现在不出意外的话 家里其他还没有被盯上的人 要多注意 暖暖在山上 跟他那个师父学了不少 你们有什么事情 第一时间联系暖暖 老爷子还是忍不住 先给众人打了预防针 暖暖也刚好是这个意思 毕竟敌人太狡猾了 让人防不胜防 嗯嗯 一定要找暖暖 暖暖很厉害的 如果暖暖解决不了的话 那就找师父 在暖暖心里 师父是最厉害的人了 好 我们都记下了 屋里的几人 琪琪硬下了 不过老爷子还是特意吩咐了 在部队的江堂夫妻 老二夫妻俩经常在部队 难免发生什么事情 通知不及时 要是遇到什么 没办法说明白的 你们找人 给家里打个电话 说想家里暖暖了 我们就知道你们出事了 毕竟因为职业的特殊 就怕到时候出了什么事情 他们来不及跟家里通风报信 那就拜托人家 给家里来个电话 只要说想暖暖了 一下子就能知道 是出了事情了 暖暖在旁边 听得一愣一愣的 还能这样 江堂也一脸严肃地硬下了 这个家庭会议 最终以暖暖 分别给了众人一堆福祉结束的 而当属江堂的福祉最多 按照暖暖的说法 二伯的工作最危险 是保家卫国的英雄 需要多点护身福护身 但是护身福中 又多了许多奇奇怪怪的福祉 什么憋气福 倒霉福 大力福 真话福 肚子咕咕福福祉 还有五雷福 等一些有点威力的福祉 甚至叫了江堂几句咒语 马卡巴卡 江堂听到这是咒语的时候 嘴角都疯狂抽搐了起来 对于暖暖口中 这么随意的咒语 表示深深的怀疑 暖暖家二伯 似乎不太相信的样子 甚至还拉着人到了院子里 二伯 你试试 这个大力福 你能一下子把妞妞扛起来 暖暖直接把妞妞 给拉到面前做实验 妞妞一看到这熟悉的符纸 整个毛都炸开了 恨不得跳得一尺三米远 她可是记得 自己被暖暖贴了一张符之后 自己就炸了 直接变成了爆炸虎 但是在她要跳开的时候 被暖暖一把按住了 连动弹都不敢动弹 江家众人 这会都齐聚在了院子里面 他们也很好奇 他们也能用这个符纸 于是都把目光投向了江堂 老二 你试试 江堂 就是 二哥 你试试呗 要是有用的话 我让暖暖也给我弄几张符纸 江正在旁边 一脸幸灾乐祸地鼓刀着江堂 江堂 实在是太羞耻了 但凡换个不那么羞耻的咒语 他也就死了 但是 二伯 你是不是不相信暖暖啊 暖暖这回眼巴巴地看着他 眼底满是委屈 江堂 最后 他还是按照暖暖的说法 直接把符纸沾了点口水 没错 就是口水 然后贴在了自己身上 羞耻地喊了一声 马卡巴卡 随后半天没有反应 只是贴在胸前的符纸 迎风飘了一下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江堂感觉有点魔幻 但是还是能明显感受到 自己身上是有在长力气的 于是上前 一把抱起了妞妞 真的是一把抱起来的 众人不由惊呼出声 还真是大力福 哈哈 真的 真的力大无穷了 江堂这回感觉都有些魔症了 实在是这种感觉太神奇了 他甚至都想到了 自己这个符纸 运用到实战中的杀伤力 该有多大 一想到那个场景 都有些热血沸腾的感觉 怎么样 二伯 暖暖没骗你吧 暖暖在旁边得意地说道 没骗我 没骗我 暖暖最棒了 江堂还是第一次 情绪这么外露 这回已经把妞妞放下 一把抱起了暖暖 在他脸颊亲了亲 一副稀罕的模样 暖暖被他亲的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在他怀里咯咯直乐 这下众人也相信了 纷纷想要暖暖的福祉 暖暖反倒白起了谱 开始为自己谋福利 比如给奶奶剑步如飞福 以两顿糖醋排骨交换的 给爷爷的大力福 是用两根冰糖葫芦换来的 暖暖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原来福祉还有这种用处 嘿嘿 学会了 这边的事情解决了 还有江道的事情 第276章 江道隐婚生子 现在媒体愈演愈烈 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尽快解决才好 而李戴梦这边 就连楼道都有人把守着 媒体的疯狂程度 真的令人发指 而李戴梦口中的孩子 这会也正在来的路上 是被孩子抱来的 也就几个月大的样子 身上还有DNA的检验报告 当然 这个江家肯定不会承认的 那就是 还需要孩子的毛发 再重新去化验 而李戴梦早就准备好了 江家众人今天都没出去 在家好好的陪陪孩子跟老人 真正的好好放松了一下 一直到晚上 几人一直等在家里 关注着外面的新闻 还有李戴梦口中的孩子 今天一直在看守着 李戴梦的保镖们也反映了 孩子这回已经抱回来了 李戴梦竟然说 可以抱回江家 让江家自己带着孩子去做DNA 江家不是没有怀疑过 这孩子的身份 但是见人家竟然半点不心虚的就把孩子交到他们手里 心里更加没底了 难不成这真是江家的孩子 众人神色各异 终于在晚上的时候 那边的保镖把孩子抱了回来 孩子这回才几个月大 刚好睡着了 这回正乖乖的躺在睡篮里面 老夫人神色激动地上前 看了一眼 孩子倒是长得很可爱 但是具体是不是江道的孩子 这还不能下并论 奶奶 这个就是小叔的孩子吗 是啊 老夫人这回的神情 着实说不上好 可是 暖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爸爸拉到了一边 然后就看到小叔 一脸备受打击地走上前 脸色有些发白 双手紧紧地握成拳 似乎是有些不敢看这个孩子 现在孩子还小 倒是看不出 长得跟他像的地方 但是不可否认 这个孩子很可爱 也不知道是不是亲情的羁绊 江道最终还是蹲下去 仔细地看着墙包里 正睡得香甜的小家伙 突然伸出手 轻轻地碰了碰小家伙 小孩的嘴巴捏如了几下 又睡了过去 老四 这个孩子 妈 现在结果还没出来 先去验一下吧 如果是我们江家的孩子 我不会不认的 江道这回突然站起身说道 行 你会让人把头发拿去检测 你放心 全程都会有人看着的 不会让这个结果出现半点纰漏 今天的事情太多了 大家这回坐在客厅里面 也没什么话说的 气氛一时之间有些沉默 沈井然先带着暖暖 去了楼上洗漱了 楼下的孩子 也交给了家里的保姆照看着 而网上这回蹲守在 江家庄园范围内的记者们 结合在里带梦小区楼下 看到的车子 还有到了江家庄园的车子一对比 确定是同一辆车之后 又拍到了车上有人提着 一个孩子摇篮的东西 猜测这里面是有孩子在里面 于是稍微脑补了一番之后 更大的新闻又出来了 居性影帝不仅隐婚 更是欲有一子 下面更是幼词条开始刷上来了 偶像隐婚生子 粉丝该不该继续支持 都是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 而也不知道 是哪家的黑粉触动了 纷纷拿着小号上场 开始攻击谩骂江道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江道挖了人家的祖坟呢 而现在分明还没有下定论 但是狗仔这边已经开始确认了 这摇篮里面的 就是江道的孩子 还是儿子 粉丝这边 有些容易被煽动情绪的 也跟着脱粉 江道的微博跟超话 都是一片混乱 而方姐的经纪公司 已经跟江道沟通了 现在还在等消息 所以并没有第一时间出来澄清 但是网上的消息 大家却都是关注着的 现在可以说是一片腥风血雨 但是江家 以及江道这边的态度 都是沉默 并没有人出来解释什么 大家都在等孩子的 DNA检验报告出来 暖暖这边原本还有些担心 结果被妈妈哄了几句 直接呼呼大睡了起来 也就把事情给忘了 而在京都的某小区 昏暗的室内 有个女孩以一个奇怪的姿势 坐在电脑前 双手噼里啪啦地 开始舌战群雄 骂到生气的时候 电脑上甚至出现一片的乱码 女孩就像是半点不受影响一般 自顾自地操控着电脑 很快 画面恢复如常 而对面刚才跟她对骂的那个人 浩已经被封了 只是走近一样 就会看到女孩怀里 竟然还抱着一个孩子 这回孩子睁着大眼睛 似乎是在好奇地看着她 心肝 一会妈妈在为你 你你哈 网上一堆黑粉骂你爹呢 老娘不会放过他们的 女孩声音轻柔地 哄着怀里的小人 说出来的话 却是带着一股狠意 小孩在她怀里 咿呀呀地说着话 似乎也在为她加油一般 是不是在给妈妈加油呢 乖哈 你这亲儿子还在这呢 网上那帮人都在胡说八道什么 不是妈妈说 这帮鱼记太没有职业素养了 单单几张照片 键盘一敲就开始胡咧咧 看妈妈不把他们的账号黑了 电脑映射出来的光照 在女孩的脸上 这会竟然无端生出了一种 阴森的诡异感 但是怀里的孩子 却依旧咿呀呀地说着什么 像是在为这 霹里啪啦的键盘声伴奏一般 在这静谧的房间里 形成一曲和谐的曲子 不过家里的事情 倒是不影响暖暖 她第二天 即将去新的学校报到了 而其他人也要陆续去上班了 至于家里的事情 大家保持着联系就行 暖暖早上 被亲妈从被窝里揪起来的时候 还有些发懵 妈妈 嗯 起来了 今天要上学了 哦 暖暖应了一声之后 又继续倒头就睡 沈锦然对于暖暖这个操作 显然已经习以为常了 继续把人捞起来 开始穿衣服 然后带着人去洗漱 暖暖眼睛是闭着的 但是动作却是半点都不慢 等到下楼的时候 就看到老夫人抱着小宝宝 在客厅里面来回走动着 小家伙咿咿呀呀的 竟然也不哭不闹 这才多久的功夫 直接把老夫人的心给俘获了 暖暖起来了 快去吃早餐吧 一会该上学了 老夫人不负昨晚的心事重重 这会倒是看开了 也不知道就一晚上的功夫 怎么变化就这么大了 好的 奶奶 暖暖硬着 下楼的时候 哒哒哒地跑到了老夫人的身边 点起脚尖 想要好好看看怀里的小家伙 第277章 我让我家老虎驮着你们玩 老夫人得换了姿势 然后暖暖就跟他怀里的小家伙对视了 弟弟真好看 暖暖伸手摸不到他的脸 干脆抓了抓他的小脚丫 也不知道是痒还是怎么地 小家伙突然咯咯笑了起来 哎呀 看来这小人也喜欢我们暖暖啊 最后 暖暖先去吃饭了 然后老夫人抱着小家伙 就坐在暖暖的对面看着 而江琪这边 也睡眼惺忪地下楼 兄妹两人如出一辙的表情 吭吃吭吃吃完了早餐 背上书包 就去上学了 因为学校有些距离 所以出发的时间 会比平时早一点 暖暖在车上 继续补了个脚 等到了学校门口的时候 瞬间就清醒了过来 而于田几人 也已经到了学校的门口 但是却一直没有进去 还在门口等着暖暖呢 这步 一看到江家的车子到了 瞬间撒欢地 往暖暖这边跑了过来 在车子停稳了之后 先一步帮暖暖打开了车门 暖暖暖暖 好久不见呀 于田上来就是一个熊豹 直接把暖暖给抱在了怀里 田田姐姐 好久不见 看到小伙伴都在 自从之前一起摆摊之后 就没有再见面了 这会见到了 可不得好好亲热一番 刚才于田他们一行人 等着的时候 让几个孩子先进去 个个都不肯 坚决要在门口 等着暖暖来才一起进去 几个孩子在校门口 集合了之后 沈锦然这边 跟老师说了几句话 几个家长就在学校门口 目送着孩子们进去学校 这边的学校 对于外来人员的管控 是很严格的 所以家长们 倒是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于真看着自己闺女这模样 不由就跟另外几位家长吐槽 我家这个 现在天天在家说的 最多的就是 暖暖妹妹 暖暖妹妹 我跟她爸还说 要不给田田再生个妹妹 结果你猜她怎么说 她说 自己的妹妹 肯定没有暖暖可爱 还是别生了 生下来气人 她不要 哎哟 我家那个还说 搬到暖暖家附近 跟暖暖做邻居呢 金雪林在旁边 也忍不住吐槽道 这不知道 真以为是江家的孩子了 我家的不也是 那边温辰还有寒川川的妈妈 同样一脸无奈的表情 沈锦然 从来不知道 闺女的魅力这么大 这才上了几天的幼儿园啊 而他们都不知道 这帮小家伙 在经历了上次打架的事情 还有去摆摊的事情 现在感情不知道多坚固了 可以说是幼儿园 霸王小分队了 季楚星还有秦天朗 也转到了这边的大班 虽然是新的环境 但是小朋友们 因为都上学一段时间了 暖暖他们到了教室的时候 小朋友都很乖巧地坐着 或者是跟其他小朋友说话 几率算是很好了 讲台上的贝贝老师 朝着暖暖 他们几人招了招手 五人一起上了讲台 小朋友们 我们班里又来了五位可爱的小朋友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下面配合着 响起了鼓掌声 然后就是几个小豆丁开始介绍 大家上去基本简单地说几句就行 但是暖暖不啊 暖暖走上去 像是领导在发表讲话一般 神情正经地不行 随后倾咳一声 各位同学 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学生 我叫姜暖暖 今年三岁半了 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罩着的人 你们不准欺负他们 如果我们能够友好相处 有机会 我会让我家的老虎驮着你们玩的 暖暖一副 我是大姐大 有事情 我罩着你们的样子 正在花园晒太阳的妞妞 突然打了一个寒颤 下面的小朋友 前面的没记住 倒是后面的老虎给记下了 你家真的有老虎吗 别骗人了 我妈妈说了 骗人不是好孩子 只有动物园才有老虎呀 就是就是 下面的小朋友 开始纷纷议论了起来 场面一度有些失控 老师正想下场维持秩序呢 结果暖暖 自己给搞定了 安静 不信一会给你们看视频好了 不过现在是老师说话的时间 我们不要耽误课堂上的纪律 暖暖一本正经的说完 功成身退 把讲台让给了贝贝老师 贝贝老师 现在的孩子都这么省心的吗 不过这样子也挺好的 忙让暖暖几人下去了 几人因为之前说好的 所以座位都是安排到了一个地方 等到下课的时候 暖暖直接发了个视频给老夫人 正在家里带孩子的老夫人 突然接到暖暖的电话 还有些惊讶 接起来之后就看到 屏幕里面放大的小肉脸 暖暖 怎么了 奶奶 暖暖想看看妞妞好不好 暖暖声音甜甜的撒娇道 老夫人一下子还有什么不同意的 刚好这会 妞妞两只老虎就在花园晒太阳呢 于是老夫人直接调转了镜头 让暖暖可以清楚地看到 那边晒太阳的两只老虎 怎么样 看到了吗 老夫人问道 暖暖这边已经开始招呼着大家过来看了 你们快过来 你们看 我没骗你吧 我家真的有老虎 还经常跟我一起睡觉呢 暖暖得意地炫耀道 有刚才就不是很相信的小朋友 这回看到暖暖视频里面的大老虎 个个都惊呼出声 恰好这回妞妞听到声音 神情慵懒地看了镜头一眼 真的是大老虎啊 还是两只 我想骑大老虎 可是我怕它咬人 周围唧唧喳喳的 但是在暖暖喊了停之后 其他人都安静了下来 随后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屏幕 老夫人有些傻眼了 原本以为是暖暖想家里 两只老虎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 看到屏幕那边一串的萝卜头 脑壳子有些疼 这下将家养老虎的事情 不知道会不会被人知道 这到时候 老夫人稍微想了一下 当即把视频给挂了 暖暖 炫耀的话还没说出口 结果就看到 已经被挂断的视频通话 好了 这下我没骗你们吧 没有没有 暖暖你真厉害 你家真的有老虎啊 那是 我们都还骑过老虎呢 于田终于找到机会 好好炫耀了一番 那得意的样子 活像老虎就是他家的一样 他这话 也成功引起了小伙伴们注意 个个都朝他头来了羡慕的眼神 第278章 校长爷爷给我跳了支孔雀舞 不过 暖暖还是知道分寸的 不过 你们要是想跟我家的妞妞他们玩 你们就必须帮我保守秘密 不能跟别人说 我家有老虎这件事情 就连我妈妈都不能说吗 有个小女孩不解地问道 不能说 因为这是我们幼儿园小分队的秘密 好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好好保守秘密的 对 不能跟大人说 说了就没老虎可以玩了 小一般的小朋友们 个个都开始认真地保证到 得到了保证的暖暖 一脸满意地看着他们 嗯 做得非常好 如果发现有谁说出去了 那么跟老虎玩的时候 就不带上你了 暖暖最后还不忘威胁了一下 大家的脑袋都摇成了波浪鼓 个个举手表决心 燕芝在旁边看着暖暖 眼睛都是星星眼 暖暖妹妹真是太厉害了 三两下就成为了幼儿园的扛把子 她也要努力向暖暖妹妹学习 等到老师这边来上课的时候 明显感觉班里的小朋友明显乖巧了许多 而且有种以暖暖为中心的感觉 不过这回她倒也没有多想 面带笑容地带着小朋友们做游戏 幼儿园的学习进度 其实已经快了一些了 暖暖几人是晚来的 也只能尽量跟上前面小伙伴们的进度 喵喵老师原本以为 后面还要单独开个小灶呢 结果发现 这几个孩子的学习能力都还可以 也就放下心来了 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来造个句子 老师看哪个同学比较厉害 喵喵老师指了指黑板上 已经打乱了几个词 这是上几节课 新教给孩子们的词语 大家对上面的字都还认识 我 校长爷爷 给 支 跳了 孔雀舞 后面这个词语是孔雀舞 我 校长爷爷 给 支 跳了组成一句话 有哪位小朋友会 可以举手跟老师说哦 下面的小朋友们叽叽喳喳 有的歪着脑袋 想半天 有的抓耳挠塞的 就是没想起来 暖暖嘴里嘀咕着 孔雀舞是什么舞 我 我 有一个小朋友先站起来了 老师 我知道 好 好好小朋友 你来说说 我爷爷给校长 跳了支孔雀舞 啊 不对哈 坐下再想想 已经很厉害了 马上就对了 暖暖刚才一直注意听着呢 听到喵喵老师说 差不多对了 忙举手 好的 看来我们暖暖小朋友 是想起来了 答案是什么呢 校长给爷爷我 跳了支孔雀舞 暖暖说完眼睛 亮晶晶地看着老师 似乎在问 我答对了吧 上面的喵喵老师 这孩子是多大的脸呢 自称爷爷 还让校长给他跳舞 呵呵 暖暖小朋友 这个也不对哈 再想想 暖暖坐下之后 挠了挠脑袋 到底是哪里不对呢 难道是我爷爷给校长 跳了支孔雀舞 暖暖嘀咕完之后 摇了摇头 爷爷老胳膊老腿的 不合适不合适 远在江家庄园的老爷子 我知道 老师是我给孔雀校长 跳了支爷爷爷舞 什么乱七八糟的 要不是职业素养在这 喵喵老师都要先桌子了 正当他想着 是不是难度 对于幼儿园小朋友 太大的时候 燕芝站了起来 随后说出了争取答案 我给校长爷爷 跳了支孔雀舞 总算还是对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 暖暖眼睛亮晶晶地 看着燕芝 燕芝哥哥 你还会跳孔雀舞吗 是什么样子的 燕芝 后面一番解释了 暖暖这才明白 这才没有继续为难燕芝 今天因为见识了一下 暖暖的老虎朋友 现在暖暖 俨然有成为 小一般大姐大的趋势 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 沈浅然来接孩子 就看到小一般的孩子们 都在跟暖暖道别 那场面 怎么看都有些诡异 就算是他想说 自己闺女有魅力 这回都说不出 这么不要脸的话来了 也不知道 这孩子怎么就 这么牛的社交能力了 等到上车的时候 暖暖甚至还打开窗户 朝着外面的小朋友们 挥手道别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 国家领导巡视呢 江琪现在知道 妹妹的尿性 就连开口好奇 问一句都不想问了 妹妹肯定又要说出 什么惊世骇俗的话来 暖暖今天在幼儿园 开不开心呀 开心 小朋友们都很听话 暖暖晃荡着脑袋 一脸兴奋 神井然 这听话这词 听着怎么这么奇怪呢 后面暖暖 直接专心吃这点心了 也不说话了 江琪在一旁听着 就知道有事情 估计妹妹 今天在学校又坐腰了 等到回去的时候 老夫人把暖暖 拉到一旁去教训的时候 众人这才知道 暖暖是怎么收服 幼儿园那帮小朋友的 暖暖啊 咱们家里面 有养老虎的事情 不能往外说 知不知道 这样就怕别人举报了 把妞妞 她们给带走了 老夫人 语重心长地交代道 却见暖暖一脸乖巧地 答应了下来 奶奶 我知道的 正当老夫人 刚松口气的时候 暖暖的话音又响起了 就我们全班同学 知道了而已 还没等她开口 跟暖暖讲道理呢 暖暖继续说道 不过我已经威胁了他们 要是敢把这个秘密 说出去的话 那就不让他们 骑老虎了 众人 这都行 而且相信小孩子的嘴 咋怎么感觉 这么不靠谱呢 事实证明 小朋友们真的很靠谱 大家为了周末能来暖暖家里玩 都憋着这个秘密不说呢 该说不说 这小孩子有的时候 还挺能藏事的 而关于那个孩子的 DNA检验报告的话 这回也出来了 证实了 这个孩子就是将道的 看着上面写着的 99.99%的字样 将道皱眉了 她这一时半会地想不出 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但是现在孩子的问题 证实了 李戴梦那边又找不出破绽 姜老爷子就问姜道了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个李戴梦你要取进门 将道下意识地摇头 第279章 玛丽苏小说里所谓的带球跑 你摇头什么意思 不取 那孩子呢 老爷子这回语气有些不好了 爸 没说不要孩子 我想好了 可以给他一笔钱 但是孩子要给我们 我自己养 对外我这边也会做好澄清工作 不会伤害到孩子的 说到底 这件事情就是他做错了 孩子是无辜的 现在既然孩子都有了 而且铁一般的证据摆在面前 他不会选择逃避 那个女人 你觉得他会愿意 老夫人抱着孩子 在一旁忍不住开口道 很显然 这个李戴梦明显不是那种好打发的人 先谈谈吧 你找个机会 带上你大哥 去跟人家谈谈 先探探口风 这都是什么事啊 不过这几天的相处 老夫人倒是越发喜欢这个孩子了 现在知道是姜道的孩子 天天抱着 这热乎镜都要盖过暖暖了 这不暖暖看到奶奶又抱着弟弟 马上躺在老夫人身边 撒娇道 奶奶 你还有个宝宝没有抱呀 哈哈 奶奶看看 哦原来是我们暖暖宝宝吃醋了呀 才没有呢 就是 就是你抱弟弟的时候 偶尔也要抱抱暖暖 好好好 奶奶抱 要是再过几年 估计奶奶都抱不动了 老夫人说着 把孩子递给了姜道自己抱着 她把暖暖直接抱到了腿上 轻声哄着 然后就看见 暖暖一脸纠结的模样 那 那我争取长慢点 暖暖又想着快点长大 又怕自己长大了 奶奶抱不动了 这纠结的小模样 简直把众人都给逗乐了 你放心长大 奶奶抱不动你 还有你爸爸呢 老爷子乐呵呵道 不要爸爸 爸爸老是用胡子扎我 暖暖对江正 可谓是嫌弃的不行 沈锦然幸灾乐祸地看着江正 把老父亲的一颗心 给伤得哇凉哇凉的 暖暖撒娇了一会之后就下来了 其实也不是跟弟弟争宠 就是想刷一下存在感而已 弟弟这么可爱 他都喜欢 这个事情 暂时就交给了江道 跟江明这个大哥 去帮忙处理 只是在热度 差不多消下去的时候 双方进行了谈判 一开始 事情进展就不是很顺利 李戴梦说 孩子回江家 只能有一个途径 那就是 取他进门 并且一脸一份填膺地表示 不管多少钱 他都不会接受的 最后甚至私底下 把孩子的DNA检测报告 发到了网上去 原本热度慢慢平息的网友们 瞬间就炸了 这啥 真的有孩子 而且都鉴定了 结果都出来了 现在证据都摆在面前 有不得他们不相信了 粉丝感觉 世界都要崩塌了 然后李戴梦作为所谓的受害者 也差不多出场了 成功塑造了一个 爱一个人 甚至不惜带求 跑的伟大母亲 最后不舍孩子 在残缺的家庭中长大 希望给孩子一个圆满的家 结果 结果孩子爸爸 并不打算承认他的身份 玛丽苏小说里 所谓的带求跑 这是什么偶像剧情的桥段 就我觉得这女的长得不行吗 太有心机了 楼上的 不能因为他跟哥哥睡了 就这么诋毁人家吧 好歹孩子都生了 就是 生都生了 不娶回家 难不成还想给孩子找后妈吗 渣男 网上一阵讨伐声中 将到无奈地回家 会报了这个情况 事情就进入到了一个死胡同 那边的李戴梦不肯妥协 这边的江道 更加不可能妥协 去娶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 这天 暖暖放学回家之后 就发现家里的气氛不是很好 于是便缠着老夫人问情况 得到的回复就是 暖暖 你还小 等你长大就知道 暖暖不服气 然后又缠着妈妈 最后 沈锦然隐晦地跟暖暖提了一下 暖暖听完恍然大悟 然后突然转身上楼去了 再次下楼的时候 带上了自己的符纸 还有罗盘等工具 暖暖 你这是干嘛呀 沈锦然一脸梦了 这孩子 怎么想一出是一出 小叔 我思来想去 想来思去的 我觉得 我应该给你算一挂 你放心 因为你是我小叔 我给你打骨折 只要九万八 是不是很划算 将到 这叫打骨折 还没等他说不呢 暖暖这边已经到了跟前 弹腿坐在了地毯上 把自己吃饭的家伙都拿出来了 且让我来算一挂 其实暖暖倒也不是心血来潮 就是之前觉得 这个事情还挺挺可以的 明明算出来的宝宝 不是这个呀 但是现在证明 宝宝还是这个宝宝 这个事情就有些蹊跷了 于是 众人就坐在客厅里面 看着暖暖捣吃这些东西 虽然看不懂 但是似乎很牛逼的样子 然后就看着暖暖嘴里 嘀嘀咕咕 然后又是拿铜钱 又是念经的 这一套操作下来 把众人都整得一愣一愣的 将到不由有些紧张了起来 虽然他也不知道 他在紧张 或者说是在期待什么 过了好一会 在众人都以为暖暖算不出来 什么的时候 暖暖突然拍了一下 自己的大腿 先是把自己疼得 字牙咧嘴了起来 哎哟 你这孩子 是不是啥 就算拍大腿 也拍你小叔的大腿呀 干嘛拍自己的 老夫人在一旁 颇有些不赞同地说道 神井然 江道 母爱 暖暖于是很听话地 拍了一下江道的大腿 拍完之后 还一脸无辜地看着他 小叔 疼不疼 你看我表情就知道了 江道呲牙咧嘴 从牙缝里面挤出了这句话 暖暖了然地点了点头 嗯 那就是真的 哎呀 事情大发了 真正的小婶子要跑路了 暖暖说着 又拍了一下江道的大腿 不过这会他没有心情 在顾着疼了 而是皱着眉 一脸紧张地问道 暖暖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真正的小婶子 难道不是李戴梦吗 老夫人也是同样的想法 大家的眼睛 都聚集在了暖暖的身上 她也没有卖关子 而是认真地开口说道 小叔 你被人骗了 真正的小婶子 不是那个李阿姨 是另外的小婶婶 还有另外的宝宝 哎呀 你赶紧去把弟弟 跟小婶婶带回来 暖暖说着急的 都有一些想哭了 江道更想哭 第280章 不靠谱的暖暖 我上哪找去呀 再得知 李戴梦不是当初那个人 他心里多少 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但是随之而来的 又是期待跟紧张 会是自己一直想的 那个人吗 机场 机场 就是城东的机场啊 现在去 我先拖着 暖暖着急的 都站起来 跺了跺脚了 好好好 我现在去 江道说着 拿着钥匙就准备走了 临走的时候 暖暖 塞给他一张幸运符 小叔啊 暖暖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话还没说完 江道人已经跑了出去了 从自己的车库里面 开了一辆跑车 像火箭一般冲了出去 往机场那边去了 而暖暖在人走了之后 突然懊恼地拍了一下 旁边江正的大腿 哎呀 我忘记跟小叔说 小婶婶长什么样子了 众人 暖暖啊 咱们还能靠谱点吗 江道这边 倒是没想这么多 现在所有事情的真相 似乎都藏在了 马上要离开的那女人身上 他也不明白自己现在是想知道真相多一点呢 还是想看见那个女人多一点 或者都有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先找到人再说 这一路上 大概是有了暖暖的幸运符 江道经过的地方都是瞬间绿灯 一路通畅 十分钟车子就到了机场 等到往里冲的时候 江道突然杀住车了 自己连人家长啥样都不知道 而且暖暖这小家伙也没跟自己说啊 现在机场都是人 自己上哪找去 不管了 江道也只能凭借着自己的直觉 开始四处看 这眼睛感觉都恨不得多长几双 在人群扫射了一群 没看到 直接走通道 想着去后继厅找 而这边的周嘉宁抱着哭闹不止的孩子 低着头轻声哄着 冒言下不难看出 女人有些发红的眼圈 在看到孩子哭闹的时候 显露出来的无助跟迷茫 她没想到 在自己为了孩子的爸爸舌战群雄的时候 人家竟然已经有了另外的孩子 而且看网上的消息 马上就要跟那个女人结婚了 那自己算什么 怀里的孩子算什么 她突然不想在这一个伤心的地方生活了 不想孩子有一天被指着鼻子骂私生子 所以在得到消息的那一刻 她毅然决然地选择带着孩子远走她乡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好好生活 从此以后 他们的生活里面没有爸爸这个角色 她也不认识什么僵道 怀中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 似乎也知道 妈妈即将带着她离开这个没有爸爸生活的地方 似乎也感受到了妈妈的伤心跟绝望 周嘉宁没忍住 眼泪跟着怀里的孩子一起掉了下来 母子两人的哭声 也瞬间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江道这会也已经到了候机厅 她也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下意识的 她循着声音走了过去 越走近 她的心脏就揪得越紧 不知道为什么 脚步就在周嘉宁的面前停了下来 周围也有不少人认出了江道 很多粉丝已经拿出手机在拍照了 江道没有理会周围的人 眼神定定地看着面前抱着孩子的女人 不知道为什么 脚步下意识地就停在了这里 周嘉宁也注意到了异常 而且低头刚好看见 停在自己面前的身影 一直都没有离开的趋势 不知道为什么 她突然有些紧张了 抱着孩子的手也开始冒汗了 把自己的冒眼往下压了压 低声说道 不好意思 麻烦让一让 这话音落下 江道依旧不为所动地站在那里 眼神热切地看着墙堡里面的孩子 即便是露出一个小脚 她还是从细微处发现的不一样 这跟家里的那个孩子 当然了 也有可能小孩子没张开 都长得差不多 但是江道这该死的直觉 这会似乎突然上线了一般 固执地站在原地 周嘉宁听到自己可以登机了 当即站起身 抱着孩子就要往外走 江道下意识测了测身 她顺利离开了 只是刚走了一段路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熟悉的男生 你好 你的行李忘了 男人充满雌性的声音 那个自己魂牵梦吟的声音 就近在咫尺 她却没有勇气回头 哪怕看她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她一直以为自己很坚强的 到头来 在她面前还是功亏一篑了 你好 江道的脚步越来越近 周嘉宁也不知道怎么地 突然把腿就跑了 她不跑还好 一跑江道 干脆在后面追了起来 毕竟怀里还抱着孩子 加上孩子一直哭 周嘉宁顾及到孩子 不敢跑太快 江道很快就把人拦在了自己面前 你好 我没有恶意 你家宝宝很可爱 她话还没说完 周嘉宁已经气不成声了 江道也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人家哭 下意识就上前抱住了人家 对 就是直接抱住了 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时候 已经把人抱在怀里了 那一刻 只有说不上的满足在心头 周嘉宁开始的时候 也没反应过来 等到反应过来之后 也是剧烈地挣扎 放开我 一年前那个人 是你吗 江道明显感觉到 在自己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话里的人原本挣扎的动作 突然顿住了 江道就知道了 自己的猜想得到了验证 抱歉 我现在才找到你 江道滴滴地说了句 怀里的人哭得更大声了 就像是要把自己的委屈 都给宣泄出来一般 你找我干嘛呀 不是都要结婚了吗 周嘉宁声音沙哑地控诉道 哎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你先跟我回家 我慢慢跟你解释 江道说着 把人松开 动作熟练地结果怀里的孩子 这会的功夫 孩子竟然也不哭不闹了 这会正睁着通红的眼睛 看着江道 江道抱起孩子亲了亲 随后空出另外一只手 牵上了周嘉宁的手 周嘉宁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 被人牵着手出去了 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 周围已经围了不少的人 都举着手里的手机 拍着两人 抱歉 让让 不要吓到孩子 粉丝们倒也还算理智 都没有抢着上前 但是闻风而来的媒体们 就没这么好的职业操守了 第281章 双胞胎 这会 大家都开始为抢得 第一手娱乐信息 而争个头破血流呢 你等会 江道说着 掏出了手机 让僵尸的人先过来这边 维持下秩序 不过在人来之前 江道还是紧紧把 怀里的母子两人 给保护很好 江道 请问你跟你身边 这位女子是什么关系 是否如外界传言一般 早就已经隐婚生子了 江影帝 麻烦你正面回答下问题 你是不是觉得 这种隐婚欺骗粉丝的行为 是可取的呢 网上已经爆出 你有孩子了 那么眼前这孩子 是不是另有其人呢 是不是你因为私生活不检点 才有了多名私生子的呢 开始 如果只是询问一下问题 但是到了后面 多少有些人身攻击的 意味在里面了 江道的脸色 也愈发的不好 在看到江家保镖 都到了的时候 江道这才开口说道 并没有隐婚行为 我说过 如果有好消息 会跟粉丝说明 另外 我想 我的私生活 无需跟任何人解释 具体事情如何 希望大家后续关注官方的消息 以官方信息为准 说完 江家的保镖 也都到了跟前 江道说完 就在保镖们的保护下 出了机场 因为他开过来的是跑车 直接把车钥匙扔给了保镖 自己开着家里的商务车 带着周嘉宁回家去了 路上的时候 江道主动询问起了 周嘉宁的个人情况 那天突然有个女人找上我 说起了一年多钱的事情 我就带回家了 后面调查发现 监控被人破坏了 只能确定 那个女人当时 确实是在那个楼层出现过 后面又调查了那个女人 确定一年多前 确实有某个 妇产科医院的生产记录 加上孩子做了DNA 确实是我的孩子 所以才会有 网上的那一系列事情 但是我这边 已经跟他在谈了 原本是打算 给他一笔钱之后 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结果那边不同意 说除非是我娶她 我不答应 才有了网上那些事情 将到一边开车 一边耐心地解释道 随后见后面坐着的人 一直没有反应 这才回头看了过去 随后就看到了 抱着孩子低头的周佳宁 佳宁 怎么不说话 我没什么好说的 在听到他 有另外一个孩子的时候 他的心感觉已经死了 他不希望自己 这么多年的感情 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 不过现在说开了也好 让孩子知道 有这个爸爸就够了 至于其他的 还是不要多想了 你难道就没有想过 那个人跟你生孩子的时间 这么相近 将到无奈 但还是耐心地引导他 周佳宁开始的时候 确实没有想这么多 只是等到过了一会 脑袋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 你说他是在什么医院 什么时候生的 将到耐心地跟他说了 怎么可能这要巧 周佳宁皱眉你难道 是啊 怎么会这要巧 将到说完就没再说了 加快速度回到家里面 一会你看到那个孩子 你就知道了 说完 车子已经开到了 江家的庄园 怀里的孩子 这会已经哭泪睡了过去 周佳宁怀揣着忐忑的心情 被江道牵着走进了江家 而刚才的一行人 早就在家等着了 刚才也关注到了网上的热搜 这会看到江道带着人回来 倒也没有好奇 个个都站起身来 看着走进来的两人 还有怀里的孩子 回来了 老夫人先站起身了 随后看着跟在自己小儿子身边的姑娘 这个看着 可比之前那个讨喜多了 好孩子 辛苦了 来 来妈这里坐 老夫人说着 就把人拉到了身边 江道这边抱着孩子 也找了个位置坐下了 周佳宁被老夫人牵着手 有些别扭 伯母 哎 江道跟你说了吧 周佳宁还以为是 关于另外一个孩子的事情 于是神色有些不大好地点了点头 哎 这都是被人陷害了 才让你们这个时候才见面 你放心 这个事情 我们一定会给你们母子三人一个交代的 老夫人说着 安抚似的拍了拍她的手 周佳宁这回有些没反应过来了 什么母子三人 而暖暖这边已经走到了跟前 甜甜的喊了一声 小婶婶 小叔这个笨蛋 总算是把你找回来了 周佳宁 这就小婶婶了 是的 你小叔这回总算是争气一回了 老夫人这颗心也稍稍放了下来 这回突然 保姆抱着哭泣的孩子上来了 老夫人还没动作呢 周佳宁以为是自己孩子哭呢 下意识地就接过了孩子 等到把孩子抱在怀里哄的时候 马上就发现了 怀里孩子的重量似乎不大对 然后另外一边 将到抱着孩子 这回不知道是不是被哭声影响到 也开始哇哇哭了起来 瞬间整个客厅都充斥着两个孩子的哭声 而周佳宁整个人都呆愣住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两个孩子这么像 而且自己现在抱着的这个 明显体重要重一些 但是现在明显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抱着怀里的孩子 先是轻声地哄着 最后还是保姆小声地解舌剧 孩子是饿了 周佳宁想了想 还是进了房间 去为孩子喝奶了 而第一次喝到母乳的小家伙 几乎是下意识地 就抱着自己的口粮 自溜自溜地喝着 喝完之后满足地在周佳宁的怀里睡了过去 而姜道也适时地把另外一个孩子也抱了进来 等到两个孩子喂好之后 周佳宁出去 就听见老夫人在训斥姜道 暖暖说你这个小叔不靠谱 还真是半点没有冤枉你呀 妈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说吗 姜道在一旁像个小媳妇一样 委屈巴巴的 第282章 小叔是清白的 这回见到周佳宁出来了 忙上前接过孩子 小宁啊 来 坐 等到周佳宁坐到身边的时候 老夫人这才开口解释道 你是不是发现了 这两个孩子长得一模一样 周佳宁点了点头 其实她这回心里已经有了大概的想法了 难怪自己怀孕的时候发生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 一次两次还能说是巧合 但是这么多次了 也是自己稀里糊涂的才会被人耍得团团转 这两个孩子都是你的孩子 老夫人还是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刚才周佳宁进屋奶孩子的时候 江家人很容易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想明白了 见他这回抿着嘴不说话 不由心疼起来 继续解释道 不过当年被人做了手脚 你养的那个应该是弟弟 而送回江家的这个是哥哥 毕竟两个孩子从体型上就能看出明显的差距 更别说抱起来的手感 明显哥哥的身体要好一些 弟弟就比较虚弱了 这回听到这个消息 周佳宁不知道是背多一点还是洗多一点 突然看着自己怀里的孩子 无声地哭了起来 好了 以前的事情是江道做的混蛋 也不地道 你放心 要是以后这混小子 敢让你们母子三人受委屈 我直接把他扫地出门 听到老夫人这么维护自己的话 周佳宁的心里多少有些感动 而江道就有些生无可恋了 自己在这个家是越来越没地位了 就差成为食物恋的最底端了 暖暖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自己小叔 莫名觉得小叔也挺可怜的 便站起身替他说了句话 小婶婶 你放心 我小叔保证会很乖的 你就不要怪他了 他还是清白的 江道 后面那句话倒也可以不用说 周佳宁看着这一家人 感觉气氛确实挺不错的 刚才大概是怕他尴尬 原本一家子人的 这回就只剩下了几个女人 坐在客厅里面 可见这个家里面 女人的地位 而且刚才听老夫人解释 才知道这里面其实也有自己的原因 当年要不是他把那个监控录像给黑了 估计江道早就找到自己负责了 后面两个孩子 也不会因为别人的原因而被迫分开了 只能说造话弄人 谁也没想到 当年的事情 还有人在里面做文章 好了 现在说开就好了 你小婶婶不原谅你小叔 那也是你小叔自己做的 咱们不管 老夫人生怕周佳宁有压力 这个感情的事情 说到底是他们两口子的 他们这些家里人 也不应该强势介入两人之间 逼着人家姑娘要原谅江道 周佳宁也没想到 老夫人这么替他说话 而且看着他们说话的样子 平时在家也是这样子的 他能够看出来 老夫人并不是只是为了哄他开心 才说的这些话 心里突然莫名有些暖 现在坐下来之后 把当年的事情捋了一遍之道 才发现 这里面肯定是有不少人的手笔的 江道当即让人先把李戴梦给控制住了 这件事情后面慢慢清算 李戴梦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他们现在也不在乎了 但是背后的人 这个心思显而易见 就是要安排第二个凌柔到家里来 而且这里面一环扣着一环 就说周佳宁平时产检 能让人看不出自己是怀了双胞胎 这件事情凭借着一个人的力量 肯定是没办法做到的 更别说一次次躲过了 最后生产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要打通医院的关系 这里面每一环都不能出现任何的差池 但凡出现一个问题 或者是周佳宁发现其中的猫腻 这个计划都进行不下去 也走不到今天 现在显而易见 人家成功了 这里面的周佳宁跟江道 都是被蒙在鼓里的人 对方在下一盘棋 而他们都是被困在棋盘里面的棋子 家里也就暖暖的心大一些 对于暗中的人 他是半点都不操心 师父说了 这些人就是阴沟里面的老鼠 见不得人的 就让他们继续在阴沟里面 发烂发臭吧 至于能使什么手段 只要家里人同心协力 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 一些阴谋诡计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都是指老虎大 这件事情说开了之后 家里其他人也都找机会回来了 然后跟周佳宁简单的认识了一下 顺便把这个事情 从头到尾给大家解释清楚了 要不说江道傻人有傻福呢 媳妇不仅没跑 而且还这么喜欢他 现在更是两个儿子都有了 泽泽 这福气可不是谁都有的 后面就是开始商量 怎么挖出更多背后的人的消息了 对付敌人 那肯定是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 而江道这边也第一时间来了直播 在网上说明了情况 江道在直播里面半真半假的 把他跟周佳宁的关系给公布了 我们因为某些误会 那个时候分开了 但是分开的时候 小妮已经怀了孩子 但是却不打算跟我说 准备一个人抚养孩子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这个事情 至于网上的事情 那是有人故意误导 还请各位粉丝们不要当真 至于在这件事情里面散布谣言的人 我们后续也会依法追究民事责任 到时候会有相关的消息 大家可以关注 江道说着 还一边看着弹幕上粉丝刷的问题 一边认真地回答着 至于私生活混乱 那更是无稽之谈 自始至终 我都只有小妮一个女人 还有我的两个宝宝 是的 是两个宝宝 我后续的工作 也会适当减少 多空出时间来陪陪家人 把自己缺失的这段时光给补回来 在此也感谢各位粉丝的支持 我从来没有 想要隐瞒自己的感情状况 以前不公开 只是觉得还不够成熟 但是现在选择公开 是因为我觉得 我能够给我身边这个女人 足够的爱跟安全感 可以给她一个家 以后我也会承担起我作为丈夫 还有父亲的责任 所以 在此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祝福 当然 因此托粉的粉丝们 还是要感谢你们 陪了我走了一段旅程 接下来也希望 大家都能得偿所愿 生活顺遂 江道说着 起身拘了一躬 而坐在旁边戴着口罩的周嘉宁 这会也双眼含泪 跟着一起起身驱躬 哽咽地看着镜头说道 谢谢大家 结果 两人正准备去关直播 暖暖直接跑了进来 然后跑到了镜头前 大声喊道 小叔 小婶婶 弟弟又拉巴巴了 第283章 当年隐情 直播间瞬间变成了另外一个画风 全屏都在刷着 笑死我了 不愧是暖暖之类的话 江道忙上前 却把直播给吓了 于是最后的镜头 就是暖暖一脸无辜地看着镜头 似乎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什么事情了一样 而最后 这个片段也被粉丝们录屏 又发到了网上 成为了暖暖的又一大黑历史 而经纪公司那边 也给出了官方的说明 这件事情 也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李戴梦这边已经审问了 还问出了不少的问题出来 这件事情在一年前 突然有人找上了他 说是能让他有想不完的荣华富贵 那个时候的李戴梦 也只是一个小小的主播 在众多网红主播中 根本就不起眼的 这不 人家说有这个机会 可以改变命运 李戴梦肯定就心动了 不过 也不是轻易相信人家的 在对方许诺 能让他爆红之后 不知道对方做了什么手脚 他的事业突然就有了起色 随之而来的 就是各种名利场的诱惑 最终踏上了 对方不好的陷阱里面 明明自己肚子里面没有孩子 但是对方 却要求他 每个周期都要去产检一次 然后到了时间 直接安排他 去医院住院生孩子了 他只记得 自己睡了一觉起来的之后 自己床旁边 就躺着一个瘦弱的孩子 看了一眼孩子之后 孩子就被抱到保温箱里面了 后面出院的时候 也是带着这个孩子走的 但是却没有跟他一起生活 毕竟也不是亲生的妈 更加不知道怎么养一个孩子 就这么过去了几个月 他们突然来通知他 要他去找江道 说出一年前的事情 后面的事情 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全城这个人隐藏得非常好 就连李戴梦都不知道 这个人是谁 又从哪里来的 目的是什么 对他来说 能嫁到江家最好了 何况江道的长相 也没得挑 不能嫁过去的话 自己得到一笔钱 也比自己辛辛苦苦 在网上搔手弄资的好 结果没想到 直接把自己送了进去 江道的这个事情 到此简单地落下了帷幕 但是关于背后的那个人 江家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只是暂时的 后面人家肯定还会想出 更多的办法来对付江家 不过当年的事情 江家也没打算 就这么轻松地放过 于是关于周嘉宁产检 以及接生的医生 还有护士 全部都被调查了一遍 这里面最有机会动手的 就是给周嘉宁产检的那个医生 几人找到他的时候 他还一脸义正言辞地说 自己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有职业道德的人 只是很多事情 只要有了一个突破口 后面的一些东西 也会被连根拔起 给周嘉宁产检的医生 叫汤兰 看起来年纪并不是很大 三十来岁的样子 但是却已经坐到了主任的位置 江家这一介入调查 当即调查出了 许多汤兰这几年所做的事情 而他也根本就不是外界所说的 在国外镀金回来的复科医生 只是在国外二流的大学 被退学的甲高才生 回来之后 攀上了医院的高层 这才顺利进了医院 当上了医生 这个女人别看着一副高傲的模样 其实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续其中罢了 后面又勾引了 不少陪着老婆来产检的男人 私底下 汤兰的消费也是很高 这也是为什么 人家一找上他 就能说动他的原因 在他的人生信条中 并没有太多的慈悲心 只要有钱 肚子里的孩子是死是活 他半点也不关心 不调查不知道 这一调查才发现 他有多不把人命当一回事 还未来得及看这个世界的婴儿 就因为他的一个小小失误 最终都没来得及看一眼这个世界 而他却依旧是高枕无忧地做他的主任 也只是把孩子的情况 轻描淡写地说成了是意外 孩子本身的身体不好之类的话 来推卸责任 而家属更是大出血 最终抢救回来 却也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 原本把一家幸福 等待着孩子降生的家庭 闹得分崩离析 不是没有维权 只是这里面黑暗的事情太多 普通人的力量太小 在这些人眼里 不过是如蝼蚁般 能够轻易践踏的存在 这一份份调查报告 摆在面前的时候 众人才知道 这家医院到底做了多少 丧尽天良的事情 多少满怀期待孩子降生的母亲 就这么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甚至到了最后 都不知道自己孩子的死因 不过是因为人家的不专业 而看到这些 周嘉宁作为直接受害者 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对于贪婪这种行为 有多憎恨 当即利用自己的专业 把医院的系统的黑了 又挖出了不少黑暗的东西 这家藏在黑暗中的医院 也在第一时间上新闻 接连几日 网上的新闻 都是这家医院过往的所作所为 就像是蝴蝶效应一般 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出来深渊 也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当初所谓的意外还有真相 看着新闻上跪在医院门口 哭得肝肠寸断的母亲 有的已经不再年轻 有的已经被岁月磨平了棱角 但是在得知自己孩子 是因为这些人而丧命的 毅然决然地选择站出来 期望还在天上孩子一个公道 暖暖盯着屏幕上 心里很酸涩 沈浸然在旁边看着 正想着怎么安慰暖暖的时候 暖暖自己先开口了 妈妈 这些小朋友都回到天上去了 对 小朋友回到天上去了 沈浸然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于是便顺着暖暖的话往下讲了 嗯 小朋友们重新回去选择妈妈 现在你姐姐会把他们的糖果 都还给他们 暖暖很认真地说道 沈浸然却是以为暖暖是想吃糖果了 不过还是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还糖果呀 妈妈 小朋友们都是在天上 挑选自己的妈妈的哦 那这个跟糖果有什么关系吗 旁边的田乐乐 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有答 小朋友要攒够糖果 才能下来找妈妈呀 第284章 我的粉丝就是我老婆 所以我们暖暖是自己攒够了糖果 然后才下来找妈妈的对不对 暖暖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我们好多小朋友一起的 还有哥哥 我让哥哥先下来了 我还要攒糖果 攒够糖果了 我就跟仙女姐姐说 我要去这个妈妈家里 屋里几个女人面面相去 大家都没想到 会从暖暖的口中听到这种话 沈浸然大受震惊 以前经常听人家说 孩子都是自己在天上挑选的妈妈 觉得这个妈妈好 这点名要去这个家里 但是当时大家都觉得 是小孩子的同言同语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暖暖说的话 他们格外出动 那为什么是妈妈呀 因为暖暖觉得妈妈很温柔 很善良 是个很好很好的妈妈哟 暖暖这话刚说完 就被沈浸然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妈妈的乖宝 妈妈好爱你呀 沈浸然说着 没忍住在暖暖的脸上亲了亲 随后目光投向了 站在楼梯口的江琪 小琪来妈妈这里 沈浸然朝着她招了招手 其实刚才暖暖说的话 江琪都听见了 就是听见了才觉得不可思议 倒不是觉得妹妹说的不对 只是心里疑惑 为什么她记得 而她自己却忘记了 这回看着妈妈朝自己招招手 江琪还是一脸别扭地走过去 刚走到沈浸然的身边 就见她拉着自己的手 把她拉到了身边 在她的脸上也亲了两口 谢谢妈妈的宝贝 选择我当妈妈 妈妈跟你们一样 也很爱你们哦 江琪被亲妈这突如其来的蚊 给亲呆愣住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 就是那一颗心被填满的满足感 暖暖就没哥哥这么含蓄了 直接回应了沈浸然的蚊 妈妈 暖暖也好爱好爱 好爱你哟 妈妈是从生下她的时候 才开始爱她的 但是暖暖确实从出生的时候 就开始爱妈妈了 所以暖暖的爱 比妈妈要久一点哦 田乐乐跟周嘉宁两人 早就抱着自己各自的孩子 亲热个不行 原来父母跟孩子 也是双向奔赴的 那暖暖怎么选择的爸爸呢 沈浸然抹了抹眼角的泪 轻声问道 爸爸不是我选的 是你选的呀 在场众人 这话似乎也没毛病 原本站在玄关 想要听暖暖说 爱自己话的江正 终究是错付了是吗 而周嘉宁这会 也直接在江家住下了 两人因为孩子的原因 只能先去把证领了 江道为此还发了个微博 告诉了粉丝 婚礼的话 还在筹备当中 周嘉宁是想低调戏 但是老男人江道 却是想高调告诉大家 他不再是单身狗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这才意识到 那个时候暖暖说的 小叔叔不是单身狗 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只是那个时候 大家都只以为 是孩子的一句玩笑话 还有暖暖说的 小叔有老婆的 江道那个时候 是怎么说的 说对 我的粉丝都是我老婆 也不知道那个时候 是怎么说出 这么厚颜无耻的话来的 周嘉宁听到老夫人 跟自己说这些的时候 被逗得不行 暖暖在处理 好小叔的问题之后 这才想起了 自己之前 在山里抓到的那只鬼 现在在玉瓶里面 也待了好几天了 暖暖总算是想起他来了 原本是想着 让女鬼好好冷静冷静的 结果一不小心 事情太多 就给忘记了 晚上的时候 暖暖把玉瓶的鬼 放出来的时候 那几只土著 已经被折磨得面目全非 看起来好惨 暖暖不由有些心虚 毕竟放进去的女鬼 是千年的魂魄了 虽然被困了这么多年 但是厉害程度 也不是他们这些 恶鬼们能够比拟的 结果没想到 自己不过几天没来看他们 竟被折磨至此 几只女鬼被放出来的时候 抱着暖暖的大腿 哭得好不凄凉 天师啊 你要是再不来 我们都不知道 魂魄还再不在了 周方出来 就是抱着暖暖的腿 一阵好哭 偏偏这个玉瓶里面 又能修复魂魄的 一边被折磨 还能一边修复 修复好了 又继续被折磨 这种酸爽 谁能懂啊 现在已经变成鬼了 死也死不了 想活更加活不了 简直了 暖暖更加心虚了 安抚地摸了摸几个 鬼阿姨的脑袋 乖乖哈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把你们给忘记了 我会替你们讨回公道的 放心吧 暖暖安慰了一通之后 这才看向那只 飘在空中的女鬼 在玉瓶待了几天 这会倒是 没那么大的力气了 看起来就像是 一名正常的鬼 不过身上的服饰 看着还是很繁琐 而且女鬼的礼仪 是真的很好 就飘在半空中 都不忘保持着 大家闺秀的一态 女鬼摇头 暖暖一想也是 这毕竟在人间待了这么久 本来就不符合常理的 要不是因为 有几颗古董的玉腮 一直把灵魂锁在体内 女鬼也早就魂飞魄散了 行吧 那女鬼阿姨 我送你去投胎吧 暖暖见她身上的力气 也消得差不多了 这会要是再不拉去投胎 还真的可能魂飞魄散 不留一点痕迹 暖暖是不会把自己 用一根棒棒糖骗过来的鬼 就这么悄无声息没了的 是鬼就要发挥她的作用 那就是去投胎 多给她送业绩 女鬼懵懵懂懂的 任由暖暖念着咒语 然后被黑白无常给拉走了 总算送走了这个瘟神 另外几只鬼明显松了口气 总算是走了 再不走我鬼都要没了 是啊 总算是送走了 现在就剩咱们结几个了 几只女鬼在那边议论着 大有一副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的架驶 行了 几个鬼阿姨 不能老是欺负新来的 咱们要和谐有爱 知道吗 暖暖一本正经地教训完几只鬼 又让他们回去了 也不知道 之前那几个坏人 受到惩罚了没有 要是受到惩罚之后 这些鬼都要送下去的 第285章 邀请小弟们到家里看老虎 之前就是因为几只鬼强烈要求 要在人间待多一段时间 到时候 第一批鬼阿姨们去投胎了 后面的几个 也要跟着一起下去了 暖暖可不知道 这些鬼鬼们已经约好了 要下去地府当公务员 然后常来人间玩玩 眨眼暖暖 就在这个学校上了 一个星期课了 除了偶尔课堂上 把几个老师 气得五心口之外 他的幼儿园生活 还是相当精彩的 这不 到了周五这一天 小朋友们都嚷嚷着 要去暖暖家里看老虎呢 大家这一个星期 可憋坏了 就等着放假的时候 去一探究竟了 这要是假的话 到时候也能取笑一下暖暖 要是真的 他们也想尝试一下 骑在老虎身上 是什么感觉 肯定跟将军一样 威风凛凛的 好说好说 那你们明天 都到我家的庄园来 我带着你们去看老虎 不过跟你们家长 不能这么说 就说来我家 晚上就好了 知道吗 暖暖 你放心 我们知道的 就是 我办事你放心 小男孩拍着自己的胸脯 保证到 回去之后 孩子们都跟家长说 要到暖暖家里玩 家长不知道多乐意呢 这可是江家 他们没办法 跟江家人联络感情 但是孩子们可以啊 于是 这帮出生牛犊 不怕虎的孩子们 在周六这天 都一大早 就被各自的家长 给从床上揪了起来 之后收拾整齐 一起打包 送到了江家 因为暖暖说了 早上到家里来吃早餐 几个孩子们都很积极 家长在门口 就把孩子放下了 随后就看到 自家的孩子 被江家的车 给送了进去 这江家的庄园 不少人都在门口 拍下了孩子 进入庄园的背影 好好在自己的朋友圈 炫耀了一番 暖暖一早就起来练功 早上小朋友们 都要到家里来 于田因为知道 暖暖每天都要练功 生怕自己 再跟上次一样 被抓去一起练 所以今天特意 在家磨蹭了一会 这才来了 不是说要去暖暖家里吗 以前看你挺着急的 现在怎么不着急了 于真在旁边 看着闺女磨蹭 没好气地说道 妈妈 你不懂 于真 也不知道这小孩子家家的 整天这么多小心思做什么 等到于田到了江家的时候 正巧要开饭了 于真把孩子放下 跟老夫人打声招呼 就离开了 暖暖这回正在屋里 招呼着其他小朋友呢 几个孩子进来大半天了 都没有看到所谓的老虎 不由就开始张望 暖暖一早 先让谭叔 把两只老虎给关了起来 魏帝就是怕这些同学们 看到老虎之后 被吓得吃不下饭了 所以还是很机智地决定了 吃完饭再去看 先不用看了 大家先吃饭 吃饱了老虎就出来了 暖暖 我怎么感觉 你像是在忽悠小朋友呢 就是 我们已经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了 有几个小朋友不满地嘀咕道 哼 要是一会吃完饭没有老虎 我给你们骑 暖暖生气地插着腰 嘴里还不忘放着狠话 呃 厌知几人是知道真相的 这会都忍不住嘴角抽搐 倒也不必如此狠 几个小朋友见暖暖都这么说了 当即乖巧地埋头吃饭 准备一会 看看暖暖怎么收场 于是 众人就看见暖暖坑吃坑吃地吃着 半点不受影响 在众人吃完的时候 暖暖又吃了一大碗的面 这才打了一个宝格 走吧 暖暖拿上纸巾擦了擦嘴 一边动作灵活地跳下了凳子 一瞬间 原本还唧唧喳喳喳的饭厅 这会已经安静下来了 老夫人服了服了 还真是精力充沛 但愿不会把那些孩子给吓到 小然啊 你跟着出去看看 别让暖暖把自己的朋友都给吓坏了 最后 她还是不放心地交代道 知道了 妈 我现在就去 沈济然本来也打算去看看的 毕竟自家闺女不靠谱 也不是一天两天啊 将其慢条丝里地 吃完最后一口饭 然后像个小绅士一般擦嘴 随后看着老夫人 奶奶 我也去看看 嗯 去吧去吧 孩子们一窝蜂地 到了后院的玻璃房这边 这是专门给毛毛跟妞妞搭建的 几个孩子一路上叽叽喳喳的 就没停下来过 走到一半 还没看到老虎 不由看向暖暖 暖暖 哪里呢 就到了 暖暖背着手 像个老大爷一样 走在了前面 到了玻璃房附近 暖暖给几人指了个方向 就在那边 你们先去看看 别被吓到了 暖暖你就吓唬人 几个孩子才不怕呢 反倒是更加兴奋了起来 一窝蜂就往那边跑 而毛毛跟妞妞 一早被人关起来 好在背了不少 好肉在等着 总算是没那么暴躁了 这时 毛毛的耳朵动了动 注意到那边有人过来了 看了一眼 趴在地上慵懒的媳妇 自己迈着步子 到了玻璃旁边 几个孩子刚走近 就看到一只巨型老虎 突然朝他们这个方向 扑了过来 吓得连连倒退 后面胆子小的 直接一个屁股 蹲坐在了地上 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妈 妈爷 真的老虎 这时 就听见后面 传来了暖暖的声音 不用怕 妞妞是在玻璃房里面 众人也是在这个时候 才反应过来 这两只老虎 是被关起来的 短暂地害怕之后 这群孩子又好奇地上前 趴在玻璃上 跟里面的妞妞对视着 妞妞看了一眼 也跑到自己媳妇身旁 躺下了 那傲娇的小模样 看着就让人稀罕 哇 两只老虎耶 暖暖没有骗你们吧 于田插着腰走了过来 一脸得意地说道 其他人纷纷摇头 眼神崇拜地看着暖暖 暖暖 我们误会你了 对不起 你能让我摸摸他们吗 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小男孩 走出来先道歉了之后 其他人纷纷站出来道歉了 当然 最重要的是想摸摸老虎 他们长这么大 都没有摸过老虎呢 要是这次摸了 以后还能跟其他小朋友炫耀一番 暖暖点了点头 没关系的 我现在就把他们放出来 你们等着 于是暖暖就把玻璃门开了 毛毛不想出去 最后还是妞妞这个老公 承担了所有 自己出去骑着一群孩子玩 谁让自家媳妇怀了她的仔呢 第286章 让老虎体验带娃的辛苦 开始的时候 孩子们还是有些害怕的 到后面 见到暖暖的好朋友 骑着老虎威风凛凛的样子 其他人也顾不得上怕了 然后争先恐后的 想要去骑老虎 还有些孩子 甚至让人给他们拍照 在老虎的背上 各种摆pose 神井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心里不由想着 果然闺女的朋友 跟闺女一样 唬得很 妞妞凭借着一己之力 把一群孩子都玩累了 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等到孩子们终于消停了 妞妞这才像是个小媳妇一样 委屈巴巴地 去找自己的媳妇去了 暖暖总算是得意了一回 回来去厨房 给妞妞拿了几斤的生牛肉 妞妞 你辛苦了 我这是先让你体会 带孩子的辛苦 暖暖摸了摸虎脑袋 一本正经地开始胡说八道 妈妈看着她 神情慵懒 这是欺负老虎 不会说话是吧 妞妞埋头干饭 毕竟跟一群孩子玩了一早上 早就把体力给消耗光了 下午的时候 江道领着媳妇跟孩子回来了 这几天忙着给孩子上户口之类的事情 这种事情 当然可以交给其他人去帮忙办 但是出为人妇的江道 觉得自己在媳妇怀孕的时候 没有陪伴就算了 在生产的时候也缺席了 这会孩子都出生几个月了 这种上户口的事情 他不想交给别人 所以后面干脆就把工作给推了 在家陪老婆孩子 孩子的事情也都亲力亲为 而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知道 自己的妻子是个黑客 还是比较特殊的那种 平时主要是负责维护一些 重要部门的网络安全 没有工作的时候 就是上网找黑粉干架 而是谁的黑粉 江道也是在婚后才知道的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原来媳妇爱自己 已经爱得这么深沉了 于是江道便开始了 他的嘱咐之路 这不 今天一大早就出门办事了 这会看着跟自己 上在同一个户口上的几个名字 心里一片欲贴 之前被抱走的是老大 明显长得壮实一些 周嘉宁自己养的是小的 从小身子就比较瘦弱一些 精心养了几个月 现在孩子到底健康了许多 不过看着还是比哥哥要瘦小一点 老爷子也给两个孩子起了名字 大的叫江刺 小的叫江源 寓意天赐良缘 当然了 开始的时候 江道这个爸爸 也是想加入曲名的队伍的 无奈 他在知道自己两个儿子是五一生的之后 就准备给起名江五一 江老洞 最后被自己媳妇嫌弃个不行 才不情不愿 把这个曲名的权利 交给了老爷子 而两个小家伙因为是双胞胎 暖暖就想给弟弟娶个小名 结果在得知毛毛跟妞妞这两个名字 就是暖暖起的之后 江道说什么都不敢让自己小侄女掺和进来 最后直接娶了一个 圆圆满满 也算是对他们这个家最淳朴的愿望了 有情人忠得圆满 圆圆满满在江家这段时间 已经开始熟悉起来了 特别是圆圆 比弟弟要先到这个家里 平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窝在两只老虎的身边 大概是因为怀孕的关系 毛毛没有以前暴躁了 现在浑身充满着母性的光辉 两个孩子现在也只是靠在身上 顶多好两个虎毛 还造成不了多大的伤害 但是妞妞平时调皮 还会跟孩子一起玩 毛毛直接就躺平 任由孩子靠在她身上 周嘉宁开始看到这两只老虎的时候 还吓了一跳 那个时候刚好是暖暖瞧着妞妞进屋找吃的 差点没把她混给吓跑了 好在后面老夫人解释了一番 这才勉强接受了 不过这个场景 不管看几次还是觉得很震撼 而自己的两个孩子也是属老虎的 整天没事就喜欢挨着老虎 一哭抱着去找老虎 瞬间就笑了 她那会还跟老夫人调侃了句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老虎才是他们亲妈 要不然怎么见着老虎直接就不哭了 将到现在变成居家好男人了 家里又多了两个孩子 老夫人这跳广场舞的计划不得不搁置了 一心在家抱孙子 虽然上面已经有不少孙子了 但是大的像江浩 已经结婚的 小的就是暖暖 暖暖从小就没在身边养着 等到回来的时候都三岁了 也没办法抱在怀里哄 现在好了 有将到这两个儿子 每天抱着亲亲热热的 加上两个孩子平时一哭起来 那威力就差把房顶给掀起来的那种 老夫人的生活可谓是精彩十分 暖暖因为周末的时候 带着小朋友去家里看老虎 现在俨然成为了幼儿园的扛把子 大姐大的存在 大家都是见识过 暖暖骑在老虎背上 各种杂耍 还有欺负老虎的 连老虎都能欺负 那欺负 他们这些小朋友 岂不是手到擒来 于是大家都默默把暖暖 当做了大姐 害怕欺负 只要抱住暖暖大姐的大腿 就不怕了 要是有小朋友欺负人 那直接关门放暖 不是 让暖暖关门放老虎 京都的秋天 这回已经开始降温了 这天早上 暖暖上学的时候 看到外面电闪雷鸣的 暖暖害怕地往被子里缩了缩 又继续睡了 最后还是沈锦然上来 把暖暖叫了起来 暖暖看着外面还在下大雨 把自己缩在被子里 睁着无辜的大眼睛 看着沈锦然 妈妈 老师说了 暖暖是祖国的花朵 是这样吗 是啊 暖暖是祖国的花朵 幼儿园的小朋友 也都是祖国的花朵 沈锦然还以为 孩子跟自己撒娇呢 也就顺着暖暖的话 往下说了 一边说着 一边企图 把暖暖从被窝里面揪出来 但是暖暖这会 却突然一脸苦恼地 看着外面 可是妈妈 外面现在下大雨呢 沈锦然不解道 所以呢 大雨会把祖国的花朵 给叫坏的 所以暖暖可以不去上学吗 暖暖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期盼的眼神 定定地看着沈锦然 沈锦然 为了不上学 暖暖也真是拼了 第287章 暖暖的梦想 当校长 不可以 咱们家有车 暖暖不会淋到雨的 沈锦然摸摸她的脑袋 神情自若道 暖暖当即一副 妈妈你好狠心的表情 看着沈锦然 这个时候 江琪见妹妹一直没起来 就过来这边看了 结果听到暖暖说的这句话 下意识就说道 妹妹 老师还说了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暖暖 哦哦 哥哥是来拆台的吧 沈锦然 这是不跟暖暖来软的了 直接强硬地 把人从被子里捞出来 早上被这么一耽搁 暖暖去学校的时候 已经迟到了 不过因为下雨天 加上路上堵车 学校还是很人性化的 可以晚到半个小时 但是暖暖一早上 都面大脑的 打不起精神的感觉 等到了学校 车子开进了教室楼的门口 暖暖下车之后 就抱着自己的好朋友 一顿哭诉 甜甜姐姐 呜呜 我们真是太惨了 妈妈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却还要让花朵淋雨 还要上学 太惨了 呜呜呜 余甜 呜呜呜 暖暖 我们真惨啊 沈锦然 这两个戏精 凑在一块直接眼上了 最后还是被老师 连哄带骗地带去了班级 暖暖就把早上的事情说了 然后说道 没事 你们放心 等暖暖以后 当了幼儿园的校长 就给你们都放假 以后刮风下雨 咱们就不用来学校了 哇 暖暖你真好 我要选你当校长 厌知 该说不说 那个时候你们就不读幼儿园了 后面见暖暖说得一脸得意 想想还是不去破坏 暖暖妹妹的美好心情了 看着早上来上学 脑袋一直搭拉着 这好不容易有点盼头了 自己还是不去泼凉水了 对于暖暖来说 当校长给小朋友们放假 就是进阶段的盼头了 刚好 早上的时候 老师就教了一个词 叫做如果 小朋友们 大家用如果造个句子 如果我有一双翅膀 我要飞到天上去 大家发挥自己的小脑筋 想想 如果后面能接什么句子呢 下面的小朋友 争先恐后地举手表现自己 但是说的最多的竟然是 如果我有一只 像暖暖家一样的老虎 我会骑着它来上学 如果我有钱了 我要买一只老虎 帮我的坐起 如果 喵喵老师在上面 都开始麻木了 这小朋友 莫不是都在想屁吃 而且大家都知道 暖暖家里有钱 但是有钱也不能为所欲为吧 还养老虎呢 咋不上天呢 大家都在如果了半天 喵喵老师 适时打断了小朋友们 暖暖 你有什么好的句子吗 如果我当上了 幼儿园的校长 我不仅给小朋友们放假 我还给喵喵老师 涨工资 喵喵老师 星号星号 这么可爱的小朋友 说出这么霸气的话 好喜欢是怎么回事 但是估计 等到暖暖 当上幼儿园的校长 这个学校就该关门了 学生都放假 老师还涨工资 不过学生有志向 老师还是需要鼓励一下的 于是喵喵老师笑着说道 好 不错 我们暖暖小朋友 造的句子十分不错 甚至还用上了不紧 还这几个词语 让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班里的小朋友 见自己的老大 被老师表扬了 当即卖力的鼓起掌来 暖暖在学校的生活 混得风生水起 要不是减家家联系自己 暖暖都快忘了 自己还有个投资方爸爸的身份 哦 还有家家姐姐 还有一个贪心鬼的姐姐 那只贪心鬼 暖暖都快忘记要抓起来了 也不知道 那只贪心鬼 在他背后折磨得怎么样了 这么想着 暖暖在接通 减家家电话的时候 就好奇地问道 家家姐姐 你姐姐还好吗 减家家微微愣住了 啊 我姐姐呀 还行啊 我最近忙着公司的事情 很少联系了 对了 我打电话是想跟你报喜 你有空来工作室这边 看看衣服怎么样 我想着赶上秋冬的发布会 到时候先让一些明星穿上 把品牌先打出去 后面还有个时装周呢 减家家没有在姐姐这件事情上多说 反倒是跟暖暖说起了 自己工作室上面的事情 他半点没有暖暖是小孩子 就什么都不说的想法 毕竟在他眼里 暖暖是真的挺乖巧懂事的 而且并不是什么都不懂的 就算是不懂 他也乐意多给暖暖讲解下 暖暖很喜欢 跟他玩也是这个原因 并不会让人觉得自己是小朋友 虽然他确实很多东西不懂的 于是便软软地说道 嗯嗯 家家姐姐 暖暖相信你搭 我放学跟妈妈说 让妈妈带我去找你 好好好 那我把工作室的地址发给你 简家家没想到 暖暖这次竟然说要来了 之前工作室刚选好的时候 他也发过邀请了 不过都被暖暖挽拒了 小家伙自己玩得不亦乐乎呢 已经把正式给忘到了天边去 暖暖这边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下来 放学的时候就跟来接他的沈锦然说了 沈锦然这回也想起了 暖暖上回说自己投了钱的项目 听到他想去看看 沈锦然也没有拒绝 跟简家家约好了明天去工作室的时间 第二天一大早 暖暖就自己穿戴整齐下楼吃饭去了 因着刚好是周末 沈锦然干脆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出门 将其嘴上说着有什么好玩的 但是暖暖要出门的时候 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去给暖暖拿了一件外套 还有暖暖的水壶 包包全部都替暖暖给准备好了 沈锦然也是默默地看着自己儿子 操心着闺女的事情 他顺带去准备儿子的东西 不能后此薄彼不适 一行人出发到了工作室 到了地点的时候 看着还没开门 暖暖正想打电话呢 就看到面前的门 从里面打开了 简家家一脸睡眼朦胧地打开门 没想到刚开门 就看到了暖暖撬生生地 站在自己工作室门口 暖暖 你们来了 简家家神色慌乱地 扒拉了两下自己的头发 沈锦然看到他这样 便开口问道 这是直接在这里睡了 第288章 好无聊 好想抓只鬼玩玩 是啊 这不是敢设计吗 就我一个人 所以忙一些 简家家说完忙让开了地方 快进来坐吧 还以为你们要晚点才来 暖暖一大早就说要来了 着急得很 沈锦然一脸无奈 进去之后 工作室看的位置还挺大的 而且装修也是很令人舒服的那种 这些都是你自己装修的 嗯 我现场监工 盯着工人干的 好在效果还不错 简家家一边端着水过来说道 你们先坐着 我去洗漱 说着就先去了洗手间 暖暖则是好奇地看了看这边的装修 还有地上零零散散的衣服碎片 妈妈 家家姐姐很厉害 你看到这个就知道人家厉害了 沈锦然挑眉 那是暖暖看人很准大 暖暖说完就乖巧地坐在一边 生怕自己弄乱了什么设计图 这上面画着的可能都是商业机密呢 没一会 简家家就出来了 然后带着众人参观了一下工作室 因为新开的 还没有招到人 加上简家那边一直盯着 简家家也怕自己的设计会被盗取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的 这次把暖暖叫过来 主要是给这个合伙人汇报一下目前的进度之类的 也是给将家人一点交代 沈锦然对于史上这一块也有设例 所以后面简家家直接跟沈锦然聊了起来 暖暖原本就是想来看看简家家的 顺便问下简威的情况 最近忙着家里的事情都没有抓鬼 业绩都要不达标了 所以暖暖这才想起了简威 但是现在看到家家姐姐这个样子 好像一时半会都停不下来 暖暖双手捧着自己的小肉脸 一脸的无奈 哥哥 好无聊啊 好想抓只鬼玩玩 江琪 原本正想回应暖暖的 结果人家是想抓鬼玩 道歉 这个超出她的能力范围了 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暖暖想抓鬼的念头 太过于强烈 简威竟然找上门了 后面还跟着一直吃饱喝足的贪心鬼 暖暖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来人 马上就站起身 江琪看到自己妹妹的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 然后就看到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走了进来 这该不会就是送上门的鬼吧 江琪狐疑地看着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女人 眼神奇怪地盯着她的后背 暖暖这边已经先站起来 就要往简威那边跑了过去 结果简威根本没有看她 而是把目光投向了一旁忙碌的简佳佳 嘖嘖 这就是你那个小破工作室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啊 简威一脸嫌弃地在周围看了看 企图用几句话就让简佳佳自残行贿 只是现在的简佳佳 更加不会因为她的几句话就开始难受了 毕竟自己这个工作室 全部都是自己付出心血的 即便是现在看起来很小 那也是自己亲手带大的孩子 她也自信地相信着 终有一天 自己的孩子会站上国际的大舞台上 接受万众的瞩目 怎么 被我说的都不敢说话了 看来你也就 这谁家的狗没拴好 跑出来乱废人了 简佳佳不解地朝着周围看了过去 你说谁是狗呢 简佳被她这话一说 瞬间就炸毛了 谁急就是谁呗 要是没什么事情 还请你出去 简佳佳本来今天还挺高兴的 不想因为简佳的到来 破坏了心情 于是开始感人了 你说让我出去就出去啊 这个地方已经被我买下来了 我现在可是分分钟就能把你赶出去呢 简佳得意地看着她 企图在她脸上 看到什么惊慌失措的表情 只是很遗憾 简佳佳都是面无表情的样子 没一会 她的电话就响起了 是房东打来的电话 说是把这边几件铺面都卖出去了 让她自己跟新房东好好谈谈 买卖不破租赁 这件事情还是不影响她工作之类的 简佳佳听到房东说的话后 也只是淡淡地点头 随后挂了电话 看着简佳佳脸色不好 简佳得意道 怎么样 房东打来的吧 虽说这个买卖不破租赁 但是我想让你搬出去 还是很简单的 现在要不要来求求我 我考虑下不把你赶出去 说完自己捂着嘴偷笑了 暖暖站在旁边 看着都开始生气了 我竟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你霸占了佳佳姐姐的家里 还有不要的前男友 现在佳佳姐姐有点什么好的 你都要霸占去 你这人比白雪公主的后妈还要恶毒 暖暖插着腰 脸上气鼓鼓地看着面前的简佳 哼 我总算是知道 为什么贪心鬼会找上你了 就是因为你贪得无厌 你这小屁还说什么呢你 简佳特别讨厌别人说自己抢了简佳佳的东西 因为在她的想法中 这些东西都是她的 说实话呀 佳佳姐姐你说是吧 嗯 不过这种垃圾 人家要就拿去 倒也没什么的 你 简佳佳 你不要忘了 现在这个店铺已经是我的了 你要是不求我 信不信我把你赶出去 简佳威胁道 哦哟 我好怕呀 简佳佳翻了的白眼 丝毫不把她的威胁放在眼里 哥哥 关门 放狗 暖暖奶兄奶兄的朝着江琪喊道 江琪 这个关门我是知道的 但是放狗 狗呢 不过她见暖暖 似乎是真的有事情要办 很听话的跑去 把门给关上了 你们想干嘛 我跟你们说啊 要是我两个小时还没有回去 我男朋友可是会帮我报警的 哦 那你报警吧 暖暖不慎在意道 说完一脸坏笑的看着简佳 笑嘻嘻的朝着她走了过去 你 你想干嘛 简佳被一个小孩 看得突然背脊有些发凉 脚步不受控制的往后退了退 我当然是好好跟你背后的贪心鬼 好好聊聊了 暖暖一脸坏笑 江琪看着这样的妹妹 默默地往后退了退 妹妹又想搞事情 还是离远一点 免得无辜躺枪 简佳佳这会也有些不明白 暖暖这是要做什么了 但是却没想着要走 而是想上前去保护暖暖 结果却被江琪给拉开了 简姐姐 你还是离远一点吧 暖暖要办正事了 江琪小大人似的叹了口气 把自己妈妈跟简佳佳都给拉走了 第289章 贪心鬼 简佳因为暖暖的表情 实在是有些害怕 这不 被脚底下的布料给绊了一脚 当即屁股跟地面来了的亲密接触 还没等反应过来呢 暖暖直接扑上来 直接整个人骑在了她的身上 那冲击力 简佳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快一位了 脸上的表情 早就没有了一开始的洋洋得意 这会整个一个痛苦面具 暖暖冲上去之后 朝她不好意思笑了笑 随后伸手搂住了简佳 双手在她脖子后面 直接一把揪住了贪心鬼 在简佳佳几人的眼里 就是暖暖跟着简佳亲热呢 这回还上前搂着人家的脖子 而暖暖的脑袋就搁在了简佳的肩膀上 看着身后的鬼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你这贪心鬼死了 怎么还想附在人家身上 企图取而代之 实在是太贪心了 贪心鬼没想到 这个人类幼崽能够看到自己 但是这回却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自己根本正脱不开 于是只能开口恶狠狠地开始威胁道 放开我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别以为我不吃小孩 然后简佳就只听到了 暖暖自言自语地继续说道 哎哟 我好怕呀 你快点把我吃掉吧 简佳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她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是并不妨碍她凶简佳佳 简佳佳 你快点过来把这破孩子给我扔出去 神经病啊 她都快疯了 这小孩在她耳朵旁边 嘴里一直说着自己听不懂的话 碎碎念一样的 看着惯神人的 简佳佳看着她这狼狈的样子 虽然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情 但静恶趣味地没有上前 反倒是双手抱胸 好整以侠地看着她 哦 我什么也没看到 简佳 暖暖听到她的话了 这才有些懊恼地说道 对哦 忘记你看不到贪心鬼 说着 另外一只手在简佳的眼前挥了挥 简佳根本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就感觉自己的后背被人拉扯了一下 眨了眨眼 还没回过神 就看到了自己面前放大的脸 那是一张大饼脸 脸上充满着算计 看着她的时候 眼里都是贪婪的神色 不知道为什么 这回的简佳 就像是被人掐住喉咙了一般 因为她从这个女鬼的身上 似乎看到了自己面具下 那贪心丑陋的嘴脸 她爱得尖叫了一声 随即直挺挺地倒下了 暖暖歪着脑袋 看着地上躺着的人 这么不惊吓的吗 暖暖小声地嘀咕道 其他几人都不解地看着这边 暖暖直接送了几张 扶纸飘到了江琪的身边 江琪特别熟练地接过了 然后分别贴在了几人的身上 简佳佳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眼前的场景已经变了 暖暖手里抓着的 是人 但是看着又不像 就在她怀疑的时候 那个东西突然转头看了她一眼 简佳佳总算是看清 那个是个什么东西了 鬼 鬼呀 说着恨不得自己立马晕过去 只是也不知道是心理承受能力太好 还是怎么回事 就是晕不了 这会突然感觉到 一双小手握住了自己的手 简佳佳低头一看 就看到了江琪那见怪不怪的模样 带着安抚的一位看着她 没事的 简姐姐 习惯就好 简佳佳干笑着没有说话 那边暖暖扯了一个 穿着大貂皮袄子的阿姨 先是来了一顿爆锤 让人家冷静冷静 然后又把简威给弄醒了 当然 这个手段就没这么温柔了 暖暖直接是把人给咬醒的 你以后还欺负佳佳姐姐吗 简佳看着她右手轻轻拍着的女鬼 大有一副自己不答应 就要把女鬼重新放在自己身上的意思 忙不迭地摇了摇头 那你现在这个房子 是不是要送给佳佳姐姐当谢礼呢 简佳不甘心 想摇头 抬头看到暖暖的笑容 又只能无奈点头 暖暖这下满意了 轻轻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真乖 哥哥 录音好了吗 录了 甚至还录像了 就是这个手机里面没有鬼的 暖暖给了她一个赞赏的眼神之后 这才看向简威 简直让人想反悔的机会都没有 好了 贪心鬼 说说你是咋回事 暖暖抓鬼大师 现在可以说是非常专业了 这回开始询问女鬼的身份信息 女鬼刚才被捶得 都有些灵魂出窍了 这会更加不敢 有什么反抗的意思 但是心里怎么就这么不甘心呢 我说 我叫刘霞来 A是人 刘霞来原本的家庭因为比较穷 加上父母早亡 自己是跟着伯伯家生活的 但是伯伯家的生活也很拮据 就是平时看到什么东西呢 都想要 就连伯伯家的两个孩子的东西 她都开始惦记着 到了上学的时候 就看到别人家的东西 小到铅笔 大到书包手表之类的 她都想要 本来在伯伯家 虽然日子清贫 但是家里孩子有的 留下来也是有的 但是她自己总是不满足 从开始的抢弟弟妹妹的东西 到后面去学校拿同学的东西 好几次都被人发现 并且抱到老师那边去了 开始的时候 老师只是教育为主 只是到了年纪越大 偷东西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贵重 同班的同学们 都不喜欢跟一个这样的人玩 到后面 就连邻居都知道了 这个孩子的手脚不干净 都不敢把孩子领到家里去 更是告诫自己的孩子 不要跟留下来这样的孩子玩 但是留下来并不在意 她沉浸在这种 不要钱得来的东西 带给自己的成就感 并且会以这种 得到的战利品开始炫耀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厉害 后面她大伯见 她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呢 已经转了几个学校 又继续转到下面其他学校去 就是为了能让孩子 改掉这个陋席 但是却没想到 留下来开始学会伪装自己 到了新的学校里面 表现得跟一般孩子 并没有什么区别 很快就交到了新的朋友 当然 这个朋友是家里很富裕的那种 两人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在那个好朋友 邀请留下来去家里做课之后 留下来每次都会观察他的家里 然后开始找机会下手 第290章 忽悠简威 开始的时候偷一些东西 人家家里开始并没有察觉 到了后面 慢慢发现不对劲了 但是也没有往留下来的身上想 留下来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 又开始不满足于现阶段的这种 她想去偷好朋友妈妈房间里面的首饰 但是首饰毕竟是贵重物品 这么去偷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半夜的时候去 她觉得很刺激 那次成功了之后 她对自己更加有信心了 殊不知 自己的行动已经在警方的掌控下了 这一次 她开始打起了另外一家有钱人的主意 因为住的房子是比较高的 她直接爬外面的管道到人家的家里 只是在离开的时候 被一只野猫吓了一跳 直接踩空从高空摔了下来 然后就变成了孤魂 过了许久 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 她变成鬼也很贪心 无意间听到一个道士说 吞噬其他鬼的灵魂会变得强大 只要囤够一千只鬼 自己就能复活了 她不甘心 自己就这么死了 于是开始疯狂地吞噬其他孤魂野鬼 后面变成了厉鬼 只是却依旧没办法复活 又听说能够依附在人类的身上 等到自己把精气神吸完了 自己就能借着这个身体重生了 她找到的目标就是 同样有着贪心的简魏 这简直就是一个合格的宿主 有时候贪心鬼也经常会上身到简魏的身上 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也是简魏这几个月 过得并不是很顺利的原因 可以说刘霞来干扰着简魏 把自己内心的最贪婪的那个角落 给挖了出来 简魏恨不得再晕过去 她根本不想听这只鬼说的这些东西 这不就是跟别人说 自己是因为贪心 才会被贪心鬼给盯上了吗 虽然现在在场的人都知道了这个事实 但是简魏本人难以接受 她变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 大师 我不害人了 你放我吧 刘霞来哭得好不可怜 想着这样暖暖 应该就会心软放了自己了 小孩子什么的 都好骗了 不可能 暖暖这边还没说话呢 江琪就先站起来说道 之前还有些怕鬼的 但是现在慢慢克服了 觉得厉鬼也就那样了 这回听到 这人想要装可怜 让妹妹放了她 当即就站出来反对了 这可是自己妹妹的业绩呢 怎么可以随便就把人给放了 你这孩子 我跟大师说话呢 你插什么嘴 贪心鬼恶狠狠地瞪了江琪一眼 把她吓得脚步都退后了一步 只是贪心鬼话刚说完 脑袋就挨了一巴掌 怎么跟我哥哥说话的 刘霞来 瞬间不敢说话了 放你是不可能放了你的 像你这种鬼 就应该到十八级地狱 去体验一圈再去投胎 行了 你好好反省一下吧 说着 直接就把贪心鬼 就收进了玉瓶里面 还我血汗钱 收 把贪心鬼收进去了 暖暖得意地拍了拍手 又抓了一只鬼 还挺好玩的 简佳佳感觉好玄幻 再看到眼前那只鬼 就这么嗖的一声 钻进了暖暖包里的时候 有些没反应过来 咽了咽口水 艰难道 所以是真的有鬼 有的哦 家家姐姐 不过只要咱们坦坦荡荡的 鬼就上不了身哦 暖暖说这话的时候 看向的是简威 简威被一个小孩看着 都有些无地自容的感觉 这话简直就是在说 是自己身上有贪念 而且贪得无厌之后 才会惹得鬼上身的 她这才想站起身 发现自己刚才的脚崴了 姐姐 要不要暖暖帮忙 看在你是家家姐姐的姐姐 我给你打骨折 只要一百万保 你平安无忧地出这个门 暖暖眼睛亮晶晶地 看着简威 就像是看一个金主爸爸一样 那眼神 就差说我要来坑你了 简威干脆利落地拒绝道 不用 暖暖竟然也不失望 自顾自地说道 哦 好吧 我还说给你区区身上的鬼气呢 不需要就算了 说着就要走了 结果却被简威叫住了 等等 真的能帮我去去纳什么鬼气 当然了 暖暖做生意 可是很讲究诚信的 暖暖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保证到 最后简威不情不愿地 刷了一百万给暖暖的账户上 至于刷卡机 这些都是基本操作了 要不是简威知道 自己今天是临时起义到这边 都怀疑暖暖是不是故意 在这边等着坑他的 就连刷卡机都准备好了 真的很难让人不怀疑 这就是事先准备好的套路 把钱交完之后 暖暖直接给了他一张符纸 让他放在包里 这就完事了 简威简直不敢相信 就这一张破符纸 竟然要了自己一百万 那种被坑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了 暖暖抬头看了他一眼 笑得一脸无辜道 对呀 你要是觉得亏的话 那还给我好了 这话刚说完 就看到简威 直接把符纸给塞到了自己的包里 我的脚 他这回想要站起来 还是有些困难的 结果就看到暖暖直接蹲下 然后握着他的脚 咔咔两下 疼得简威一直挖挖直叫 暖暖都站起身了 还一直抱着自己的膝盖 呜呜叫着 那眼泪都把自己的烟熏装 给晕开了 暖暖无奈叹气 我早就好了 你的叫声都跟不上节奏的 说完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动蹦跳跳地回到了自己妈妈身边 妈妈 暖暖又赚钱了 你想买什么东西啊 暖暖现保式地 把自己的银行卡 递给了沈锦然 那我们一会就去吃一顿吧 沈锦然笑着说道 对于自己闺女现在的本事 他现在已经开始接受 并且很没有心理负担的 让自己的闺女养着自己了 好搭好搭 说完又看向简威 这姐姐 不要忘记你要把这个公司 给家家姐姐的事情哦 暖暖笑得像只偷心的小猫 简威这回已经站起身了 看着几人一眼 反悔就想走人 结果暖暖威胁的话 在自己身后响起 姐姐 你该不会是想耍赖吧 暖暖可是看着你的哦 还有那只贪心鬼 简威 林林 威胁上瘾了是吧 第291章 几百万的碗用来吃饭 偏偏自己现在除了妥协 别无他法 简直气死他了 放心 我不会反悔的 简威说这话的时候 简直是咬着牙说完的 之后就气冲冲地离开了 心里想的却是 不过是一个小屁孩 能拿自己怎么办 他却不知道 暖暖刚才话里有话 他要是乖乖听话还好 不听话的话 暖暖已经打算再坑他一次了 这边坑完人的暖暖心情大好 这回已经准备 带着大家伙去吃饭了 佳佳姐姐 你早上没吃饭饿了吧 咱们去吃饭吧 简佳佳机械地点了点头 这一早上 他已经有些迷瞪了 沈井然见暖暖这么说 也就打算先去吃饭先了 毕竟早上他们来的时候 简佳佳才刚起来 几人把工作室的门锁上之后 就开始商量着 去哪里吃饭了 等到吃饭的时候 简佳佳这才问起 暖暖这个具体的事情 所以 暖暖你一早就看出来 简威的身上有鬼了 对呀 暖暖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含糊道 简佳佳看了一眼 江琪这见怪不怪的神情 好奇问道 你家里人都知道了 对呀 我们都很支持暖暖 抓鬼的 沈井然在旁边点头附和道 不过他到底不好说 是要给暖暖祭福的 只说暖暖是之前 在山上跟师父学了几年 现在就开始帮忙说鬼 简佳佳点了点头 他倒是听说过 暖暖出生之后 就被送上山了 三岁的时候这才下山 但是大家都没想到是因为这个原因 见词也就没多问了 一行人吃完饭之后 沈井然跟简佳佳聊了一些工作室的问题 也就把后续的问题都交给他了 简佳姐姐 要是你姐姐后面还找你 你就说贪得无厌的后果 可能是什么都没有哦 暖暖在临走的时候 跟简佳佳说道 简佳佳虽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点了点头 行 我会转达的 暖暖这才放心地挥了挥手离开了 暖暖 你还知道贪得无厌啊 江琪这个哥哥 对自己妹妹的词汇量表示怀疑 不知道啊 师父说的 暖暖说的 那叫一个理直气壮 反正只要跟着师父说的准没错 那你师父还跟你说什么了 师父说了 暖暖啊 你可长点心吧 扑痴 沈井然这个亲妈 先不厚道地笑起来了 暖暖师父说的也没错 这闺女真是 几人有说有笑地准备回去了 不过路上的时候 暖暖还是把钱给了沈井然 就是为了给他捐给山区的孩子们 嗯 我们暖暖真棒 暖暖有钱就要捐出去 这个事情已经得到了江家一众人的认可了 大家也都习惯 自己收到钱就捐一笔出去 都是以暖暖的名头卷的 就是为了给暖暖多鸡鸡符 等到几人回到家的时候 老爷子难得在客厅里面看着什么东西 奶奶 爷爷 暖暖回来了 暖暖在门口的时候就开始喊着人 江琪在后面帮忙拿着包 暖暖人已经先跑进屋了 结果就看到老爷子在看东西 暖暖直接飞奔到了他身边 爷爷 暖暖回来了 听到暖暖的声音 老爷子直接把自己的老花眼镜给摘了 看着面前双颊微红的暖暖 我们暖暖回来了 去哪里玩了 去看暖暖的投资项目了 爷爷 你在看什么呀 今天没有去钓鱼吗 说起钓鱼 老爷子的神色尴尬了一瞬 随即若无其事地说道 嗯 没去了 爷爷这回正在看拍卖会的东西呢 我看看 暖暖好奇地点起脚尖 老爷子直接一把把人抱在了怀里 你看 老爷子把自己手里的帖子递给了暖暖看 暖暖直接不看字 就看上面的图画 看到上面很多古董 暖暖好奇地一了一声 爷爷 这么多古董吗 是啊 这是他们刚送来的拍卖会的请帖 暖暖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爷爷给你买 这个珠子喜不喜欢 还有这个碗 买来给你吃饭好不好 老爷子宠溺地说着 这回正巧神井然进来 看到老爷子抱着暖暖在说着什么 就好奇地凑过来一看 好家伙 这几百万的碗 竟然用来吃饭 暖暖也跟着一起好奇地看着 对于这次跟爷爷去参加拍卖会 暖暖觉得 自己应该会有收获的 便很爽快地答应了 并事先订下了那个几百万的碗 结果没想到 这回神老爷子的电话也来了 暖暖拿着自己的电话手表 乐呵呵地接了起来 还没看到对面的人呢 暖暖已经鲜甜甜地喊了一声 老爷 那边的神老爷子一听到暖暖的声音 嘴角的笑容更大了几分 哎 暖暖啊 在干嘛呢 暖暖的笑脸凑近手表 乖巧地回答道 老爷 我刚从外面回来呢 想没想老爷呀 怎么都不来找老爷玩呢 神老爷子语气低落地说道 暖暖忙开口解释道 老爷 暖暖没时间去陪你呀 暖暖要跟爷爷去参加拍拍会 什么拍拍会 神老爷子把听筒 又凑近自己耳朵几分 暖暖这边正准备继续说呢 结果旁边的江老爷子忙纠正道 暖暖 不是拍拍会 是拍卖会 哦 是拍卖会呀 电话那头的神老爷子 这下总算是听清楚了 便朝着这边喊道 老江啊 你该不会是想带暖暖 去明天的那一场吧 是啊 怎么了 江老爷子也干脆朝着暖暖的手表喊道 颇有种明智顾问的意味 然后神老爷子的声音又响起了 我也想带暖暖去呀 颇有种气急败坏的声音 江老爷子这边得意着 但是却还是一脸不好意思道 那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先说的 所以咱们暖暖还是跟着爷爷一起 哼 暖暖 你跟老爷一块 你喜欢啥 跟老爷说 老爷给你买 神老爷子企图用这个来引诱暖暖 结果暖暖还没开口拒绝呢 江老爷子又开口了 第二百九十二章 参加拍卖会 哎呀 暖暖已经看好了 明天我自己给暖暖买 就不用你破费了 暖暖举着手表 好像就是个举手表的工具人了 全程两只耳朵竖起来 听着爷爷跟老爷两人斗嘴 斗到最后 那边的老爷被气坏了 隔着手表 都能听到手表那头老爷的喘促气的声音 暖暖 老爷 没事的 咱们明天可以去那边会合啊 暖暖忙开口安抚了神老爷子 生怕自己老爷被气出个好歹 被暖暖安慰了一通的神老爷子 明显感觉整个人心情好了许多 对对对 那行 那咱们就明天见 还有你马爷爷很想你呢 到时候带着他小爱孙女一起 你俩还有伴 暖暖这边也很爽快地应下了 好搭 老爷 最后给了老爷子一个安抚的亲亲 这才心满意足地挂了电话 等到挂完电话之后就 暖暖一脸控诉地看着江老爷子 爷爷 你又调皮了 调皮地江老爷子 原本以为暖暖会说出什么话的老爷子 怎么都没想到 这孩子开口竟然是 教训自己 而且还是用这么可爱的话 这下想说什么都不知道从哪里狡辩了 是你老爷自己不惊斗 最后老爷子只能自己嘀咕了这么一句 结果被暖暖一个眼神看了过去 瞬间变成了老安纯 神井然在旁边看得直乐 这爷孙两人也是一对活宝来着 因为拍卖会是在下午 所以第二天暖暖在家完了半天 跟双胞胎的弟弟们拆家 两个小孩没办法拆家 但是有暖暖还有两只老虎在 没一会 客厅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老夫人这会就坐在一边 拿着手机乐呵呵地给几个孩子录视频 江琪就坐在另外一边玩着手机 这么看着 似乎也挺其乐融融的 如果没有妞妞在旁边四处乱窜的话 可能会呈现一副岁月静好的景象 最后是神井然看不下去了 把两只老虎赶到了外面去 把暖暖抓起来就去挑选礼服了 昨晚连夜让各个定制的店送过来的 下午出席的拍卖会 也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这种拍卖会还都是不对外开放的 基本知道的都是一些圈内人 所以穿着上也丝毫不能马虎的就是 暖暖一听到试衣服 又有些退缩了 暖暖你看 妈妈是不是不能去参加 只能我们暖暖代替妈妈去了 到时候人家见你拍下了这么好的东西 都会想看看你 这是谁家的小公主啊 是妈妈的小公主 对了 所以咱们必须穿得漂漂亮亮的是不是 嗯 对 妈妈 我要穿这件粉色的 暖暖自己开始挑选了 果然 小孩子一旦自己上心了 基本就没大人什么事情了 暖暖开始挑选起来 然后自己最后选中了淡紫色的公主裙 上面繁琐的花边 更添加了几分质感 走起路来下摆 都会跟着摆动 暖暖开心地转了几个圈 后面就是挑选鞋子了 这些就是神井然帮忙挑选 等到下午暖暖睡了一个午觉起来 就被人拉着去做头发 换上了全新的礼服 而江琪这边也穿上了小西装 看上去就像是个温文尔雅的豪门小公子 哥哥 好帅 暖暖在做着发型 看到江琪进来了 马上甜甜地夸赞道 江琪原本觉得没什么的 但是被妹妹这么一夸 瞬间这个腰板都挺直了几分 然后一脸矜持地点了点头 礼尚往来地回夸道 妹妹你也很好看 因为之前暖暖说过 要是夸可爱 那就是不够好看 所以夸女孩子一定要夸好看 见哥哥夸自己 暖暖笑得眉眼弯弯 过了一会 变了一个公主头 又在脑袋上弄上了可爱的装饰 这才算完事 等到江琪牵着妹妹的手下楼的时候 就看到江老爷子 这回也穿戴整齐地等在了客厅 老爷子穿的是中山装 头发也被梳到后面去 看起来整个人年轻了好几岁呢 爷爷 你真帅 暖暖还在楼梯上 就开始夸赞道 老爷子得意地摸了摸自己身上的衣服 乐呵呵笑道 还行 还行 还是咱们暖暖好看 暖暖一个高兴 下楼的速度就快了几分 江琪被拉着 差点一个亮呛 还是下面的老爷子 把暖暖给喊住了 暖暖 慢点走 别把你哥哥摔了 好搭爷爷 暖暖乖巧硬道 这下总算是像个小淑女走路了 走吧 爷爷的小公主 咱们出发吧 好搭 出发 暖暖拽了拽自己身上背着的小包绳子 乃声乃气地说道 牵着江琪的手 还因为高兴上下摇晃着 江琪一脸无奈地看着这个妹妹 还有她身上那个 有点不太协调的包 这是临下楼的时候 暖暖这边硬要背上的 虽然也不知道 小家伙又在打什么主意 就是了 几人驱车到了这边办拍卖会的地方 这次到的是一处古色古香的建筑 不过这些 应该是后来仿造着 以前的古建筑建起来的 缺少了那种岁月沉淀的美 但是因为融入了不少新时代的一些小设计 反倒是显得有自己独特的美感 暖暖好奇地注视着眼前这个建筑 之后就在随从的带领下走了进去 里面也是别有洞天 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 走进来的时候 就感觉进入到一幅画里 这里面大道门窗 阎廊 小道一花一草的摆放 都是有讲究的 暖暖进来之后 就发现 这开始建造这个的人 是懂风水学的 起码这阴阳五行 就协调得非常好 几人是顺着游廊走到了里面 绕了几个弯之后 总算是见到了今天拍卖的地点 是在一处庭院中 走进去之后才发现 这里面还有个大厅 上面有个大的幕布还有台子 想来就是今天晚上要拍卖的地点了 暖暖好奇地看了看周围 并没有看出什么异常的之后 就被老爷子牵着手到了 他们的专属座位上 是一个单人的沙发 不过因为暖暖人小 就直接跟老爷子坐在一起了 两人坐下沙发还有富娱 而江琪则是乖巧地坐在了老爷子的右手边 第293章 这是假的呀 在场已经到了不少人了 这回大家面前的桌子 都摆着点心跟吃食 几人看见许久没出山的老爷子 这回来了 纷纷上前跟他打招呼 老爷子也很给面子 毕竟现在公司也不是自己做决策 加上自己现在就是一个退休的老头 大家打招呼他 还是很乐意跟人家唠嗑的 没一会 外面就传来了沈老爷子的声音 还有旁边马老爷子伴嘴的声音 暖暖原本嘴里正吃着小蛋糕 听到声音马上就回头 然后朝着外面喊着 老爷 马爷爷 哥哥 小吉 你老爷来了 江老爷子问了句 这回人也站起身 好奇地朝外面张望了 果然 没一会沈老爷子就进来了 不过身边跟着的不是沈树明 而是大舅舅家的沈树辰表哥 暖暖对于这个表哥倒不是很熟悉 但是这回看到人了 还是笑嘻嘻地打着招呼 我就说吧 咱们暖暖肯定比咱们早到 沈老爷子说着话 暖暖已经跑上前抱住他的大腿了 是啊 暖暖比你们早哦 好好好 咱们先进去吧 暖暖啊 还记得马爷爷不 旁边的马老爷子不甘示弱地问道 马爷爷 暖暖记得搭 还有小吉妹妹 姐姐 小吉这会变得开朗多了 看到暖暖都会露出一个笑容 嗯 乖 走 姐姐带你吃好吃的 暖暖第一次当上了姐姐 自觉姐姐就要照顾好妹妹 当即上前牵着小吉的小手 就往里走 两个老爷子乐呵呵地看着这一幕 马老爷子经过丧女之痛之后 好在也还有小吉在身边 也能让他弥补一些遗憾 这会整个人看着比之前精气闪好多了 老爷子现在最不放心的 就是这个小赖孙女 现在就想要多活几年 能多陪陪孩子也好 三个老头待在一块 这个嘴巴就没停过 沈淑晨今天难得休息在家 就跟着自己爷爷来见世面 跟姜老爷子打完招呼之后 就到了暖暖的身边 看着两个小姑娘 津津有味地分享着各自的美食 有心想跟暖暖联络一下感情 又觉得这三岁的小娃娃 没什么好玩的 再看旁边的姜琪 八岁的年龄差在这里 似乎也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 表哥 姜琪喊了一声之后 就坐在那边玩游戏了 沈淑晨自讨没趣 干脆坐在旁边 看着暖暖吃东西 也不知道是不是 她的视线太过于强烈 暖暖这边朝她看了过来 然后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小蛋糕 有些心痛 似乎在纠结什么 之后 这才递到了沈淑晨的面前 淑晨哥哥 你是不是也想吃 那给你尝尝吧 就这么多哦 沈淑晨看着面前 咬了几个牙印的蛋糕 嘴角抽搐 自己倒也没有饥渴到 在这个小孩子嘴巴里面躲食 呵呵 不用了 你自己吃吧 好吧 是你自己不要的 不是暖暖不给你的哦 说着熬屋一大口 直接咬掉了二分之一 沈淑晨 这个妹妹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小吃货 那边几个老人在简单的应酬 孩子们这边倒是无忧无虑的 等到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就有一个穿着深绿色旗袍的女人 走上了台 拿着话筒 朝下面的众人问了好 暖暖也很乖巧地坐好了 抬头看着台上那个阿姨 女人其实很温婉 似乎自带一种书卷气的感觉 让人一看 就会联想到书香门第出来的大家闺秀 富有诗书气自华 大概说的就是她了 在上面不急不虚地介绍着今晚的一些拍品 还有注意事项 之后就宣布拍卖会开始了 第一件藏品就是一个清幼瓶 最终以388万的价格被人拍下了 也算是开了一个开门红 暖暖开始的时候还看着挺有意思的 到了后面就有些昏昏欲睡了 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魔力 姜老爷子看到在自己怀里快要睡过去的暖暖 心里有些无奈 不忍心把她叫醒 便让暖暖靠着她睡了一回 等到暖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是被周围的嘈杂声吵醒的 还没看清眼前的场景 暖暖嘴里先嘟囔地问了一句 爷爷 是结束了吗 老爷子 没呢 还有一会 这是最后几件藏品了 姜老爷子是有打算先离开的 但是听说这后面还有压轴的藏品 这才一直在这里等到了现在 结果这回台上的这个就是 明代成画御勇姚瓷器 明代的瓷器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绘画还有颜色用色大胆 花鸟飞禽走兽戏剧 甚至还有民间故事 都可以闻在这个瓷器的瓶身上 台上的这个中间就是一匹猎马在奔跑的样子 草地蓝天这些都一一呈现在了这个瓶身上 这回大家之所以激烈地讨论着 一来是有人觉得 传世的成画瓷器本身就不多了 这回这要巧出现在这里 来路不明 但是在场不少董行的都在说 这个是真的 这不 大家这就吵起来了 几人都没有注意到 角落里面坐着一位老人 就这么定定 看着前面那行人吵得不可开交的 无奈摇了摇头 暖暖这回醒了 对于这种凑热闹的事情向来是最喜欢的 当即从老爷子的腿上溜下来 然后往那边挤 沈淑晨看到暖暖这样 忙上前准备看着暖暖 生怕这小丫头被人挤到或者摔倒了 有他在前面帮暖暖开路 暖暖就很顺利地走到了台前 看着台上被笼罩在玻璃柜子里的东西 歪了歪脑袋 自己在这个瓷器身上 看不到让人舒服的那种感觉 于是在众人的争吵声中 暖暖奶声奶气地说了一句 这是假的呀 空气瞬间安静 原本嘈杂的周围 瞬间安静如鸡 然后就有人不满地 看着声音的来源处 看到是一个小姑娘 众人认出了 这就是江家的那个小祖宗 原本呵斥的话也咽了下去 换上了比较和蔼的语气 小朋友 去那边玩哦 这边是不能玩的 上面那个东西摔坏了 没一个亿 估计是下不来的 有人好心劝解道 也有人的语气 就不是很好了 第二百九十四章 一个亿算什么 就是啊 你家虽然有钱 但是你一个小丫头骗子的 家里估计也舍不得 沈书臣见有人骂自己妹妹 当即循着声音 看向了刚才出生的那个方向 说这话的是个男生 看起来长得人模狗样的 但是说话却是带着一股 阴阳怪气的意味 让人感觉很不适 暖暖也抬头看了一眼男生 这个哥哥一看就不喜欢 暖暖小眉头一皱 正准备说什么呢 就听到爷爷的声音 从身后响起 我家的孙女还轮不到别人指点 就算是把天捅破了 也有我老爷子给补上 这点钱算什么 听着自己爷爷霸气的话 暖暖瞬间挺起自己的小胸脯 就是一个亿算什么 反正就一个 暖暖想着 跟一块还有一百块 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在场的众人 你清高 你了不起 你有钱就可以 好吧 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有钱任性 暖暖 你刚才说这是假的 那年轻的小伙子 被老爷子看得 直接退出了人群 走到了一个老者的身边 低着头说着什么 随后老者身旁的男人 倒是一脸兴慰地 看着暖暖的那个方向 跟老者说了几句之后 也凑上钱 准备去看看暖暖会说什么了 他们都没注意到 角落里面的老人 这回听到暖暖说的话之后 直接就站起身 往他那边走了 因为他已经认出 暖暖是谁了 这次倒是有趣多了 而那边的暖暖 见爷爷问起自己这个事情 便一本正经地跟老爷子解释了 爷爷 暖暖刚才看了 这上面是别人仿造的 根本就不是真的 老爷子倒是没有怀疑暖暖的话 毕竟暖暖有别人不知道的本事 这点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所以暖暖说的他也没有反驳 原本还打算拍回去的 现在看来还是算了 周围不少人 碍于老爷子的身份 不敢当着面说暖暖 但是心里多少是不以为意的 这小孩子说的话 大人也能当真不成 但是大家都很默契地没有说出来 反倒是刚才那个说话男生的同伴 这回也走了过来 听到暖暖的话吃笑出声 小姑娘毛都还没长齐呢 就敢大言不惭说出这种话 我师父这研究了这么多年的人 都不敢说这么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假的 你师父是谁啊 这都看不出是假的 那你师父也就一般般啊 暖暖歪着脑袋 好奇地看着自己面前的人 乃生乃气地说道 跟在男人身后的老爷子 听到暖暖的话 原本卖出去的脚步是卖也不少 不卖也不是 这江家的小孙女 还真是跟他那个爷爷一样 不讨喜得很 哈哈好 小丫头不错 刚走到人群中的郑老听到这句话 哈哈笑了起来 暖暖一听到这个声音 耳朵动了动 喝熟悉的声音 朝着那边看了看 还没看到人 暖暖扯了扯沈淑成的衣摆 甜甜喊道 淑成哥哥抱抱暖暖 沈淑成看到这个小萝卜头这样 瞬间就懂了 有些好笑 弯下腰把人一把抱了起来 这下视野宽阔了许多 暖暖也看清了 刚才说话的人 郑爷爷 暖暖甜甜的喊道 哎 暖暖还记得你郑爷爷呀 郑老倒是没想到 小家伙这个记性这么好 记得呀 郑爷爷很厉害的 暖暖一本正经的开始夸人 饶食郑老这个年纪的人 都被暖暖的话给逗乐了 乐呵呵的走上前 看着面前的成话运用瓷器 虽然表面看着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却还是透露着古怪 这上面这个确实有点问题 郑老作为老收藏家 这回他说的话 众人就不得不信了几分 郑老 这真的有问题 是啊 我还想着赤巨资买回去呢 这就算是老收藏家 这年纪上来了 难免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不是 人群中走过来了一名老者 拄着拐杖 被人搀扶着走了过来 只是那双浑浊的眼睛 在看向郑老的时候 带着别样的情绪 万老 没想到万老今天也来了 周围的人开始套近乎 万老似乎很享受 众人的一个吹捧 淡定地朝着周围的人挥了挥手 这才看向郑老 老郑啊 你怎么能听一个孩子的 同言同语呢 这上面是真是假 咱们一眼就能看出 他其实是想说暖暖胡言乱语的 毕竟都是没有依据的事情 就单单凭借着一个孩子说的话 就相信多少有些草率的 见识老熟人万老 郑老的脸色就不大好了 哼 我看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懂得可比你这个号称 业内的专家靠谱多了 郑老毫不犹豫地 开始维护起暖暖来了 毕竟暖暖之前 可还是帮着找出了 那好几项的文物呢 这小姑娘 懂得指不定比这个老头多呢 郑老 您老这是开什么玩笑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姑娘 也敢跟我师父比 方才夸赞自己师父的男生 正是万老的徒弟 还是最得意的徒弟 鸣叫十秒 看着年龄也有三十岁左右了 因为被万老看中 所以平时为人比较高调 且傲慢 这会说话也是不顾场合 半点没有因为正老的身份 就给予尊重 这种人 即便他本身有很高的成就 在众人眼里 这种人也无法赢得大家的尊重的 暖暖这会被人看不起 已经气呼呼地 恨不得马上跳下去 跟人好好理论一番 但是沈书晨这会 竟然牢牢地抱住他 半点不给他下去 跟人干架的机会 正老倒是很淡定 神色平静地 看着这个出言不逊的小辈 是吗 老万你也是这么想的 见万老没有说话 正老爷子自顾自地开口说道 既然这样 要不然这边的人挑选几件物件 让暖暖跟你那个徒儿比一比 看看到底是谁看走了眼 正老的这个提议 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原本还打算离开的众人 顿时也都来了兴致 纷纷表示 大家都愿意 在现场当个见证人 行啊 到时候说了 不要哭鼻子就好 万老四笑非笑地看着他们 眼里的意味不明 第295章 鄙视剑宝 暖暖见正爷爷要派自己上场 当场就来了兴致 暖暖在沈淑晨怀里挣扎了几下 示意他放自己下去 哥哥 放暖暖下去 暖暖要教这个叔叔做人 看着自己妹妹 这一副熊啾啾气昂昂的神情 江琪就知道 这是又要搞事情了 可惜沈淑晨并不了解暖暖 见暖暖要下去 当即把人给放下了 暖暖下去之后 直接跑到了正老的身边 养着脑袋看向对面的万老 还有石蕾 总感觉这个人有些说不上的熟悉 不过暖暖也只是好奇一下 就没有多想 下面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哼 暖暖才不会哭鼻子呢 到时候是谁哭鼻子还不一定呢 暖暖声音软萌地放着狠话 半点没有让人觉得凶狠的样子 反而看起来更加的可爱了 于是正老就让这边的主办方 去后续的藏品中挑选几件出来 这边发生的事情 主办方那边也有所耳闻 其实原本是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了 毕竟这两位都是圈里面的老收藏家了 眼睛堵着呢 这边他们机器都检查不出问题的东西 结果人家直接说是假的 这确实有些打脸了 这件事情要是一个处理不好 他们这个拍卖行名声都要臭了 所以即便是不愿意 还是去把藏品都给拿出来了 拿了三件藏品 都是瓷器 不同年代的都有 暖暖在人家拿上来的第一眼看到之后 心里就有数了 这几个都是假的 但是为什么是假的呢 而且还有一个碗很奇怪 说是假的吧 又还有一丝其他东西混在其中 暖暖歪着脑袋 有些奇怪地看着 其他人不知道他的本事 看着小孩一本正经地看着 觉得还挺稀奇的 大家都自觉围了起来 前面就站着正老还有万老 暖暖这边的阵容就大了 几个老爷子 都是来给暖暖撑场面的 为了公平起见 每个人三十分钟的时间 三十分钟到了 直接把答案写在各自的题板后面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没问题 大家暖暖信心满满的声音响起 还带着一个小尾音 那边的石垒已经戴上了手套 手里拿着工具开始填了 而暖暖这边只是围着这个瓶子转 说是检查的 更像是在观光的一样 周围的人都开始小声地讨论着 这之前也没听说 江家这个小孙女会鉴定啊 说不定人家有大师指点呢 切 什么大师啊 看着更像是小孩子过家家的一样 真是搞笑死了 也有不少人不看好暖暖的 毕竟暖暖这波骚操作下来 确实不像是会的 暖暖在看了这个中间的这个瓷器的时候 最没用把握的就是他了 但是看了半天 暖暖还是觉得这个是假的 就算是半真半假 那也是个假货 于是自己走到了题板的地方 自己在板子上涂涂改改 写了好半天 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姑娘 自己写的是什么 暖暖写完之后 就找了个小沙发坐下了 然后喝着果汁 吃着意面 看起来好不惬意 而那边的石蕾 还在认真的看着面前的古董 两者之间的强烈对比之下 暖暖简直不要太过于儿戏了 但是这个时候 大家都很实相地没有出声 毕竟结果如何暂且不知 自己虽然不看好 但是说出来就得罪人了 没看到沈家江家的两个老爷子 都跟在暖暖的身边 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暖暖在上面主持人说 半个小时过去的时候 刚好打了一个宝格 跟那边紧张的石蕾对比起来 侮辱性很强 石蕾看着暖暖 嘴角勾起了一个 势在必得的笑容 而郑老爷子为了公平起见 也只是远远看着 没有过来这边 给暖暖任何的提示 那边的万老也是如此 半个小时过去了 两位老人这才走了过来 拿上了放大镜跟手电筒 上前认真的看看这三件古董 不过相较于万老的装无作样 这边的郑老就显得随意多了 只是戴了一只手套 然后就直接上手看了 先是看看瓶子的底部 然后瓶身 瓶口 看完一个不到一分钟 直接放下 看向下一个 三个也很快就看完 那边的主持人 也在宣布公布彼此的结果 第一个是一个发廊彩的瓷器 暖暖这边的答案是假的 不过原本大家以为 暖暖不会写假字 结果暖暖在上面写了一个假 这个假更像是 被人胡乱画的一样 大家看到上面的假字 都开始讨论起来了 而石磊那边写的却是真 这就好玩了 一件瓷器竟然能有两个结果 不过大家都下意识地觉得 暖暖这个是胡编乱造的 这个瓷器 可是雍正年制的 苗金双二发王才 你看这个文是高雅细腻 还有这个胎壁 薄而坚硬 轻轻敲 甚至还有清脆的金属声音 石磊开始在众人面前 秀起了自己的那点专业的知识 看到周围的人都赞同 对点了点头 他一脸得意地看着暖暖这边 结果暖暖只是淡淡地嗷了一句 随后用他的小奶音 一脸严肃地说道 这位叔叔 虽然你说得多 但是说得不对 你说再多也没用 说完一脸老成地叹了口气 不急不徐地开始给众人解释道 这个仿制的人 是懂清代的瓷器特征的 但是却忘记了 这个石器的瓷器 在上色的时候 明显是更加细腻 更加运散 你们看这个瓶子上的 明显过于生硬了 暖暖一本正经地忽悠完人 那边的正老眼睛都亮了 这小姑娘 有几把刷子 刚才都没有上手去摸 单单凭借着自己看的这几眼 就能把这里面的门道 给说清楚 不简单 不简单 当然了 暖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没有说 第296章 你清高 你了不起 不可能 你一个小孩子 你懂什么 是啊 我不懂 我啥也不懂 我就是胡说八道的 暖暖一脸赞同地说完 就听到正老的声音 这小丫头说的没错 这个确实是赝品 不信你们问这工作人员 正老也没有废话 直接把这个话题 给转到了主持人的身上 刚才这边主持人 已经得到了准确的答案 于是便点了点头 确实 这个是赝品 也是今天刚送来的 不过因为我们的长眼失败 就连机器都检验为正品 随着女主持人这话音刚落 在场的众人都响起了惊呼声 没想到浙江家的小孙女 有两把刷子 这下众人也没敢再有刚才的轻视了 至少不少人都收起了轻视的想法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石磊简直不相信这个结果 张嘴下意识就开始质问了起来 这一出口 几乎是把在场的不少人都得罪了 那你的意思 是我老头子框你了是吗 还是你觉得 人家拍卖会联合起来骗你的 这两句质问的话 顿时让石磊说不出话来了 而万老之会脸色也不大好 握着拐杖的手在微微用力 之后朝着石磊喊道 行了 承认自己学艺不经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敢说 人家正老这辈子 就没有失手的时候吗 这会正老没有回答 这种人不过是心里不平衡 在这里蹦跋的而已 众人没再说话 大家把目光投向了第二个瓷器 这个看起来就是真的了吧 主持人开始介绍起第二个瓷器 这个是南宋的一个观瑶观耳瓶 上面是有岁月沉淀出来的那种感觉 暖暖这边依旧是举起牌子 上面写着一个潦草的甲字 而石磊那边不出意外 依旧是写了一个真 这下就好玩了 大家这下更来了兴致 这个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先是让几个专家上前去看 就连正老这次看的时间都久了一些 不过他暂时没有开口说话 准备听听暖暖还有石磊是怎么说的 小妹妹 刚才是你运气好 但是中间这个肯定是真的 你没看到这个右色很厚润 腹下部丰满 有圈足 整个瓷器通体开片都比较稀疏 纹片纵横交错 这明显就很符合宋代的一个官瑶设计 石磊这回一脸得意地看着暖暖 这次他是真的很有把握的 是的 这个叔叔说的这些我是认可的 只能说你这个专业知识背得不错 看这个瓷器 不能单单看它的特征 还要用心去感受它所蕴含的时代之美 宋代的官瑶确实影量无浮光 很有一股苏润含蓄的美感 见暖暖都认可自己的话 石磊那边脸上表情都不一样了 莫名多了几分自信 是怎么回事 只是暖暖后面的话还没说完呢 直接又说了一句 不过 暖暖这才说出口 周围众人都竖起耳朵听了起来 叔叔你难道就没有发现 这个瓷身有些地方看似无瑕 其实还是有些问题的吗 什么问题 石磊下意识地开口问道 你看这些裂痕 看似好像是拼接得很好 但是还是很容易让人摸出不一样来 这个仿造的人也不知道是在哪里弄来的碎片 而且还很有心机地把这个碎片 拼凑在了瓶口的位置 你稍微感受下 就会发现这个瓶口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手感 当然了 要是你能有我的技术 光是看看也是能看出来的 暖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石磊的炫耀 师父说了 对待敌人就要像狂风暴雨一样 不要留情 怎么可能 石磊完全不相信 不死心地直接上去摸了 万老神色莫名地看着暖暖 而郑老这边原本愁眉不展的眉头 这回竟然难得的舒展开来了 这个小丫头啊 只是还没等她摸出来 暖暖就看着女主持人 阿姨 这个盛事也是假的呀 宋玲看着面前软萌的小家伙 虽然很想顺着她的话说下去 但是她还是说道 暖暖小姐 我们这边显示的结果是真的 她这话音刚落下 那边石磊瞬间就来了精神 哈哈 我就说嘛 你一个小姑娘 你懂什么 那表情要多得意 有多得意 众人都把目光放在了郑老的身上 就见郑老呵呵直笑 无奈摇了摇头 人都有看走眼的时候 何况是机器呢 这位姑娘 还是去把你们这负责人叫出来吧 如果可以的话 叫多几个专家来 这个东西 还有些烫手呢 意思就是刚做好的 郑老看着宋玲 意识到 事情可能没自己想得那么简单之后 宋玲便点了点头 这边打电话去叫人了 而现场不少人都开始争吵起来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 装自己专家的也有 也有人说 郑老这是在故作玄虚 没一会 这边的负责人就来了 跟郑老打声招呼之后 就表情严肃地说道 郑老 不瞒您说 这个是我们老板自己收回来的 这边也多名专家检验过了 而且第三方机构这边也出了报告 肯定假不了的 是吗 暖暖 你跟这些叔叔们说说 好吧 于是暖暖耐心地上前在瓶子上指了指 大家个个都拿着手电筒严阵以戴的 看到暖暖这随意地一指 眼皮都直跳 这是不是太过于随意了些 但是 几人还是按照了暖暖说的地方 认真地观察了一下 这周围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没有戴手套上去摸的话 还是能感受到这细微的不同的 就是这薄厚 都还有些问题 这 众人的表情都不大好看 这下围观的群众还有啥不明白的 那名负责人也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 于是便直接出去打电话给老板了 这边的游戏还在继续 后面一个是青花词 属于明清的一个青花词 暖暖依旧是写着价 石磊写得真 暖暖这边的理由很简单 我在我师父那里看到啊 师父说了 这个不会出现第二个的 所以这个肯定是假的 说的那叫一个理直气壮 只让众人无语宁耶 你清高 你了不起 第二百九十七章 一时的失败不可怕 可怕的是一直失败 不可能 现场这个就是真品 说不定这就是你师父的那个呢 石磊不死心地喊道 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已经有些崩了 这要是猜三个 三个都是错的 那他都不用在这行混了 直接打包行李回家 种地算了 哎 叔叔 咱们做人要勇于面对现实 一时的失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一直失败 众人 看到这个叔叔因为接受不了 而大受打击的模样 暖暖悠悠地叹了口气 给了一个建议 叔叔 要不你找个班上吧 去厂子拧螺丝 就很不错 江琪在旁边无脸 他真的严重怀疑 自己妹妹是被网络兔都太深了 那边的石磊明显是被气的脸色涨红 现在已经开始有了癫狂的前兆了 不过现在他心里还不死心 想要看看这边拍卖行的怎么说 结果这边正准备出声 说是真品的时候 负责人的电话响了 电话那头的人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负责人的脸色变了变 随即盲点头哈腰硬下了 即便是电话那头的人 根本看不到他的动作 等到点哈挂了之后 负责人也变了个脸色 一脸歉意地说道 抱歉 我们苏总这边临时调换了这个瓷器 所以目前这个 其实是厌品 还有刚才第二个官窑 也确实是厌品 这话一说 众人哗然 大家都没想到是这样的情况 刚才看着这个负责人的表情 似乎并不像他说的那样 不禁就有人开始阴谋论起来了 毕竟刚才负责人是在 接到一个电话之后 脸色才开始不对的 肯定是电话那头的人说了什么 才会说都是厌品 现场说什么的都有 说什么估计是串通好的 就是为了让一个孩子赢之类的话 暖暖这边还没有什么 但是将老爷子已经气得胡子都要翘起来了 胡说八道 我们就算是再疼孙女 也不可能帮着孩子做这种事情 老爷子气得吹胡子瞪眼的 暖暖忙上前安慰道 没关系大 爷爷 咱们问心无愧 不怕的 原本还有些生气的老爷子 因为暖暖这话 突然就像是泄了气一样 是问心无愧 不过咱们暖暖说的对 咱们只要问心无愧 不管别人怎么说 老爷子缓和了情绪 旁边的神老爷子也忍不住开口劝道 老江啊 不是我说你 你说都一把年纪了 就不要动气了 别到时候一个注意就隔屁了 咱们这个年纪了 还是要注意些为好 江老爷子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不会安慰人 咱们还是别安慰了 然后直接闭目养神了 这看着闹心 好在负责人很快就站出来解释了 我们老板目前已经报案了 当时这些东西骗了不少人的眼 如今却都是赝品 这中间要么被人掉包了 要么就是 那个造假的人技术很高超 狗屁的高超 在负责人刚说完话的时候 郑老爷子就忍不住了 我现在就怀疑 这些东西是不是人家早有预谋的 就是之前那个造假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 眼神是看着暖暖的 毕竟暖暖那天晚上是在现场的 两人之间是一起办过那个案子的 但是众人不知道啊 对于郑老说这话的时候 还看着暖暖这个小孩 就有些百思不得其解了 郑爷爷 你不用怀疑 除了第三个 其他两个都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 暖暖这话一说出口 众人更加议论纷纷了 这还有人专门造假 还能有这么高的技术 不被人发现吗 人群中有个人的脸色特别不好 万劳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自以为完美的计划 还是这么被人给识破了 正当他想着 怎么悄无声息地离开时 暖暖突然好奇地 往他这个方向看了看 他想起来了 这个爷爷 就是自己之前趴在小院子里面看到的 那个时候因为是在晚上 加上两人在院子里面 是背着身子的 暖暖也只是对于这个身形 有个大概的印象 但是却没有看到正脸 刚才万劳背过身的时候 暖暖看着他的背影 就觉得很熟悉 突然自己脑海中金光一闪 就想起了这个熟悉的背影 这下暖暖似乎觉得自己破案了 抑制不住地兴奋 不过师父说了 成大事者 必须泰山崩了 也要蹦跶两下 虽然不知道是啥意思 但是暖暖还是在原地蹦跶了两下 把自己刚才兴奋的情绪给压下去了 随后这才故意说道 还有 郑爷爷 我跟你说 这些拿下面那些脏东西的 也很有可能会沾上脏东西哦 暖暖说这话的时候 把自己带着的包给打开了 从里面放出了几只鬼 各位鬼子们 发挥你们鬼价值的时候到了 你们从现在开始跟着那个爷爷 然后不时吓吓他 注意不要把人给吓死了就行 瓶子里面的几只鬼都快发毛了 这会见被暖暖放出来放风 而且还是有任务交代给他们的 当即乐呵呵地硬下了 几人十分兴奋地飞到了万老的身边 他突然感觉到周围的空气 都变得阴冷了起来 他刚才原本还有些不相信暖暖的话 但是这个时候 却是不得不相信了 朝着周围看了看 见没什么人注意自己 就打算先借着人不舒服的借口 先行离开了 他这边一走 没人看到 他的身后几只鬼 叽叽喳喳地飘在他的周围 已经开始商量 用什么方法能够把人吓到 但是却不会吓死的那种 暖暖看到鬼阿姨们 跟着这个爷爷走了 他也就放心了 而他刚才的话说完 就有人不屑了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脏东西 咱们要相信科学 就是暖暖倒也不介意 而是看着那边备受打击 到现在还没有回过神来的石磊 叔叔 你输了 可别哭鼻子哦 石磊是没哭鼻子 但是却在听到暖暖说的这句话后 突然喉间一股铁锈尾 猛地喷口而出 还好周围的人早在看他不对劲的时候 就已经默默地离远了一些 不过还是有人被不小心见到了 一脸晦气 要不是因为在场的都是上流圈子的人 他都想要破口大骂了 最后只能自认倒霉地先行离开了 暖暖摇了摇头 第298章 不好的预感 这个叔叔 看着面相就是中年失忆的 而且鼻梁不平 这明显就是破败之相 在40岁左右会有一道砍 轻的话就是名誉受损 众则身败名裂 众叛亲离 嘖嘖 暖暖看着他的面相 这会倒是也没有落井下石了 上前拉着江老爷子的手 打了个哈欠 爷爷 暖暖困了 咱们还是回家吧 好好好 那咱们先回去了 江老爷子看着小孙女 这打着哈欠的可爱模样 当即硬了下来 暖暖这边确实是困了 眼角都因为打哈欠 而浸出了生理泪水 沈淑辰很识相地上前抱起了暖暖 虽然有些笨拙 但是暖暖还是在他怀里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趴着了 而那边的负责人 见暖暖要走了 想了想 还是走上前 你好 暖暖小姐 我们老板这边 想加个你的联系方式 不知道方不方便 方便啊 暖暖的手机号码是 188XXXXXX 暖暖这边含糊地 抱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下一秒 直接在沈淑辰的肩膀上睡着了 走吧 沈老爷子这边见暖暖 直接都睡着了 还是小声地说着话 众人这才离开了拍卖会所 沈家的车 先把暖暖安全送到了江家 跟自己女儿打了招呼之后 沈老爷子几人 这才去车离开 暖暖这边被人抱着 迷迷糊糊 有些要醒过来的迹象 江正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背 又睡着了过去 老爷子今晚折腾了一晚 精力倒是没有以前那么差了 江正看着老爷子 还想在客厅坐着喝茶 还是忍不住地开口说道 爸 您这边也早点休息 说完又看向江琪 小琪也去洗澡了 要爸爸帮忙吗 才不用 江琪傲娇地说完 直接大步往楼上走去 知道了 知道了 赶紧带暖暖上楼吧 老爷子朝他嫌弃地摆了摆手 自己坐在沙发上 想着今天晚上的事情 他是怎么都没想到 这张老头竟然浇暖暖这些东西 一个三岁的小孩 又能画符 又能看这些古董 又要抓鬼 这哪个小孩子受得了啊 这从娘胎开始学都不能三岁 就学这么快吧 老爷子不由怀疑 这老道士该不会虐待暖暖吧 因为这个事情一晚上都没睡好 准备等暖暖第二天起来的时候问一下他 而郑老这边刚才被人叫出去 问了一些事情 回来的时候暖暖就不在这了 得知孩子是回家去了之后 郑老也没说什么 而是把刚才暖暖写的那三个题板都给拿走了 他就是单纯地觉得这上面的字好看 别人不懂欣赏 他老爷子懂 准备带回去好好挂在自己的书房上 三个假字 不过今晚的事情倒是让他发现了 暖暖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 刚才暖暖走的时候没有要到联系方式 不过他可以去江家那边收图啊 郑老心里美美地想着 暖暖这边回去被爸爸抱上楼 江正夫妻两人帮着暖暖把礼服给脱下了 还有暖暖手里紧紧握着的糖果 沈锦然还是费了好一番功夫 结果估计是这个动作有点大了 直接把暖暖给吵醒了 但是也只是微微睁开了眼睛 含糊地看了一眼沈锦然 然后把自己手里的糖果递给他 嘴里咕弄道 给妈妈 说完手一松 直接到了沈锦然的手心里 这让沈锦然有些哭笑不得 这孩子该不会是把东西带回来给他吃的吧 老父亲在旁边看得都酸溜溜的了 就一个吗 嗯 就一个 闺女专门带给我的 沈锦然得意地说完 把糖果放进自己的口袋里之后 这才打发江正去放洗澡水 他这边帮着暖暖把礼服脱了 抱着人进来浴室给他洗澡 顺便把暖暖的睡衣给找出来 沈锦然毫不客气地开始吩咐 顺便把暖暖的睡衣给拿过来 江正转身又去拿了衣服 后面两人才把睡着的暖暖 这个澡给洗好了 把孩子放在床上的时候 总算是狠狠地松了口气 他是安心睡觉了 那被几只鬼跟着的万老 就不是那么好过了 万家子孙凋零 只有两个儿子 大的儿子经商 小的跟着他学习 万老为了方便行事 还是跟自己小儿子 住在比较偏僻的别墅区 今天回去的时候 老爷子显然脸色不大好 他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这么久造出来的东西 竟然会被人发现是赝品 而且 那个人还是一个三岁 还没断奶的小娃娃 这让他如何甘心 原本他以为是正老头 那个家伙发现的 但是输在一个小娃娃身上 他越想越生气 万老的小儿子万康 听到汽车引擎声 忙起身迎了上去 爸 怎么样 成功拍卖出去了吗 他的眼神带着慢慢的贪婪 他现在可就等着 这笔钱发财了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他爸的脸色不对劲 石磊是送老爷子回来的 这一路上 他都担心自己被赶出去 但是 见师傅没有责怪自己的意思 这会下车听到了万康的话 石磊就像是找到了同伙一般 张嘴巴巴巴 就把今晚的事情给说了 万康也是完全没想到 他爸的技术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竟然还会被发现 爸 那现在怎么办 那边的人不会怀疑到咱们头上吧 他这话一说出去 万老的脸色更加不好了 行了 你今晚的事情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好好回去反省一下 万老疼儿子 没舍得骂 最后把火都撒在了石磊的身上 石磊因为今晚的事情 本身就心虚 这会被万老一说 顿时低下了头 我知道了 师傅 那我先走了 说完 脚底抹油地从万家出去了 万老看着儿子 你这边尽快联系上那边的买家 咱们手里这几件正品不能留了 他心里有些不好的预感 忙嘱咐万康 万康见此 点了点头 难掩贪欲地说道 行 爸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 只要咱们把手里的货出了 人家也找不到证据 万老坐在沙发上 一脸疲累地摆了摆手 万康出去之后 别墅就只剩下了万老一个人了 几只鬼围在了老爷子的身边 不怀好意地盯着他 第299章 三哥 你凶我 姐妹们 这是暖暖大师 第一次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咱们 咱们肯定不能让他失望不是 周方一开口 下面的人忙点头附和道 这里一共五只鬼 除了开始被拐卖的四只可怜鬼之外 刘霞来也特别荣幸地参与了这次的任务 不过 他是存着想要逃跑的心思来的 这会当然也很积极地回应着 这老头看起来若不禁风的 姐妹们悠着点完 别挽脱了 众人点头 于是万老瞬间就感觉空气阴冷了许多 想到当初为了躲避眼线 挑了这么一个鬼地方 这回还没入冬呢 就这么冷 开始慢慢咧咧了起来 站起身就要回房间 几只鬼就围在他的身边 在他准备去拉窗帘的时候 张一突然出现了 于是玻璃的反光镜上 就露出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女鬼 直接把万老吓了一个哆嗦 整个人跌坐在了地上 只是在看一眼窗户的方向 根本没有什么东西 他这回想站起身 却是因为刚才着急 扭到了脚 疼得只能在原地直抽气 也不知道怎么的 万老突然想到了 晚上暖暖说的那句话 自己跟那些地底下的东西 待在一起久了 难免会沾上 他一向是不相信这些的 但是今天晚上这么多古怪的事情 由不得他不多想 几只鬼依旧在他旁边 空气骤然变冷 万老最后只能哆嗦着身子 随后站起身 一瘸一拐地进了房间 正准备去洗澡呢 结果在浴室里面 突然灯就开始忽明忽暗 这诡异的气氛 一下子就升到了顶点 万老故作镇定地 想要扭开洗手间的门 结果门就像是被汗死了一般 无论如何都打不开 如果他能看见的话 就会发现 几只鬼在外面按着门把手呢 也难怪他打不开门 这个时候他明显带了点恐惧了 握着门把手的手 也开始哆嗦了起来 不经意看了一眼 自己左手边的镜子 就看到了跟刚才截然不同的鬼 一个脑浆都被摔出来的女鬼 这恐怖的样子 直接让人当场昏厥 几只鬼 好了 看样子也吓得不轻 咱们不好闹出人命 撤了撤了 周芳招呼着 大家就要离开 却没想到 贪心鬼留侠来 突然朝着他们反方向的位置跑 周芳几只鬼像 是看出来他的意思一般 半点没有上前阻止 正当刘霞来暗暗窃喜的时候 被一道力量给拉扯了回来 就这么直直地摔在了周芳他们的面前 让刘霞来忍不住吐了口血 你们怎么不跑啊 他不甘心地吼道 你不是已经跑了吗 怎么还回来了呢 张一明知故问 刘霞来都快气死了 是他想回来的吗 特么的直接一股力量 把自己又给拉扯回来的 难怪这些人都不跑 感情是因为跑不了 省点力气吧 你也不是第一个想要跑的鬼了 大师是不会让他的鬼跑掉的 周芳还上前劝慰道 那你怎么都早说 刘霞来趴在地上 愤怒地喊道 哦 你也没问啊 我以为你知道呢 周芳贪了贪手 无奈说道 最后 刘霞来只能垂头丧气地 跟在几人身边 跟着一起回去 原本还想怂恿其他鬼一起跑路的 现在看来是不成了 万老就这么 在洗手间躺了一晚上 因为他做的事情不好 被太多人知道 加上他多疑的性格 别墅这边根本就没有照顾的人 以至于他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 几只鬼回去之后 就乖乖地钻进瓶子里 根本不用暖暖操心 而暖暖这边 睡了个美美的觉 结果早上一大早 又被沈锦然 从床上给揪了起来 暖暖 起来了 要上学了 暖暖好困 都想上学好不好 暖暖说着 又是一头栽在了枕头上 沈锦然也很无奈 最后还是老方法 把人抱起来 然后帮着摆衣服 都给穿上之后 就去洗漱 全程暖暖 就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一样 闭着眼睛 把刷牙洗脸 然后甚至是闭着眼睛吃饭 但是奇怪的是 即便是闭着眼睛 暖暖还是能准确地 叫对餐厅上坐着的一行人 老爷子因为心里想着事情 所以这回看到暖暖这个样子 还是问道 暖暖啊 你之前在山上 跟着你师父学了什么呀 嗯 学了好多呀 暖暖不走心地回答道 那是不是还教你看古董啊 对呀 师父就是跟我说了一些 我就记下了 那还教你什么了 画画 练琴 还有毛笔 十字 下棋 暖暖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回答道 这话可把屋子里的人 给震惊坏了 倒不是说不能学这些东西 而是这些东西买样 不是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 才能练成的 但是暖暖的年纪在这里 一个三岁的小孩 学这些 真的能够吃得消吗 这是在场所有家长心里的想法 暖暖可不知道众人心里的想法 这回吃完饭 总算是醒过来了 蹦蹦跳跳 又去上学去了 她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准备 跟自己的小伙伴 分享自己今天发现的事情 不过在车上的时候 南南还是打了个电话给江志 刚做完任务 在局里的宿舍休息的江志 听到声音响起的时候 脸上全是暴怒的神情 接起电话 就朝着电话那头吼道 说 又怎么了 最好是有事情 要不然我的拳头可不长眼 说完之后 电话那边好半天都没有声音 正当江志以为是骚扰电话 准备把电话给挂了的时候 暖暖的声音响起了 三哥 你凶我 暖暖带着哭腔的声音控诉道 江志 瞬间就清醒过来了 不死心地看了一眼 来电显示 暖暖 第三百章 提供线索 那个 暖暖 三哥这不是在睡觉吗 没看到是你的电话 怎么了 是不是找三哥有什么事情呀 江志只能先把话题给转移了 不然要是把这小祖宗给惹哭了 估计他回去是没什么好果子可以吃的了 哦 对 暖暖找你有事 暖暖被这一打岔 又想起了自己找三哥要说的事情了 于是 不等江志开口就忙不迭地把自己的发现给说了 三哥 我找到那个做夹古董的爷爷了 暖暖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都带着妖宫的意味 江志原本懒散躺在床上的 结果听到暖暖说的这话 瞬间就坐折身体 你说你找到了 他没问暖暖是怎么找到的 毕竟之前在抓人的时候 暖暖就说过 后面还有缘分再见面的 倒是没想到这么快 是搭 不过吗 三哥 三哥回去给你带小蛋糕 改天带你吃自助餐 还有火锅 江志瞬间特别上道地说道 暖暖瞬间就满意了 嘴角勤着笑 但是脸上却还是一本正经的纠正道 三哥 我不是那种贪吃的人 我主要是想让你早点破案 到时候就能升职了 江志 行吧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昨天跟着爷爷去参加拍卖会 看到了一个爷爷很有嫌疑 他们都叫他万老 你去调查一下吧 暖暖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暖暖 奶声奶气地说完 江志这边的眼睛 却是都亮了起来 暖暖能这么说 那就说明 这个万老身上 是真的有问题的 基本八九不离十了 好好好 等三哥把这个案子办完 到时候 请咱们全家去吃大餐 之前一直许诺过的 所以江志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下来 挂断电话之后 他也不睡了 直接起身出去 准备派几个人去盯着这个万老 不过他还是要先去调查一下 这个万老的来历 队长 你不是昨晚做任务去了吗 不休息会 江志刚出来 外面的同事看到他 就好奇地问道 嗯 发现了新线索 过来帮忙查下人 好 江志这边联系了朋友 要到了昨天晚上 参加拍卖会的名单 找到了姓万的 江志也简单地调查了一下 万老的一些事迹 这个人也是一个有名的收藏家 而且跟正老的关系不是很好 似乎是死对头的关系 看着这个万老手下 还有几个徒弟 多少有些猜想 更重要的是 根据信息上面写的 这个万老在前段时间 说是身体不舒服 去疗养了一段时间 而这段时间刚好是江志在 查文物案子的中间 这就有趣多了 他相信 这个万老肯定跟这个案子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队长 是不是查出什么了 嗯 现在派几个人去那边 24小时蹲守 看看他都跟一些 什么人接触了 还有 注意他有箱子之类的东西出入 江志严肃地吩咐着 这个事情 相信很快就能找到突破口 而暖暖这边 上学的日子就精彩多了 经过上次在江家 看老虎的事情之后 他上哪都有小跟班跟着 就连在暖暖身边的余田 还有艳志几人 都有做小偷偷的趋势 老师教的这些内容 其实在山上的时候 明正师傅也有教暖暖的 这会听到老师再说这个 就有些打瞌睡了 主要是他打瞌睡也就算了 被老师喊起来回答的时候 也能答对 让各个老师 对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这不 放学的时候 喵喵老师特意叫住了沈锦然 老师 是有什么事情吗 喵喵老师 看着在旁边 跟自己哥哥玩耍的暖暖 笑着对沈锦然说道 暖暖妈妈 不知道你们之前是不是给暖暖单独启蒙过呢 沈锦然有些不解 于是便摇了摇头说道 这个倒是没有 不过还是补充了一句 不过暖暖之前的师傅 给暖暖启蒙过 但是暖暖学习能力这些 他们其实当父母的 都不是很清楚呢 是这样的 这段时间下来 我们也发现了 暖暖上课很喜欢趴在桌子上睡觉 但是每次 把他叫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 暖暖却都能答上来 所以这才想问问你们 暖暖这边的知识储备 可能比咱们想的还要多 喵喵老师的话 确实让沈锦然沉思了 一直以来 大家都把暖暖 当作三岁的小孩子看待 在学习上也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看来 似乎暖暖 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厉害 这就 好的 谢谢老师 我们家长这边 会再仔细了解孩子的 老师也确实出于责任 关心一下 不过这个事情 还是要交给家长 沈锦然跟喵喵老师 聊了几句 暖暖在学校的表现之后 就带着暖暖上车了 暖暖 咱们家今天晚上有客人哦 上车之后 沈锦然先把这个消息 跟两个孩子说了 妈妈 是谁来我们家做客呀 暖暖一边吃着棒棒糖 一边不走心地问道 这个人暖暖也认识 就是郑爷爷 哦 暖暖应了一声 然后继续吃着零食了 江琪就在旁边 帮暖暖弟吃的 哥哥 你真好 下次还有零食 记得留给暖暖 暖暖有好吃的 也留给你 暖暖不忘感谢 给自己小零食的 金主哥哥 嗯 江琪矜持地应了一声 脸色有些微红 妹妹喜欢吃零食 自己要攒钱 这个要记起来 暖暖回到家的时候 当即就被两只老虎 给围住了 毛毛特别来势地 咬住了暖暖的小书包 妞妞这边 直接趴在了暖暖的身前 直接让暖暖爬上去做好 驮着暖暖出去玩了 而毛毛就把暖暖的背包 给拿到了二楼的房间去 当了孕妇的毛毛 明显缠了许多 这回闻到暖暖书包 似乎还有其他的气味 一直在旁边嗅啊嗅 最后自己把拉链给拉开来了 看到了里面暖暖藏着的零食 直接叼起来 就往角落里面去偷吃了 暖暖这边全然不知道 自己藏好的零食 会被一只老虎给吃了 这回正在庄园里面 肆意奔跑呢 这回应该是在庄园里面了 这回应该是在庄园里面了